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漠视呢 作者王袍 演播 嗨洋 第295集 总警长 爱情之郎桑切斯第三夏斯 卑躬屈膝的钻进了米歇尔总警长的办公室 当然了 这个米歇尔总警长就是马丁董事长的分身 本来被降职成了对付 让桑切斯一度自暴自欺 破冠破摔 每天在女人身上流连忘返 甚至还染上了毒瘾 但心对将贝克汉姆去执行秘密任务之后 杳无音息 桑切斯的心思又活落了起来 说不定贝克汉姆就再也回不来了呢 于是 桑切斯决定去走走后门 好多前辈都说 后门一通官运亨通 桑切斯就是来走米歇尔总警长的后门的 他是第一次走后门 也没什么经验 进来之后呢 他决定单刀止入 从手提包里拿出了一条烟 摆在了米歇尔总警长的办公桌上 陪着笑脸 总警长 我我给您带了条金玉满堂 唯恐米歇尔总警长理解不了 桑切斯特意在烟盒的金字上点了点 这烟有内涵 米歇尔总警长也就是马丁董事长 皮笑肉不笑的拿起金玉满堂来颠了点 压手 这里边绝不是烟 而且也不是钞票 马丁董事长笑了 难道是金条吗 便在此时 办公室的门被人猛的推开 马丁董事长顿时脸色一沉 把这条有内涵的金玉满堂 狠狠的拍在办公桌上 哼 少跟我来这一套 有内涵的香烟 拍在办公桌上 跟板砖似的硬邦邦的 桑切斯当时就傻眼了 什么鬼啊 竟敢用金钱来俯视商级领导 马丁董事长正气凛然的拍案而起 指着桑切斯 你等着上监察法庭吧 晴天霹雳呀 桑切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 明明刚才你笑了呀 骂完之后 马丁董事长这才回头看来人 回头定睛一看呢 马丁董事长惊呆了 只见进来的原来是个女人 一头乌黑亮丽的绣发 如瀑布般的一直垂到脚踝 面容似幻似真 让人看不真切 但只从轮廓就能感觉到她是极美的 一身洁白无瑕的泥伤羽衣 更颤夺她的清幽淡雅 修长笔直的眉腿在白沙下若隐若鲜 裙脚下竟是吃着一双狱卒 纤细柔滑似美玉般 温润经营 可爱的指甲上涂了大红凤仙花枝 让她那过于出尘脱俗的 飘渺气质染上了一丝红尘 马丁董事长不禁担心地板太硬 割到她的狱卒 但仔细一看呢 她那一双盈盈一卧的狱卒 竟然是没有直接踩在地板上 就好像是离地一寸的悬浮着 所以不染仙尘飘飘欲仙 看得马丁董事长菊花一紧 她终于想到这个连脸都不露 就能让她微微一应 表示尊敬的美女是谁了 难 您 您 您难道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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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丁董事长结结巴巴的 她猛然想起了这个红颜祸水 未必希望她在别人面前 说出她的名字 所以她才不由自主的卡迪 还好啊 她也是见过大世面的 板着脸对桑切斯说 桑切斯 这条烟线放在我这儿 你什么都没有看到 什么都没有听到 回去等上级安排 我不用上检查法庭了吗 桑切斯一脸懵逼 林芒唯唯唯唯的低着头 就退了出去 帮马丁董事长带上门的瞬间 她偷眼看到了那个不速之客的背影 纤细如柳的腰肢 顿时让桑切斯不寒而栗 关上门 桑切斯心里就有了谱 看来 是让我撞上米歇尔总经长的情人了 米歇尔总经长 必须帮我把这事给办了 这就是把柄啊 不行 对将已经不能满足我了 我要当对帅 在桑切斯出去之后 马丁董事长威严的老脸上就笑得如同菊花绽放 原来是花宗主方驾亲临 我是米歇尔 不知有什么能为花宗主效劳的 只看这个轮廓就是红颜祸水的泥伤美人 竟是五仙星鸳鸯宗的宗主花清临 花清临是五仙六大圣之一 江湖传闻它是八级生命 在猎虎星的上层社会里啊 都知道一件事 曾经猎人凭借一艘行星级星剑征服了一颗低级文明星球 但后来惹到了五仙星的八级生命 那八级生命就表演了徒手拆星剑 据说呀 五仙六大圣人个个都是八级生命 个个都有徒手拆星剑的强大实力 虽然这里是猎虎星 但马丁董事长在花清临的面前 仍然是诚惶诚恐 坠坠不安 惹不起呀 惹不起 周亚文 又名周亚文 花清临 清起英醇 生如黄梨 你可曾听过此人 马丁董事长心里咯噔一下 这不正是被贝隆杀了的那个变态杀人狂吗 当时马丁董事长还很放松的告诉贝隆 鸳鸯宗的人特别注重情义 最见不得玩弄肉体的银贼 但凡有鸳鸯宗的人赶出来乱搞 不管是强奸还是童奸 亦或是买春卖春 一律都会被逐出世门 更严重的还会费了修行 甚至斩首适中 周亚文在爱城奸杀了好几个 肯定是被鸳鸯宗赶出来的 贝隆杀了周亚文 等于是替鸳鸯宗清理门户 鸳鸯宗不会报复他的 马丁董事长还开玩笑说 让贝隆带着周亚文的尸体到鸳鸯宗领赏呢 却没想到 鸳鸯宗宗主花清莲都找上门来了 显然事情没那么简单呢 听过 这人是前段时间 爱城通缉的变态杀人狂 说着呀 马丁董事长连忙把周亚文的案子卷宗 从电脑里调出来给花清莲看 他知道肯定只包不住火 贝隆杀了周亚文的事 花清莲一定能查到 所以还不如马丁董事长给花清莲先入为主一个印象 只要把周亚文的该死之处都表现出来 相信花清莲不会杀贝隆出气的 您看看 哦哦他害了多少人 花清莲秀眉微醋的把周亚文的案子卷宗走马观花的看了一遍 此字当周 马丁董事长顿时松了口气 却听花清莲清冷的声音悠悠传来 杀人者何在 杀人者是我们爱城总警署第五刑警中队对将贝克汉姆 马丁董事长毕恭毕敬的说 他奉命到地球去执行秘密任务 哦如今已经失联了 花清莲深深的看了马丁董事长一眼 小袖一甩 便化作了一道白光 凭空消失 撕过崖边 叶灵峰忧心忡忡的 双手托着里三层外三层的下巴 目光空洞的遥望远方 胖子怕个鸡毛 金毛鹰鹉在旁边安慰他 你现在不是还没死吗 叶灵峰的心更堵了 于是他决定换个话题 你说他能不能从这里出来啊 不能 没救了 金毛鹰鹉很耿直 就算能出来 大长老也能弄死他 又是弄不死呢 金毛鹰鹉嘎嘎大笑 大长老弄不死他 我拔了毛 给你做扇子 等一下 好像气氛不太对啊 金毛鹰鹉眨巴眨巴 小眼睛缓缓回过头去 叶灵峰正目光呆滞的看着他 胡萝卜似的手指指了指他的身后 金毛鹰鹉的身后 贝龙正笑眯眯的叼着根小树枝 不怀好意的打量他的羽毛呢 晴天霹雳啊 金毛鹰鹉当时就懵逼了 我 我 我只是说说而已 要不要这么快呀 我看好你 贝龙冲金毛鹰鹉眨眨眨眼睛 给你个眼神 自己体会去吧 然后 贝龙对叶灵峰伸出一只手 叶灵峰试探的抓住他的手 贝龙笑眯眯的一拉 给我起 起来 马蛋的 贝龙嘴角隐蔽超出两下 叶灵峰里的嘴笑的像个零点二吨的胖子 哥 你出真了 叶灵峰激动的一把搂住贝龙 安叔叔 没把你怎么样吧 贝龙笑笑 死人能把我怎么样 死人 叶灵峰难以知情的瞪大了眼睛 不会吧 哥 你杀了安叔叔 贝龙实事求是道 不 我只是杀了金甲神农 安天下 是我师兄杀的 吹牛皮 吹牛皮 如葬考彼的金毛鹰鹉顿时原地满血复活了 跳着脚跟贝龙叫板 你和你师兄 能杀了大长老 我把毛拔光 给你织毛衣 是谁给你的这个勇气呀 贝龙不以为然的吃笑一声 懒得跟一只金毛鹰鹉见似 对叶灵峰道 看看去 叶灵峰虽然也觉得贝龙和他师兄 能杀了安天下 这是很扯淡的 但他相信贝龙 看看去 贝龙便抓着叶灵峰的手臂 向着丝过牙吓得万丈深渊 纵身一跃 抄近路 眼泪 金毛鹰鹉觉得自己赢定了 拍打着翅膀也追了上去 隐隐约约的金毛鹰鹉 感觉好像自己忘了点什么 却又怎么都想不起来了 当叶灵峰看到安天下的无头尸体时 整个人都静呆了 他不敢相信 安天下竟然真的被杀了 而且还是最简单 最直接粗暴的暴头 这可是武圣啊 撕过牙是个好地方 一个人在那里面 真的能够想清楚很多事情 叶灵峰就在那里想清楚了 安天下的用心险恶 所以安天下的死 让他除了震惊之外 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喜悦 因为安天下 就是他继承掌门之位的最大阻力 看到贝龙和叶灵峰把守而来 在这里度日如年的养龙道的弟子们 都松了口气 这把压对了 一个小机灵鬼忽然喊了起来 叶掌门先舞齐天 叶掌门先舞齐天 为什么我就没有先想到呢 其他养龙道弟子们自怨自意 联盟跟着小机灵鬼一起大声喊 叶掌门先舞齐天 这口号是他们世世代代喊了好多年的 张口就来 竟是喊得整齐画一 而且几百人在强大的求生欲鞭策下 硬是喊出了不属于几千人的气势 再加上他们的真琴异兽们 也跟着嗷嗷叫 吼声宛如山呼海啸 真耳欲聋啊 叶灵峰感动的都快哭了呀 听听 这就是群众的呼声 群众的眼睛那是雪亮的呀 贝龙不留痕迹的推了叶灵峰一把 叶灵峰顿时醒悟过来 便挺胸而出 小胖手一摆 让养龙道的弟子们安静了下来 感谢大家对我叶灵峰的支持 因为某些原因呢 我错过了两天前的传宗大典 但荣幸的是 我没有错过你们呢 安天下野心勃勃吃里扒外 背叛师门 还与加害于我 如今已经服出 国不可一日无君 家不可一日无主 此即日即 养龙道便由我叶灵峰指掌 见叶灵峰好像已经说完的样子 养龙道弟子们立即心照不宣的同时 阵笔高呼 叶掌门 先无其天 吃水不忘挖井人 叶灵峰回过头来紧紧拉住贝龙的手 情深一切的说 多亏了我义兄啊 说到这里啊 叶灵峰冲背叢击击眼睛 传音入密问道 哥 你贵姓啊 背叢 嘴角隐蔽超出两下 传音给他 背叢 叶灵峰便继续情深一切的说 多亏了 我义兄 背叢 和他的师兄 说到这里啊 叶灵峰又冲背龙几击眼睛 哥 你 你师兄贵姓啊 白剑飞 叶灵峰又继续情深一切吧 他的师兄 白剑飞 仗义出手 斩杀鞍贼 他是我叶灵峰的大恩人 是我养龙道的大恩人 因此我宣布 请他们担任我养龙道的 说到这里啊 叶灵峰再冲背龙几击眼睛 哥 你来给我们当个大长老好不好 不好 我有宗门的 请他们担任我养龙道的 客卿大长老 客卿大长老 弟子们都是一愣 养龙道的长老分三种 一是大长老 地位尊宠 仅在掌门之下 二是长老 在大长老之下 三是客卿长老 和长老同等地位 哪来的什么客卿大长老 从来没听说过呀 客卿大长老 为同大长老 叶灵峰为了江山也是蛮拼的 硬造了个职位出来 这时候啊 养龙道的弟子们也都明白过来了 掌门这是给自己找靠山啊 连安天下都死了 在了这对师兄弟的手里 那我们还能怎么样啊 反正这养龙道 我们也说了不算 客卿大长老 就客卿大长老吧 我们只管喊 溜溜溜 于是养龙道弟子们 便都向着背龙和白剑飞 攻身行礼 我等拜见白长老 背长老 白剑飞美滋滋的 冲背龙挑挑眉毛 师弟啊 我忽然有个大胆的想法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 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漠视呢 作者 王袍 演播 嗨扬 第276集 在叶凌峰为背龙安排的顶级洞服里 背龙问白剑飞 师兄 什么大胆想法呀 诶 师弟啊 你看啊 我现在呢 又是五胜了 我问过胖子 五胜在五仙星 也算是还了不起了 而且啊 五仙六大圣 全都是可支手遮天的圣王 也就是说 我留在五仙星继续修炼下去 将来也有可能会成为圣王 诶 师弟你再看啊 如果我回到地球 修为还会是五胜吗 白剑飞一般正经的法门 背龙谗言两秒 可能不会吧 对啊 所以啊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白剑飞两手一排 诶 我不回去了 背龙无语 其实背龙觉得白剑飞的选择没有错 回到地球 白剑飞修为可能很快又跌回到五尊 到时候还能再活几年呢 那如果就留在五仙星 说不定还能突破圣王 可问题是 剑仙宗怎么办 背龙这么想的 也就这么问了 白剑飞不回去了 他回去跟吕良玉没法交代呀 全都搬过来呀 白剑飞兴奋的说 我都想好了 咱们剑仙宗在这里重开山门 诶 养龙道在五仙星也曾经是 五仙星六大圣地之一 只不过因为没有了圣王 才被挤了出去 但养龙道还是有底蕴的 咱们对养龙道有恩 养龙道呢 也需要咱们 咱们完全可以和养龙道联合 这不就能在五仙星立足了吗 背龙惊呆了 他不是没想过 但这样的话 岂不就等于剑仙宗抛弃了地球吗 剑仙宗搬来五仙星 天外天五大神们的其他门派 必然都会跟着搬来 天外天五大神们各个实力非凡 联合起来要在五仙星立足并不是什么难事 但没有了天外天的庇护 华夏联邦 只凭现在的实力 怎么在银河中立足呢 问题是 白剑飞说的好有道理 背龙竟然无言以对 只能默默地听他畅想未来 实力你看啊 我呢 是个五生 吕冰山也是个五生 七剑长老 六剑长老 他们全都是五尊 到了五仙星说不定能再突破几个 不用多了 哪怕一个 都是惊喜啊 再过两年 我和吕冰山 谁要是能够成就圣王 咱们是不是就能挤进五仙六大胜里去了 白剑飞兴致勃勃的说 还有你啊 师弟 你是咱们剑仙宗最有前途的 在地球都能一年不到成就五帝 这要是让你常年住在五仙星 说不定 你就是咱们剑仙宗第三个五胜了 背龙没有配合他 只是默默地看着白剑飞唾沫横飞 他无权决定剑仙宗的命运 更何况 白剑飞要搬来五仙星最根本的原因 还是为了活着 白剑飞兴致勃勃的畅想未来 对未来的美好生活充满了期待 即便没有人配合 他也是尽情地宣泄了自己的激动心情 自从天外天崩坏之后 压在他心头的大县将至的问题 终于解决了 他真是整个人都轻松了 背龙想要摆脱这个尴尬局面 可怎么拜托呢 对了 我好像忘了点什么 到底忘了什么呢 背龙皱着眉头 哎呀 藤真真跑哪儿去了 也不知道提醒下我 对了 藤真真跑哪儿去了 背龙一愣 他这才终于想起来忘什么了 藤真真 其实五帝的记忆力当然不差 过目不忘是基本操作 但为什么背龙会忘了藤真真呢 答案只有一个 背龙的心里没有他 如果是唐鹰或者朱颜 背龙一定不会把他们一个人丢在外面遗忘了的 但是现在呢 藤真真无疑是快很好的挡箭牌 背龙一排脑袋 哎呀 糟了 正说的唾沫星子漫天飞舞的白箭飞一愣 咋了 师弟啊 我把藤真真给忘了 背龙焦急的起身就走 抱歉师兄 我得找人去 哎 我和你一起去找 白箭飞也想起了那个花容月貌的小苗女 顿时兴致勃勃 不用麻烦了师兄 我知道她在哪里等我 背龙一溜烟跑了 背龙相信 藤真真一定还会在那个狭小的山洞里等她 毕竟她和藤真真交代了 让她就在此地不要走动 虽然藤真真是个辣妹子 但什么都听她的 然而让她意想不到的是 当她找到那个狭小山洞时 藤真真已经不在了 人呢 背龙慌了 她连忙在狭小山洞的周围找了一圈 说绝地三尺也不围过 却再也没能找到那个满口穿阴的 活泼可爱的小苗女 好在她找到了一个银手镯 银手镯上镶嵌着小玲的 这是藤真真从不离身的 拿起了银手镯轻轻晃了晃 叮叮当当的月儿 背龙的目光落在了石壁上 在银手镯之前压着的位置 石壁上刻着一个潦草的符号 显然当时很仓促 但看到这个符号 背龙就放下了不少 这是名叫中人之间联络的暗号 意思是 我有事先走了 来不及跟你打招呼 你看到这个就不用担心了 既然留下了这样的符号 藤真真应该真的没事了吧 背龙攥着银手镯 没头紧锁 藤真真也是第一次来五纤星 他会有什么急事呢 等背龙再回到自己的洞府 白剑飞已经走了 却是叶凌峰在洞府等他 怎么了胖子 看叶凌峰一脸忧伤的样子 背龙便关心的搭他肩膀问 有什么不高兴的事 说出来让我告 告诉你该怎么解决 哥 叶凌峰四十五度角 忧郁地仰望天空 紫葡萄 他说他不认识我 紫葡萄是谁啊 他叫江子 鸳鸯宗的弟子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他叫我小叶子 我叫他紫葡萄 三天前我就是跟他约会的 叶凌峰捂着肥厚的胸口 扎心的说 今天我跟他联系 他却说他不认识我 那你有没有想过 背龙看着他的眼睛 其实是他把你引到 五龙抱住大阵里的 不会的 叶凌峰感觉自己的心里更疼了 他慌慌张张的否认 他说过喜欢和我在一起的 我告诉他 等我当上掌门 他就是掌门夫人 他为什么要引我到五龙抱住大阵呢 这对他有什么好处啊 对不对啊 背龙叹了口气 兄弟啊 我家江有位鲁迅先生曾经说过 舔狗一无所有 你说的好有道理啊 我竟然无言以对 叶凌峰呆呆看着背龙 嘴巴开河两下 却发不出声音来 其实他心里也明白 背龙说的应该就是真相了 爱情可以让人变成傻子 也可以让人变成疯子 叶凌峰就是这样的一个傻子 但好在他还没疯 当背龙当头棒喝 他就看清了现实 哥 我现在就想搞明白一件事 叶凌峰抓着背龙的手臂 大胖脸崩得好像皮薄馅大 十八个褶的狗不利包子 到底是紫葡萄从来没有爱过我 还是我爱的那个人不是紫葡萄 而是别人假扮的 这事很重要吗 不重要吗 重要吗 不重要吗 背龙随手撅了一根小树枝 叼在嘴里 鲁信先生曾经说过 认真你就输了 叶凌峰呆住了 他仔细咀嚼这句话 越咀嚼越觉得这句话大有深意 就在这时啊 洞府门口鬼鬼祟祟 钻进来一个矮蹲蹲圆滚滚的球形物体 背龙皱眉看去 却见是只烤的金黄的烧鸡 啊不 不是烤鸡 是鹦鹉 叶凌峰的那只金毛鹦鹉 拔光了毛的金毛鹦鹉 一身鸡皮 竟然也是金灿灿的 看起来就好像是 烤的金黄的烤鸡 让背龙看到了流口水了 离开地球之后 多久没吃过鸡了呀 背大老 金毛鹦鹉从身后拿出了一件 羽毛编织的围巾 一脸修奋道 讲 背龙接过围巾一看 金光闪闪的 还真是金毛鹦鹉的羽毛编织出来的 其实背龙跟金毛鹦鹉 只是开玩笑而已 他怎么可能跟一只鹦鹉较真呢 过去了也就算了 背龙就没再提 没想到这金毛鹦鹉 竟然还是个愿赌服输的人物 真拔光了一身羽毛 编了一条围巾给他送来了 背龙就故意逗他 说好的毛衣呢 背大老 我都已经拔光了 得饶鸟出切饶鸟了 背龙忍俊不禁哈哈一笑 便把这条金羽毛的围巾围在了脖子上 感觉暖乎乎的 舒服呀 反正金毛鹦鹉拔下来的毛 是不可能再插回去了 干脆呀 自己留下 回去送给老妈 这会儿啊 叶凌峰也想明白了 哥 我被欺骗了感情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是谁安排的 这事儿 我一定查明白 到底是谁 不想让我当场门 距离上次演唱会 丧失事件已经过去了大半年 粉丝们心里的阴影 早就被国家的和谐之光驱散了 所以啊 一直在网络上呼唤着粉红少女 把未完的演唱会继续下去 粉丝们的呼声 终于得到了粉红少女的回应 这一天呢 粉红少女重新在山城奥提中心 开了感恩演唱会 感恩山城粉丝的不离不弃 演唱会很成功 奥提中心又变成了一片粉丝的海洋 虽然粉红少女就只剩下了四小只 但依旧是亚洲第一女子天团 唯一问题就是 朱炎走了 所有高音都由谭燕燃一人承担 让谭燕燃感到有些吃力 就比如说现在 这时候骚年们里难度最高的 就是高潮部分的四段高音 朱炎在的时候 自然是分配给了朱炎这个海豚音 朱炎走了之后 就压到了另一个主唱 谭燕燃身上 问题是 谭燕燃负担的已经太多了 这四段高音也超出了她的能力极限 毕竟她们在舞台上是又要唱又要跳 所以这一刻谭燕燃失声了 在唱到四段高音的第二段时 谭燕燃就已经有了预感 但为了这场演出 她不得不咬牙硬伤 结果就是唱第三段的时候 她忽然发现自己失声了 她百灵鸟般的嗓子 发不出半点声音 可是除了她以外 再也没有人能补上去 怎么办呢 谭燕燃小脸苍白 便在此时啊 忽然一个天籁之音传来 完美的无缝衔接了四段高音 尤其是那天籁之音的美妙 竟然是瞬间让人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头皮都炸了 浑身酥酥麻麻的 仿佛过电了一般 所有人 包括谭燕燃在内 都忘记了一切的不美好 沉浸在高潮的喜悦之中 是她 是她回来了 粉红少女四小只都是又惊又喜的追寻了天籁之音 果然找到了那个让人美得窒息的少女 她今天卸下了威武的容装 但也没有穿打歌服 就只是普普通通的衣着 从舞台后方走了出来 奇怪的是 她并没有用话筒 但她的声音 竟然能够清晰的传到每个人的耳朵里 她才一出现就引起了体育馆内成千上万人 一口同声的尖叫 还响起了她的专属应援口号 为爱朱颜 祸水红颜 朱颜欲润 颜值逆天 所有粉丝都站了起来 疯狂的挥舞着粉色应援棒 欢迎他们久违了的小工具 这场演唱会 是我欠大家的 朱颜眼眶湿润的挥了挥小手 这是她关于粉红少女记忆的最大遗憾 这也是她人生中最后一次舞台 朱颜向着她的姐妹们伸出了小手 粉红少女们彼此交换了一个默契的眼神 跟着呀 五只小手叠在一起 含着眼泪一起大喊 五只的粉红少女 永远的粉红少女 粉红少女 无语伦比 第一天端 天下无敌 粉丝们这一刻都留下了感动的泪水 他们都以为这辈子都再看不到这一幕了 接下来 一切仿佛又回到大半年前 朱颜很想把自己最美好的演出留给粉丝 所以她下意识的就用上了迷先大法 她的歌声把粉丝们带入到一个美丽的世界 这个美丽的世界里 粉丝们不用每天拼命复习准备迎接高考 不用省吃俭用买一张演唱会的门票 不用被上司骂的狗血淋头还扣奖金 不用每天跟在女神屁股后面舔来舔去 最后一无所有 全场三万多粉丝都沉浸在美丽的世界里 忘记了现实 呼的呀 一个美丽的女人踏空而来 朱颜从来没见过这么美丽的女人 就连她自己都被对比的黯然失色 美丽的女人就像是仙子下凡一般 每踏出一步 那赤着的狱卒之下 就会浮现出一朵青莲轻轻拖住 步步生莲飘飘欲仙 朱颜心中一礼 好在这女人出现的时候 全场只有她一个人还是清醒的 上次在这里开演唱会 闹丧失 朱颜却什么都不能做 这次她终于不再是手无腹肌之力的少女 至少她可以保护她的姐妹和她的粉丝了 并不是她对每个人都充满敌意 而是这步步生莲的爵士美人 给她带来太大的压力 美人每踏出一步 狱卒下就会浮现出一朵青莲拖住 而她走过去之后 那青莲又会渐渐消失 直到她终于走出了舞台 美眸中闪动 流光溢彩 迷仙大法原来落到你的手里 朱颜一愣 你知道迷仙大法 说完呢 朱颜猛然醒悟过来 难以置信的瞪大双眼 是你 叫我迷仙大法的姐姐 虽然第一次见 但朱颜清清楚楚的记得 那预见中的说话的女人生影 可是她万万没想到啊 有一天她竟然真的亲眼见到了 那个生烟的主人 不错 美人淡淡一笑 却让朱颜那个同性 都为之神魂颠倒 她轻一脸不宽宽走近 掀起朱颜的柔蹄 你学到了迷仙大法 就是我留下的 我姓花 明清莲 好妹的名字啊 朱颜不知不觉 已经打消对她的敌意 反倒是由于传宫之情 而生出了某些亲近之心 某种程度上来说 她算上是朱颜的师父 我叫朱颜 刁蓝玉器应由在 只是朱颜改的朱颜 你学了迷仙大法 就是我的弟子 花清莲看着朱颜目光渐渐柔和 托儿 我们走 去哪儿 朱颜下意识地问道 花清莲已经带着她 足踏清莲 凌空虚度 五仙星 鸳鸯 鸳鸯 五仙星 其实一开始 朱颜的那些是拒绝的 但是听到五仙星 她的心就飞了 飞越 角角银河 飞到贝龙身上 朱颜改变了主意 她想去见贝龙 老公一定很惊喜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 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末世呢 作者 王袍 演播 嗨阳 第277集 毕长老 金毛鹦鹉 跌跌撞撞地飞进洞府 慌慌张张地喊着 不好了 不好了 出大事了 出什么事了 烤鸡呀 贝龙看到金灿灿 肥敦敦的她 莫名地 就有点垂涎欲滴 火神功 来想火龙了 如果是平时 金毛鹦鹉还要争论几句 自己叫金毛 不叫烤鸡 但事情紧急 她也顾不上这个了 扑上去赶紧抱住贝龙大腿 胖子 已经先赶过去了 背着了 咱们也快去看看吧 火神功 抢龙 贝龙眨眨眼睛 游记得当初周雅文 就把她认作了火神功弟子 还把她的火眼金睛 认作了李火仙童 贝龙本来还想找机会 了解一下火神功 没想到 今天火神功就自己送上门来了 火神功是六大圣地之首 火神功的公主 风火连城 也是六大圣之首 惹不起 惹不起 贝长老 咱们可怎么办呢 看看再说 带路 贝龙在烤鸡屁股上拍了一剑 哎卖 金毛鹦鹉被一巴掌拍飞 连忙扑腾着光秃秃的肉吃 强行起飞 虽然一根毛都没有 但金毛鹦鹉竟然还能飞 而且速度不减 就是看着笨拙了一点 贝龙跟着金毛鹦鹉很快来到案发现场 案发现场已经聚拢了不少养龙道弟子 个个敢怒不敢言 作为掌门 叶凌风正在和一轮争论 那人身披一件黄袍 胸口处绣着一朵朵红色的火焰 一头漆黑长发披散着 天生自来卷大波浪 宛如张飞般的大裸塞胡子 他人在半空 手里倒提着一条龙 正在理直气壮的对叶凌风吼道 龙乃是天地所生之灵手 凭什么我不能抓 叶凌风如今也换上了掌门的九龙文道袍 虽然年轻 但身宽体盘从吨位上就显出了几分掌门的气质 只是在火神宫中人面前显得没有底气 他努力保持心平气和 据理力争 焚海长老 但这条龙是我们养龙道缺养的 你们养的 那火神宫的焚海长老冷笑一声 你教他一声 他答应吗 叶凌风回头看去 立即一位养龙道长老站了出来 向那条龙喊道 熬粥 熬粥 那条龙老惨了 被打得鼻青脸肿外脚里呢 听到主人呼唤 刚想抬起头来嚎一嗓子 呼听焚海长老冷吼一声 顿时吓得大老的脑袋继续扮死蛇了 焚海长老笑得落在胡子都炸了起来 好像刺猬屁股似的 我说什么来着 那养龙道长老悲愤的说 有你威胁他 我喊破喉咙 他也不敢答应啊 你们这么多人围着我一个 我威胁他 欺负老实人是吧 焚海长老脸色一沉 养龙道长老 凌风 所有人都无语了 这里有个老实人 大家快来欺负他呀 就在这时候 贝龙出现了 而且是一溜火花带闪电的出现了 身边还跟着一只拼命 山户肉吃的烤鸡 焚海长老眼见贝龙 竟然真就大大方方的 直接过来抢他手里的龙 不仅是又惊又怒的 虎去一阵 顿时从他体内爆发出了 三丈高的赤色火焰 整个人就好似火神下凡一般 向着贝龙声若雷霆的 力声喝倒 滚 好大的火气呀 贝龙眼中闪过了一丝异色 笑眯眯摊开双手 谁敢欺负你 焚海长老一愣 再看贝龙的时候 目光中就多了几分凝重 你是何人 那养龙道长老便在旁边介绍 这位就是我们养龙道的 克星大长老贝龙 焚海长老上上下下 打量贝龙两眼 原来是贝长老 不知贝长老寓意何为 贝龙笑眯眯看着他 老师 不是我们做个交易 一龙换一龙 一龙换一龙 焚海长老吃笑着 换了换自己手里提出的龙 我有一龙在手 为何要换 他还是个孩子 贝龙不屑一顾的伸出一根手指 换了换 焚海长老手里的龙 只有百米长 确实还属于未成年 贝龙戏血挑了挑眉 赤烟邪龙了解一下 赤烟邪龙 焚海长老顿时眼睛就亮了 他当然听说过赤烟邪龙的赫赫凶名 整个养龙到当今最出名的三条龙之一 第一条龙是上任掌门叶云天的吞海天龙 传说吞海天龙能一口吸干大海 当然了 这没人亲眼见过 但吞海天龙一口吸干一条河 却是很常见的 而吞海天龙已经和叶云天一起失踪了 整整一百年了 基本可以断定 已经完犊子了 第二条呢 是大长老安天下的金甲神龙 钢筋铁骨力打无穷 第三条就是赤烟邪龙 曾经搞得天下大乱生灵涂炭 后来被养龙到镇压了 赤烟邪龙乃是火属性 对于火神宫的吞海长老而言 再适合不过了 当时他就怦然心动了 忍不住问道 你说的 可是养龙到镇压的那条赤烟邪龙啊 当然 好啊 吞海长老目光灼灼盯着贝龙 那就让我先看看你的赤烟邪龙 贝龙笑笑 嘴巴一张 吃的 一溜火光快如闪电的便到了 焚海长老面前 焚海长老倒吸一口冷气 火光来得太快 他又毫无准备 竟是不及躲闪 他目光呆滞 喉咙干涩 惊出一身冷汗 要知道啊 虽然他只是个长老 但也是相当于六级生命的 立刻跋山的武尊 在那一溜火光来临时 却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的反应 如果贝龙想杀他 他现在已经是死人了 那一溜火光到了焚海长老面前 一个急刹车 化作了一条杖把长的小火龙 围绕着他飞来飞去 肆无忌惮 张牙无爪 浑然没把他放在眼里 虽然只是杖把长的小火龙 但身上散发出的滔天龙威 却让焚海长老心惊打寒 这龙威真的是 真的是赤焰邪龙啊 焚海长老浑身汗毛都立了起来 以他的见识 仔细一看顿时明白了 这赤焰邪龙 其实已经被炼入了飞剑里 等一下 飞剑 焚海长老一愣 难以置信的脱口而出 你是通天剑派的人 之前安天下说 贝龙是通天剑派的人 他就猜是因为峰回小间 现在呢 赤焦一出 焚海长老也说 他是通天剑派的人 贝龙不见猜测 这通天剑派和剑贤聪 是不是有什么联系啊 但现在他避而不谈 只笑眯眯的看着焚海长老 一龙换一龙 如何呀 我信了你的邪 赤焰邪龙都被你炼成本命飞剑了 你这不是一龙换一龙啊 你这是一龙换一命啊 焚海长老心里明镜了 用一条龙换我一条命 深吸一口气啊 焚海长老朗生笑道 这个 贝长老大名如雷贯耳 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 焚海愿以此龙为贝长老贺 说吧呀 焚海长老便把手里的龙递了过去 恭贺贝长老上任养龙道客青大长老 贝龙接过这条小龙 换作以前呢 他还真接不动 但现在呢 他既是神话者 又是武帝 或许还拿不起赤眼邪龙 但这条百米长的小龙 还是没问题的 接过来死蛇一样的小龙 贝龙随手就丢给了那个养龙道长老 贝龙一张嘴 收回了赤眼邪龙 笑眯眯的对焚海长老供了拱手 不打不相识 老弟讲究人啊 有的人是不打不相识 有的人是不打不识相 很显然焚海长老是属于后者 但花花轿子众人台 你捧我一下 我再还你一下 就此进入商业互吹模式 这样两人脸上都有光 岂不更好啊 焚海长老又从大秀中取出了一方情帖 双手奉上 贝兄 两日之后是我火神宫的百炼大会 这是情帖 若贝兄有时间 不妨过来观礼 人敬我一尺 我敬人一丈 贝龙双手接过 多谢老弟相邀 届时贝龙一定前去观礼 好 焚海就在百炼大会上 恭候贝兄 大将 焚海长老笑呵呵的握住贝龙的手 焚海还有钥匙在身 就此别过 贝兄 咱们日后再见 和贝龙道别之后 焚海长老就只对叶凌峰供了拱手 便化作一道火红而去 其实 如果不是看在贝龙面子上 焚海长老都懒得理 这个叶凌峰这个对手 五先星强者为尊 如今的养龙道 不要说圣王了 连个五圣都没有 凭什么尊敬你 道理 叶凌峰都懂 所以他敢怒不敢言 只能暗暗发誓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末期少年穷 然后向贝龙道歇 如果不是贝龙及时赶到 这条小龙啊 八成要被焚海长老带走 如今养龙道上任掌门 叶云天已经失踪百年 带掌门安天下 也身允道消 可谓是拔了毛的凤凰不如鸡啊 全靠叶云天昔日的威名强撑着 焚海区区一个火神功 长老就敢骑上门了 新掌门叶凌峰却束手无策 这话要是传出去啊 养龙道就真的 遮羞布都被扯掉了 被长老大恩 韩志恩永生难忘 那个养龙道长老 带着小龙熬舟过来 跟贝龙道歇 经过这件事啊 贝龙在养龙道弟子之中的名望 又上了一个台阶 同时啊 贝龙和白剑飞 是通天剑派中人的传闻 也在养龙道弟子中口口相传 说的有鼻子有眼的 养龙道是得了通天剑派的庇护 贝龙和白剑飞奉命前来 为叶凌峰保驾护航 这传闻很有市场 很多人都信以为真了 贝龙呢 则是跟叶凌峰打听百炼大会 胖子 这百炼大会干什么呢 通天剑派的人会不知道 百炼大会是干什么的 叶凌峰其实早已猜到了 贝龙和白剑飞可能不是五线星人 但胖子只当什么都不知道 笑呵呵的解释 百炼大会啊 其实就是他们火神功的人 展现实力的表演 比如说我们养龙道 也曾经举办过降龙大会 很多五线前辈官里的 但火神功之下 有炼丹炼气两宗 不知道这次百炼大会 炼丹还是炼气 说到这里 叶凌峰心里艳羡不已 贝龙得到请帖 他堂堂掌门却没得到 但叶凌峰也是无可奈何 五帝之下 就算是有情铁 也没有资格进入百炼大会 通天剑派 虽然在五线星六大圣地之中排名第二 但战斗力其实还在火神功之上 只不过 因为火神功垄断了炼丹和炼气 通天剑派需要在火神功购买丹药 更需要在火神功预定飞剑 所以才是火神功排在首位 养龙道曾经也是五线星六大圣地之一 在上任掌门叶云天和他的吞海天龙 神秘失踪之后才迅速没落 但其实还是有底蕴的 通天剑派的人出现在养龙道 还担任了克青大长老 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皮歪交音 焚派长老思索着回了火神功所在的宝顶山 呼听身后有人惊讶道 咦 焚派 焚派长老一回头 下意识的脸上堆满了笑容 原来是炎月大长老 焚派有理了 来者是个长着邪靶子脸的儒雅男人 剑眉星目 鼻若玄胆 面如冠玉 唇若涂脂 撇开邪靶子脸不算 他就是标准的古典美男 一袭黄袍更衬托出他雍容华贵的气质 他狐疑的看着焚派长老 噓 焚派 你的发型为何 发型 焚派长老一愣 摸了摸自己这一头自来卷大波浪 没毛病啊 猛然想到炎月大长老是从身后来的 焚派大长老又连忙往后一摸 他头发是披散着的 本该是长发及腰 却一把没能摸到 他这才发现 背后的长发已经短到了扎脖子了 焚派长老想了起来 当时呢 赤焰邪龙围绕他飞来飞去 也许是那个时候故意烧掉了他背后的长发 但他完全被赤焰邪龙的龙威所震慑 回来了一路上魂不守舍 始终竟然没能发现 想到这里啊 焚派长老后怕不已 若是背龙真想杀他 他也就回不到宝顶山了 两块 两块两块 焚派长老善笑着 双手把一头长发拢到脑后 扎了个低马尾 炎月大长老意味深长看了他一眼 养龙道的请帖送到了 送到了 焚派长老这次专门就是去养龙道送请帖的 只不过不是给背龙 而是带掌门 安天下 安天下堂堂武圣 耿闲之人也犯不上让焚派一位长老亲自去送请帖 只是没想到啊 焚派长老到的时候 安天下已经死了 安天下死了 请帖自然就送不成了 焚派长老要回去的时候 遇到一条小龙在汽水 恰好他想练口飞尖 最后呢 需要以龙血开封 以前安天下在的时候 养龙道即便被挤出六大圣地 也算是一方好抢 所以啊焚派长老只好以蛇血代替 现在安天下死了 养龙道没有武圣坐镇 焚派长老就动了心思 这才引出了之后的事情 说起来 也是焚派长老自食其果 左右张望了一下 焚派长老凑近炎岳大长老 把这消息告诉他 那个 安天下 死了 什么 炎岳大长老不禁吃了一惊 要知道到了武圣的级别 就很难陨落了 他炎岳大长老也不过就是个武圣 尽管武先兴的巅峰是圣王 但陨落一位武圣 同样要震动天下的 炎岳大长老忍不住追问 怎么死的 听说是因为安天下对新掌门下手 被养龙道的克勤大长老 白剑飞打死的 焚派长老也是后来打听才听的 刚开始啊 焚派长老就只知道安天下死了 但是具体的细节也没问清楚 后来在贝龙那吃了亏了 他又特地打听清楚了 知道了是被白剑飞打死了 而白剑飞是贝龙师兄 虽然不知道白剑飞是什么水平 但能够斩杀五圣 实力就可想而知了 克勤大长老是什么职位 炎岳大长老皱着眉头 白剑飞又是何人 克勤大长老是新掌门为白剑飞特地设置的新职位 白剑飞是何人 在下也不知道 但在下却和那白剑飞的师弟 同为克勤大长老的贝龙交了手 在下怀疑 那贝龙是通天剑派众人 什么 炎岳大长老脸色微变 抓着焚派长老手腕质问 此话当真 当真 果然 果然 此时休要再对他人提起 炎岳大长老盯住他一句 便匆匆往丹霞峰去了 火神宫公主 风火连城 就在宝顶山担下风 焚海长老委屈的别了别嘴 你这只黑了心的区域啊 去跟公主打小报告 也不带着我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 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漠视呢 作者 王袍 演播 海洋 第278集 焚海长老走了第二天 贝龙和白剑飞就动身前往保顶山 听叶凌峰说啊 火神宫的百炼大会上 会变情五先星五帝以上的高人 同时除了百炼大会的主持者以外 炼丹炼器两宗 也都会各自现场炼制 开炉拍卖 这对贝龙和白剑飞而言 可是大开眼界的好机会 想想啊 还有点小激动呢 虽然贝龙只收到了一份情帖 但叶凌峰说 五圣级别以上的可以不请自来 这就是强者的特权 弱者拿着情帖都进不去 于是贝龙和白剑飞飞去了 还带了一个人工导航 啊不 是鸟工导航 新绰号 烤鸡的金毛鹦鹉 当然了 金毛鹦鹉是以宠物的身份一起去的 飞也 龙也 金毛鹦鹉把自己的位置摆得很正 煽动着光秃秃的肉翅飞在前面 狠狗腿的介绍 前面就是宝顶山了 火神宫的万年道场 贝龙和白剑飞放眼一看 这宝顶山还真是名副其实啊 很像是一座巨大的炉顶 巨大炉顶的下方 还有着几座仿佛燃烧的火焰般的小山拱位着 此时啊 已经有一些其他门派的五仙 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的从四面八方飞来 降落在火神宫的山门前 在山门前 向守山弟子递了行帖之后 徒步走进去 贝龙和白剑飞便也照葫芦画瓢 带着金毛鹦鹉在山门前降落 验过了情帖之后 火神宫的守山弟子并没有上眼狗眼看人爹的戏码 反倒是恭恭敬敬的分出一人来引他们进去 让贝龙有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入了宝顶山 那守山弟子很机灵的问道 二位前辈 时间尚早 刚好 今日我火神宫 有几位长老执事也要开炉 不知二位前辈可有兴趣一观 贝龙瞅瞅白剑飞 看看 白剑飞说 看看呗 贝龙便笑着对守山弟子说 那就看看 二位前辈 请 守山弟子悄悄瞟了一眼贝龙尖头上蹲着的金毛鹦鹉 这位前辈好特别啊 别人玩鹰 他老人家玩鸡 还是只烤鸡 于是守山弟子就在前面引路 很快就把他们两人引到了一个洞府门前 这洞府门前正架起了一尊巨大的青铜炉顶 一个扎着低马尾的落腮胡汉子 笑容可具的向着周围围观的几个别派武仙拱手道 在下火神宫炼器宗长老焚海 今日在下首次独自公开开炉 愿为在座的朋友们加持一样法器 咱们今天只交朋友 不提其他 不知哪位朋友愿意来试一试 在火神宫啊 只有到了长老级别 才能独自公开开炉 没到长老级别的 就没有公开开炉的资格 最多也就是能为别的长老公开开炉打打架手 这还是焚海当上长老之后第一次公开开炉 他担心没人来看 特地叮嘱了守山弟子 把人先带到他这里来 结果呢 来世来了不少人 却都是看热闹的 他都愿意免费为人加持法器了 却没人愿意冒着风险把法器给他加持 焚海长老其实还是挺自信的 他先表演了给他最近练的那口剑 用蛇血开封 如果用龙血开封 效果一定很震撼 可惜啊 好在用蛇血表演也成功了 所以他觉得 在他说了免费加持法器之后 一定会有人争锋追捧的 然而五分钟过去了 虽然吃瓜群众们都在议论纷纷 却并没有人肯接他的话 一个都没有 这就尴尬了呀 焚海长老额头开始冒汗 哎呀 太自信了呀 早知道应该事先安排个头呀 怎么办呢 真要是最后 都没有人肯把法器给自己加持 自己第一锅开不起来 那岂不是送脸下乡啊 焚海最爱交朋友 本次加持法器所需材料 都由焚海我包下了 焚海长老笑呵呵的拍着胸脯 试图挽回这个尴尬的局面 焚海开路必有所得 焚海长老觉得呀 可能有人想试试 但是没有加持法器的材料 又或者担心加持法器的成功率 所以他给自己的话打了个补丁 这次总该有人试了吧 然而十分钟又过去了 焚海长老现在慌得一皮呀 他能感受到 随着时间越拖越长 吃瓜群众们的兴致越低 甚至有人已经在油油郁郁的 想换个山头看热闹了 隔壁山头也有人在开炉 不时传来阵阵喝彩声 更衬托出他这里尴尬 万了万了万了 今天这个脸怕是丢定了 焚海长老心里默默流泪 琢磨着该怎么收场 能让自己的大脸蛋子不是那么疼 就在此时忽然有人道 我来试试 焚海长老差点就喜极而泄了 他定睛一看 却见人群中站出来的竟是贝龙 贝龙拔出了妖刀村正 双手托着送到了焚海长老面前 长老请 正所为疾风之浸草 烈火见真金 焚海长老感动的都快哭了呀 兄弟啊 铁子呀 好 焚海长老激动的 都有些颤抖了的大手一挥 青铜炉顶的顶盖便漂浮起来 然后毕恭毕敬的双手 接过了妖刀村正 投入了青铜炉顶之中 卧槽 他还真敢呢 焚海是新上任的长老 头一次公开开炉 谁敢把自己的法器 让焚海试啊 公开开炉跟私下里开炉 可不一样 有的人私下里开炉有十成把握 但公开开炉 连一成把握都没有 甚至能把别人的法器给炼毁了 这就是炼器时和炼器大事的分别 小老弟呀小老弟 你是不是傻 这么好的法器都敢让人烈手 老弟心挺大呀 吃瓜群众们窃窃私语着 都跟看傻逼似的看贝龙 贝龙却是魂不在意 这口妖刀村正跟着他有段时间了 但他丹田有风回 手上有赤箫 根本轮不到妖刀村正出场 现在风回小剑毁了 赤箫剑被他收入丹田 就少了一样趁手的家伙 说起来呀 这口妖刀村正也不是反品 曾经禁制了一头 日本传说中的大妖怪 大天狗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让焚海长老加持一下 说不定能有什么惊喜呢 还能跟焚海长老 建立起身后的革命友谊呢 这时 蹲在贝龙尖头上的金毛鹦鹉 也在贝龙耳边窃窃私语 龙爷 也不怕你把法器给他炼毁了呀 这个扎骗子的老头 一干就没什么本事 别人的窃窃私语 是真的窃窃私语 这金毛鹦鹉的窃窃私语 就像大广播一样 顿时所有人都静待了 焚海长老老脸通红 何妨有你 还不快快现出原形 贝龙笑眯眯的回头看着他 金毛鹦鹉吓了一缩脖子 我 我不说话 我就看看 焚海长老 请帮我一起练了 贝龙一把扯下脖子上的狼牙项链 递给了焚海长老 金毛鹦鹉这句话也算是助攻了 能让他充分表达对焚海长老的信任 贴心了 老铁啊 焚海长老笑逐颜开的双手接了过来 仔细观赏了一番 不禁连声赞道 好 好 好啊 这一套狼牙品相极好 尤其是最大的一颗 堪称极品 这位朋友 一切包在我身上 也请诸位朋友拭目以待 吃瓜群众们都是摇头即笑 这就是传说中的猪队友啊 白剑飞呢 一直都是笑而不语 在他看来 什么法器 都不如一口本命飞剑 除了本命飞剑以外 都是垃圾 所以 焚海长老练好练坏都无所谓 白剑飞知道贝龙这就是在打感情牌 焚海长老深吸一口气 猛的向那青铜炉顶用力一吹 吹出了一团赤色的火焰 赤色火焰宛如恶虎铺石般的 铺到青铜炉顶上 把青铜炉顶包裹起来 开始暖炉 顿时啊 那青铜炉顶之中 就传来了妖刀村政的嗡名声 隐隐寺还有鬼哭狼嚎 背龙巍巍一声 原本妖刀村政里的大天狗 已经被他炼化了 还以为妖刀村政就此洗白了呢 没想到啊 妖刀村政里竟然还隐藏着 其他大妖怪 不过啊 被焚海长老用本命神火 这么一炼 估计啊 也就全都烟消云散了吧 焚海长老有意露一手 即使回馈贝龙的信任 也让那些没选择他的人后悔 只见他把大秀一幅 那青铜炉顶之上 便朦朦胧胧的现出了 顶里的情形 顶里的大妖怪看起来很诡异 就像是一团浓烟 却在不断的幻化出各种姿态 烟中浮现出一张美丽的萝莉帘 向着顶外哭泣着似是哀求 见到他这个样子 贝龙恍然明白了 原来是烟烟罗 怪不得能躲过火龙真气呢 静污而闻香熏闹 烟如灵罗随风飘摇 其行变化万千 顾名烟烟罗 这是金兮百鬼时宜的上之卷 云中描写的烟烟罗 在日本呢 也是有名的大妖怪 说白了 他就是一股烟 火龙真气能炼化得了大天狗 又怎么能炼化得了烟呢 贝龙现在的本命神火 倒是能炼化得了他 但贝龙一直没用过 要到村正 自然也就不知道 烟烟罗的存在 反倒是给了 焚海长老露一手的机会 焚海长老不断催动赤色火焰 表演着炼化烟烟罗 由于他的不遗余力 很快啊 烟烟罗这只大妖怪 就在一生哀鸣中散去了 而他所化的黑烟 全部在赤色火焰中 炼入了妖刀村正 接下来啊 焚海长老又把狼牙项链丢了进去 看着炼气的奇妙 本来不太期待的贝龙 也开始紧张焚海长老 能加持什么了 他观察了焚海长老 喷出的赤色火焰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火 但贝龙相信 应该和他的本命神火 大同小异 或许啊 是本命神火的 另一种存在方式 既然焚海长老 能用本命神火炼气 贝龙自然也可以尝试 用本命神火炼气 或者炼丹 焚海长老着力卖弄 不停变换技巧 让吃瓜群众们 看得津津有味 如果是炼制一样法气的话 动辄也要七七四十九天 九九八十一天 甚至是要炼上几年 也不新鲜 但给县城的法气加持 那就快多了 不知不觉 一个时辰过去了 青铜炉顶 便在焚海长老的念念有词中 准备开炉了 焚海长老双手不停的变换着法印 赤色火焰 也围着青铜炉顶上下翻飞 呼的 焚海长老脑门 憋出了痘大的汗珠 这法气眼瞅着是该熟了呀 可就差那么一点 总是不够火候 如果是私下理炼气 焚海长老大不了 用水磨功夫慢慢的磨 但众目睽睽之下 焚海长老当然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 于是他一口咬破舌尖 向着青铜顶炉喷出一口老血 他的舌尖血喷在青铜炉顶上 顿时青铜炉顶就仿佛有了灵异般的 嗡嗡嗡的震撼 你敬我一尺 我敬你一张 焚海长老是个讲义气的人 哪怕喷出这口血 让他伤了元气 脸色苍白的焚海长老 两眼一瞪 大喝一声 咔开 青铜炉顶的顶盖便炸飞了 一道黑光便如同流星般的 疏得冲天而起 直上九霄 半空中 那道黑光化作了一团黑烟 黑烟扭曲变幻 竟是幻化出了一颗巨大的狼头 一声凄厉的狼嚎响彻天际 群山呼扬 朕的吃瓜群众们都是不由的心神一乱 转瞬 那颗黑烟凝聚的巨大狼头 变成了一口骨香骨色又霸气侧露的横刀 背龙一招手 刷的 那口横刀便飞到背龙手里 喜悦的微微振扎 横刀的刀锋上天然形成了烟雾状的花纹 背龙把横刀轻轻一震 便隐隐传来狼嚎之声 好 好刀啊 背龙很是喜欢 就对焚海长老拱手道 多谢焚海长老 客气了朋友 焚海长老心里也激动 这法系可以说是他活到现在最成功的作品了 但他还得端着点 只是三重加持而已 其中两样还是朋友自带的材料 不如朋友稍后到我洞府 咱们坐下来八九延欢 漂亮啊 吃瓜群众们已经情不自禁的大声喝彩 这狗日的真成了 钱力股成了机忧股了 之前吃瓜群众们还在怀疑焚海长老的实力 可是第一次公开开炉焚海长老就能成功 而且还是这么一支独秀的成功 这就足以证明他的实力了 现在他们还能抢上 请焚海长老给炼气 等焚海长老名望刷上去了 那就得排队了 排队都抢不上号 说不得呀 还得让黄牛宰一刀呢 我早就说焚海长老厉害 炼气是一绝 你们看怎么样 被我说中了吧 说到炼气 我们指服焚海长老啊 焚海长老 把我也加持一个呗 我这一套镇旗 早就想能加持上自动布阵功能了 刚才还冷淡的吃瓜群众们 热情洋溢的把焚海长老围了起来 马屁如潮 焚海长老这时候反倒不急了 笑呵呵的推开了众人 不好意思了 各位朋友 今天在下只加持这一样发气 如果朋友们有需要的话 明天咱们再继续 在下新结交了好朋友 正要一起把酒言欢 请书在家 失陪了 他如今一炮打响 接下来名气自然会传出去 却不能喝水忘了挖井人 笑呵呵的一只手挽了贝龙 另一只手挽了白剑飞 焚海长老道 好朋友 我们走 贝龙便和白剑飞 被他奉若上边的请进洞府 吃瓜群众们眼看没戏了 只能是泱泱的各自离去 但是回头想想 今天吃了一个大瓜 个个忍不住 想跟熟人去吹嘘一番 于是很快 焚海长老练弃成功的事 就不静而走了 洞府里 焚海长老恭恭敬敬的 向贝龙伸伸一意 贝兄多谢了 哪里哪里 都是朋友 分内之事 合作挂齿嘛 贝龙跟他们待多了 说话也闻走走的 倒是听得 焚海长老心里暖洋洋的 焚海长老便用力握住贝龙的手 贝兄 仗义 你这个朋友 我焚海交定了 对了 贝兄 你这口刀 除了炼入了狼牙和鬼怪 我还加入了一物 说吧 焚海长老 要过了妖刀村镇 手心中 砰的窜起了一团 赤色火焰 被赤色火焰一逼 顿时呢 妖刀村镇之上 竟然是燃起了 熊熊的黑色火焰 这个世界上 还有黑色火焰吗 贝龙一愣 他的本命神火 由于火龙真经的加持 是金色的 焚海长老和赤焰邪龙 都是赤色火焰 黑色火焰是什么鬼啊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 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漠视呢 作者 王袍 演播 嗨阳 第二百七十九集 否则 我的阳火会毁了这口刀 同时 阴火 已有伤人魂魄之能 这口刀上的三重加持 鬼怪在交战时 能释放黑烟 乱人耳目 若是砍在人的身上 哪怕只是擦着一点皮 阴火都能伤人魂魄 狼牙还能让人心智迷乱 是以这三重加持 分别被我命名为 迷烟 伤神 乱心 以这口刀杀敌 不但能杀人肉身 更能让其魂飞魄散 永不超生 好 被龙为他喝彩 顺便问一句 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轮回转世吗 焚海张老一愣 虽然 我没有亲眼见过 但既然有这样的传说 应该是真有吧 他这么一说呀 被龙就明白了 轮回转世 其实呢 就和干令羊一样 每天都有人在说 却没有人真的去干 所以说 永不超生什么的 也就是吹吹牛逼而已了 毕竟连说这句话的人 都不敢确定 有超生这回事 既然这口刀 有迷烟 伤神 乱心三重加持 那就叫他 被龙接过妖刀 以本命神火 逼出了他的黑色火焰 一边欣赏 一边沉吟两秒 就叫他 黑色魔焰吧 黑色魔焰 焚海张老和白剑飞都迷了呀 什么情况 脑回路上玩飘移吗 黑色魔焰四个字 跟迷烟 伤神 乱心 有他们一毛钱关系吗 你叫他三合一也好啊 你们懂个毛 被龙嘴角勾起了一抹甜蜜的笑意 我才不会告诉你们 我给这口刀取名黑色魔焰 是为了和 唐英老婆的蓝色妖火组CP呢 好好名字呀 焚海长老拍手笑道 这黑色魔焰 就是咱们哥俩 友谊的见证 对 被龙呛狼一声 收了黑色魔焰 和他勾肩搭背 友谊的见证 有了黑色魔焰 这友谊见证 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迅速垃圾 焚海长老便呼唤童子 端进来了美酒佳肴 亲手为被龙和白剑飞 倒上美酒 焚海长老自豪的 给被龙和白剑飞介绍 这 是我们火神功自家酿的丹酒 即便是喝醉了 也不会上头 而且还能强身健体 因为每壶酒里 都泡了一颗龙骨丹 说到这里啊 焚海长老猛的意识到什么 连忙解释 其实是蛇骨啊 还没有化龙呢 还没化龙 也就是说 快要化龙了吧 不过贝龙自然不会跟焚海长老 计较这个 他还打算喝出好来 就买几壶带回去呢 老爸平时忙完了 就喜欢喝两杯 刚好给老爸喝丹酒 强身健体 另外啊 唐英也是个小酒鬼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 贝龙问焚海长老 兄弟啊 这次百连大会的主题是什么呀 啊 我们公主他老人家 连同四位太上长老 练了九九八十一年的万寿丹 终于要开炉了 说起这个 焚海长老 眉飞色舞 哎 这是我们火神宫传说中的至尊仙丹呢 九九八十一年 贝龙和他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一般人都未必能活这么久啊 如此漫长的时光 竟然用来炼丹 而且还只是炼一路丹 不错 五尊立刻跋山 寿元三百五十年 五圣一山填海 寿元不过五百年 先武的极限 圣王针手可遮天 八百年之后 一逃不过一泡黄土 但是万寿丹 传说一颗万寿丹 便能让人万寿无将 一万年的寿远啊 所以我们火神宫历任公主 在成就了圣王之后 都会着手准备炼万寿丹 我们火神宫开宗历派几万年 这次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 所以我们公主才会特意召开 百炼大会 就是为了让天下群雄 一起来见证奇迹 背龙嘴角隐蔽 抽出了两下 也就是说 还从来没有人成功过 哎呀 其实啊 我们都以为一年前的那次 是最近就成功的了 我们火神宫老公主 烽火连天 比公主就早恋了一年 但是啊 老公主终究还是不自信 不敢像公主这样 开百炼大会 在自己洞府里开的路 结果炸炉了 不但丹没炼成 自己也身云倒消了 公主就是老公主的亲弟弟 原本是没有机会继位的 所以啊 也早早的炼了万寿丹 背龙和白剑飞 不禁倒歇了一口冷气 喝着吃瓜 还有生命危险呢 看出了他们的担心 分海长老连忙道 哎呀 两位且放快心啊 万寿丹开炉之前 都会预先在炉顶的周围 布下阵法 即便炸炉 也不会炸到阵法之外的人 阵法能把丹炉的巨大威力 引导向天 所以官里是不会有危险的 若是没有阵法防范者 上次万寿丹炸炉 我们宝鼎山就被夷为平地了 厉害厉害呀 背龙和白剑飞都是赞叹不已 能当上火神功公主 那自然是圣王了 而且十有八九是圣王巅峰 连风火连天这种级别的绝世强者 都会被炸死 可想而知 万寿丹的炸炉有多可怕 还好有阵法保护着 焚海长老已经有了几分醉意 接着酒精问贝龙 白兄啊 贝兄 兄弟 问句不该问的啊 你们是通天剑派的长老 剑邪 为什么会在养龙道 当客青大长老 白剑飞看了贝龙一眼 贝龙笑眯眯的搭着 焚海长老的肩膀 兄弟啊 你刚说了 我们在养龙道呢 只是客青大长老 如果没有客青那俩字 我们肯定就告诉你了 但此事事关到了养龙道的机密 我们实在是不方便说出来 咱们都是两类插搭的好兄弟 兄弟 你不会让我们为难吧 也对 这两日啊 贝龙和白剑飞 便在宝顶山上到处走走看看 见识了练七 也见识了练丹 火神功对火的操控 让他大开眼界 他努力的学习这控火手法 就像是一个嗷嗷待步的孩子 好不容易吃到奶了 就玩命的西洋 两天之后 百炼大会如期举行 至于那些没能及时赶到的 武仙同道 也不等了 烽火连城的万寿丹 开炉之日 已经到了期限 若是超出了期限 丹就老了 一早啊 焚海长老就特地到 贝龙和白剑飞的临时洞府 来找他们 把他们带到了保顶山顶 这两日焚海长老 都是全程陪同的 既给贝龙和白剑飞 介绍了熟识的好友 也给他们做些单道上的讲解 贝龙夸赞他两句 他就炫耀的多讲一些 不愧是 已经能公开开炉的长老 每每一句话 就让贝龙毛色顿开 这时啊 焚海长老没想到 贝龙是在偷尸 在他看来 贝龙飞剑上的修为 已经牛鼻哄哄了 怎么可能半路出家 再来学习炼丹炼器呢 贝龙除了受益匪浅之外 还和焚海长老加深了友谊 大家称兄道弟 也就自然多了 宝顶山顶 有一处仿佛古罗马竞技场般的存在 但却是天然生成的 那一排排虽然不太平整 但却充满大自然鬼斧神功质感的世界 让人叹为观之 已经有许多早早就赶来的各派五仙 三五成群的提前占据了有利地形 棒追 分海长老瞅瞅 占据了前三排的五仙们 不懈的撇了撇嘴 带着贝龙和白剑飞来到最顶层 高高在上 能把下方的一切都一览无余 从这个角度 才能看得仔细 才能看得精彩 至于距离吗 对于五帝以上级别的爵士强者而言 百米之外 能看清苍蝇是公是母 距离是问题吗 贝龙坐下来俯视着中间的一片空地 眉头微微皱起 那整片空地都雕刻着一个巨大的符号 一黑一白两朵流云 彼此追逐盘旋 共同形成了一个圆 这和古德白在人马星自由服务区开的那家 银河古董店招牌上雕刻着的符号一模一样 据说是专属于五仙星人的标志 蕴含了五仙的深意 不知为什么 贝龙总觉得这就是华夏的太极 但应该没有那么简单吧 毕竟好多外星人路过五仙星人开的店 都会忍不住驻足研究一番 但迄今为止 没有一个外星人能看得懂 而且华夏是太极鱼 这却是两朵流云 在这巨大符号之上 早已有一尊巨大的金色炉顶 柱立在那里 炉顶上精雕细刻着各种古老 悬傲的符文 看起来就高端大气上档子 而围着金色炉顶周围 东南西北四个角 分别盘膝坐着一个鹤发童颜 倒鼓先锋的老人 贝龙能感觉到他们的实力高深莫测 也能看得出来 他们的年纪都已经很老了 甚至可能距离寿元的大县已经很近了 此时他们正在轮流不间断的打出 一团团赤色火焰 始终让着金色的炉顶 包围着的火焰 保持着固定值 他们就是我们火神宫的四位台上长老 焚海长老语气中带着尊敬的 给贝龙和白剑飞介绍 也是我们火神宫 硕果仅存的四位灵子为前辈 之前呢 他们本来是帮老公主炼丹 现在又来帮新公主炼丹 对于他们而言 其实能不能分到一粒万寿丹 都不重要了 他们想要的就是 公主成功开炉 说到这里啊 焚海长老悠悠叹了口气 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 不便宣之于口 他没说呢 贝龙他们也没问 这时候啊 吃瓜群众们忽然骚乱起来 好多人都站起来 向着天上攻身行礼 白剑飞和贝龙也抬头望去 却原来是半空飞来一道金光 这让贝龙和白剑飞都吃了一惊 下意识的回头看向了金毛鹦鹉 来的时候金毛鹦鹉告诉他们 必须从山门走进去 不能直接飞到宝顶山上啊 否则会被视为挑衅火神功 而贝龙和白剑飞 也其实没看到有人直接飞到宝顶山上 那么这道金光又是什么鬼啊 都看我干什么 金毛鹦鹉一缩脖子 这位可是万古道的圣贤道军 万古道的圣贤道军 贝龙和白剑飞都是文之变色 五仙六大圣之一的万古道长教 圣贤道军孙圣贤吗 对于五仙六大圣的赫赫为名 贝龙和白剑飞已经是如雷贯儿 五仙六大圣分别执掌一处圣地 无论是个人武力还是圣地势力啊 都是雄霸五仙星 只不过他们一直都是存在于传说之中 贝龙和白剑飞已经做好了 待会见到五仙六大圣中的另一位 火神功风火连城的准备 却没想到啊 先见到了万古道孙圣贤 关键是万古道的直视 古德白先前还对朱颜下了黑手 贝龙和万古道已经是敌对关系 只见那金光并没有降落到石阶上 而是在半空中化作一团金云 贝龙定睛一看才猛然发现 那金云并不是真的云朵 而是由无数只芝麻大小的金色小虫 共同组成 这些金色小虫密密杂杂的 挤在一起 拖起了一男一女 一个可以用沉鱼落雁 碧月修花来形容的俊美男子 大大咧咧的坐在了金云之上 他的相貌是属于小鲜肉的类型 但身上自然流露出的气质 却颇为放荡不羁 漆黑如沫的长发 在风中轻舞飞扬 雪白如云的道袍衬托出 他出尘脱俗 领口却大敞开 露出白皙如玉的胸肌 他一条腿弯曲下来 另一条腿斜斜的伸了出去 身体毫无形象的向后仰坐 一只手撑在了金云上 另一只手拿着个酒葫芦 正美滋滋的仰头往嘴里倒酒 尽管他如此自毁形象 却仍然光芒万丈 让人不由自主的就看他一眼 在他的身后啊 还盘腿坐着个美丽少女 少女头上戴着华丽丽的银饰 黑色短上衣露出了雪白的肚皮 腰间竖着五彩香边 下面则是五寸长的白褶裙 一双白花花的大腿盘在一起 偶臂肘步撑着双腿 双手脱着下巴像在生闷气 小嘴觉得老高 气鼓鼓的小模样 让人见了都是忍俊不禁 看到这美丽少女 贝龙倒吸一口冷气啊 这不是我的后宫营营长 藤真真吗 从兜里掏出 藤真真给自己留下的银手镯 贝龙攥在手里 百思不得其解 当时藤真真留下的暗号是说 我有事先走了 来不及跟你打招呼 你看到这个就不用担心了 贝龙有过各种猜想 但他万万没想到 藤真真竟然跟万古道的孙圣贤 混到一起去了 而且看起来两人的关系 还挺亲近的 孙圣贤呢 竟然能够容忍藤真真 坐在他的金云上 那么他们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白剑飞瞅瞅藤真真 又瞅瞅贝龙 一身正姿的白胖子笑得很内涵 贝龙显然并没有领会到他的精神 只是微微摇头 表示暂时不和藤真真打招呼 白剑飞心领神会点点头 贝龙稍稍放下心来 他相信藤真真的善解人意 藤真真就算看到他 也能明白他的想法 一定不会公然与他相认的 然而啊 贝龙才刚刚放下心来 就听一个鼓噪的声音 在耳边悄悄喊话 毕丧老 这不是你夫人吗 为什么会和圣贤道君在一起 该不会他 我他妈 贝龙顿时风中凌乱啊 我他妈为什么没有把他烤了吃了呀 啊 为什么呀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 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末世呢 作者 王袍 演播 嗨阳 第280集 金毛鹦鹉虽然是在和贝龙说悄悄话 但天生的大嘴巴声音还是不小的 更何况再说的都什么人物啊 连一个五弟以下的都没有 自然是全都听到了金毛鹦鹉在说什么 个个一脸古怪的向贝龙看去 金毛鹦鹉顿时醒悟过来 连忙用肉翅捂住了大嘴巴 小眼睛唧唧唧的转来转去 我的个鬼鬼 我是不是又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必须得马上挽回局面才行 为了活下去 金毛鹦鹉立即当机立断的做出决定 自作聪明的又改口一波 哎妈 贝长老 原来是我看错了 那不是您的夫人 只是长得很像而已 我靠 所有人都无语了 这时候啊 那金云之商 藤真真扒着云边往这边一看 不仅是又惊又喜啊 使劲向贝龙招手 贝爷 是我呀 真真啊 嘶 所有人都是情不自禁的 倒吸一口冷气 鸡毛鹦鹉说的时候 大家还在半信半疑呢 毕竟万古道孙圣贤是何等人物 怎么可能勾搭有夫之妇呢 可是 藤真真这么热情的打招呼 啊 再加上贝龙那一脸便秘的表情 这事啊 就算是实锤了 所有人瞬间都脑补出了 几十个T的纯洁无码的画面 贝龙嘴角隐蔽 抽出两下 这时候再遮遮掩掩 那就是矫情了 他便向藤真真招了招手 干巴巴的打招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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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真啊 好久不见 啊 别来无恙 啊 别来无恙 贝爷 你啥子意思吗 藤真真不乐意了 插着小腰 你把硬是 没去找我走 顿时 所有人 齐刷刷的目光 鄙视着贝龙 原来是个 使乱中气的负心汉呢 你到最后 你竟然没去找人家 贝龙也是醉了 只好仰起了手里的银手镯 银手镯上小铃铛 叮叮当当的响 哼 藤真真抿着小嘴乐 来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师父 曼谷道的圣贤道君 我师父凶得很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欺负我 师父 贝龙白剑废极 所有人都是难以置信的 瞪大了眼睛 你是孙圣贤的徒弟 顿时啊 所有人在看贝龙的目光 就充满了羡慕嫉妒恨 真是天上掉下个金大腿 孙圣贤始终都是看戏的模式 一边有一口没一口的喝酒 一边宛如神明俯瞰苍生 直到滕真真给贝龙介绍他的时候 孙圣贤才用宠溺的目光 瞥了他一眼 滕真真又转过来 跟孙圣贤介绍 师父他是贝龙是我最好的朋友 如果他遇到傻子四强 你肯定要拉他一把啊 要不然我哭死算球 说着呀 滕真真还撒娇的小脚一跺 顿时脚踝上的银铃 便叮叮当当响了起来 孙圣贤便笑了 伸出一根手指点点滕真真 傻丫头 行了 应了你了 滕真真便笑得如同百花绽放 他固然姿色不如唐锦的红颜祸水 也不如朱颜的倾国倾城 但盛在热情奔放 娇憾可爱 自有一番苗女的独特魅力 贝龙向孙圣贤摇摇拱手 贝龙拜见圣贤道军 孙圣贤似笑非笑打量他 本座就这么一个女弟子 你可要好好待他 贝龙嘴角隐蔽超出两下 本想解释一下自己和滕真真 并不是他们脑补出来的关系 但想想算了吧 反正这是五仙星 朱颜 唐鹰都不在 他才刚刚想到这里 忽然就听到了一个 让他魂牵梦迹的声音 远远传来 我个幻觉 这一定是幻觉 贝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怎么听起来像朱颜呢 不能啊 朱颜现在应该在人马星 又或者在地球 绝不可能在五仙星啊 然而 半空中已经出现了两个绝美的女子 一个面容似幻似真 让人看不真切 有着一头长脊脚踝的漆黑长发 身穿一袭极白无瑕的泥伤羽衣 吃着一双玉卒步步生连的走来 虽然看不清脸 但是已经足以颠倒众生了 让贝龙震惊的是啊 和他手拉手的少女 一件黑色娃娃裙 外搭牛仔小外套 黑色中筒袜配黑色运动鞋 清国青城之色的小脸上 一双大大的桃花眼正水汪汪的看着他笑呢 刺着小虎牙 似乎为贝龙的震惊而感到得意洋洋 除了朱颜还会是谁呀 金毛鹦鹉又是一缩脖子 我这个鬼鬼 连鸳鸯宗的清廉圣母也到了 鸳鸯宗清廉圣母 贝龙和白剑飞又是脸色一变 五仙六大圣地之一的鸳鸯宗宗主 清廉圣母花清廉 我去 又是一位传说中的圣王巅峰啊 平日里五仙六大圣 连一个都难以见到 没想到今天竟然一口气能见到三个 贝龙算是明白烽火连城的影响力了 问题是 贝龙和鸳鸯宗也是敌人哪 要知道贝龙曾经在猎虎行杀了鸳鸯宗的周雅文 还带走了战利匹迷仙大法 迷仙大法被朱颜给连城了 现在呢鸳鸯宗宗主花清廉把朱颜带来五仙星 贝龙不能不想到最坏的方向 花清廉这是来报复的吧 贝龙当然不是花清廉的对手 但是花清廉拿朱颜来要挟他 那就是不死不休了 看到朱颜的那一瞬呢 怒火词的一下冲到天灵盖 贝龙咬着牙冷冷道 清廉圣母 周雅文是我杀的 迷仙大法也是我拿的 和他没关系 放了他 有什么冲我来 虽然朱颜笑颜如花的样子 但贝龙知道鸳鸯宗的迷仙大法有多厉害 现在只怕朱颜还在梦中呢 他杀了鸳鸯宗的弟子 还拿了鸳鸯宗的镇派神功 如果说花清廉是来感谢他的 还收了朱颜当徒弟 你敢信吗 是你 花清廉轻笑一声 虽然他的绝世容颜仿佛笼罩在了迷雾之中 让人看不真切 但只是一声轻笑 便让人心神荡漾 他脚下踩着清廉 漂浮在半空中 清清冷冷的声音传来 周雅文坚守自盗 判处师门 你杀了他 还为本座寻到了万中无一的传承弟子 本座还要向你道谢呢 啊 啥 我看 贝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什么情况 花清廉真来向我感谢他 快等一下 他说的万中无一的传承弟子是谁 该不会是朱颜吧 听到花清廉这么说呀 孙圣贤忍不住插嘴了 花姐 他就是你寻到的万中无一的传承弟子呀 正是 花清廉回眸宠溺的看了朱颜一眼 燕燕 这是万古道的圣贤道君 是 朱颜乖巧的答应着 向圣贤道君道了万福 朱颜 拜见圣贤道君 好好好 圣贤道君上上下下打凌了朱颜两眼之后 又笑嘻嘻的对花清廉说 说来也是巧了 刚好我这两日也寻到了个万中无一的传承弟子 说罢呀 孙圣贤回首慈祥的看着滕珍珍 珍珍来 拜见鸳鸯宗的清廉圣母 有的 滕珍珍也乖巧的答应着向清廉 道了个万福 滕珍珍拜见清廉圣母 花清廉也认真打量了滕珍珍 微微汗手道 孙兄 果然是慧眼石珠啊 孙圣贤哈哈一笑 把酒葫芦摇摇相敬 花姐 恭喜你收得如意爱图 同系 两人相识一笑 心里却在撇嘴 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 以鸳鸯宗的标准来看滕珍珍虽然活泼可爱 却哪笔得上朱颜的天生魅谷啊 以万古道的标准来看朱颜虽然红颜祸水 却跟虫类根本没有一点亲和力 垃圾当宝 花清廉和孙圣贤不约儿童的心想 连给我爱图提携都不配 这两位大佬交谈 全场所有人都是身不由己的屏住呼吸 连个屁都不敢放 外表平静如水的他们 心里却是山呼海啸 圣贤道君的传承弟子是他的女人也就罢了 凭什么清廉圣母的传承弟子也是他的女人 凭什么 凭什么呀 等一下 圣贤道君和清廉圣母都是一方霸主 他们的传承弟子何等之尊贵 怎么可能容忍和别的女人共事一夫啊 现在两个女人当面 实力呢 又是半斤八两 一定会上演一场惊天地气鬼神的私逼大战吧 瞬间呢 所有人的关注点全都在朱颜和贝龙滕珍珍的身上 反倒忘记了今天的主角 然而让他们一想不到的是 滕珍珍笑嘻嘻的冲朱颜挥了挥小手 演演技 朱颜也笑嘻嘻嘻的冲滕珍珍回了回小手 珍珍们 所有人这一刻都不约而同的风中凌乱 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是什么身份 五仙六大圣之一的传承弟子呀 以后你们是要继承衣博的 你们几乎已经注定了会成为未来的五仙六大圣 你们怎么能二女共事一夫呢 这不科学呀 在看贝龙的时候啊 所有人已经不是羡慕嫉妒恨了 而是发自内心的震撼 此子竟然恐怖如斯呀 假以时日 此子两个老婆就能占据五仙六大圣地的半壁江山 惹不起 惹不起呀 朱颜的师父是女人 自然师徒二人相处的要更随便一些 朱颜便红着小脸 在花青莲耳边说了两句什么 然后美滋滋的飞下来 扑到贝龙的怀里 老公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真的是好惊喜好意外呀 贝龙接住了朱颜 顺势坐在台阶上 有一两人是面对面的 朱颜习惯性的分开双腿坐在她的大腿上 一双偶臂还圈着她的脖子 这在地球上其实都是情侣之间的基本操作 别说是男女之间大庭广众之下 喽喽包包了 就算是初次相识日 都能在试衣间来一炮 然而贝龙和朱颜的基本操作 确实惊到了思想传统的所有五仙人 光天化日之下 众目睽睽之中 你们竟然敢肆无忌惮的 喽喽包包亲亲我我 像这种挂连贤持 伤风败俗之事 我只想说一句 老司机待待我 哎呀 朱颜和贝龙的基本操作 确实挑战了五仙的三观 但花青莲看在眼里却是暗暗赞许 敢爱敢恨性情中人 果然不愧是本作一眼相中的万中无一的传承弟子 其实啊 朱颜要是不扑到贝龙身上 滕珍珍也就老老实实的跟着孙圣贤待着了 但朱颜做了 滕珍珍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突然想嗅一下存在感 于是滕珍珍回头看向孙圣贤 精致的小脸皱皱巴巴的 憋着的小嘴哆嗦着 仿佛随时会哭出来 楚楚可怜的大眼睛蒙着淡淡的水屋 师父 孙圣贤一颗心都快萌化了 于心不忍的挥挥手 去吧去吧 去让猪拱了吧 滕珍珍也就飞了下去 他可不敢跟朱颜抢 就坐在贝龙的身边 两条大白腿搭了着一晃一晃的 趁朱颜不注意的时候 就靠近了一点点 没出息 你亲他呀 孙圣贤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恨不能去亲自做个示范 万古道 本就是一正一邪的门牌 孙圣贤呢 更是个离经叛逆的人 对于礼教方面并不在意 何况孙圣贤在五仙六大胜里面排名第六 花青莲排名第五 他们俩是直接竞争关系 被一个女人骑在头上几百年 那也够够了 偏偏呢 孙圣贤始终比花青莲差了一丝 他输给谁都可以 就是不想输给花青莲 虽然他很不爽自己家的白菜 让外面的野猪给拱了 可是呢 他更不爽 这野猪拱了别人家的白菜 却不拱自己家的白菜 啥意思 嫌我家白菜不够大 不够白呀 给师弟贵了呀 白剑飞在旁边瞠目结舌的 看完了整套操作之后 佩服了六体投地 一个红颜祸水 一个花容月貌 而且还都是五仙六大圣的传承弟子 师弟 你说你何德何能啊 啊 白剑飞捂着隐隐作痛的胸口 为什么 为什么不是我 金毛鹦鹉自残行晦的 挪到了白剑飞的头上 还是咱哥俩抱团去乱吧 焚海张老激动的热泪盈眶 从看见你女人的底面去 你这个兄弟我就交定了 管报之交的好兄弟呀 就在这时忽然响起了一个 红中大旅般的红亮声音 风火公主到 顿时所有人都安静下来 火神宫公主 风火连城 那可是五仙六大圣之首 贝龙在朱颜的小屁股上 排了一下 朱颜就乖乖的下来 坐在贝龙身边 一双小手还搂着贝龙的胳膊 贝龙的大手也搭在朱颜的玉席上 两人如胶似气的黏在一起 不想分开 藤真真在另一边 看着空虚寂寞冷 趁着朱颜不注意呀 悄悄的又往贝龙身边挪了挪 半边身子都靠过去了 这时啊 贝龙的注意力 已经都放到了五仙第一人 风火连城身上 只见半空中飞来了一只火凤凰 这只火凤凰 每一根羽毛都是燃烧着金色的火焰 金光闪闪 火焰熊熊 甚至连太阳都显得暗淡无光 而在这只火凤凰的背上 一个披散着大波浪卷发的中年男人 灼然而立 中年男人生上一张国字大脸 浓眉大眼虎背熊腰 气势如山 火凤凰的光芒遮掩了日光 这男人的光芒更胜过了火凤凰 光辉灿烂万丈光芒 不忍之事啊 孙圣贤到的时候 有一部分人起身相迎 这些都是万古道的弟子 又或是和万古道有来往的 还有一部分人并未起身 花青连到的时候也是如此 但烽火连城已到 所有人都起身相迎 不仅仅因为烽火连城是地主物 也不仅仅因为烽火连城是五仙六大神之首 而是他掌握着五仙星的炼气和炼丹 但凡是修炼仙武的 基本呢 没有别人求不到他的时候 更别说 这万寿丹一旦开炉成功 烽火连城就会成为五仙星万古第一人 万一开炉失败 就当是提前拜祭了吧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 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漠视呢 作者 王袍 演播 嗨阳 第281集 风火连城 环顾四周 韩笑点头 然后向花青莲和孙圣贤 拱了拱手 花妹 老孙 两位能在百忙之中 到我宝鼎山关礼 风火真是荣幸之至啊 花青莲和孙圣贤 都给他还礼 拱住风火星 即将成就万寿无疆之勾 风火连城呵呵一笑 哈哈哈哈 即二位吉言 此次万寿丹开炉 定然一帆风顺 水到渠成 和花青莲 孙圣贤 寒暄之后 风火连城便催动了火凤凰 向着炉顶俯冲下去 眼见那火凤凰 即将撞到金色炉顶上时 呼的一下 炸碎成了万点火星 漫天飞舞 原来火凤凰乃是风火连城的 本命神火所化 贝隆看得是目眩神迟啊 我靠 还有这种操作呢 风火连城仿佛为贝隆 打开了一扇崭新的大门 大门之外是无比神奇的世界 漫天星火之中 风火连城刚好落在了巨大的炉顶旁 那四位太上长老便都起了身 同时向着风火连城攻身一一 公主 我等愿助公主 尽此全攻 风火连城微微皱眉 他想起了他的哥哥 风火连天 当初四位太上长老也说了 要助风火连天一起开路 但是呢 被风火连天拒绝了 以风火连城 对他哥哥的了解 风火连天并不是怕和四位太上长老 分享荣誉和成果 而是因为信心不足 担心炸炉 风火连天一人死了也就罢了 再带上四位太上长老陪葬 那实在是过意不去啊 一次性死这么多圣王 那火神功他也承受不起啊 虽然四位太上长老也没差几年 就要寿终正寝了 但如果是被风火连天炸炉炸死的 那风火连天就不仅仅是个失败者了 还要成为火神功的万古罪人 但风火连城和他哥哥不一样 他相信自己一定成功 并且愿意付出最大的努力 他一直觉得 如果当时风火连天 让四位太上长老加入 未必一定会死 何况成功开炉了 风火连城也可以把多出来的万寿丹 和四位太上长老分享 既让四位太上长老成为火神功的万年定海神针 又收买了人心 还能传出一段佳话 多好啊 所以啊 风火连城也向四位太上长老深深意义 那就有劳四位太上长老了 多谢公主成全 四位太上长老相视一笑 便和风火连城 一起分别占了五行方位 一起向着那巨大的炉顶 打出火球 来完成开炉前的最后冲刺 火候差不多了 分海长老悄悄说着 你们注意看呢 玄天宝顶上的符文 贝龙他们一眼看去 果然间的金色炉顶上 精雕细刻的古老玄奥符文 就好像有了生命一般 竟然如同许多小蝌蚪 在游来游去的找妈妈 当然了 这只是个比喻 随之而来的 还有玄天宝顶中 时不时传来的龙吟虎啸声 分海长老下意识的仰头望去 高深莫测的喃喃道 风云变幻 龙虎交辉 果不其然 此时渐渐起了大风 贝龙他们仰头望去 便见白云苍狗变幻无穷 难道烽火连城 真的能炼成 从来没有被人炼成过的万寿丹吗 孙圣贤和花青莲 忧心忡忡的对事里一眼 如果火神功多出一个 乃至五个万寿无将的老怪物 只怕六大圣共掌五先兴 将成为历史 火神功一家独大 制霸天下 就是现在 风火连城猛然瞪大眼睛 双手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无数的法印 四大太上长老与他同步进行操作 跟着 从他们的掌心同时射出了一道火柱 轰轰烈烈的轰在了玄天堡顶上 玄天堡顶顿时嗡的一下震颤 然而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啊 玄天堡顶只嗡了一下就回归了神迹 四大太上长老急忙上去看风火连城 风火连城镇定自若的啪啪啪重新结印 四大太上长老也连忙跟上 跟着再次从掌心喷出了火柱 轰在了玄天堡顶上 玄天堡顶又嗡了一下 再就没了第二下了 四大太上长老顿时就变了脸色 为什么呀 风火连城虎目远征咬牙切齿 他回想起了前辈们留下的经验之谈 五仙已经是逆天改命 万寿无疆更是触及到了凡人禁局 只有这天与地才是万寿无疆 凡人即便成就五仙 终有寿终正寝之日 要万寿无疆就是与天争 人不死天不容 然而我不停 风火连城一口咬破舌尖 向着玄天堡顶喷出了一口精血 滚烫滚烫的精血 喷在玄天堡顶上 顿时燃烧起了金色的火焰 随之玄天堡顶嗡的 长长的一声震颤 四大太上长老彼此 交换了一个舍身取义的眼神 不约而同的咬破了舌尖 向着玄天堡顶又喷出了 一口又一口的精血 终于啊 在风火连城和四大太上长老 都喷了一遍之后 玄天堡顶开始 嗡嗡嗡 就嗡嗡起来了 但却并不是持续的嗡嗡声 而是非常诡异的 嗡嗡嗡 把吃瓜群众们都是看得目瞪口呆的 什么情况 贝龙白剑飞他们都是下意识的 看向了焚海长老这个义务解说员 通俗的说 可能是卢顶内龙虎交汇 打起来了 焚海长老现在也是慌的一批 虽然他说起来头头是道 但是别忘了 他是炼气的 炼丹他不专业呀 咔嚓一下 就在这时 忽然从玄天堡顶上 传来了一声极其轻微的翠响 针法之外的人基本就没有留意到 风火连城和四大太上长老 却都是脸色大变了 他们不敢相信的看着玄天堡顶上 出现了一道极其细微的裂纹 虽然这道裂纹 比头发丝海气几乎看不见 但千里之地毁于乙穴 这是一个非常不祥的预兆 问题是 玄天堡顶是火神功最好的炉顶了 他们拿不出更好的炉顶 就算拿得出 现在也没办法换呢 他们已经是骑虎南下了 只能继续拼了老命练下去 否则呀 他们的火力一撤 这玄天堡顶非炸不可 一炸就是五人粉身碎骨 风火连城 怒发冲关 鸭子欲裂 他才刚刚走上人生巅峰 他不想死呀 他想万寿无疆 诸位太上长老 风火连城斩钉截铁道 万寿无疆 火神荣耀 即在此一步 说吧 风火连城再次咬破舌尖 毫不吝似的向着玄天堡顶 喷出了一口接一口的精血 见风火连城拿出不要命的姿态 四个太上长老也都活出去了 一起向着玄天堡顶喷清血 都是一口接一口的 仿佛要把自己活活榨干一般 他们这么喷下去 很可能会死 但还有死里求生的机会 只要一颗万寿丹下去 现在失去了一切 就都找不回来了 还能万首无疆 如果不拼命 那就只有坐以待毙了 看着他们五位大佬 这么一口一口的喷血 背龙他们吃瓜的 都觉得舌头疼 但是果然大力出奇迹 在风火连城 他们的精血滋润下 玄天堡顶 已经在正常的嗡嗡嗡了 只是吃瓜群众 看不到的事 在那玄天堡顶上 几乎每一秒 都会出现一道 新的细细的裂纹 渐渐的都快交织成猪网了 顶住 一定要顶住啊 到了这个时候 风火连城 他们就是在拼人品了 拼的就是赶在玄天堡顶 彻底崩溃之前 能够成功的开炉 取出万寿丹 也不知过了多久 好似很久很久 但又好似只是眨眼之间 终于玄天堡顶的嗡嗡声 到了一定程度 顶内震耳欲聋的 龙吟虎啸声 呼的停了下来 就是现在 脸色苍白的 风火连城心中一袭 两眼一瞪 猛然大黑声 开 与此同时 他们五人疯狂的输出 只听轰的一声 却并不是 玄天堡顶的顶盖炸飞 而是整个玄天堡顶 都炸了 炸出了 无比耀眼的白光 白光仿佛把整个世界 都变成了白色 就连风火连城 他们五人都被白光包裹了 地面上的一黑一白两朵流云 彼此追逐周旋 形成的圆 陡然亮起了黑白二色的光辉 这是预设的阵法被激活了 阵法是挡不住那无比耀眼的白光的 但诡异的是 阵法会旋转 黑白二色光辉 就好像是两朵流云一样 旋转起来 竟是搅动了风云 让那无比耀眼的白光 也跟着飞速的旋转 白光并没有向着周围扩散 反而是凝聚起来 轰的一下 就仿佛是火箭一般 向着苍穹射了出去 所有人都陷入了短暂的失明 瞳孔几乎都被那 无比耀眼的白光所融化了 这一刻呀 即便是孙圣贤和花青林也不例外 全都陷入了双目失明的未知恐惧中 所有人都是懵逼的 唯有贝隆心里敞亮 他二十年的疑问 终于找到了正解 虽然已经过了二十年 啊不 是二十一年了 贝隆也仍然清晰的记得 那道白光是有多么的耀眼 那道改变了地球人类历史进程的白光 那道被猎户星称之为毁灭之光的白光 原来是来自于火神宫 五位圣王同归于尽式的炸炉 诺曼曾经告诉过贝罗 毁灭之光是宇宙中一种神秘又神奇的光线 在很久很久以前 他曾经降临到了猎户星 结果让猎户星一部分人逃到地球 建立了亚特兰蒂斯文明 之后毁灭之光 仍然会不定期的降临到猎户星 有时时隔几百年 有时相隔几千年 他一次次的想要毁灭猎户星的文明 但猎人至今都不知道毁灭之光到底是谁 所以折射他到了地球上 贝隆现在明白了 全都明白了 甚至他还自己脑补出了历史进程发展的改变 上一次末世降临 或许就是烽火连天选择了和四大太上长老一起炸炉 而这一次末世降临 烽火连天选择拒绝了四大太上长老一个人炸炉 所以上一次给地球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而这一次呢却是让地球全人类进化了 在心灵的剧烈震撼之中 贝隆终于渐渐恢复了视觉 他还没有来得及睁开眼睛呢 就已经听到了周围无数人在大口大口的倒吸冷气 怀着对着毁灭之光的敬畏之心 贝隆缓缓的睁开了双眼 也情不自禁的倒吸了一口冷气 只见那一黑一白两朵流云 已然被绞碎 地面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状的深坑 原本应该在这漩涡状深坑位置的玄天宝鼎 以及烽火连城和四大太上长老 已经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只是还残留着丝丝缕缕的强大灵力波动 为了追求万寿无将 五大圣王都在这场惊世骇俗的炸炉中化作了飞灰 贝隆有种劫后余生的后怕 如果不是这阵法靠得住 只怕再做的都得死呀 全场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被这一幕深深的震撼了 忽然 贝隆身边一个鼓噪的声音悄悄默默的响起 千年前有位王袍大仙说过 闭关百年天然呆 走火入魔自然猛 炼丹炼气思路广 鸳鸯弥弦欢乐多 大仙成不弃我 你知道的太多了 所有人都是一脸惊恐的看向了贝隆 旁边的烤鸡 焚海长老以及所有听到这话的火神功弟子都忍不住 对金毛鹦鹉怒目而失 然而也就到此为止了 哪怕倒退一炷香的时间 他们也敢把金毛鹦鹉揪出来烤熟吃了 但现在呢 火神功一下子损失了公主和四位太上长老 可谓是元气大伤 就算火神功胜亡很多 现在也只剩下区区两个了 贝隆呢 却是万古道和鸳鸯宗的女婿 他们哪敢把贝隆的鹦鹉揪出来烤了吃了呀 曾经的火神功乃是六大圣地之首 坐拥七大圣王 如日中天 谁语成风 但现在只剩下两个大长老还是圣王 火神功一下子就成了垫底的存在了 欲求万寿无疆 终究烟焦云散 风火兄 你这又是何必呢 孙圣贤叹了口气 向着下方已经悄悄贴在被龙身上的藤真真 探手一抓 顿时 一只金色大手把不情不愿的藤真真 卷到了金云之上 昔日火神功之强大 压得其他五大圣地喘不过气来 如今 烽火连城一死 孙圣贤顿时感觉轻松多了 向着花青莲拱拱手 花姐 我还有事在身 先走一步 说吧 孙圣贤便带着藤真真化作一道金光 消失在了天际 花青莲大笑一挥 朱颜也被射回到青莲之上 花青莲悠悠叹了口气 化作一道青光盾区 这两位大佬走了 其他来管理的吃瓜群众们 也都各自撤退了 再待下去 那就该随份子了 火神功弟子们也无心挽留 当务之急是为烽火连城 和四位太上长老安排后施 以及做好准备 迎接火神功元气大伤之后 可能发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不可能 这不可能啊 焚海长老尸魂落魄的跟贝龙和白剑飞叨叨着 公主他老人家说这次十拿九稳的 为什么会炸炉呢 为什么会炸炉呢 大概和人生三大错觉是一样的吧 贝龙好心安慰他 这就是人生啊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 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漠视呢 作者 王袍 演播 嗨阳 第二百八十二集 什么 贝龙去了五线星 猎人联邦的总统大人怒气冲冲的拍着办公桌 这就是你们抓不到他的理由吗 总统大人现在是越来越暴躁了 快把那个温润如玉沉稳如山的总统大人还给我们呢 小秘书瑟瑟发抖的继续汇报 唐英的目标已经锁定 雷克斯波总监正在路上 十分钟后即将抵达战场 战斗结束后 他会和我们联系 总算是有个好消息了 总统大人冷横一声 走到大落地窗前 从这个角度 整个城市都仿佛被他踩在了脚下 他扯开了领子 感觉呼吸顺畅多了 俯视下方繁华街道上人来人往 总统大人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就在这时 呼的一道白光从天而降 这道白光是那么的白 白的让太阳都暗淡无光 白的让地平线都模糊不清 白的让整个世界都只有这一种色彩 白的让总统大人感觉自己像是瞎了一样 瞳孔几乎都被融化了的灼热感 让总统大人心中充满了恐惧 毁灭之光 总统大人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毁灭之光 猎人小学课本上就有关于毁灭之光的介绍 毁灭之光降临时的描写需要全文背诵 期末考试要考的 毁灭之光降临了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距离上一次毁灭之光过去 才不到一年就再度降临了 实验室的人到底在干什么 为什么不把毁灭之光折射到其他星球上去 比如地球 这是总统大人最后一个念头 下一秒 他高大英挺的身影 晃了晃便倒在了地上 总统大人 你怎么了 小秘书揉了揉灼痛的眼睛 含着眼泪抢上前想扶起总统大人 却发现呢 总统大人目光空洞 仿佛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 小秘书并没有被吓到 这是本体从分身下线的状态 他只是很惊讶 为什么 为什么白光一闪总统大人就下线了呀 跪在地上泪眼朦胧的小秘书一抬眼 透过落地窗 看到了外面大街上发生了震撼一幕 只见呢 原本人来人往的繁华街道就好像变成了乱葬岗 无数俊男靓女横其竖八地躺在地上 只有少数人正在惊慌失措地尖叫着四处逃散 到底发生什么了 小秘书一脸懵逼 莫名的他就有个冲动 下线回去看看 按捺不住冲动 眼睛一闭一睁 小秘书的意识就回到了自己的生物舱的本体里 好像并没怎么样啊 小秘书狐疑地打开了生物舱 肥胖的身躯爬了出去 而死时激烈的拍击声隐隐的响起 听声音好像是从他爸爸妈妈的房间里传出来的 爸妈也下线了吗 小秘书挣扎着走出了房间 或许爸爸妈妈知道答案 走到了父母的房间 小秘书打开了灯 顿时被眼前的一目惊呆了 父母的生物舱上 生命指示灯都变成了红色 而砰砰砰的激烈拍击声 却是从生物舱中传来的 同时传来的 还有野兽一般的疯狂嘶吼 他们这是怎么了呀 小秘书吓得泪如泉涌 就在此时啊 他忽然听到从生物舱传来的广播 喂 喂 全体猎人请注意 我是完美人生集团董事长 波特马丁 如果你们发现附近的生物舱上 生命指示灯变成了红色 但是里面还传来拍击声和嘶吼声 请一定不要试图打开生物舱 小秘书惊呆了 为什么马丁董事长会知道 我们家的生物舱里发生了什么呢 难道整个猎户型几亿生物舱 全都在完美人生集团的见识之下吗 细思极恐啊 这时只听马丁董事长继续通过广播说的 毁灭之光 毁灭之光 就在刚才已经再次降临了我们的星球 很多人都在毁灭之光中变成了丧尸 如果你们发现附近的生物舱上 生命指示灯变成了红色 并且里面传来击打声和嘶吼声 请务必仔细听好我接下来说的每一句话 长按生命紧急报警键 三秒之后 放开再次长按生命紧急报警键 三次之后 请立即远离生物舱 生物舱将自动把丧尸人道毁灭 如果你不愿意把亲人人道毁灭 请按下外部解锁键 以保证丧尸不会冲出生物舱 然后请你立即走出家门 到距离你家最近的完美人生集团专卖店 登记信息 重复 全体猎人请注意 我是完美人生集团董事长波特马丁 如果你们发现 马丁董事长的声音不断的重复着 虽然他的声音像个慈祥宽厚的长辈 但在小秘书的耳中是那么的冰冷无情 他要求他把他的亲人人道毁灭 然而他却不得不这么做 因为从小的教育就告诉他 闹丧时有多么的恐怖 犹豫再三 小秘书终究还是下不了决心 把爸爸妈妈人道毁灭 他跪在生物舱前哭了好久 最终还是选择了按下外部锁定键 然后亮亮强强的走出家门 小秘书被门外的光明刺痛了眼睛 捂着脸适应了一会儿 他再睁开眼睛 忽然感觉这个世界真的好陌生啊 他都不记得他有多久没有本体走出家门了 虽然空气不像生物舱里净化过的那么芬芳 但是却新鲜的让人想要深吟 虽然阳光不像生物舱里分围灯那么温馨 但却让整个世界都变得鲜活 虽然肥胖的身躯不像鲜瘦的身材那么自信 但却让自己感受到真实的活着 相比起来分身好像真的像是宅在家里打游戏啊 刚开始啊 小秘书走的还有点亮亮强强的 但多走几步就稳当了 毕竟底盘又低又稳 按照记忆中的路线 小秘书走向了距离家最近的完美人生专卖店 一路上横击竖八的俊男美女躺在地上好像完美的尸体 走在完美的尸体之间的活人 则都是眉血眼歪 歪瓜裂枣的 就算是长得好的 也是脸色苍白 四肢无力像鬼一样 他们一开始很害怕别人的目光 但是当发现所有人都不完美的时候 就自然多了 不但敢挺胸抬头了 甚至还敢跟看着顺眼的人点点头笑一笑 小秘书走进了完美人生专卖店 就看到了完美人生集团的员工 正在忙碌着为大家登记 小秘书觉得呀 自己也是有身份的人 便拉住一个员工亮出了证件 我是总统秘书 他的意思 你立即通知马丁董事长 就说我要见他 而此时此刻 马丁董事长正在爱城基地的完美人生大楼 密切关注着大屏幕 大屏幕上显示出来的就是一个个猎人本体 从生物舱里走出来 从家里走出来 其实这个结果未必不是好事 马丁董事长叹了口气 头也不回地问 那个地球商人同意了吗 同意了 他身后的黑西服保镖说 彭祥先生同意我们担当龙魂真元精华业的猎户型总代理 并且承诺 始终会给我们全银河最优惠的价格 满意的点点头 马丁董事长眼中闪烁了希望 是时候做出改变了 我们的目标就在唐家堡 地球上 雷克斯波总监对自己手下的两名队帅说 他们这次总共就只有三个人参与行动 但一个六级生命 加上两个五级生命的配合 他们自己都觉得 如果完不成任务 那才是意外呢 这次任务事关国家兴亡 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雷克斯波总监说完 身心士卒的冲入了前方挡着的迷雾 另外两个队帅也毫不犹豫的跟了进去 一对青梅竹马的小情侣 藏在灰色迷雾里亲亲窝窝 正是唐银和唐琳 唐银正在唐琳身上探索着奥秘 呼的听到有人来了 连忙拉他藏起来 我们怎么办呢 唐琳琳传音入密 问唐银 要不咱们在家族群里发消息吧 不 先看看再说 唐银眼珠一转 舍不定大时候 咱们还能捡个功劳呢 雷克斯波他们感知到了雾里有人 但却感知不到人在哪儿 而且他们虽然凭借着强横的肉身能硬扛生死物 却仍然不免泪眼婆娑 呼吸不畅 不管他们 咱们继续前进 速展速决 雷克斯波说着呀 就呛了一口生死物 忍不住剧烈的咳嗽起来 呵呵 哦 妈的 地球上的空气污染 实在是太严重了 是啊 这么大的雾霾 还说要在地球开发房地产 谁他妈的敢过来买房子呀 呼呼 呛死我了 两个队帅深有同感的附和着 然后他们成功的穿过了生死物 来到了独龙潭 哦 连搜船都没有 他们怎么出山呢 一个队帅疑惑的张望了一眼潭边 听说 这就是为了防止实力不够强大的子弟出山 有实力能渡过这水潭的 也就有实力在山外立足了 雷克斯波说到这里不屑一顾的摇了摇头 一波潭水 拦得住谁 说罢呀 雷克斯波再次一马当先的冲进了独龙潭 六级生命的实力 让他可以如履平地的走在水面上 甚至潭水都没有打湿他的鞋底 两个队帅也连忙跟上 比起雷克斯波就稍微难看了点 鞋底很快就湿透了 袜子都粘在脚上了 编在此时啊 忽然生死物中有人吹响了一声尖热的口哨 雷克斯波三人愣了一下 只见漆黑的潭水之中 呼的竖起了无数个蓝色的小脑袋 他们还没反应过来是什么呢 便有一道道蓝光破浪而出 飞射向了他们 仿佛掀起了蓝色的惊涛海浪 又有一道道蓝光从空中向他们俯冲 像是吓起了蓝色的青盆大雨 转眼间呢 整个世界就只剩下了这种惊心动魄的蓝色 这蛇还会飞 雷克斯波他们都吓了一跳 但他们反应都是极快的 雷克斯波一伸手抓住一条蓝色的小蛇 仔细一打量 竟然还长着蝙蝠似的皮衣 手指稍微用力 便把蓝色的小蛇捏成了肉浆 雷克斯波冷笑道 不过如此 就在这时忽然轰隆一声巨响 独龙潭中掀起了小山般的滔天巨浪 滔天巨浪中 陡然刺出了一只白米长的银白巨角 晶莹剔透 却又锐利无比 这只银白巨角仿佛开天之谋 一下刺穿了一名对帅 跟着呀 一颗小山般的巨大舌头 便浮了上来 鬼火般绿盈盈的一对大眼珠子 好似日月同灰 射出两道宛如十指的幽光 幽光射出十丈远 死死的罩住了雷克斯波 雷克斯波和另一名对帅 都是情不自禁的倒吸了一口冷气呀 这是龙 传说 五仙星上有这样一种庞大的 伟大的存在 没想到地球上竟然也有 哦 情报有误 撤 雷克斯波慌忙招呼一声同伴 然后毫不犹豫的掉头就跑 他们的分身是不怕死 可问题是 他们就带了这一个分身 横渡银河来到地球 分身死了 他们的本体就太危险了 雷克斯波跑了 另一个对帅 却是被白蛇 啊不 应该说是白蛇的信子 给缠住了 救我 那对帅惊恐的被蛇信子 一下扯入血盆大口之中 随着白蛇的咀嚼呀 呼的脑袋就爆炸开来 竟是炸得白蛇一颗大牙都松动了 牙床子上都是血 白蛇痛得猛然爆发出一声 惊天动地的嘶吼 冲出毒龙潭向雷克斯波就追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成长 他如今已经身长五百丈 通体银色铃甲仿佛白银胶筑的巨无霸 轰隆隆地翻山越岭追杀敌人 我的个鬼鬼呀 雷克斯波疯狂冲刺 龙都是六斤以上生命 惹不起 惹不起呀 呼的 雷克斯波眼前闪过了一溜蓝色的火光 他的脑袋就飞了起来 身子还在向前冲着 哼的一下 雷克斯波的脑袋在空中炸了个粉碎 红光一闪 唐英已经出现在了白蛇头顶 猎人 唐英秀眉微粗 这时啊 唐英从生死物中跑出来跪倒在地 唐英败见姥姥 孙儿发现有外敌入侵 自作主张 调遣毒龙 迎战外敌 不料敌手竟然实力如此强大 幸好姥姥及时赶到 才没有让敌手逃脱 姥姥威武 唐英微微汗手 也懒得拆穿唐英那点小心思 他们是猎人 死的是分身 还有本体在 你带人在附近搜索猎人飞碟 带他们本体来见我 是 唐英进入了姥姥的视线 让她浑身充满干劲 领命飞奔而去 也不知道父亲怎么样了 唐英美眸中闪过了一丝忧色 小手轻轻俯上腹部 她原本雪白晶莹 没有一丝坠肉的小肚子 如今已经可以看到一点起伏了 哥 原来江子真的不认识我 叶凌峰捂着肥厚的胸口 很受伤的说 我们在安天下的洞府里 找到了那个贱人 他是被鸳鸯宗 逐出师门的败来 他已经全都招了 原来是安天下收服了他 命他假借江子之名 接近我 说到这里啊 叶凌峰心痛的厉害 脸色苍白的摆了摆手 不说了 扎心哪 其实这个结果啊 是贝龙早就猜到的 能把叶凌峰带到五龙抱住大阵里 要说不是出了那鬼谁心呢 然而叶凌峰却始终都在自我催眠 江子不是故意的 现在真相大白了也好 虽然扎心了一点 但扎穿了也就不疼了 不说了 贝龙拍拍叶凌峰的肩头 我走了以后 你有事就找我师兄 嗯 知道了 叶凌峰一一不舍了拉着贝龙的手 哥 你什么肉回来啊 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吧 贝龙目光看向了叶凌峰身后的白剑飞 白剑飞心近勾搭上了养龙道的一个女长老 正在忙着给女长老摸骨看相 贝龙深深怀疑白剑飞学到了鸳鸯宗的绝学 鸳鸯四十八首 要不然怎么把人家一个清纯似水的女长老 给摸的香焊淋漓交喘连连呢 贝龙终究还是想通了 六大圣地之首的火神功 疑似死了五个圣王 接下来啊 五先星必定局势大变 如果自己这个时候把剑仙宗 乃至天外天五大神门都搬过来 可以说是最好的入局机会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 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漠视呢 作者 王袍 演播 嗨阳 第283集 吕良玉唐锦他们来了之后啊 十有八九能恢复五圣的实力 资深的五尊 说不定还能再晋升几个 天外天五大神们联合起来 定然能在五先星闯出一片天 虽然天外天五大神门离开地球 让地球少了一层屏障 但吕良玉他们对五先星是刚需 只有到五先星恢复五圣实力 吕良玉他们才能继续活下去 如今华夏的科技水平上来了 有了一定的自保能力 刚好趁机摆脱对天外天的依赖 而且天外天五大神门在五先星 也可以和地球摇乡呼应 互为鸡脚 守望相助 所以今天贝龙搭上了一艘 来五先星做生意的外星商船 准备辗转回地球 哥 你可早点回来啊 我们不能没有你啊 叶凌峰含着眼泪 把金毛鹦鹉塞给了贝龙 哥 你把金毛带身边吧 绿图漫漫 有他还能给你解个闷 金毛鹦鹉一脸产妹 球包眼 会暖床 身段妖娆赛美娘 声音甜美技术强 闭嘴 贝龙一瞪眼 吓得金毛鹦鹉 连忙一双光秃秃的肉翅 捂住了大嘴巴 都让那个一身正子的家伙给交坏了 贝龙美好气的披了白剑飞一眼 让金毛鹦鹉蹲在了肩膀上 旅途漫漫 有金毛鹦鹉姐妹也不错 虽然这金毛鹦鹉是个大嘴巴 张嘴就惹祸 但以贝龙在地球的位置啊 已经无所谓了 胖子 保重 贝龙带着金毛鹦鹉登上了兴箭 挥手向着叶凌峰道别 哥 注意安全 一路平安 叶凌峰使劲的挥手 等舱门关闭了 叶凌峰长出一口气 苍天哪 大地呀 终于把那个挨剑刀的死鹦鹉 送出去了 直到这时 白剑飞才收回了给女长老摸骨的手 目光深远的 看向了兴箭 山城火车站外 马路对面 几个衣衫褛褛 灰头土脸的药饭花子 跪成了一排 顶着炎炎烈日 喊着走过路过的叔叔 阿姨们行行好吧 旅客出站之后啊 每每都能讨得一元两元 买点奶 唐肯多磕几个响头 便可以买一个面包 或者几个馒头 做下奶物的 如果肯滚到车轮子下碰瓷 那就能吃大饭店 但这些乞丐 多是贪生怕死 好吃懒做 大抵没有这样卖命的 只有穿西服的 才滚到车轮子下碰瓷 又哭又闹 命都不要 卢明辉是贵着要饭 而穿西装的唯一的人 他身材很高大 清白脸色 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 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 穿的虽然是西服物 但是又脏又泼 似乎十多年都没有补 也没有洗 他对人说话 总是军队里的专业术语 叫人半懂不懂的 因为他姓卢 据说以前是要当参谋的 要饭花子们 就替他取了一个绰号 叫做卢参谋 卢明辉一到啊 所有的要饭花子 便都看着他笑 有的笑道 卢参谋 你的脸上又添心伤疤了呀 卢明辉也不回答 对路过的旅客喊道 走过路过的叔叔阿姨们 行行好吧 那要饭花子又故意的高声嚷道 你一定是又碰瓷了 卢明辉睁大眼睛说 你怎么这样凭空 无人清白呢 什么清白 我前天亲眼见到你碰了军车的瓷 吊着打 卢明辉便仗红了脸 额上的青筋条条站出 争辩道 碰军车的词 不能算碰词 碰词 军人的事 能算碰词吗 接下来呀 便是军队里的专业术语 什么拉出去打靶 什么曲线救国之类的 引得要饭花子们都哄笑了起来 人行到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卢明辉讨他一元钱 账红的脸色渐渐复了圆 旁人便问道 哎 卢参谋啊 你真当过参谋啊 卢明辉看着问他的人 显出不屑质变的神器 他们便接着说 那 那你怎么在这里要饭呢 卢明辉立刻显出 颓唐不安的模样 脸上笼罩了一层灰色 嘴里说着话 这回可是全是军队里的专业术语 一些不懂了 在这时候啊 要饭花子们也都哄笑起来 人行到内外又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这是啊 一辆辆白车牌的机甲军车 组成的车队 开过来停在马路边上 他们就像是钢铁巨收 连公共汽车在他们面前都显得弱不禁风 你当过兵吗 卢明辉问旁边的要饭花子 那要饭花子略略一点头 卢明辉说道 当过兵 我便考你一考 你知道那些机甲军车是怎样的 要饭花子回过脸却不再理会 卢明辉等了许久 很恳切的说道 不知道吧 我交给你 记着 这些机甲军车应该记着 将来碰瓷的时候要用 我他妈又不碰瓷 要饭花子又好笑又不带法 懒懒的打他道 谁要你教啊 不就是平时的时候是装甲车 打仗的时候就能变形成机甲吗 卢明辉显出极高兴的样子 将两个指头的长指甲敲着破碗 点点头 对呀对呀 机甲军车有四种型号你知道吗 要饭花子欲不耐烦了 弩着嘴转过去 这时啊 砰砰砰的关车门的声音传来 驾驶机甲军车的机师们都下来了 清一色的都是校级军官 围手的肩膀上还扛着两颗金星 顿时有要饭花子教导 那是咱们西南军区的副总司令 王守瑜 卢参谋 你不是当过参谋吧 认不是王将军呢 卢明辉便显得很高冷的样子 我当参谋长时 他只是个营长呢 要饭花子又说 那为什么他现在是副总司令 你却要饭的呢 卢明辉很颓唐的仰面答道 这下回再说吧 火车站里走出来一位英俊潇洒 玉树临风的少年将军 一身笔挺的将校尼军装 脚踏黑皮军靴 腰胯黑色火焰 肩扛一只烤鸡 身披将军披风 王守瑜他们立即快步赢了上去 整齐画意的向着那位少年将军 敬了个标准的军礼 然后又恭恭敬敬的把少年将军 请上了机甲军车 在少年将军登上机甲军车的时候 有意无意的向着马路这边的 要饭花子们扫了一眼 原来是贝将军呢 地球上最年轻的四星上将 沙俄军区总司令 被誉为华夏之龙的贝将军 怪不得要王将军亲自来接的 如果没有贝将军 咱们地球都被外星人占了 贝将军扛着的是烤鸡 那是带回来的外星土豆产吧 哎呦 哎呀一定挺好吃啊 要饭花子们纷纷议论 又有人问卢明辉 哎 卢参谋 你不是当过参谋吗 认不认识贝将军 但卢明辉这回却不时分分辨 头满在膝盖 单说了一句 不要取笑 取笑 当过参谋的人 你怎的在这里要翻呢 卢明辉低声说道 犯错我 犯 犯 他的眼色很像肯求 那要饭花子不要再提了 要饭花子们便都笑了 等机甲军车都开走之后 卢明辉端着破碗 便又在旁人的说笑中 灰溜溜的离开了 卢明辉是这样的使人快活 可是没有他 要饭花子便也是这么过的 有一天 大约是中秋前的两三天 有人说 哎 卢明辉 长久没有来了 还欠我一个馒头呢 另一个要饭花子说 他怎么会来 他打折了腿了 哦 他总仍旧是碰瓷 这回呀 是自己发昏 竟碰到楚奇门 九哥车轮子下去了 那楚奇门九哥的瓷 那碰得得吗 哎 那后来怎么样啊 怎么呀 先写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后来打折了腿 那打折了怎么样呢 怎样 那谁晓得 确实死了呗 要饭花子们也不再问了 仍然都跪着要饭 到了年关呢 也没有看见卢明辉 大约卢明辉的确是死了 贝隆自然也看到了混在要饭花子中间的卢明辉 上次贝隆去阿甘布达坝 营救欧洲十国大使团 听说就是卢明辉在暗地里给欧洲人通风报信 所以卢明辉被以叛国罪扫地出门 或许是有人为了让卢明辉生不如死 没有把他处于死刑 而是没收一切财产 背着叛国罪的卢明辉 自然没人敢拉他一把 卢明辉就只能沦落成了要饭花子 有时还碰瓷 卢明辉是没有希望东山再起了 贝隆也懒得再理会他这个卢瑟 大家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现在的卢明辉对于贝隆 就是能一指头碾死的蚂蚁 贝隆被王守瑜接回了军区开会 开会之后 贝隆先去了唐家宝找唐英 他固然很思念老爸老妈 但他这次回来啊 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他要说动吕良玉前往五仙星 当然最好是天外天 五大神门都去 吕良玉这边 他自己就可以搞定 但万毒宫唐锦那边 贝隆觉得 还是要请唐英出面更有把握 至于其他的几个门派 见剑先宗和万毒宫去了 多半呢 也就在地球待不住了 也不知道莺莺想我没有 贝隆不禁怀念起义 春宵苦短 日高起义 从此君王不早朝 唐英那仿佛熟透了的 水蜜桃般的身子 真的是让他实随之位 回味无穷 而且自从猎狐星 一场盘长大战之后 贝隆枪都锈了 闯入生死屋 贝隆看到了唐英和唐林丽 这对见不得光的小情侣 正藏在生死屋中野战 他只是一笑而过 连手机都没有拿出来 更没有打开摄像头 现场直播 在越过独龙潭 贝隆看到了 霍牙子的龙王 他再次一笑而过 没问龙王为什么少了一颗牙 也没有问是谁打的 他一路马不停蹄的来到了五花洞 让他奇怪的是 竟然没有听到唐英的婉转悠扬的销声 反倒在想着轻柔舒缓的音乐 而且似乎还有女人 在柔声细语的讲解了什么 贝隆就更奇怪了 要知道这五花洞 可不是谁都能进来的 唐英也不爱听什么现代音乐 什么鬼 贝隆便先给金毛鹦鹉打了个闭嘴的手势 然后悄悄的飘到了五花洞口 扒着往里面一看 只见了 原本都没有什么现代设备的五花洞 竟然安装上了大屏幕 此时大屏幕上 正有一个女人在一边做着动作 一边解说 大屏幕正对着紫色香菲竹构建的竹床 唐英趴在雪白的北极熊皮上 双臂和双膝分开 一边吸气 一边拱起背部 双腿跪着高高 撅起了肥臀 头部向两臂中间弯 直到看到杜琴 然后一边吹气 一边恢复之前的姿势 又一边吸气 一边抬高上身 一边呼气 一边后撤身体 直到再度趴下 从贝龙的角度看上去啊 唐英就像是一只慵懒的猫咪 舒展着他曼妙的身姿 看得贝龙小腹一团火热 一把将金毛鹦鹉远远丢出去 身形一闪 就到了唐英的身后 刚好这时 唐英又把肥臀高高撅起 贝龙便熟练的把住了堕盘 官人 唐英回头见贝龙不禁又惊又急 去又把肥臀一摆 官人不要 错了一个字 我来惩罚你 贝龙笑眯眯的试图控着他 唐英又羞又恼的摆动着肥臀 躲避着贝龙的双手 官人不要 做操的时候不要 做操 贝龙一愣 不是你堂堂五弟 你做什么操啊 出生的太阳 还是时代在召唤呢 可是啊 唐英也不是爱开玩笑的性格 贝龙这时候忽然听到大屏幕的这女人说 骨盆阵 也叫做猫姿 可以缓解腰痛 并能锻炼腹部肌肉 更好的支持变大的子宫 也可以放松盆骨的关节和肌肉 让它更柔韧 帮助顺产 顺产 贝龙整个人都惊怠了 难以置信的瞪大眼睛看着唐英 谁 谁 谁要生海的 唐英秀美绝伦的小脸上 浮起两朵红云 当然是我了 贝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结结巴巴的问道 我的孩子 唐英背齿轻咬着鹰唇 狐媚大眼水汪汪 雾蒙蒙的挟灭了贝龙一眼 你说呢 贝龙情不自禁倒吸一口冷气 我的孩子 我这就要当爸爸了 虽然贝龙的身体年龄才十九岁 但他重生之前还有二十年 从心理上啊 他早就到了当父亲的时候了 两世为人 这还是贝龙第一个孩子 贝龙呆滞了片刻之后 惊喜若狂的一把抱住唐英 激动的说 我要当爸爸了 唐英一双偶臂圈住了贝龙的脖子 狐媚大眼中泛滥的甜蜜 柔声道 是呢 贝龙不禁放声大笑 他搂着唐英好一番的亲呢 然后又放开唐英 趴在他的小兔子旁边 视若珍宝的轻轻的掀起大红袍 露出了那已经小有规模的小肚子 撑开的雪白肚皮 粉嫩晶莹剔透 菱形的肚脐眼仿佛甜蜜的圆泉 贝龙忍不住伸手 轻轻抚摸着唐英的小肚子 就好像抚摸到了自己的孩子 又把耳朵贴在了唐英的小肚子上 细细的倾听 我听到了 他在动呢 贝龙兴高采烈的抬起头 来看唐英 唐英抬起青葱玉纸 把鬓角白云般的发丝挽到了耳后 看着贝龙激动的样子 奄然一笑 煞光 对了官人 唐英一边温柔的 用粉红的指甲 轻轻梳理着 趴在自己肚子上的贝龙的头发 一边关心的问道 你从五千星回来 是不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啊 没有什么比你们母子更要紧了 贝龙耳朵贴在唐英的小肚子上 倾听着孩子的声音 心里满满都是幸福 我先带你去见你的公婆 不能再拖了 唐英的肚子都起来了 贝龙必须让他融入到自己的家庭里去 唐英瞎飞双颊的 抿着脚嘴点点头 为了贝龙和孩子 是时候回到人间了 于是啊 一天之后 贝龙就带着唐英出现在了 已经被刷成网红的 被扫火锅店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 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末世呢 作者 王袍 演播 嗨阳 第284集 贝扫火锅店门外 排到老长队伍的时刻们 看到唐英都惊呆了 我 我从未见过如此国色天香之人哪 我的天哪 这么神奇吗 贝扫火锅店走了黑玫瑰和雪莲花 又来了一朵彼岸花啊 为什么彼岸花啊 这辈子能看到一个这种红颜祸水级的大美女 那就算死了也值了呀 听说黑玫瑰 白牡丹 雪莲花 都是被扫火锅店小老板的女人 没想到还有个彼岸花呀 这小老板上辈子拯救地球了吧 谁知道呢 大晚上戴个墨镜 整得跟个小明星似的 老司机们窃窃私欲着 这时啊 贝龙已经揽着唐英走进了被扫火锅店 柜台后 丁湘兰正在嗑着瓜子儿 看着电视呢 壁瓜电视上播放着 今年霸评的经典科幻爱情动作电视剧 最丧失 讲的是 男主角潘小贤 被从天而降的一瓶可乐砸到脑袋 奔着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 潘小贤喝掉了这瓶可乐 于是啊 他光荣的成为了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大丧失 从此过上了丧心病狂的幸福生活 原著作者是个老司机 一言不合就发车 呜的简直是不忍之失 丁湘兰竟然看得是津津有味 还不时发出了杠铃般的笑声 一回头啊 丁湘兰看到被龙 顿时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 花容失色的从椅子上弹了起来 贝友福和张春丽 把他当亲闺女样疼 丁湘兰把他们二老伺候好了 就没人管得住他了 小日子过得美在滋 唯一的可行就是被龙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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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 丁湘兰小脸苍白 结结巴巴的迎了上来 本来还想做出楚楚可怜的样子 求犯过呢 结果看到唐英顿时啊 丁湘兰就待在那了 贝龙瞪了他一眼 干嘛 丁湘兰不由自主的打了个寒净 虽然贝龙还没有介绍 但他已经猜到了贝龙和唐英的关系 慌忙又给唐英倒了个万福 怒家湘兰 拜见夫人 唐英眯着狐媚大眼看她 既然公公婆婆认了你做干女儿 姑嫂之间何必多礼呢 不敢不敢 丁湘兰老老实实的搭了这小脑袋 湘兰永远是洞主的侍女 唐英挣脱开了贝龙的怀抱 伸手牵住丁湘兰的柔蹄 笑道 借借见外了 走 我带你去见公婆 贝龙警告的瞪了丁湘兰一眼 这小娘们最擅长蹬鼻子上脸 时不时就得敲打敲打她 然后拉着唐英走进了后厨 好吧老辈 店里忙得不可开交的 你竟然躲在后厨抽烟 张春丽插着牙河东湿吼 背有福干笑 老婆呀 我这也是忙里偷闲 见方插针 争分夺秒 你少废话 你给我 张春丽刚要发飙 呼听身后传了一声熟悉的呼唤 爸妈 我回来了 小龙 张春丽猛然回头 却发现儿子的怀里 搂着一个挺着小肚子的大美女 张春丽和她的小伙伴们都惊怠了 什么情况 儿子怎么带回来个小孕妇 小龙 回来了 我们可想死你了 背有福是又惊又喜的抢上前 本想给儿子一个大大的熊豹 感谢救命之恩 却因为背龙和唐英抱的太紧 插不进去 哎呀 这闺女 长得可真尊呢 背有福即便每天看着丁香兰这样的美女 也是被唐英惊艳到了 小龙啊 这谁家闺女啊 张春丽心里忐忑不安的问 她别的都不担心 就担心朱颜 毕竟朱颜是她早就认定的儿媳妇 这现在又来了一个 咱家的儿媳妇 背龙笑眯眯的推了下唐英 盈盈 叫爸妈 这么直接吗 唐英不禁面红耳痴 但丑媳妇总得见公婆 她声若文盈的叫了 爸 妈 哎 背有福和张春丽面面相聚 第一面就叫爸妈 这是不是要的太快了呀 爸妈 我和唐英已经有了爱情的结晶了 背龙给老爸老妈解释 那朱颜怎么办呢 背有福和张春丽想问 可是看着唐英的肚子 硬是没敢提这茬 其实啊 现代都市里这种事也不少见 男生女生都要谈婚论嫁了 还分手了 然后呢 从来没带回家过的女生 却搭着肚子 比这更狗血的剧情 背有福和张春丽都听人八卦过 可是他们没想到 自己家弹上了 问题是 如果唐英肚子里的 是贝龙的骨肉 这老两口就算不情愿 也只能硬着头皮认了 更何况呀 其实唐英 让背有福和张春丽一眼就看上了 这真是个绝代佳人啊 张春丽偷偷怼了背有福一肘子 脸盲笑呵呵的上去 拉住唐英的柔蹄 哎呀好 真好 哎 英英啊 来 咱娘俩去那边聊聊 我呀 有好多话想问你呢 背有福则是拽着贝龙去了另一边 板着脸小成和问 爷爷那孩子呢 爸您放心 跑不了 贝龙拍着胸脯打包飘 都是咱家儿媳妇 你哪来了这么强的自信呢 人家炎炎这么好的女孩子 长得又漂亮 家里又有钱 凭什么非得在你这棵歪薄书上吊死呀 也是哈 贝龙垂头丧机 可是我两边都不想放手怎么办呢 两半 背有福气呼呼的瞪了贝龙一眼 别到最后 竹篮打出一场空 这倒不会 贝龙对唐英是放心的 唐英就是一夫多妻制的传统思想 可以接受朱延的存在 他只需要搞定朱延 而朱延对他早就挨到了骨子里 要让朱延接受唐英的存在 贝龙还是有一定信心的 实在不行啊 他就算是表演冰天雪地 一丝不挂做托马斯大回旋 也要把朱延给哄住了 过了一会儿 张春丽拉着唐英回来了 唐英的手腕上 多了一根仰指玉镯子 恨铁不成钢地瞪了贝龙一眼 张春丽笑呵呵地 把唐英交还给了贝龙 哎呀 好了好了啊 这个后厨里无言瘴气的 快把颜颜带回家吧 别呛到了莹莹 好嘞 贝龙便笑眯眯地牵着唐英回去了 张春丽和贝有福对视一眼 怎么说啊 贝有福无可奈何地苦笑 这臭小子 说两边都不想放手 还问我怎么办 我他妈知道怎么办呢 我又没有经验呢 张春丽叹了口气 哎呀 颜颜真是个好姑娘 别说这臭小子 连我都舍不得他 可是老贝啊 你说咱儿子有没有可能 这两边都给他拢了住了呀 你支持咱儿子搞小三啊 贝有福瞪大眼睛 难以置信地叫头 哎 平时我跟别的女人 多说两句话 你都不合理 你竟然支持咱儿子搞小三 你废话 你又不是我儿子 被贝龙拥着躺在了被窝里 唐英感觉就像在做梦一样 他从小就生活在 近乎与世隔绝的环境里 从来没想过 有一天自己会走进 尘世的喧嚣 而且是住到了一个男人的家里 肚子里还怀着这个男人的孩子 想到孩子 唐英就习惯性地伸手去轻抚自己 已经小有规模的小肚子 仿佛孩子和他在冥冥之中 建立了某种联系 他能够感受到孩子的情绪 和爸爸在一起啊 孩子应该很开心吧 唐英依偎在贝龙的怀里 烟红的嘴角勾起幸福的糊涂 雪白小手又熟练地摸到了贝龙的胸肌上 忽然唐英的笑容凝固了 小手在贝龙的胸肌上来回摸了两圈 贝龙当然不是任人宰割的主 果断就摸了回去 而且比他摸得更加全面彻底 观然 唐英的小脑袋靠在贝龙肩膀上 银白的绣发遮住小脸 你的项链呢 对不起啊 贝龙神色一暗 在五仙星碰到个五圣 结果观音泪就碎了 唐英呆滞了 他还以为贝龙是把项链给摘了 没想到竟然是因为这个原因 内地观音泪是唐锦离开唐门的时候 送给唐英的 唐英又把观音泪重新升级过 威力更大 也更不容易激发 毕竟贝龙的实力 已经能正面硬杠五帝了 没有足够大的压力 是不会激发观音泪的 能激发观音泪自动护主 可想而知 贝龙当时是在怎样的困境中 面对怎样的敌人 唐英爬起来 翻身骑在贝龙身上 一双蚝臂搂住了贝龙的脖子 灿烂如银的绣发 如流苏般的披散下来 遮住了他 已经被泪水打湿的面颊 他前所未有的主动亲吻了贝龙 问的是那么用力 那么激励 就像是要吃了贝龙一样 贝龙被他突如其来的激情 搞得有点不知所措 但是啊 当唇舌之间品尝到了泪水的苦涩 贝龙便明白了 唐英为何忽然风魔 仿佛要原地爆炸了贝龙 感受到一只柔软的小手 熟门熟路的从裤腰钻了进去 慌忙隔着裤子按住了小手 算了 听说对孩子不好 已经过了前三个月 没事的 唐英红着眼圈 娇喘淋淋 官人 我要 贝友福一声咳嗽 楼道里的声控灯就亮了起来 他们一大家子排队上楼 由于贝家人口多 又想低调地住在普通居民小区里 就特地买了两套挨着的150平米的房子 中间打出了门来 连成了一个300平米的家 这样每个人都有独立的房间 就连不常来的朱颜和大妇妮都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贝友福走在最前面 张春丽其次 丁香兰背着婉儿再其次 小野大雄殿后 站在门口啊 贝友福刚想按门铃 张春丽抢上前一巴掌拍在他手背上 弄啥来 按门铃啊 贝友福小心翼翼的瞅瞅张春丽 如今两人的家庭地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以前贝友福的腿还瘸着的时候 他在家里说一不二 现在腿好了 反倒什么事都得听老婆的了 按什么门铃啊 你按门铃 你知道孩子干啥的吗 贝友福待了一待 下意识的看看表 不能吧 这都三个多小时了 嘿 张春丽挤开贝友福 掏出钥匙打开门 果然隐约听到有动静 今晚都在这边睡吧 张春丽下了命令 然后去把中间打通的门关上了 张春丽一言九鼎 家里没人敢反对 等到洗漱完毕啊 老两口钻进了被窝 贝友福靠着床板半躺半坐 点燃一支香烟 美美的吸了一口之后 眉飞色舞的吹嘘 都三个多小时了 这孩子啊 打小就随我 快拉倒吧 大兄弟啊 你哪次不是一分钟解决战斗啊 我不是 我没有 你别瞎说 贝友福就像是被鸡弄的公鸡啊 老脸涨得通红 把香烟搭在床头柜的烟灰缸里 熬的一嗓子 压住了张春丽 片刻之后 贝友福心满意足的翻过身来 拿起了燃烧了一半的香烟 深吸了一口 服不服 张春丽眼睛瞪得大大的 空洞的仰望着雪白的天花板 你说这话你良心不会痛吗 第二天 贝龙和唐英陪着家人 其实啊 主要就是在火锅店忙活了 有了唐英的出现 贝嫂火锅店的生意更火爆了 把巡警都招来了 唯恐出什么事 第三天 贝龙就不得不带着唐英离开了家 前往天外天去说服五大神门 为了节约时间呢 二人兵分两路 贝龙去了二龙山 唐英去了万毒岭 二龙山临心崖藏剑宫 贝龙在这里见到了新的九剑剑宗 吕良玉 师兄 贝龙给吕良玉解说了之后 问他 白师兄是希望咱们都能过去 重新打下一片大大的江山 只是不知道您意下如何 吕良玉比刚刚跌落境界到五尊的时候 更老了一些 他满头银丝 瘦眉低垂 眼角满是褶皱 脸上皱纹深邃 看起来就像是行将就木的老人 他让贝龙不禁想起了火神功的四大太上长老 都是日泊西山 风竹残年 贝龙本以为吕良玉会因此而一口答应 却没想到吕良玉不假思索的拒绝了 师弟啊 吕良玉搭了眼皮子 二龙山乃是祖师爷留给我们的万年基业 我们剑仙宗自开派至今几千年都在这里 经历了多少春秋 几度兴衰 怎能弃之 可是师兄 留在天外天 五尊就到头了 去了五仙星 却能修炼到圣王 贝龙很努力的劝说吕良玉 吕良玉就只能静静的听着 等贝龙说的口干舌燥了 吕良玉才终于开口道 师弟 我只问一句 你会去五仙星吗 贝龙叹了口气 师兄 你知道吧 我家人都在这里 他们都是普通人 习惯了普通人的生活 从来没有离开过地球 我不能离开他们 不要说离开地球了 贝龙知道他的老爸老妈连华下 啊不 连山城 啊不 连厚宝老街都不想离开 而他一直以来做的这一切呢 其实并非是为了地球 为了人类那么伟大 他的负重而行 只不过是为了他的家人 岁月静好 是啊 吕良玉感同身受的也叹了口气 我的宗门在这里 我的人生也在这里 一花一叶 一世界 一草一木 一福生 一歌一舞一风华 一念一作 一清净 一春一冬 一岁月 一商一永 一幽情 一生一世 一沧桑 一天一地 一永恒 贝龙呆呆看着吕良玉 一时间准备好的说辞 竟是全都用不上了 人与人的性格不同 白剑飞愿意为了活着 去五先行闯荡 吕良玉却只想 终老林仙崖 师弟啊 你不必劝了 吕良玉拍拍贝龙的肩头 像个真正的老人一样 缓缓站起身来 夺着步子 向藏剑宫外走去 贝龙便跟他来到了 宫外林仙崖 师兄弟并肩站在林仙崖 迎风而立 吕良玉俯视着剑仙宗的 偌大七夜 许久 才终于做出一个决定 你且再问问 各宗建筑吧 愿意去五先行的 就去五先行 愿意留在二龙山的 就留在二龙山 只当是 剑仙宗分了两只 师弟啊 到时五先行那只 我就托付给你了 师兄 白师兄 辈分尊宠 又是五胜 还是他出任剑仙宗 比较合适吧 白胖子性情浮躁 不看大人 你不必劝我 我有分寸 就这样吧 你且先把各宗宗主召来 吕良玉笑着推了推 一脸苦递 一脸苦逼的贝龙 或许没有几人 愿意去五先行的 五先行那只 也就无从说起了 也是啊 贝龙不禁苦笑摇头 或许是白剑飞和自己都想的太美好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 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漠视呢 作者 王袍 演播 嗨阳 第285集 下了林仙崖 贝龙找到了剑仙宗之下的朝阳剑宗宗主 祝青山 太阴剑宗宗主 齐正英 玉兽宗宗主 罗军 问情宗宗主 司马荣若 一起回到了剑仙宫 祝青山就是丁香兰的父亲 婉儿的老爷 当初啊 就是他委托贝龙照顾丁香兰母女的 当年的六剑护法在天外天灵气崩溃之后 反而修为突飞猛进 接手了朝阳剑宗 齐正英 原本是掌管刑堂的齐剑长老 铁面无私 刚正不阿 人称齐铁面 当初贝龙刚刚到剑仙宗认祖归宗时 就是齐正英给贝龙册的古灵和炼灵 由于玉兽斋和问情谷参与了剑鞘联盟 在阿富汗的阿甘布达坝的行动 事后被吕良玉和白剑飞联手给灭了 玉兽斋斋主龙奥天和问情谷谷主西门雪佛双双毙命 玉兽斋和问情谷从此并入剑仙宗 称为剑仙宗下属的玉兽宗和问情宗 罗军和司马荣荣 就是经过吕良玉和白剑飞考量之后 提拔上来的宗主 他们都有五尊的实力 和龙奥天西门雪佛 原本也都是属于同宗门中的敌对派系 说不上忠心不二 但也勉强可用 对于他们的忠诚度 吕良玉并不担心 时间会冲淡一切 也会改变一切 千百年之后 谁又还记得谁呢 什么 白剑宗在五先兴 又重登五圣了 听了这个消息 四大宗主都是又清又洗 他们四个全都是五尊修为 虽然比起李良玉和白剑飞汉年轻 由于升级的路已经被毒死 这些日子 他们过的不能说是混吃等死 但真的已经没什么追求了 而人活着 其实最怕的就是没有追求了 太好了 齐正英是四人之中年纪最大的 如今剑先宗里 除了吕良玉和白剑飞 就是他对寿命最为紧迫了 铁面无私的他 都激动了一排大腿 我们有路了呀 剑宗大人 祝青山反倒还沉得出气 问道 不知您对此事如何看法呀 他的话呀 顿时让所有人都如同兜头一盆冷水 白剑飞提出的这个提议 如果吕良玉也同意的话 这事就能定下来 贝龙根本不需要再找他们四个宗主来商量 贝龙既然找了他们 那八成 吕良玉是不同意的 吕良玉看向了贝龙 事宜由他来说 贝龙变道 吕建宗的意思是把剑仙宗分为两只 地球 五仙 两开花 所以他让我把你们找来 当面问问你们各自的意思 愿意去五仙星的就去五仙星 愿意留在二龙山的就留在二龙山 四人一听都是松了一口气 吕良玉才是剑仙宗的一把手 他不点头 谁都不好使 既然吕良玉都这么说了 年纪最大的齐正英就毫不犹豫的说 我们白剑宗在五仙星 老朽自然是要追随白剑宗的 太阴剑宗就去五仙星了 罗军和司马荣荣对视一眼 都说万事开头难 我们去五仙星驻白剑宗打天下 最后剩下驻青山就作辣了 驻青山也想去 但身为朝阳剑宗宗主 他只能保持沉默 虽然四大宗主都还能勉强维持着表面功夫 但吕良玉又怎么看不出来 齐正英 罗军和司马荣荣的喜不自生 以及驻青山的落落寡欢 吕良玉不禁暗叹了口气 他本以为他不是一个人 可是现在看来是的 大概是我真的老了吧 吕良玉心里在叹息 脸上去笑道 秦山哪 你也去吧 驻青山一愣 连忙慷慨激昂道 剑宗 朝阳剑宗 愿与您同守二龙山 吕良玉微笑着摇摇头 不必了 五仙星那边强者如林 老白需要你们 天外天局势已定 你们可挑选本宗精英 前往五仙星 为剑仙宗开支赛业 可是 驻青山还想再说 吕良玉脸色一冷 我意已决 而等早做准备 随少剑宗远赴五仙星 定要为我剑仙宗 打出一片大大的江山 驻青山待了一待 终于是和齐正英 罗军 司马荣荣一起拜祷 弟子谨遵剑宗法旨 贝龙本以为 吕良玉会坚定的支持他 万毒宫的唐锦 看在唐英的面子上 会第二个支持他 其他云隐门 神农派 吴迪流 可能都要费些口舌 说不定啊 这三个门派 巴不得剑仙宗和万毒宫走了 他们可以山中 无老虎猴子当大王 然而让他意想不到的是 云隐门 神农派和吴迪流 全都是一派集合 愿意去五仙星 反倒是吕良玉和唐锦 都决定留在地球 吕良玉不愿意离开剑仙宗 唐锦同样也有他 想要用一生去守护的东西 人各有之 勉强不得 但是吕良玉和唐锦不拘 贝隆又担心 白剑飞镇压不住云隐门 吴迪流和神农派 所以 贝隆只好做出限制 三大门派 人数各限制为两百人 且只能有一位五尊 天外天是剑宗说了算 兴剑又掌握在贝隆手里 三大门派也就都认了 约好了出发的时间地点 天外天五大神门 就各自去准备 剑仙宗这边人数最多 要去一千人 万毒宫 拒五百人 唐锦派了两位长老带队 加上三大门派的六百人 总共是两千一百人 组成了天外天联盟远征军 到了出发的最后一天 吕良玉忽然秘密的 把贝隆召唤到了藏剑宫 师兄 贝隆进了藏剑宫 怀着一线希望 你改主意了 吕良玉盘席坐在软榻上 没有回答 只是伸出一只苍老的手 对贝隆招了招 来 坐过来 贝隆也没客气 走过去把鞋一脱 就上康了 两腿一盘 做了最后的努力 师兄 咱们不是要抛弃祖宗基业 咱们去五仙星 是要把剑仙宗发扬光大 祖师爷不会怪罪咱们的 你也说了 白胖子他性子浮躁 不堪大用 我还是个孩子 修为浅薄 同样不堪大用 剑仙宗还得你 做真才能行啊 师弟啊 你说的也有道理 白胖子性子浮躁 不堪大用 你还是个孩子 修为浅薄 所以我已经仔细的想过了 吕良玉抓着贝龙的手 贝龙不禁心头大喜 还以为吕良玉决定去五仙星了呢 却没想到 吕良玉的朝阳赵元 就从他的掌心 劳工学涌了过来 贝龙还没反应过来 他的火龙真气 啊不 在五仙星升级了五帝之后 已经是火龙赵元了 他的火龙赵元 立即像恶虎扑石般的吞噬 闯进来的朝阳赵元 接下来局面 就不是贝龙能控制的了 吕良玉把朝阳赵元 向他源源不断的疯狂输出 由于贝龙也修炼了天顿剑法 两人赵元本源相近 又都是火属 吕良玉还特意送赵元给他吞 火龙赵元吞石朝阳赵元 简直不要太爽力 火龙赵元太霸道 侵略性也太强了 即便朝阳赵元对他而言是庞然大物 他也是如人心不足蛇吞象般 疯狂吞石 哪怕丹田都快撑爆了 还是来者不决 师兄 不要啊 贝龙丹田仗道的坏报了 好在吕良玉还很体贴入微 发现他快报了的时候 就放缓速度 让他适应一下 等他适应了再提速 几次三番 贝龙就被仗得头晕眼花神志不清 好在他本能的把吕良玉 当成可以信任的人 于是就把身体交给吕良玉接管了 爱咋咋地吧 反正老子说了也不算呢 像这样 贝龙迷迷糊糊的不知不觉 就睡了过去 这一觉睡得是真舒服 等他醒来的时候 都忘记了自己是来干什么的 断片呢 师兄你 贝龙定睛一看坐在自己面前的吕良玉 不禁倒吸一口冷气啊 只见吕良玉的长发 已经白得发黄了 尤其是头顶上 稀稀拉拉的没剩几根 两匹长长的瘦眉 也全都白了 一双老眼浑浊的 如同一滩死水 脸上布满了皱纹和老年斑 皮肤都松弛了出来 一道道的褶皱 昔日那个 见眉星目 白衣圣雪的冷面帅哥 此时已然变成了一个 土埋到脖子的 耻目老人了 师弟啊 吕良玉的声音 沙哑 而且中气不足 但他的脸上 却带着如释重负的笑容 所以 我已经仔细地想过了 帮你把修为提升到五尊 以你的实力 即便对上五胜 也有一战之力 想来 应该是足以独当一面了 师兄 贝龙的眼眶湿润 他紧紧抓住 吕良玉的手 你怎么能牺牲自己啊 摆了摆手 打断贝龙的话 吕良玉轻描淡写地说 谈不上牺牲了 我又还没死 只不过是多消耗了些兆元 我安心修炼一段时日啊 也就恢复了 再说了 你是剑仙宗的未来 我只是为剑仙宗的未来 借了一点微薄之力 说到这里 吕良玉用力抓紧贝龙的手 深深看着他的眼睛 师兄已经老了 剑仙宗的未来 就看你的了 贝龙想说什么 喉咙里却好像堵住了一样 什么都说不出来 是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吕良玉虽然说 安心修炼一段时间就能恢复 但他相信事实 绝不像吕良玉说的这么轻松 他已经成就了武尊 立刻跋山的武尊 梦寐以求的武尊 但贝龙却心如刀割 如果可以 贝龙希望吕良玉能够去武先兴 恢复武圣境界 甚至突破圣王 但是他从吕良玉的身上 感受到了意气消沉 就像是不服老的老人 终于服了老 吕良玉选择了放弃自我 成全了贝龙 他把贝龙看作了他生命和信仰的延续 贝龙终于还是没有说出来 只能是向着吕良玉拜倒 恭恭敬敬的拜了三拜 他这一生 几乎从未给人下拜过 但这次 他跪在吕良玉的面前 额头抵着软塌 泪水已经逆流成河 当初就是吕良玉 从问情谷谷主西门望月手里救了他 把他带回了剑仙宗 力排众议 让他认阻贵宗 传他天顿剑法 现在又把一身赵元都给了他 没有吕良玉 就没有现在的他 可贝龙不知道下一次回来 还能不能看到 这位一心一意对自己好的师兄呢 吕良玉含笑伸出一只苍老的手 轻轻抚在贝龙头顶 他相信自己不会看错 一日之后 山城附近的兴建基地 一艘合在三千人的大型捍卫者兴建 安静的停不在那里 天外天五大神门的人 已经先后到位 并在军方指挥下陆续登基 一身威武容装的贝龙和唐英 正在兴建尾部 做着最后的化别 由于身份特殊 为了保护家人 贝龙基本上都不让老爸老妈 暴露在宫中的目光下 唐英就无所谓了 堂堂五弟 背后还有唐锦这个五尊 在地球上完全可以横行无击 杨阳 贝龙双手牵着唐英的柔蹄 在家里安心养胎 等我回来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唐英狐媚大眼中 蒙着一层淡淡的水雾 贝龙犹豫了一下 他不想欺骗唐英 只能老实说 我会尽快的 我希望孩子出生的时候 他的爸爸能够守在我们的身边 唐英痴痴的说 贝龙呼吸一致 有那么一瞬间呢 他真的不想走了 他已经为这颗星球 为这个国家 为这个民族做了太多太多 他也想为自己的家人做些事情 做些普通人能做到的事情 比如说老婆生孩子的时候 守在旁边 可是 或许这次远征 就是他的最后一次 天外天 五大神门 在五先星站住脚 就可以和地球互为脊脚 也互为退路 再加入银河大联盟 地球就能够保持独立自主 甚至成为银河中的一大强国 这样 贝龙也就可以功成身退 安心的陪着自己的父母老婆们 过小日子了 咬了咬牙 贝龙斩钉截铁 无论如何 我一定会守着我们的孩子出生的 唐鹰小脸上扶起两朵红云 踮起脚尖 在贝龙脸颊上轻轻印下一吻 官人 我们登记回来 说吧 唐鹰便化作一团红烟飘然而去 转眼就消失在了所有人的视线里 天外天 五大神门的弟子们 看着贝龙和唐鹰在那里秀恩爱 一个个都被狗粮噎得泪流满面 但还要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酸的暗自揣测 贝龙把精力都放在女人身上 尤其是不了解唐鹰的 不由就看清他几分 但是 当唐鹰化作一团红烟飘然离去时 所有人都是情不自禁的倒吸一口冷气呀 我靠 五弟 那个红颜祸水级的大美女 挺着肚子的小孕妇 竟然是一人可敌国的五弟 要知道 如今地球上五尊就是巅峰 五弟已经是各派大长老之下的顶尖强者 这贝龙究竟何德何能 区区宗师就能当上剑仙宗的少剑宗也就罢了 居然还能让这么一个红颜祸水级的五弟 心甘情愿为他生孩子 童九亿 如何休 主要是 贝龙升级太快了 当初在天外天的时候 他还只是个宗师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 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末世呢 作者 王袍 演播 嗨阳 第286集 天外天五大神门的弟子对他的印象还都停留在那个时候 只有朱青山 齐正英他们这些五尊 才能感受到 贝龙此事此刻是多么的强大 其他门派的五尊自然是不知道为什么 朱青山和齐正英 却是隐约猜到了真相 前日一见 少剑宗还是五弟 昨日少剑宗走了一趟回来就是五尊了 很显然是有人帮他开了挂 而有这个能力开这个挂的 大概就只有剑宗了吧 朱青山和齐正英对视了一眼 既有羡慕也有感叹 但更多的是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贝龙和剑宗的未来也就是他们的未来 将来有贝龙继承剑宗九剑剑宗之位 剑宗至少还要再辉煌五百年 至于五百年以后那就不是他们管得了的了 他们根本不可能活到那么久 贝龙最后一个登上兴剑 站在舱口 贝龙向着地面上正在敬礼送别的军人们 回了个军里 地面上的军人们顿时都精神振奋 仿佛打了鸡血一样满面潮红 要知道 贝龙如今不但是军人的精神偶像 更是被写进了教科书里 小学生语文课本上 第一课就是第一个走出太阳系的人是谁 带领地球人战胜了外星侵略者的人是谁 老师都画了重点 要考的 舱门缓缓关闭 捍卫者兴建 在地面信号指示之后 飞上蓝天 飞向太空 附近最高的山顶上 一个身形高挑的红袍美女 长身玉丽 发如雪 颜如玉 如果不是烈烈的山峰卷动她的银发飘舞 红袍飞扬 几乎让人以为是望复石 捍卫者兴建的会议室里 天外天 五大神们所有五帝以上强者都汇聚于此 由于贝隆限制了各派人数 为了能在五先兴 占得先机 所有门派都是派出了精英 虽然武尊只能一个人 但实力下限 就是宗师 中间力量是五帝和传奇 因此 即便只是五帝以上强者开会 会议室里也挤满了两百多人 太阴建宗新宗主齐正英 给贝隆挨个介绍各派长老 这一位是云隐门新门主诸葛小天 这位是吴迪流新掌门夏侯无忌 这位是神农派新掌门江青青 那两位是万毒公的右长老 江永青和护法曹正 这些大佬啊 贝隆其实以前都见过 倒是万毒公的右长老 江永青和护法曹正 是第一次照明 不过啊 江永青和曹正态度都很端正 出来之前 唐锦把他们都给安排了 明明白白的 他们到了五先兴 就一切都听贝隆的 至于诸葛小天 夏侯无忌江青青 表面上都很和蔼有碍 背地里那就不知道了 诸位大概都听说了 五先兴强者如林 毫不夸张的说 传奇遍地走 五帝多如狗 所以再次奉劝各位一句 在天外天有过什么恩怨 咱们暂且一笔勾销 到了五先兴 咱们都是老乡 必须团结起来 才能站稳脚跟 另外 已经有言在先 到了五先兴 大家一些听我安排 如果谁敢擅自行动 五大神们共讨之 贝隆说的是实话 但很多人都不以为然 传奇遍地走 五帝多如狗 你这牛逼吹得有点吓人呢 仿佛诸葛武侯在世的 诸葛小天 摇着鹅毛扇 连连点头 少剑宗所言极是 没想到 云隐门的诸葛小天 竟然第一个表态了 无敌流的下后无忌 立即复议 少剑宗放心 我们都为你 马首是瞻 神农派在五大神门之中垫底 江青青也是天性柔弱 便最后说道 一切 但凭少剑宗吩咐 几位大佬都支持 这气氛就融洽多了 剑宪宗和万毒公武 自然不会反对贝隆 于是接下来啊 贝隆又给他们介绍了一下 五先兴的情况 主要就是五先六大神 诸葛小天 下后无忌 江青青他们表面上 都是聚精会神在听 暗地里却在撇嘴 什么五先六大神 还个个圣王 你当圣王是什么了 万军之中 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 如关羽赵云之流 便是万人蝶的传奇 如立拔山西气概式的项羽 两臂有四项不过之力的李元霸 便是一人可敌国的五弟 立披华山救出母亲的沉香 乃是立可跋山的五尊代表人物 兵主战神吃油 三头六臂 铜头铁鹅 独占炎黄二帝 为可移山填海的五圣 而如大义舍日这般人物 才配得上称是 只手可遮天的圣王 整个天外天连一个圣王都没有 诸葛玄奇想当圣王 还得先设计杀了蒼天兰 即便如此 诸葛玄奇也没有成功 和一样想当圣王的江武道 祖团身允盗销了 结果呢 你告诉我们 五仙六大圣各个都是圣王 而且五仙星还不止这六个圣王 我们差点就信了 诸葛小天下侯无忌 江青青他们虽然都没说什么 但偶尔对视的眼神中 都隐藏着一丝戏谑 没必要拆穿贝老 看透不说透 还是好朋友 不止他们 其实啊 就连齐正英和祝青山 都是不太相信 觉得贝龙言过其实了 贝龙自然也看出他们不相信 就算诸葛小天他们面部表情 管理得很好 但是 两百多人是什么情绪 还感觉不出吗 但贝龙也没有点出来 反正到了五仙星就真相大白了 现实自然会打他们的大脸蛋子 到了五仙星 天外天五大神门之人 刚刚从星剑已出来 无一例外 都醉痒了 为什么会有这么清新扑鼻的空气 所有人都是情不自禁的发出了舒爽的呻吟 齐正英先忍不住惊呼道 少奸宗恕罪 我实在是空气不去过几几了 说罢呀 齐正英顾不得别人 就先就地入定 紧接着就是诸葛小天 夏侯无忌等等 也都就地入定 两千多人的队伍 竟是有一千多人控制不住 要突破了 而像刚刚突破五尊不久的祝青山 江青青他们 就只能是干看着做护法了 贝龙同样也是刚刚突破五尊 再想突破 肯定是不可能 但他就得巩固一下还是要的 也不知过了多久啊 忽然有人放肆桀骜的狂笑起来 突破了 我突破了 贝龙睁眼一看 却见外号骑铁面的齐正英 手舞足蹈 壮若疯癫的寒常 五尊之尊 一山填海 三百年了 三百年了 我终于也是五尊了 见自己是第一刻突破五尊的 齐正英便忍不住嘚瑟的探手 向着空中一抓 只见那距离地面至少有几百米的 天上的一只飞鹰 竟是被硬生生的拖了下来 就只是隔空虚刷而已 飞鹰扑拉拉的拼命拍打翅膀 却仍是落入齐正英手中 被齐正英身上无形中散发出来的五圣威势所震慑 这只鹰哆哆嗦嗦的向着安全 随手撸了两把鹰 齐正英忍不住仰天哈哈哈哈的狂笑 我也有今天 没有人觉得齐正英是得意忘形 如果能够突破五圣 他们可能比齐正英更疯狂 这可是五圣啊 别的不说 最直接的体现是在寿源上 成就五圣能有长达五百年的寿源 五百年了 多少人都在羡慕嫉妒恨 却忽然又有一人长笑一声 刷的就上天了 被龙目光追去 只见那人与扇观金仿佛诸葛在世 正是云隐门诸葛小天 诸葛小天人在半空 竟是如同闲庭漫步般的缓缓踏空而行 仿佛仙人下凡 紧接着又有一人爆发出河东诗后 众人看去 原来是无敌柳掌门 夏侯无忌 夏侯无忌虽然也生得浓眉大眼满脸胡须 却是个又黑又瘦 又矮又小的诸如 跟他的堂兄夏侯圣戟完全是反过来的 但此时此刻 他竟然浑身绽放出耀眼的白光 光芒璀璨的白光 大放光芒 让他就像是一颗人形的太阳 圣光 朱青山在贝隆旁边脱口轻呼 圣光和传奇的百步神拳 五帝的吐息惊雷都是神通 但百步神拳和吐息惊雷都是升级自悟 圣光却需要开悟之法 否则就得讲究个顿悟的机缘 正如齐正英和诸葛小天升级都没有圣光 却没想到 夏侯无忌反倒是直接开了光 这回啊 连齐正英和诸葛小天都极度夏侯无忌了 圣光一出就显不出他们了 除了他们三人以外 突破五圣的还有万毒公 又长老蒋永青 然后再就是二十几个突破了五尊的 一百多个突破五帝 突破传奇的多不胜数 膨胀了 贝隆能明显感觉到 这些突破的人都膨胀了 整个人的精神面貌都不一样 不过也是在所难免 力量来的太快 就容易看不清自己了 四个心晋五圣各自演练一番之后 其他人就不好意思嘚瑟了 于是诸葛小天摇着额毛扇回来问贝隆 贝老弟不知我们接下来如何安排 突破之前呢 还叫人家邵剑宗呢 突破之后就变成贝老弟了 贝隆笑眯眯的看他一眼 结果还没等他说什么呢 一个鼓噪刺耳的声音就先响了起来 突破之前还叫人家邵剑宗 突破之后就变成贝老弟 人呐 瞎说什么大实话呀 贝隆回头瞪了一眼鸡毛鹦鹉 这次简直就是个定时炸弹 不过说的挺好 回头给你加个鸡腿 顿时所有人都齐刷刷的看向诸葛小天 诸葛小天脸上可就挂不住了 五圣不可辱 诸葛小天冷眼扫了过去 却发现说话的是只光秃秃 金灿灿的烤鸡 这就很尴尬了 诸葛小天眼角跳了两下 他堂堂五圣 总不可能跟只烤鸡死逼吧 我与贝老弟一见如故 兄弟相承又有何妨啊 诸葛小天干笑着 下侯无忌 便来替诸葛小天打圆场 是啊 我们都觉得和贝老弟挺投缘的 我也看你们挺投缘的 贝龙笑眯眯的说 既然如此 不如我们一劫金兰如何呀 哎 哦 他们只不过是随口找个理由而已 怎么可能愿意跟贝龙一劫金兰呢 要知道他们现在可是五圣了 说句不好听的 他们连吕良玉都不放在眼里 但贝龙把这话一说 他们一时间竟然都不知道该怎么委婉的拒绝呢 朱青山剑庄 连忙替贝龙打圆场 少剑宗 差了倍了 您是剑宗的师弟 他们却都比咱们剑宗矮了一辈 讲道理 他们都该叫你一声师叔啊 我们还得叫他师叔 诸葛小天和夏侯无忌都是脸色一变 下意识的对视了一眼 异口同声说的是 哈哈 北老弟所言甚失 不如我们一劫金兰如何呀 算了算了 二位师侄 差了倍 不合适 贝龙笑眯眯的摆了白手 我他妈 诸葛小天和夏侯无忌 险些喷出一口老血啊 哎 合着什么都让你们说了啊 不过这么一折腾呢 诸葛小天和夏侯无忌 也就没了心情 闷闷的跟着贝龙走了 贝龙把这两千多人 直接带到养龙道 得了消息的叶凌峰 连忙出门迎接 在叶凌峰身后跟着的是 长老韩志恩等人 却并没有见白剑妃的踪影 哎 贝长老 叶凌峰看到贝龙 激动的眼眶都湿润了 你可算是回来了 鸡毛鹦鹉扑腾着 光秃秃的肉汁扑过去 紧紧搂住 叶凌峰的脖子 老娘想死你了 这么激动吗 贝龙惊讶的瞅瞅胖子 眼中心酸的泪水 吴师兄呢 这也是诸葛小天 夏侯无忌 他们最关心的问题 白剑妃成名已久 凶名在外 还曾经和吕良玉联手 对抗升级圣王的诸葛玄奇 如今必然 也已经恢复了五生 就只是白剑妃一人 便足以震慑出 诸葛小天 夏侯无忌他们 白长老子 白长老子 叶凌峰传音入密的 跟贝龙哭诉 他让通天剑派给抓走了 什么 他为什么让通天剑派抓走了 我也不知道 那天通天剑派的 神剑道军叶飞红忽然来了 二话不说 就跟白长老动起手了 白长老刚开始 还能和这个叶飞红 打得有来有往 但棘手之后 却被叶飞红不知怎么就给抓了 那叶飞红在五贤六大胜排名第二 我们就算想帮忙的也帮不上 叶凌峰说出来都是累 自从白剑妃被叶飞红抓走之后 养龙到刚刚起来的气势 又被打压下去了 神剑道军叶飞红 贝龙不禁皱起了眉头 想来应该是跟贝龙和白剑妃 借通天剑派名头的事 传到了叶飞红耳朵里 叶飞红就特地来兴师问罪 巧合的是 贝龙刚好回了地球 结果就白剑妃一个人 被叶飞红拿了 叶凌峰脸上还故作轻松 悄悄传音入密 哥 你们跟通天剑派到底怎么了呀 贝龙正想解释两句 却听旁边诸葛小天插口套 养龙到的强者都在这儿了 叶凌峰一愣 他自然是不认识诸葛小天的 但是诸葛小天是跟贝龙来的 又有着高深莫测的实力 便有心卖好的笑呵呵的 是啊是啊 听闻白长老回来了 长老们全都特地前来相迎 不知这位朋友如何称呼呀 哼 养龙到 诸葛小天回头和夏侯无忌对视了一眼 传奇遍地走 五帝多如狗 骗子 大骗子 两人其实早就心有疑虑了 现在终于是证明了 原来贝龙全都是吹牛逼的 看着养龙到这个规模应该是大门派了 掌门却只是个传奇 长老之中最厉害的也不过是五尊 自从两人突破了五胜之后 五尊已经不放在眼里了 虽然贝龙和叶灵峰没明说 但从他们那一份秘密交流推测 白剑飞应该出事 那么问题来了 养龙到就是个渣 白剑飞也贵了 我们堂堂的五胜凭什么还要听命于贝龙啊 贝老弟 多谢你带路 我们就此分刀扬镳吧 下侯无忌思无忌惮地说 说好的为我马首是瞻呢 贝龙眨眨眼 笑话 我们堂堂五胜 为你马首是瞻 哦 贝龙恍然大悟的样子 看向诸葛小天 说好的和我一见如故呢 贝老弟 诸葛小天摇着鹅毛扇 冷笑的 五胜之尊 宜山填海 你也配吗 所以说 贝龙看到他们两人 之前说好的一切 全都是骗人的了 哈哈哈哈 夏侯无忌狂笑地看向江青青 青青妹子 你怎么看 江青青知道自己正在面临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抉择 甚至决定了生死 其实贝龙杀了他的父亲 杀了他的双胞胎妹妹 他是应该最恨贝龙的 然而并没有 从江武道立了妹妹江子金 做少掌门之事 就可以看出 江武道这碗水没有端平 事实上 江武道特别偏爱江子金 因为他觉得江子金的性格像他 所以性子柔弱的江青青 就像是被打入冷宫 眼睁睁看着父亲的爱 都给了江子金 而他们的母亲 也因为一件事 被江武道处死了 江子金和父亲亲近 江青青 则是和母亲亲近 因此他一辈子都不能原谅父亲 如果不是江武道和江子金都死了 掌门之位也轮不到他江青青 看到夏侯无忌和诸葛小天欺负的贝龙 就像是看到了他自己 那么的孤独 那么的无助 于是他本能的脱口而出 哇 一切单凭少剑宗吩咐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 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漠视呢 作者 王袍 演播 海洋 第二百八十七集 夏侯无忌顿时脸色一沉 贱人 敬酒不吃吃罚酒 吴迪流这个门派 本来就是个个都是暴脾气 更何况在天崩之战后 三大神门惨败 夏侯盛己战死 寄认的夏侯无忌 在吕良玉和白剑飞的淫威之下 只能是夹着尾巴做人 现在好不容易离开了天外天 他要终于成就五胜 夏侯无忌彻底放飞了自我 一言不合 他就想要拿江青青杀鸡敬猴 罢了罢了 人各有志 不必强求 诸葛小天伸出了鹅毛扇拦住他 脸上带着运筹帷幄之中 决胜千里之外的淡定微笑 夏侯无忌被他一拦呢 也就借喷下驴了 其实啊 夏侯无忌也有点忌惮 站在贝龙旁边的齐正英 冷横一声 夏侯无忌把目光投向了万毒宫的蒋永青 蒋兄 你如今一世五生 何必屈居于女人之下 不如我们三圣联手 打出一片大大的天下 他本以为自己说的入情入理 却没想到 蒋永青勃然大怒 住口 我们公主虽是女子 但天宗其才 天命所归 天下无双 天资国赐 天 我蒋永青 生是公主的人 死是公主的鬼 夏侯无忌 诸葛绞天都无欲了 还当蒋永青是忠诚度报表呢 听到最后啊 贝龙方才明白 原来蒋永青是唐姐的脑残粉 像舔狗一无所有这种智力名言 贝龙当然不会告诉他 就让他继续舔吧 夏侯无忌和诸葛绞天 没有再劝齐正英 齐正英在剑仙宗 已经坐到了太阴剑宗宗主的位子 其实啊 比起他们在地位上也差不了多少 何况齐正英生在剑仙宗 长在剑仙宗 三百年了 基本不存在背叛剑仙宗的可能 于是 夏侯无忌 便对着贝龙冷笑一声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咱们后会有期 诸葛小天抱着鹅毛扇 微笑拱手 诸葛 都是从天外天走出来的同乡 若是将来遇到什么困难 不妨来寻我们 我们定然会保你们安然无恙 其实啊 神农派 慢独宫 甚至是剑仙宗宗 都有不少人想跟他们走 毕竟诸葛小天和夏侯无忌 表现出来的实力确实很强大了 只不过有齐正英 江青青和江永青镇压着 没人敢公开背叛宗门 但是诸葛小天撂下了话 顿时不少人心里就糊涂起来 寻思着 是不是找个机会就投奔他们去啊 贝龙牧师远方 咱们已经有言在先 等到了五先星 大家一些听我安排 如果谁敢擅自行动 五大神门共讨之 你们该不会忘了吧 夏侯无忌和诸葛小天 仰天大笑 就像听到了什么冷笑话 不要说是他们了 就连站在贝龙这边的 齐正英 蒋永青他们都是摇头苦笑 少剑宗还是太年轻啊 人家是两位五生 我们也是两位五生 跑个鬼呀 我们根本就没有胜算 就算是打赢了也留不住他们 他们跑了以后 我们日子还过不过了呀 成天被两个五圣惦记 你不怕我们都怕呀 齐正英连忙为贝龙打圆场 少剑宗 算了吧 都是天外天走出来的 是啊 少剑宗 蒋永青作为友军 也帮着说话 强扭得挂不甜 让他们走吧 夏侯无忌和诸葛小天 都是面露得意之色 夏侯无忌更是嚣张到 指了指贝龙 请贝的 我和诸葛兄两个五圣在这里 你敢把我们怎么样 哦对了 我倒是忘了 这五仙星传提遍地走 五帝多如狗嘛 六大圣王呢 来 你倒是找个圣王给老子瞧瞧啊 贝龙笑眯眯地看着他 夏侯儿 话可不要说得太满 万一我找来了 你怎么办呢 见贝龙说得这么信心满满 夏侯无忌不仅有点担心了 该不会真让他找来圣王吧 不对 他诈我呢 圣王是何等伟大的存在 是他说找就找来的呀 再说了 这么多人看着呢 夏侯无忌决定 刚到底 放声大笑道 你能找来圣王 老子我给你磕三个想头 一言为定 贝龙便向着空中拱耸道 有请青莲圣母 圣贤道君献身 上边有人啊 夏侯无忌和诸葛小天 都是脸色一变 要知道他们升级五圣之后 感知比从前强大了许多了 却压根就没感觉到上边有人呢 这说明上边的人实力远在他们之上 他们即便不相信会有圣王出现 还是情不自禁的慌忙仰头望去 只见了 半空中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一团 金色的云彩 还有一朵青莲 青莲之上 翘生生立着一个泥伤羽衣的赤足美人 金云之上则是懒洋洋的坐着一个大口喝酒的白袍俊男 原本夏侯无忌和诸葛小天都没察觉到他们的存在 可是当真正看到他们的时候 却瞬间就宛如头顶上压了两座大山 压得夏侯无忌和诸葛小天不得不低下头啊 然而他们不想低头 他们还想抵抗 所以他们咬紧牙关努力 想要昂首挺胸 但是牙都咬出血了 双脚却是缓缓的没入大地 脊柱被压得嘎吱嘎吱作响 仿佛随时可能散架 圣王 一定是圣王 如果不是圣王 又怎么可能仅仅凭借威压 就让我们两个五圣低下高贵的头颅呢 夏侯无忌和诸葛小天心里是又惊又惊 他们还以为贝隆只是习惯性的吹牛逼而已 却没想到 贝隆竟然真的找来了圣王 而且一找就是两个 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夏侯无忌直到这么下去 他和诸葛小天必然会被压得当众跪在地上 但那样 他们以后也不用再混了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和他们两个五圣之力 趁着两个圣王不备 爆发出最强的一击 然后逃之夭夭 当年也是五圣的吕良玉和白剑飞联手 能与圣王诸葛悬起一战 我们也是五圣 拼了老命 虽然未必能和两个圣王一战 但逃之夭夭应该还是没问题的吧 当即立断 夏侯无忌给诸葛小天使了个眼色 诸葛小天心领神会的眨眨眼睛 就是现在跟他们拼了 夏侯无忌咬牙向诸葛小天重重一点头 猛然爆发出一声嘶吼 他浑身绽放出耀眼的白光 光芒璀璨就像是一颗太阳 与此同时 夏侯无忌的身形陡然变大到了百丈 这百丈巨人头顶天脚踏地 浑身肌肉就像是怪石临寻 他出现了这无敌化身 顿时便扛住了圣王的威压 百丈巨人仰天咆哮 吼声如雷 然后转身就跑 逃之夭夭 还有这种操作 所有人都惊呆了 你跑得这么惊天动地 难道就不觉得羞耻吗 谁比谁傻多少啊 夏侯无忌心中冷笑 但是他才刚刚跑出两步 便听到呼的一声风响 莫名的就一颗心笼罩在了恐惧之中 夏侯无忌眼前突然出现了点点金光 夏侯无忌定睛一看 却见原来是无数芝麻大小的金色小虫 飞蛾扑火般的扑向他 活着不好吗 夏侯无忌不以为然地冷笑 他们无敌流可不是浪得虚名 无敌流弟子 甚至把他们的无敌化身 比作开天辟地的盘古大神 不要说这些小虫了 就算是一只老虎 一头牛 撞到无敌化身上 都会被震死 无敌化身的反震 就是这么霸道 然而让夏侯无忌意想不到的是 这些金色小虫竟然把他的无敌化身 视若无物 就如同人不见风 鱼不见水 鬼不见土 金色小虫 输得就穿透了他的无敌化身 夏侯无忌都还没反应过来呢 这些金色小虫 就全都扑到了他的身上 到处乱钻 眼睛 鼻子 耳朵 嘴巴 但凡有洞的地方 全都被金色小虫给钻透了 不 夏侯无忌惊呼一声扑倒在地 在半空中他的身形越来越小 落地时已经恢复了本相 为什么 为什么诸葛小天 没能阻止他们 夏侯无忌不甘心的回头望去 然后心里一万头草泥马呼啸而过 我从来 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徒 只见在他和诸葛小天原本站立的地方 诸葛小天正五体头地趴着呢 而在夏侯无忌回首去看诸葛小天的时候 诸葛小天恰好也一脸阴笑地看着他 谁比谁傻多傻 不 你比我傻多了 诸葛小天 为之如乃如此之人在 夏侯无忌死不瞑目 他的体内不时传来沙沙的 仿佛残吃桑叶的声音 整个躯壳都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瘪下去 然后金色小虫又都钻了出来 一个个吃得非常脑满的 呼的一下 化作一团金色的云飞向了孙圣贤 而夏侯无忌彻底变成了一具骷髅 蒙着一层人皮的骷髅 他浑身的血肉竟是转眼间 就被这些金色小虫吃空了 只留下了皮和骨 所有人都是情不自禁的倒吸一口冷气 诸葛小天吸得最响 他想过夏侯无忌会死 却没想到 夏侯无忌死得如此简单 又是如此的粗暴 武圣的肉身兼于钢铁 何况夏侯无忌还是无敌流专修肉身 更有圣光护体 可即便如此 还是被金色小虫给吃了 吃得干干净净 只剩下一具蒙着皮的骷髅 圣王太可怕了 诸葛小天瑟瑟发抖的高呼 在下诸葛小天拜见两位圣王 说完之后啊 诸葛小天忽然直起身来 目光坚毅的挺起了胸膛 我该死 碰的一下 他竟然毫不犹豫的震碎了自己的心脏 心口处爆炸的瞬间喷出了一片血污 即便是死了 诸葛小天都很坚定不移的跪在那里 就像自己死得永垂不朽 迷心大法 天下无双 杀人无形 佩服 佩服 孙圣贤冲花青莲抛了个媚眼 花青莲里头没理他 这个糟老头子 坏得很 所有人再次情不自禁 倒吸一口冷气 这个泥伤美人 杀人是更简单更粗暴啊 让诸葛小天自杀的这么干脆 他到底怎么做到的 不是 他明明什么都没做呀 转眼之间 诸葛小天和夏侯无忌 这两大五圣就都死得憔悴 吴迪流和云隐们的弟子们 待至了片刻之后 也不知道是哪个 先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高呼 生亡饶命啊 接着呀 这两派弟子就全都有样学样的跪了下来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忍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海阔天空 时时误着为俊杰 留的青山寨 不怕煤柴烧 感谢华夏文字的博大精神 每个人都为自己迅速找到了下跪理由 嗯 合情合理 不丢人 而齐正英 蒋永卿 江青青 他们这一刻也都是震惊的无以复加 原本他们还都在感叹贝龙太年轻了 嘴上无毛半事不劳 现在才发现 原来年轻的不是贝龙 少剑宗到底是从哪里请来的这两位圣王啊 齐正英 蒋永卿 他们回过神来之后就是狂喜 有两位圣王当靠山 他们在五先星还怕没有立足之地吗 而且 两位圣王的出现 就证明了这五先星能修成圣王 他们已经是五圣了 只要他们能在五先星立足 给他们足够的时间 他们也很可能再进一步 寿元八百年的圣王 已经三百多岁的齐正英忽然觉得自己还很年轻 修成圣王的话还风华正茂呢 但这都是仰赖贝龙 齐正英 蒋永卿他们瞬间就明去了一个小目标 先努力成为贝龙的心腹 晃了晃九葫芦 孙盛贤懒洋洋的扒着云边探头看贝龙 小龙 你懂的 我懂的 贝龙笑眯眯的对叶凌峰道 我有事走一趟 人都交给你了 放心吧 别长老 叶凌峰一拍自己波澜壮阔的胸脯 心里充满了对贝龙的敬佩 贝龙能把花青莲和孙盛贤拉来 养龙道看来以后还是稳的 你们都听他安排 贝龙又跟齐正英 蒋永卿 江青青他们交代了一下 齐正英 蒋永卿 江青青他们自然全都听命于贝龙 吴迪六和云尹们的弟子们 灰溜溜的 就像是俘虏一样 跟在队伍后面 一起去了养龙道 贝龙向半空中的花青莲和孙盛贤拱拱手 两位圣贤请随我来 二人相视一笑 便都跟着贝龙去了 贝龙带着他们原路返回 又回到兴建降落之处 那艘大型捍卫者兴建 还停不在这里没有走 似乎在等待着他归来 舱门缓缓开启 鹤枪实弹的军人们跑了出来 向贝龙敬礼 将军 把东西都抬出来吧 是 军人们立马像蚂蚁搬家一样 来来回回的搬出了许多香酒 孙盛贤顿时两眼放光 落了下来 看着那一箱箱 见所未见 闻所未闻的美酒 垂涎三尺 贝龙给他介绍 百家德 皇冠福特加 知华氏 人头马 这些都是长歌新鲜 我隆重向您推荐 咱们华夏的茅台 武良叶 建南春 施酒如命的孙盛贤 听了眉飞色舞 拍着贝龙的尖头 眉开眼角 有心了 有心了 您太可惜了 真真是您的徒弟 您就是我的长辈 这都是应该的嘛 孙盛贤大秀一挥 这一箱箱美酒 就都飞上了金云 别看那些金色小虫 只有芝麻大小 金云再重 竟然不亚于一辆皮卡 孙盛贤笑呵呵的 对贝龙说 都不是外人 我呢 就不跟你客气了 有时间呢 过来城谷 陪本座喝酒 一定一定 贝龙笑眯眯拱手 孙盛贤跟花青莲 打声招呼 心满意足的飞了 军人们又搬出了 一个保险箱 还搭配了一些 瓶瓶罐罐 甚至还有花花草草 本花花草草的军人 都是脸上戴着防毒面具 对抱着的花花草草 必如舍戒 原来呀 他们端出来的花盆里 种着的是迷情妖花 粉色的花瓣 美得如同梦幻 一直沉默着的 花青莲飘然而下 伸出一只雪白小手 轻轻摆弄着迷情妖花 顿时啊 这些血气方刚的军人们 都充满了期待 他们可是知道 这迷情妖花有多厉害 星际旅途中 有人不信邪的 偷偷去秀了一下 结果呢 那兄弟差点 把他下铺的兄弟 给干爆了 后来被丢进洗手间里反省 没想到 连洗手池的下水管 都不放过 这事啊 他们都没敢报告被拢 说出来都不够丢人的 这个红颜祸水级的大美女 待会该不会给我们表演 一段什么脱衣舞吧 你说我们都是血气方刚 饥渴难的大小伙子 到时候是看呢 还是看呢 还是看呢 然而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啊 迷情妖花 竟然对花青莲毫无作用 甚至花青莲还有意凑近 用她那小巧精致的鼻子 秀了秀 似乎是在判断气味 果然是迷情妖花 等本座一一咽过 再来找你 说吧 花青莲也是大秀一挥 那些瓶瓶罐罐 花花草草 连同保险箱就都飞走了 恭送青莲圣母 贝龙笑眯一眯的看着花青莲离开 他给花青莲准备的是问情 不 现在是问情宗的工坊 以及相关的物品 当然了 核心技术 贝龙都有保留 他的目的 就是通过问情谷 与鸳鸯宗的对照 来判断地球和五线星 到底有着怎样的联系 而花青莲来鉴定 显然最具有权威性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 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漠视呢 作者 王袍 演播 嗨阳 第288集 地球上最好的美酒 以及问情谷的工坊 让贝龙成功请到了 孙圣贤和花青莲 当然了 二位肯出手相助 一来是看在美酒 和工坊的面子上 二来呢 是看在藤真真和朱岩的面子上 三来 就是看在贝龙未来的面子上 这两人看人自然是极准的 他们不约而同的认为 贝龙值得投资 贝龙19年的古龄 和一年的练龄 自然瞒不过他们 他们更是看穿了贝龙的境界 一来一回 五帝变五尊 这样的潜力骨 就连孙圣贤和花青莲 也从没见过 打发走了二人 贝龙就让这艘捍卫者兴建 立即返回地球 贝龙此次归来 其实也给叶凌峰 带来极大的震撼 叶凌峰早就知道 贝龙不是五仙星人 心底还藏着那么一丢丢的优越感 可是他万万没想到 贝龙竟然带回来这么多强者 就连五圣都一次性带回来四个 虽然被孙圣贤和花青莲 出手斩杀两个 但叶凌峰仍然对贝龙背后的世界 生出了敬畏之心 那一丢丢的优越感 也随之土崩瓦解了 让叶凌峰疑惑不解的是 贝龙走了一趟 好像变得更强大了 而他却还是原地踏步 就连体重也一筋没上 想到这里啊 叶凌峰更伤心了 我肉长得都没有他升级快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所以在贝龙面前 他更加小心翼翼 叶凌峰问 哥 你真要去通天检牌啊 贝龙点头 哥 连白长老都被抓走了 你去了那 那那岂不是那什么吗 千里松 贝龙嘴角隐蔽 抽出两下 如果可以 他当然也不想这么早去通天检牌 最起码呢 也要找个合适的接触机会 比如像在保顶山 遇到孙圣贤和花青莲那样 但是白剑飞被抓走了 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他只能是 现在就通天检牌闯一闯 更何况 神剑道军叶飞鸿 还留下了一封剑书 让叶凌峰转交给贝龙 剑书上只有八个剑气纵横的大字 此地 人雄 剑种 素来 挑衅哪 赤裸裸的挑衅哪 不用担心我 你是需要安排好我的人 贝龙说完 看向齐正英 蒋永青他们 我不在的时候 你们就在养龙道 安心修炼 一切等我回来 再做定夺 你要是不回来呢 齐正英 蒋永青他们没敢问 毕竟贝龙是为了白剑飞而去 问多了呀 贝龙要带他们一起去 怎么办呢 他们才刚刚寄生为武生 还没来得及嘚瑟两天呢 但齐正英 蒋永青他们 相信贝龙可以的 贝龙已经一次次 用事实证明他的能量 他的能量 远远超出齐正英 蒋永青的想象 就好像贝龙招来两个圣王 干死了诸葛小天和夏侯无忌 这种事啊 齐正英 蒋永青想都不敢想 似乎一切奇迹 发生在贝龙身上 都是那么的合情合理 把一切都安排妥了 贝龙就孤身一人 前往通天剑派所在的一剑锋 举例白剑飞被神剑道军叶红飞抓走 已经过去一个星期了 贝龙都不敢想象白剑飞现在是死是残 白剑飞要是真的死了残了 他都没脸再去见吕良玉了 一剑锋啊 真的是名副其实的一剑锋 整个山体直上直下 宛如一口大宝剑插入云霄 风顶云雾缭绕 仿佛已在天上 贝龙到了一剑锋下 就直接到山门前 拿出了剑书 守门弟子见了剑书 惊问 师兄 你怎么才来啊 贝龙一愣 我靠 什么情况 那守门弟子也没多问 急匆匆的说 师兄 快随我来 迟了 怕就错过了 贝龙一脸懵逼 错过什么 啥玩意儿 然而守山弟子已经匆匆走去 贝龙只好紧紧跟上 一路马不停蹄的沿着盘山路 绕到了一处深幽的洞府 守门弟子才停下来 向贝龙微微攻身 师兄 我实力低微 只能送您到这了 您快进去吧 免得空走一回 贝龙云里雾里的 瞅瞅剑书 瞅瞅的弟子 再瞅瞅剑书 再瞅瞅 已经瞅不到了 那守门弟子说完 就转身离开了 大概是急着回去守门 进洞还是不进洞呢 这是个问题 贝龙呆滞了片刻 终于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 不入虎穴 咽得虎死 于是贝龙便手持剑书 走了进去 走了一段伸手 不见五指的漆黑涌到之后 他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洞穴 才刚刚踏入这巨大洞穴 贝龙便感受到了 无比强烈的剑衣 那种感觉就好像是 剑锋贴着皮肤刮过 让人汗毛倒数 贝龙下意识的停下脚步 眯着眼睛 定睛一看 只见着巨大洞穴中 到处寒光闪闪 剑气森森 原来是无数口神兵利剑 变插在洞穴石壁之上 如同百家争鸣 交相辉映 贝龙乃是天顿剑法传人 根红苗正的剑胸 也见过一些神兵利器 一眼扫俱 只觉如同海盗打开了宝箱 全天下的神兵利剑都在这里了 且宝剑品质都颇为不俗 即便被火神功焚海长老加持过的黑色魔艳 摆在这里也黯然失色 或许唯有他丹田中的赤箫 才能绽放出自己的光芒 而在这洞穴之中啊 也并非只有他一人 事实上至少有数百人云集于此 只不过 他们全都是盘膝入定 一动不动 一言不发 即便贝龙进来 也没人睁眼看他一眼 呼的 贝龙手中的剑书剧烈震颤起来 仿佛要展翅高飞 贝龙一松手 刷的一道白光 剑书便自动飞入到了一人手中 那人接过剑书看了一眼 很严肃的向贝龙喝道 到了剑种 还在张望什么 什么 这里是剑种 贝龙一愣 此地 人熊 剑种 素来的剑种 不过也对 在座的各个修为身后实力强横 连一个传奇之下的都没有 确实称得上人熊 而这洞穴仿佛是个天然的坟墓 洞里到处都是神兵力气成百上千 说是剑种 也恰如其分 那么问题来了 我应该做什么呀 那人恨铁不成钢的瞪了贝龙一眼 还不快快入定 趁此机会感悟剑道 走错片场了吧 贝龙眨眨眼睛 也不和他争辩 便随便找了个地方 盘膝坐下 反正对他而言 感悟剑道也不是什么坏事 事实上 在贝龙上次斩杀赤燕魔龙的时候 就快要突破了 他原本是剑道第二转 我就是剑 剑就是我 俗称人剑合一 斩杀赤燕邪龙时 他顿悟了天顿剑法的奥义 就以赤剑剑收了赤燕邪龙之惊魂 重新练出了一口本命飞剑 当时他就心有所感 好似距离剑道第三转 手中无剑心中有剑 只割了一层窗户纸 可是他当时注意力都放在了本命飞剑上 没能及时捅破 要捅破这层窗户纸 也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的 需要莫大的机缘 当时本来是贝龙捅破这层窗户纸的最好机会 但正所谓鱼肉与熊掌不可兼得 他如果把机会用来突破剑道 就不能更好地炼制本命飞剑 机会稍纵即逝 过了这村就没这点了 这层窗户纸也就一直没能捅破 或许现在就是捅破这层窗户纸的机缘了 贝龙盘膝坐下 闭目入听 在座的都是剑道一时之选 虽然贝龙到来之时 他们就已经感知到了 但他们并没有特别注意贝龙什么 都在忙着借剑种之地默默感悟剑道 正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这无数神兵力剑沉睡的剑种 正是感悟剑道的风水宝地 平时想找这么多神兵力气根本不可能 整个五先星只有通天剑派才有这种底蕴 就算是垄断了炼气的火神功也不行 火神功孤然要想要多少神兵力气 都可以自己动手打造 但没有经历过腥风血雨洗礼的宝剑 没有被五圣级别的爵士强者 纳入丹田滋润过的宝剑 都不是真正的神兵力剑 只有通天剑派历代五圣 圣王身允道销后留下的神兵力剑 才有资格进入剑种 所以能够进入通天剑派的剑种感悟剑道 是五先星所有剑修的最大愿望 好不容易才进来 谁会愿意把这么宝贵的时间浪费在竞争对手身上 北龙入丁之后 这天地之间陷入一片漆黑 渐渐的就闪烁起了星光 一颗两颗三颗 十颗百颗千颗 每一颗星光就是一口神兵力剑 每一次闪烁就是一朵剑盲的绽放 北龙渐渐感觉了满天的星光 就像是无数只色眯眯的眼睛在偷窥着自己 更可耻的是 自己的呼吸竟然渐渐还和星光的闪烁形成共鸣 星光没闪烁一次 北龙就呼吸一次 仿佛在无数只色眯眯的眼睛前 裸体走胸 插在洞穴石壁上的无数神兵力剑 忽然不约而同的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震惨 有的早一些 有的迟一些 有的急一些 有的缓一些 之前和北龙说话的人 陡然睁开了双眼 难以置信的看着那无数的神兵力剑 一朵朵剑芒此起彼伏的闪耀 这时他们发现了心仪之人 就像是怀春少女看到男神时 会羞红脸颊心跳加速 电车色狼遇到女神时 会微微一应表示尊敬 那人心头一阵啊 何人竟能得剑芯呢 是他吗 那人目光一早便锁定了一个人 正是最后赶来的那个奇装异服的少年 少年浑身都弥漫着无形的剑意 竟是让周围入定的其他人不由自主的退让 感悟剑道 正当锐意进取 一往无前 怎能退让呢 退让就代表了放弃 可是能走进剑种是所有剑修的最大愿望 谁又会在这个时候轻易选择放弃 他们并不是想要放弃 而是迫不得已 被少年身上的剑意逼得只能退让 这是何人 为何剑意如此之强 被少年逼走的剑修们都是又惊又惧 却敢怒不敢言 只能是让开一些重心入定 可是刚开始 他们需要退让三尺 随着少年身上的剑意越来越强 他们不得不退让六尺 再退让一张 渐渐的 他们竟是不知不觉 都退到了三丈之外 也因此惊扰到了更多人 无数口绣花针般的小剑 围绕着被龙周遭三尺之内 往来飞舞盘旋 寒光闪闪 剑气纵横 这般威师 唯有剑道三转的 手中无剑 心中有剑 方能匹配 剑修们个个惊得脸色苍白 心里充满了绝望 这时忽然有人惊呼一声 他作弊 他这一声啊 便如同是一时激起千层浪 顿时其他剑修也都义愤填膺的喊了起来 对 他作弊 他作弊 我想起来了 他就是最后赶来剑种之人 最多不过一炷香的时间 他怎么可能误到 知识大人 此人定然已经是剑道三转 却还要混进来 岂不是弄虚作假吗 我等为神剑道军所照 万里迢迢赶来剑种 残悟剑道 不料竟然遇到这弄虚作假之辈 我等不敢质疑什么 只求直视大人 能给我们一个公平 剑修们七嘴八舌的抗议着 他们之中也有通天剑派的弟子 而通天剑派弟子 则是在努力维护着通天剑派的威严 对各自身边的剑修说 修要胡言乱语 我通天剑派乃是剑道圣地 怎么可能弄虚作假 且听直视大人怎么说 北龙进来时 与他说话那人 就是守在这里维护秩序的直视 他也有点拿不准了 讲道理 神剑道君叶飞红发出去的剑书 都是修为在传奇道五尊之间的五心 还去剑道上的造诣达到第二转 但是从最初发出剑书到现在 中间至少有一个月的时间 这一个月的时间里 谁也保不准有人 已经误了剑道三转 误了剑道三转 那就失去了进入剑种的资格 否则对其他人而言就有失公平了 因为一旦有人在剑种误了剑道三转 这届问剑大会就圆满结束了 说不定就有人要钻这个空子 毕竟在剑种里 误了剑道三转 便有机会得到神兵力剑的垂青 如果是通天剑派弟子 便能得到这口神兵力剑的传承 如果不是通天剑派的弟子 当场加入也能得到这口神兵力剑的传承 如果迟到的少年真的作弊 那就是对剑道的侮辱 对通天剑派的侮辱 只是冷恒一声 顿时所有人都安静下来听他说话 他正气里然道 本座这就去请长老来裁决 若是查出谁敢作弊 通天剑派饶不了他 修士们这才心满意足起来 虽然他们也都没能误到 但重要的是别人也没误到 而唯一一个误到了的 现在已经在他们的抗议之下 等着接受惩罚 直视拂袖而去 他很生气 为什么这么巧 要在他当职的时候出身 那作弊的少年 固然要受到应有的惩罚 他这个当职的直视 也免不了吃瓜老 而贝隆对周围发生的 一切一无所知 他正在全身心的 投入到悟道之中 不久之后啊 怒气冲冲离去了直视 便奴言逼息的 陪这个白胖子回来了 像个孙子 这白胖子身穿一件紫袍 左胸口上 绣着八口 从下方斜着 往上射去了飞剑 正是通天剑派的长老服饰 顿时啊 闹闹哄哄的剑修们 都满怀期待的安静下来 这位 是我们通天剑派的八剑长老 白剑飞白长老 直视面向剑修们挺起胸脯 若纳斯当真弄虚作假 白长老定然会给你们一个公平 大人物啊 这是真正的大人物 剑修们敢跟直视闹市 在白剑飞面前 却都老老实实的 在通天剑派啊 最大的自然是 神剑道君叶飞红 以及几位九剑长老 全都是只手可遮天的圣王 且在剑道上入了四转 而八剑长老呢 也都是五圣 才有资格担当的 最低要求也是剑道三转 都不是他们能招惹得起的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 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漠视呢 作者 王袍 演播 嗨阳 第二百八十九集 剑修们都恭恭敬敬的 向白剑飞攻身行礼 我等愿请白长老主持功道 白剑飞挺着个比唐鹰还大的小肚子 大模大样 从鼻孔里哼了一声 也不理会这些剑修 只皱着眉头 问了执事 弄虚作假之人 在何处 就是他 那执事向着剑修们的身后一指 剑修们都是带着一脸幸灾乐祸的笑容 立即配合的让到两边 露出了之前被他们挡在身后的背笼 白长老定人饶不了那丝 嘿嘿 有好戏看了 作弊者 不得好死 剑修们怯怯思语着 个个激动的满脸潮红浑身颤抖 仿佛马上就要高潮了 白剑飞定睛一看 他 怎么了 他作弊 他作弊 白剑飞回过头来 大胖脸绷得紧紧的 眯着小眼睛看他 你看到了 直视一愣 小心翼翼 没有 是他们说 他们说是作弊 你就说作弊吗 白剑飞冷冷看着他 他们是你爹吗 直视整个人都不好了 不是 白长老来到路上可不是这么说的呀 说好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呢 说好的一定要严惩弄虚作假之徒呢 白长老你编了呀 简直是被白剑飞怼得哑口无言 幸灾乐祸的修士们也都发现事情不对了 但是有聪明的就傻子 有的没有傻子存在 怎么能衬托出聪明人的厉害呢 剑修中 那个一根筋的忍不住说 白长老 我们都看到那丝作弊了 来来来来 白胖子对那一根筋 招了招小胖手 看到他作弊的 都站出来 一根筋犹豫了一下 不知为什么 好像有种很不祥的预感 然后他就发现 完了 自己被孤立了 在他犹豫的瞬间 所有人都悄悄的向后挪了一步 他就成了出头鸟 你们怎么能这样呢 一根筋都快哭了呀 回手去拉身旁的人 诶 张兄 你看到没有 不不不 我没看他 那人咔嚓一下 就把袖子撕了 直接跟他割袍断衣 一根筋再回身 想去拉另外一个人 却发现 颤着他拉张兄的时候 其他人 已经又向后挪了一步 一根筋的内心 几乎是崩溃的 不 我不是一个人 然而他就是一个人 所有人都站得远远的 一脸事不关己的 冷冷看着他 白剑飞便绷着脸 眯着小眼睛 你看到了 有位古人曾经说过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一根筋 一咬牙 一瞪眼 看到了 看到什么了 看到他作弊了 他怎么作弊了 我们都是早早就来感悟剑道 他是最后赶来剑种的人 而且来了至多不过一炷香的时间 就感悟了剑道三转 不是作弊是什么 嗯 笑话 白剑飞不懈的满脸肥肉一甩 他就不能是天赋一饼吗 能站在这里的 哪个不是天赋一饼啊 一根筋一排胸脯 我们这么多人都没感悟出来 来的早的都感悟一个月了 他刚来就感悟 那凭什么呀 漂亮 剑修们都是默默为他在心里点赞 这话算是说到大家心坎上了 如果你能像他一样专心感悟 我 我许第一个感悟的人就是你了 白剑飞冷笑着一指贝龙 他们这么大的阵仗 贝龙还在心无旁骛的感悟中 一根筋被怼得张口结舌 这时忽然有人传疑入密 我们是被他的剑一逼的 对呀 一根筋又惊又喜 连忙赵本宣科说 我们是被 是被他的剑一逼的 被人这么一提醒啊 他就想起来该怎么说了 他的剑意从三尺一直到三丈 说到这里啊 一根筋回头指了下贝龙 忽然脸色大变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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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就变成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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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张了 六张 剑修们都是情不自禁 倒吸一口冷气 他们这会儿光顾着应对白剑飞了 却没想到 不知不觉间 被龙的剑意笼罩范围 竟然从三丈到六丈了 这不可能啊 明明刚才是三 三丈的 这这这这怎么会 一根筋尸声惊呼 剑意三丈 便是剑道三转 剑道三转对于在座的剑修们而言 就已经是人生目标了 而剑意九丈 是剑道四转的特征 那这丝 难道不是剑道三转 不 不可能啊 剑修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他们刚才都确定了 那丝是剑道三转的 别说是他们了 就连白剑飞都惊呆了 要知道 就连他这个武生 也才剑道三转 插在洞穴石壁上的 无数神兵利剑 一直都在 嗡嗡嗡响 响着 忽然枪子一声 一口神兵利剑 竟是在震颤中 一下挣脱石壁 化作一道白光飞向背龙 白剑飞脸色一变 下意识就想阻拦 还好啊 千军一发之际 他猛然醒悟过来 不对 这是 那道白光飞到 贝龙身边 却并不是攻击他 而是发出嗡嗡嗡的剑鸣 仿佛很快活似的 加入了贝龙周围 那无数绣花针般的 小剑的行列 围绕着贝龙飞舞盘旋 那些小剑都是剑意所化 加了这口真剑 顿时剑意更生 笼罩着以贝龙为中心 方圆六丈的剑意 在这口神剑加入之后 又拓展了一分 紧接着 一口接一口的神兵利剑 挣脱石壁 此起彼伏 争先恐后的飞向贝龙 随着越来越多神兵利剑 被贝龙所吸引 五颜六色的剑光 围绕着贝龙飞舞盘旋 剑意也在不断的向外 开枪拓图 眼瞅着向九丈的方向 突飞猛进 还有这种操作 剑修们全都吓傻了 白剑飞也终于断定了 这是百剑朝圣 传说中啊 只有到了剑道的至高境界 剑我两望 无剑无我 才会发生的百剑朝圣 也就是剑道四转 即便是通天剑派 达到剑道四转的 也只有剑道神军叶飞红 和几位九剑长老 而剑先宗就更惨了 至少已经千年没有出现过 一个剑道四转的剑声 明明贝龙之前就是剑道二转 为什么能直通四转呢 就连白剑飞都有些嫉妒他了 所有通天剑派的 武圣留下的神兵利剑 都飞向贝龙 为他翩翩起舞 剩下百来口 全都是圣王留下的神兵利剑 还在居傲的坚持着 他们的王者之风 然而当笼罩着贝龙的剑衣 终于拓展到九丈时 他们终于也为贝龙而舞 圣王留下的神兵利剑 化作一道道五颜六色的剑洪 投身到了贝龙的剑衣之中 煞时间啊 贝龙身上剑衣疯狂的高涨 他陡然睁开了双眼 眼中竟是弥漫剑光 并不像是吕良宇那样 把飞剑炼入眼瞳 而是剑道四转 让他悟出了大日剑筒 火眼金睛也融入了大日剑筒 只见了贝龙眼中火焰剑光闪烁 双瞳如烈日 白剑飞瞳孔一缩 连忙叫道 后退 全都后退 虽然不知道发生什么 但剑修们还是本能的选择了 听从白剑飞的话 呼的 九丈之内的剑衣 全都瞬间收回贝龙体内 或者说呀 是他的大日剑筒之内 贝龙双眼一瞪 顿时他眼中的火焰剑光便激射而出 那一线火焰剑光 竟然是倾泄出宛如开天劈地般的威势 仿佛要将整个虚空都一分为二 斩为两半 剑修们都是不由自主的闭上双眼 眼泪哗哗哗的不受控制的流淌 火焰剑光虽然只有一线 但是带给他们每个人的感觉 都好像是斩向了自己 更恐怖的是 火焰剑光让他们竟然感觉无处可避 不管在哪里都是难逃一展 虽然他们感觉火焰剑光降落的很慢 但其实不过只是一瞬 原本每个人都以为这一剑必然是惊天动地 可让他们惊讶的是 竟然无声无息 片刻之后啊 被这一剑的威势夺魂的剑修们 终于是渐渐回过神来 定睛一看 却见整个石窟被开了个大口子 外面的阳光倾泄进来 照亮了剑种里的每一口神兵利剑 也照亮了他们每个人惊恐娇佳的脸 剑道四转 剑我两望 无剑无我 所有人都为此失声 这是剑道的至高境界 他们连想都不敢想的境界 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突破剑道四转 而且很可能是连破三转四转 此子恐怖如斯啊 但是没有人敢想此子不可留 被龙领悟剑道四转之时 已经和他们不在一个世界了 他们就像是尘埃里打滚的蝼蚁 仰望着翻云覆雨的神龙 射了一发大日剑童 被龙终于是宣泄出了 他身上疯狂高涨的剑意 爽 被龙眼中弥漫的火焰剑光终于消散 露出他黑白分明的眼眸 从剑道感悟中抽离出来 被龙环顾四周一脸懵逼啊 只见原本都在打坐入定的剑修们 竟然好像列队夹道欢迎一般 站在两边脸色苍白瑟瑟发抖 被龙就问 你们干吗 不干 被龙的声音仿佛晴天霹雳啊 吓得剑修们都是双腿一软跪倒在地 这不是他们想给被龙下跪 实在是被被龙那大日剑童的 惊人威力给吓软了 不要说他们 就连白剑飞都是暗暗心惊 虽然被龙还只是个武尊 但是刚才那大日剑童的会心 以及就连白剑飞这个剑道三转的武圣 都不敢应接 太强了 这代表着 被龙在剑道意图已然登顶 连当初留下一道剑气 给被龙启蒙的白剑飞 此时啊 都要在剑道上仰望被龙 江山带有人才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 白剑飞搓搓自己肉肉的大饼脸 或许属于自己和吕冰山的时代 真的要过去咯 这时啊 被龙也看到夹在人群中的白剑飞 他不禁又惊又喜的叫道 是 是你作弊 白剑飞立即板着脸强势打断被龙 被龙微微一争 表现 虽然不知前因后果 被龙仍然很气愤的否认 我不是 我没有 你别瞎说呀 我也相信你不是 白剑飞转回身来摊开双手环顾众人 作弊的剑道四转 谁戏 剑修们这时已经都挣扎起来了 心情也已经平静了 然后毫不犹豫的站队 剑道四转便是至尊 剑道至尊当为天下人楷模 怎么可能作弊呀 真是笑话 若是作弊能成剑道四转 那天下人岂不都要作弊了 明明是精彩绝艳 却要被诬陷作弊 诬陷见到至尊作弊之人 齐心当诛啊 修士们七嘴八舌的说着 一边说 一边有意无意的远离了一根金 并以鄙视的目光 微观他 一根金的内心几乎是崩溃了 明明刚才所有人都在说 为什么现在鄙视我呀 而白剑飞这时 已经目光如绝的盯着一根金 有人说 齐心当诛 你觉得呢 一根金咬牙切齿 他们之前不是这么说的 李凤 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做错了事不认 还要像条疯狗一样到处乱咬 我真是看错你了 李凤 你什么时候能像个真正的男人一样 一人做事一人当啊 做错就要认 挨打药力争 我要是你呀 现在就应该跪下 跪在剑道至尊面前 自问谢罪 剑修们七嘴八舌的 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 抨击了一根金 以表示他们自己的清白 值得一提的是 越是一根金 李凤的同门朋友熟人 对李凤踩的就越狠 李凤浑身大汗 脸色苍白 手脚发抖 终于是扑通一下 跪倒在了贝龙面前 枪朗一声 拔剑在手 李凤把宝剑横在脖子上 李凤 不该污蔑剑刀至尊之清白 愿以死谢罪 等一下 贝龙笑眯眯看着他 想自问呢 李凤垂下眼皮子 万念俱灰道 李凤 没有一死 方能欣喜 一世无名 剑修们在旁议论纷纷 有人说 诶 正该如此 剑刀至尊 怎容谢多 也有人冲李凤 竖起大拇指 李凤 这事你是做错了 但至少还是那汉子 贝龙皱着眉头 锐利无匹的目光扫去 顿时所有人都闭嘴了 鸦雀无声 重新把目光转回到李凤脸上 贝龙道 也就是说 你把这条命赔给我了 李凤说是 贝龙点头 既然如此 你不必自问 我现在正是用人之计 以后你就跟着我吧 本以为自己死定了的李凤 不禁又惊又喜 抬起头了 您愿意饶恕我 我叫贝龙 贝龙笑眯眯看着他 从现在开始 你的命就是我的了 大喜过望的李凤 把剑一扔 啪啪啪 给贝龙磕了三个响头 李凤 拜见主人 这个李凤性子耿直 又有五帝的势力 收尾手下 将来必定能成为中流砥柱 白剑飞见了不禁暗点头 本来还担心师弟年轻 恐怕未必能担当得起 剑仙宗的重任 但是现在 白剑飞就放心了 师弟一定能把剑仙宗 发扬光大 这时啊 其他的剑修反倒有些失落了 贝龙年纪轻轻就是剑道至尊 又在通天剑派 有长老级的人脉 将来定然是神剑道军 叶飞红这般的大人物 如果现在能跟随贝龙 等到贝龙飞黄腾达的时候 岂不是也能跟着鸡犬升天了 也不知道现在污蔑贝龙两句 还来不来得及了 当然 没人敢尝试 高人形势都是高深莫测 喜怒无常 李凤这种咸鱼翻身的故事 显然不具备可负制性 说不定啊 东师孝贫就真死了 原来你就是贝龙 本座也听道军提起过你的名字 果然是精彩绝艳 这时 白剑飞装模作样的打量贝龙 既然你已经误到 随本座去见道军吧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 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末世呢 作者 王袍 演播 嗨阳 然后白剑飞又对剑修们挥了挥大修 问剑大会到此为止 都散了吧 剑修们都是暗自长叹 但却并不遗憾 输给一位剑道至尊 也没什么好遗憾的 甚至可以说是 虽败尤容 这个牛逼啊 足够他们吹一辈子了 问剑大会 是通天剑派给天下剑修的一大福利 百年一次 好比鲤鱼跳龙门 多少剑修跳过龙门 从此名扬天下 而通天剑派 也把天下人雄收入谷中 百年一次 便是一百年出一个的天才 方能入得神剑道军的法眼 但在座的 所有人都看得出来 能够连跳两极 一步到位 成就剑道至尊 贝龙至少也是 一千年才出的一个奇才 甚至可能是一万年 才出的一个奇葩 至于不能成为贝龙的手下 也只能随缘了 毕竟他们都还是有自尊心的 关键是上赶着不是买卖 主动去求贝龙收留 即便贝龙收留了 也不会被看中的 胜者王侯败者扣 白剑飞和贝龙没有再看他们一眼 携手走出了剑中 李峰站起来 还剑入敲 冷眼扫视着他的那些同门 好友 熟人 他的那些同门好友熟人 都是面红耳赤的藏在人群里 不敢与他的目光接触 吃拉一下 李亨是条耿直的汉子 左右开弓 撕掉两条袖子 随手丢在地上 光着膀子大笑而去 鸽袍断意啊 神奇什么呀 一直到李峰走得 见不到影子了 怕那些同门好友熟人们 才开始酸 但是心里什么滋味 那就不是旁人能感受到的 师兄 贝龙和白剑飞并肩而行 传音入密 到底我错过什么了 这就是小孩没娘 说来话长了 白剑飞眉飞色舞的 给贝龙传音入密 师弟啊 你猜怎么着 咱们剑仙宗的开派组 是火龙真人 就来自通天剑派 什么 地球和五仙星 隔了多少光年 哥你知道吗 师弟你听我说呀 其实啊 五仙星各大门派 都早就想要在其他世界 开支散应 从很久很久以前 各大门派便陆续派出弟子 寻找适合修炼的文明星球 最早找到地球的就是 被尊为太上老君 原始天尊 通天教主的三位圣王 三位圣王被后人无知而神化 尤其是通天教主 便是这通天剑派之主 他老人家的诸仙四剑 便是通天剑派镇压 契运的法宝 也是他的本命飞剑 咱们剑仙宗的祖师爷 火龙真人 师从葛仙翁 葛仙翁从乌角先生 作词学道 又得太上老君传授 真经三十六卷 天顿剑法 却是向通天教主西德 后来地球上灵气 变得越来越少 太上老君 原始天尊 通天教主等五先行的圣王 只能离开地球 如果不离开 他们就得像天外天灵气 崩溃之后的我们那样 跌落境界 甚至是直接授援耗尽 身陨盗销 当然 对于武智后人而言 他们是白日飞升了 还传出许多 让凡人向往的传说 他们走了 就无法再回来 所以特地在新发现的秘境里 建起了一座巨灵镇 这座巨灵镇 就是你看到的那座 上古巨灵镇 他为天外天封锁住了 灵气不外泄 火龙真人流了下来 在天外天建立了剑仙宗 换句话说呀 剑仙宗 就是通天剑派的一个分支 而且还是掌门这一支 排辈分 我得给神剑道军喊施功 你走之后啊 神剑道军就来了 他是听得了我们 以天盾剑法斩杀安天下和金甲神龙的消息 特地来看个究竟 在试了我几招之后 他就确定了是自己人 于是就把我带回来 还特地给你留了一封剑书 由于师兄在神剑道军面前替你美言 说你是只用了一年就修到了五帝 还领悟了人间合一的绝顶天才 神剑道军便故意想要考验考验你 让你参加这问道大会 感悟见到 没想到师弟你这么给我张脸 直接就撕转了 背龙感觉就像是在听传奇故事一样 没想到有朝一日 自己竟然还能跟太上老君通天教主撤上关系 而且感觉关系好像还不是太远 都是一脉相承 不过对后人神化了圣王的事情 他是相信的 比如说他还活着呢 已经被脑残粉传为是七杀星转世 主肃杀思生死 但也有很多人说 背龙应该是贪狼星转世 否则哪来那么多的桃花 当然了 这些背龙是不会承认的 绯闻绝对是绯闻 没有新闻的领导不叫领导 没有绯闻的名人 那算不上名人 对于师兄我的实力啊 神剑道军那是非常欣赏的 白剑飞毫无羞耻之心的跟背龙吹嘘 神剑道军说 先让我当八剑长老 等我什么时候踏入 剑我两望 无剑无我的境界 就让我来当他的接班人 到了 白剑飞说着向前一指 背龙抬头望去 果然看到一座雄伟壮观的宫殿 筑立在了一剑风之巅 周围云雾缭绕 仿佛人间仙境 而那宫殿大门上方金光闪闪的牌匾上 赫然有着龙飞凤舞剑气纵横的三个大字 碧游宫 真的是传说中通天道主的道场啊 背龙不禁肃然起惊 吩咐李锋在宫外等候 本来也不是绝对不能带李锋进去的 主要是李锋自己作妖 背龙想着现在地球上连五星级酒店 一关不整都禁止入内呢 这可是碧游宫啊 李锋光着膀子进去 更不合适了吧 李锋当时肠子都毁清了 后在宫外 终于悟出了装逼一时爽的人生道理 而背龙呢 就跟着白剑飞 一起步入了这座传说中通天教主的道场庇游宫 白剑飞也不全是吹牛逼啊 他在通天剑派确实混的不错 一路走去谁都给他面子 陌生的便是微笑点头 熟识的就寒暄几句 总之是畅通无阻 长驱止入 不多时啊 二人就进入了碧游宫的核心 神剑斋 平时没什么事的时候 神剑道君叶鸿飞多半会在神剑斋 参悟剑道真谛 传说中的通天教主为结教之主 修成武器朝圆 三花俱顶 万劫不坏之身 天道圣人之一 是道祖 红军老祖的弟子 太上老君 原始天尊的师弟 最受红军老祖宠爱 红军老祖签赐诸仙剑阵 为天道第一杀阵 诸在天道杀法法则 这都是贝龙混迹起点多年掌握的知识 如白剑飞所说 通天教主其实就是通天剑派的掌门人 那神剑道君叶红飞呢 就等于是这一代的通天教主 贝龙很想见识下 这位师公是何等人物 所以他看到的时候 还挺失望的 叶红飞既没有无礼长须 也不先锋道鼓 甚至可以说 他还是个孩子 一个大约七八岁的小胖子 长得白白胖胖的 让贝龙不禁联想到了经典老篇 孝林小子之日 新乌龙院里面的臭屁纹 尤其是回头瞥贝龙那一眼 那简直的是行神俱似呀 然后贝龙一脸懵逼的回头 瞅瞅白剑飞 这小胖子就是神剑道君 白剑飞已经一脸严肃的 上前向小胖子攻身一一 弟子白剑飞 携师弟贝龙 贝龙败见道君 贝龙嘴角隐蔽 抽出两下也跟着向那小胖子 攻身一一 贝龙败见道君 神剑道君叶飞鸿 按辈分是白剑飞的施工 也就是贝龙的施工 应有这一半 可是神剑道君叶飞鸿 竟然是个七八岁的小胖子 确定不是斗我吗 但小胖子转过身来之后 贝龙就知道是真的 他身上的道袍 在左胸处 绣了九口飞剑组成的环形 金光闪闪的剑尖 移植向外 就像是绽放光明的太阳 小胖子这身道袍 和当初贝龙看到的 剑仙宗九剑剑宗 蒼天兰 几乎就是同款 不过 穿在蒼天兰和这小胖子身上的感觉 大概就像是模特和买家袖的分别 蒼天兰是买家袖 小胖子才是模特 他虽然是个小胖子 但当他转过身来 正今危坐 看向贝龙的时候 展现出的王霸之气 便把蒼天兰踩在了脚下 他那双小眼睛中 瞬间绽放出的锋芒 即便是已经见到四转的贝龙 也觉得拉眼睛 好在小胖子就只看了一眼 锋芒就消失了 反扑归身的 就像是只会捣乱的臭屁纹 笑到脸上小肥肉一条子一条子的 冲白剑飞和贝龙摆摆手 坐 都坐 坐 坐哪 贝龙环顾四周 除了小胖子坐着的软榻之外 再也没有一把椅子 倒是地上摆了几个蒲团 白剑飞拉着贝龙就在蒲团上坐了 坐下之后 贝龙抬头仰视小胖子 顿时恍然大悟啊 怪不得这里只铺设蒲团哪 你 就是贝龙 小胖子的殷容笑貌 无疑不是孩子 语气却是老气横秋 你师兄 说你是万中无一的绝顶天才 本作还有些不信 此时方才知道 你确实不是万中无一的绝顶天才 你是一万年才出一个的绝顶天才 十九年的古灵 一年的练灵 便是五尊 不但天生活体 还能见到四转 我不如你 贝龙不禁心生敬佩 这小胖子 啊不 叶飞红实在是太强横了 他也遇到过几位圣王了 一般而言呢 古灵 练灵 修为这些都瞒不住人 但能一眼看出他天生活体 还能看出他见到四转的 叶红飞还是第一人 看出来也就罢了 叶红飞乃是五仙六大胜排名第二的顶级大佬 甚至单论个人战斗力 能排第一的叶红飞 竟然能当面坦然承认他不如贝龙 这是何等的眼力 又是何等的心胸 不啊 五仙六大胜排名第一的烽火连天 已经被他自己炸死了 叶红飞其实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五仙六大胜之首了 所以说叶红飞才更让贝龙敬佩 弟子不敢当 贝龙谦虚 当然也说的是实话 他这才哪到哪啊 当的 当的 叶红飞笑得小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剑仙宗来五仙星了 只来了一部分 贝龙如实相告 剑仙 吕师兄不肯来五仙星 大仙将至 为何不肯呢 显然这大仙将至是白剑飞告诉叶红飞的 贝龙想了想说 吕师兄说 一花一夜一世界 一草一木一浮生 一歌一舞一风华 一念一座一清幽 一春一冬一岁月 一伤一永一忧情 一生一世一沧桑 一天一地一永恒 说完呢 贝龙感觉气氛有点不太对 一回头 却见白剑飞泪流满面的一头磕在地上 道军 吕良玉乃是剑仙宗 晴天之助 十倍天资于我 求道军找他来吧 贝龙待了一待 他能够感受到白剑飞发自内心的浓浓的忧伤和深深的悲痛 白剑飞虽然和吕良玉就像是欢喜冤家似的成天打打闹闹 有时还对着干 更过分的是 还在外面传出吕良玉儿母毕业的话 但贝龙知道白剑飞和吕良玉其实关系最好 一旦有事啊 这老哥俩永远都是站在一起的 如果吕良玉真的死了 贝龙怀疑白剑飞就算不陪葬 也定然会效仿博雅子妻这故事 吕良玉既然用这首诗来回答贝龙 就已经是下定了决心 要说真的有什么理由能让吕良玉来五仙星 贝龙相信也就只有更高一级的宗门召唤了 如此一来 吕良玉到五仙星就不是离开宗门 而是为宗门认祖归宗 吕师兄有救了 贝龙想通此劫 便连忙也向叶弘飞拜祷 求道君召见吕师兄 叶弘飞沉音两秒 这吕良玉当真值得你们如此祈求于人 白剑飞和贝龙异口同声道 值得 好 既然你们都说值得 本座便走一趟下街 叶弘飞站起身来小秀一甩 接他回来 白剑飞和贝龙都是心中狂喜 以叶弘飞通天教主之尊 亲自去请吕良玉 吕良玉肯定是无法拒绝的 但贝龙又想起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道君 地球如今灵气不足 最多只能支持武尊存在 您去的话会不会 这是本座的诚意 叶弘飞自傲的挺起小肚男 再说 天下之大 圣王何处去不得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 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末世呢 作者 王袍 演播 嗨阳 第二百九十一集 从毕游宫出来 贝龙换上了一身 七剑护法的蓝色道袍 蓝色道袍的胸前 绣着七口从下方 斜着向上射去的飞剑 虽然头发短了点 但戴上鹅关 看不起来并不违和 和白剑飞走在一起 更被衬托的 英姿不发 风神俊朗 恭喜师弟 得收诸仙剑阵 白剑飞羡慕的说道 当然了 他也只能羡慕了 修炼诸仙剑阵的 基本条件 就是剑道四传 叶弘飞传授他 诸仙剑阵 他也修炼不了 至于贝龙当上 七剑护法 倒是理所应当 不值一提 诸仙剑阵 在传说中 是天道第一杀阵 通天教主的 立教至宝 事实上 也是通天剑派的 第一剑阵 当然 叶弘飞不可能 给贝龙诸仙四剑 但是叶弘飞 允许贝龙 可以去剑种里 挑选宝剑 炼成剑阵 这已经够意思了 谢师兄 白剑飞的话 怎么接都不太好 贝龙只能是 生硬的转移话题 对了 地球现在连五圣 都容不下 道军他是圣王 去地球真的没问题吗 我也不知道 但是道军一定有办法 你别看道军 在五线六大省排第二 其实真打起来 道军妥妥第一 大家都在说 道军的实力 打遍天下无敌手 是公认的五线星 第一杀星 打遍天下无敌手 贝龙有点狐疑 既然敢说 打遍天下无敌手 很显然 叶鸿飞这名气 是打出来的 可是看叶鸿飞 那臭屁文的样子 怎么也不像是 能打遍天下无敌手的 这天下该不会 就只有乌龙院 那么大吧 是啊 道军虽然长得 慈眉善目 其实超凶的 白剑飞说出来 颇有感触 很显然 他跟白剑飞 打的那一场 并不是像他说的那样 高手切磋点到为止 师兄弟二人 说着说着 就又回到了剑宠 白剑飞是来陪贝龙 挑选宝剑练剑针的 李峰换了衣服 意不意去的跟在后面 跟了贝龙 他也得了个 武剑指使的身份 虽然白剑飞走的时候 说问剑大会已经结束了 都散了吧 但剑雄们 并没有马上 各回各家 各找各妈 有的是对剑种 恋恋不舍的徘徊 有的在剑种之外 围观大日剑童 留下的壮观剑痕 还有的 在议论贝龙的身份来历 贝龙和白剑飞的出现 惊得这些剑修们 连忙都排好了队 向他们二人行礼 对于贝龙摇身一变 成了通天剑派的 七剑护法 他们虽然眼热 但也都觉得实至名归 毕竟贝龙可是当着他们面 悟到剑到四转的奇葩 可是李峰也混了个五剑直屎 就让他们羡慕嫉妒恨了 好多人都垂胸顿足 悔恨交加 尤其是光着半边膀子的那位师兄 气得眼珠子都瞪出血来了 原本守在剑种的那个直屎就作辣了 他也不过就是个五剑直屎而已 之前贝龙刚来的时候 他还跟贝龙腰五合六的 哪知道啊 贝龙出去了转了一圈回来 就变成七剑护法了 都说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末期少年穷 这他妈也没到三十年呢 总共也才一个时辰 他就变成蝼蚁了 实在太伤人了 他只好满脸堆笑的迎上去 弟子窦启光 拜见长老大人 护法大人 贝龙微微汗手 算是回应了 白剑飞递给窦启光一道剑符 小眼睛冲他眨巴眨巴 道君许了被护法道剑种挑选飞街 该怎么做 你懂的 窦启光顿时心领神会的笑了 张老大人 护法大人 你们放心 弟子懂的 白剑飞和贝龙相视一笑 便连美向着剑种里走去 剑修们忍不住 试探着跟上 看热闹 交看全套 要是不知道贝龙最后选的哪口神兵利剑 剑修们都觉得心里痒痒的很 再说了 将来吹牛逼的时候 少了这段细节 也挺遗憾的 站住 窦启光立即拦住他们 白剑飞和贝龙一愣 停下脚步回头看窦启光 白长老 弟子奉命 李执事出来乍到 你带李执事去到处走走看看 白剑飞脸色阴沉命令 懂就是懂 不懂就是不懂 最烦这种不懂装懂的蠢猪了 是啊 窦启光一脸懵逼 但还是老老实实的答应着 带着李丰走了 蠢猪 装逼无人为官 如锦衣也行 这都不懂 还他妈跟老子混心一笑呢 白剑飞鄙夷的 瞥了一眼窦启光的背影 对贝龙道 背护房 他们进去吧 贝龙脸上带着鼓励的微笑 环顾四周 这才回应白剑飞道 白长老 请 白剑飞和贝龙这对师兄弟 相识的会心一笑 此时无声胜有声 一切尽在不言中啊 剑修们确实是被斗启光的话 给吓到了 但是贝龙鼓励的微笑 给了他们勇气 虽然感觉点怪怪的 剑修们呢 也没多想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跟了进去 阳光照尽剑种 一口口神兵利剑 已经像从前一样 各自插回到了石壁上 在阳光下 他们此起彼伏的闪烁着奇异的光彩 仿佛争其斗艳 白剑飞回头看了一眼 修士们都跟了上来 便对贝龙笑了 背护房 看上哪个了 没有 随缘 贝龙轻描淡写的说着 顿时让剑修们好一番的羡慕嫉妒恨呢 不装便能死呀 贝龙笑眯眯的走到剑种中央 四十五度角仰望天空 然后缓缓的合拢双眼 顿时 他身上便散发出了无比浓烈的剑意 感知到了贝龙的剑意 那无数神兵利剑就不约而同的 嗡嗡嗡的震产起来 与此同时啊 神兵利剑上此起彼伏的光芒绽放 宛如一闪一闪亮晶晶 满天都是小星星 呼的 枪的一声 一口神兵利剑猛然挣脱石壁 化作一道白光飞向背龙 这口 也还算是还行吧 白剑飞剑了先是两眼一亮 但玄奇就暗淡下来 其实倒不是说这口不好 事实上 能插在剑种里的剑就没有不好的 若是流落出去 定然会在江湖上掀起一场腥风血雨 但是这口剑在剑种里 就只能算是平平无奇 剑修们自然也都是有眼光的 顿时脸上都露出了遗憾之色 心里却乐开了花 然而背龙并没有马上接受这口飞剑 任凭这口飞剑 快活的围着他飞舞盘旋 紧接着 枪枪枪 一口又一口神兵利剑挣脱石壁 争先恐后的飞向背龙 什么情况 白剑飞惊怠了 为什么我选的时候就只引起了 一口飞剑的共鸣啊 我们能有一口飞剑引起共鸣就很骄傲了 为什么它会吸引这么多口飞剑呢 剑修们都惊呆了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护法大人你能不能赚一点啊 随着越来越多的神兵利剑被背龙吸引 五颜六思的剑光围绕着背龙飞舞盘旋 这一幕啊 白剑飞和剑修们不久前才刚刚见过一次 百剑朝圣 问题是突破剑到四转时引起百剑朝圣很正常 你收个本命飞剑也百剑朝圣啊 选飞呢 欲露君瞻呢 背龙张开嘴巴 顿时飞射出一六火光 出现了赤箫剑之后 剑锋上熊熊燃烧的赤色火焰 化作了赤焰邪龙 张牙舞爪仰天咆哮 俨然有王者之风 一些飞剑便把赤箫剑给包围了起来 另外一些飞剑却是异性蓝山的飞走了 剑修们定睛一看 但凡和赤箫剑一起鬼混的全都是火光闪闪的飞剑 这时啊 背龙深深一息 赤箫剑便化作了一六火光 飞回到了背龙口中 那些跟赤箫剑鬼混在一起的飞剑 便都像是跟风一样冲了过来 只见五颜六色的火光 刷刷刷接连不断 竟是一股脑的被背龙一口吞了 白剑飞和剑修们都情不自禁 倒吸一口冷气啊 全吞了 背龙一游未见的咋巴咋巴嘴 正版的诸仙剑阵里只不过只有四口剑 就把原始天尊给为难的 把太上老君准提和接引都请来了 四尊圣人手拉手心连心 才破了通天教主的诸仙阵 我这一口气吞了九十八口飞剑 连赤箫总共九十九口 练出来诸仙剑阵 岂不要逆天了 他这里一口气吞了九十八口飞剑 顿时撼动了剑种的气韵 叶红飞第一时间就感觉到了 不禁心头一慌 化作一道金光出现在了剑种 小胖子把剑种转圈一看 知道真相的他 眼泪掉下来 你他妈这是要抄家呀 圣王只手遮天的气势 唬得剑修们慌忙败倒在地 瑟瑟发抖 都没人敢抬头了 弟子已经选好了本命飞剑 贝龙连忙向叶红飞拱手 多谢道君赏赐 老子的剑种里总共就一百九十八口飞剑 你小子一口气就收了九十八口 叶红飞的心里都在低心 他其实都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 贝龙年纪轻轻就能剑到四转 一口剑肯定满足不了他 起码也要凑四口诛仙四剑 可让他意想不到的是 贝龙竟然一口气收了九十八口 太没人性了 禽兽啊 小胖子忧愿地看着贝龙 不必客气 不过本次要提醒你一句 收剑容易练剑难 你收了这么多口剑 想要练成诸仙剑阵 只怕非一日之功 贝龙连忙追问 那要几日啊 小胖子面无表情 也许七七四十九日 也许九九八十一年 也许终生未成 一切都看你的造化了 贝龙无语 看到你过得不好 我们也就放心了 剑修们听了险些笑破肚皮 你也有今天呢 道决 白剑飞在旁边忍不住问他 有没有别的办法 比如说他再吐出来一些 罢了罢了 收都收了 多说无意 本座严禁于此 叶红飞挺着小杜南 一副没救了 等死吧的告辞的小模样 小胖一挥 若无旁事 而等自去吧 贝龙一脸苦逼的 瞅瞅白剑飞 白剑飞无可奈何的摇了摇头 既然叶红飞都把话 说到这份上了 他们呢 也就只好向叶红飞道了别 先回养龙道去了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剑修们一个个幸灾乐祸 只恨不能当面嘲讽贝龙一番 不约而同的在心里默默诅咒 贝龙有生之年都练不成诸心见真 对了 贝龙和白剑飞走了 叶红飞还在呀 如果能趁此机会 跟叶红飞搭上关系 啊不 哪怕只跟叶红飞搭上一句话都行啊 五仙六大胜第二 啊不 现在已经是排第一的叶红飞跟我说话了 这就是吹牛逼的资本呢 就在剑修们苦思冥想该怎么才能跟叶红飞搭上话的时候 叶红飞先跟他们说话了 滚 是 剑修们激动的都哭了呀 从今以后我也是跟剑道神军输过话的人了 这个牛逼够吹一辈子了 赶走了剑修们 叶红飞仰望着洞穴石壁上嬉戏落落的宝剑 不禁悲从心起 贝龙这个百家老爷们 九十八后飞剑这得多少年才能再攒回来呀 这时候直视斗启光气喘吁吁的跑回来 其实他并不是累的 但他必须做出这个姿态 第一次斗启光 白剑 白剑道军大人 叶红飞背对他沉默不语 斗启光只觉得压力山大 只好也跪在地上等着 许久啊 终于让心情平静了下来 叶红飞沉声道 自今日起 剑种封山五百年 是 斗启光连忙应成 然后又忍不住问道 刀军大人 那问剑大会怎么办呢 不搞了 叶红飞小心肝再抽出 小修一甩 化光而去 五百年都不搞了 养龙道 叶凌峰正在色力内忍的 跟一个穿着一身黑袍 头戴黑色高帽的 瘦霄弟子争辩着 且不说 金甲神龙已经尸骨无存 就算是有 也不可能给你 黑袍女子冷笑道 小胖子 你可能还不了解我 我饭无忧要的东西 谁敢不给 叶凌峰信了一尘 堂堂幽冥教无常长老 莫非要强取豪夺不长 幽冥教 在五仙六大圣地之中排第三 只是 在火神功和通天剑派之下 幽冥教中 分为练师 练古两宗 练师黑袍黑帽 练古白袍外帽 像这黑袍女子 泛无忧的打扮 正是幽冥教练师宗的 无常长老 武尊级大老 上任掌门 叶云天 神秘失踪之后 养龙道就已经衰落了 但唯一的五圣 安天下 也为白剑飞所杀 养龙道彻底日搏西山 幸好还有白剑飞 这个五圣给撑腰 否则 养龙道已经成了 案板上的大肥肉 任人宰割 可是现在 白剑飞也被 神剑道军拿走了 养龙道就像是三十六帝 谁想来捏 就捏一把 如今烽火连城 把自己玩死了 火神功自顾不暇 叶红飞拿走了白剑飞 之后再无动作 排在第三的幽冥教 就觉得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于是 范无忧来了 并且一张嘴 就是要 金甲神龙的尸体 他要带回去练尸 反正养龙道 现在最强的 就是武尊 他肆无忌荡的 冷笑一声 强取好多药融合 撕破面皮了吗 叶凌峰慌忙回头去看 韩志恩他们这些长老 谁能与我 拿下这次 长老们有的观察浮云 有的研究大地 有的揉眼史 有的挖鼻史 总之啊 就是没人响应 叶凌峰的号召 没有韩志恩一咬牙一瞪眼 范无忧 做人不要太决 范无忧又是冷笑一声 便是做决 又融合 韩志恩手里的 熬粥还是条孩子 放出来 也只会被吊打 韩志恩便放出了 自己已经养了 三百年的神兽 奎牛 随着韩志恩一声呼哨 顿时从山中 响起了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 直震的叶凌峰 耳朵里嗡嗡作响 叶凌峰不禁心头一袭 韩长老的奎牛 亦是隆肿 定然能把范无忧 给干爬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 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末世呢 作者 王袍 演播 嗨阳 第二百九十二集 一头大怪兽冲了出来 身体好像一头牛 头长得却像龙 但头上没有脚 也只是长了一只脚 他就靠着一只脚 一蹦一跳的冲了出来 每一次落地 都让大地震颤不已 他浑身笼罩着月光般 皎洁的光晕 随着他的出现 顿时卷起了乌云密布 狂风大作 仿佛暴雨将至 正是韩志安的魁牛 范吾又冷笑一声 从腰间解下了一串 风格古朴 诡异的同龄 摇了起来 铃声很阴森 很渗人 听得叶凌峰心里一吐吐 呼的呀 扑齿一声 从大地之下 穿出了一只 苍白如同死尸的大手 指甲又黑又长 仿佛锥子 这只大手出现了恰到好处 刚好一把抓住了 蹦过来的魁牛的脚腕子 顿时啊 正在向前冲的魁牛 身不由己的向前扑倒 情不自禁的 发出一声雷鸣般的大吼 那只大手 在雷鸣般的吼声中一哆嗦 放开了魁牛蹄子 魁牛却是嗡的一下 斜着狂风 向前摔了个前趴 而那只大手 在地面上用力一按 身体轰的破土而出 赫然是一个衣衫蓝绿 灰头土脸的千年僵尸 额前乱发下一双眼珠子闪烁的红光 他刷的一下 便扑到了魁牛身上 一双鬼爪子 按住了魁牛大脑袋 张开血盆大口 向着他的脖子上狠狠的咬去 被咬中了魁牛吃痛 本能的又爆发出一声雷鸣般的嘶吼 那千年僵尸又是浑身一哆嗦 似是惧怕雷鸣 却见范无忧手中不知何时 已经扯出了一根白森森的蛇骨鞭 抡圆了 向着魁牛啪啪啪就是挤鞭子 每一鞭抽打在魁牛身上 都抽得魁牛浑身一颤 抽中的位置竟是瞬间便被撕开了皮壳 吸走的血肉 露出了森森白骨 挤鞭子下去 魁牛就吼不出来了 千年僵尸顿时又恢复了嚣张的气焰 搂着魁牛的脖子大口撕咬 韩志恩不禁是又惊又怒 却无可奈何 论宝宝养龙道 毫不逊色幽冥教 问题是 没有宝宝 幽冥教也很能胆 养龙道没了宝宝 就成了豆腐渣呀 泛无忧 智德意满的宁笑着 还有谁 养龙道长老们都是闷头不语 正所谓人穷志团 这些年他们已经习惯了遇到五仙六大圣 就退一步海阔天空 忍意识风平浪静 更何况 韩志恩这个出头鸟刚被干趴下 他们哪里还敢出来和范无忧一决雌雄 叶凌峰本不想请齐正英 江永卿他们出手 毕竟范无忧只是个武尊 他养龙道的长老 还有几位武尊在的 他不想被外来者看扁了 想着养龙道自己的力量就能摆平此时 可此时此刻看来真的不行了 无可奈何之下 叶凌峰刚想派人去请齐正英 江永卿 忽见范无忧又宁笑着摇起了同龄 而且摇出了古怪的节奏 叮叮当 叮叮当 叮叮叮当 与此同时啊 扑扑扑一临串的门响 一只只苍白的大手从大地之下抓了出来 而四面八方也响起了铃声 四世在和范无忧彼此呼应 跟着也不知从哪里 鬼魅般的飘来了一个个黑袍黑帽的练食宗的弟子 各个手里提着同龄 控制着四世早就埋伏在养龙道兴龙岭周围的数以千计的僵尸 冲向了叶凌峰他们 这些僵尸虽然身体僵硬 而且只会跳 却一跳就是摆着 浑身散发着浓烈的恶臭 口鼻之中不断喷出毒 双臂僵硬的伸缩着 去掐养龙道弟子的脖子 叶凌峰和他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僵尸为成 原来范无忧之前只是试探 幽冥教者是要大举入侵养龙道王 和上次火神功的焚海长老不同 焚海长老只是临时起义 幽冥教者分明是早有图谋 再也顾不得颜面 叶凌峰仰天长笑 齐武圣 蒋武圣快来呀 强敌入侵啦 呼 虚张声势 范无忧冷笑着 把铃铛摇得更欢了 我早就摸清了你的身浅 你们养龙道的客卿大长老 一个离去了 另一个被剑仙宗的 仙剑道君给抓走了 哪里还有武圣 还两个 练尸宗弟子们 也都跟着把铃铛摇到起飞 僵尸们发疯般的扑上去 见人就要 兴龙岭对面的山峰上 一男一女迎风而立 俯视着兴龙岭前的人事大战 男人黑袍黑帽 浓眉大眼 却面容僵硬仿佛僵尸 女人白袍白帽 瘦骨临寻 仿佛皮包骨头 他们的身份 非比寻常 正是幽名教炼师宗宗主 蒋天生 和炼骨宗宗主 力清灵 蒋天生冷冷地瞥了丽清灵一眼 炼师宗揽下来的任务 你来做什么 丽清灵皮笑肉不笑道 蒋师清莫慌 小妹不过是来看看 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多谢丽妹子好意 蒋天生冷笑 但我僵尸大军 所向披靡 无往不利 她话还没说完呢 忽然就见星龙岭中冲出大队人马 身穿的道服五颜六色 显然并非养龙道弟子 甚至很可能还分属几个门牌 这便也就罢了 偏偏其中一个老头 口中喷出一道剑光 以迅雷不羁 掩耳盗灵之势 冲入了僵尸群中 所过之处 一颗颗人头冲天而起 顿时啊 僵尸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 一排一排的倒下 又有一个老头 大袖一挥便甩出了一团团绿物 这些绿物弥漫开去 僵尸落入绿物之中 转眼间皮肉脱落成了骨头架子 武圣 蒋天生不禁倒吸一口冷气 又惊又怒道 不是说养龙道如今最强者便是五尊吗 哪来的武圣 还两个 怎么回事啊 李清灵也惊讶 我看他们的道袍并非来自六大圣地 看来不是出自小门小派 就是野路子的散修 竟然会有两个五圣 倒是让人意想不到啊 哼 那又如何 今天养龙道 本座势在必得 那么师兄 现在可需要小妹助你以臂之力啊 不必了 极其两个野路子武圣 要何俱在 蒋天生阴沉着脸 把手一抖 他手腕上带着个手环 手环上镶嵌一个小小的同龄 随着他的斗 叮叮当当响了起来 与此同时 呼的从地下传来了轰轰隆隆的 隐隐的雷声 地下的轰鸣声惊动了 正在战斗中的养龙道弟子 和天外天五大神门弟子 他们一边和僵尸殊死搏斗 一边心惊肉跳的分心 关注到底是什么藏在地下 片刻之后 忽然轰隆一下 地面掀起了百丈高的土浪 一头浑身漆黑的亡灵巨兽 以石破惊天之势冲了出来 正杀的兴起的齐正英 定睛一看 不禁倒吸一口冷气啊 这头亡灵巨兽 浑身覆盖着暗红色的鳞片 每一片鳞片都大过磨盘 只是布满破破烂烂的伤口 甚至露出了黑红色的血肉 和白森森的骨头 头顶上本该伸着双脚 但折断了一只 只有一只脚 如同黑玉般晶莹剔头 四只蹄子每一根 都如同是晴天之柱 蹄下还踩着忧虑的鬼火 他的呼吸声轰隆隆的 如同闷雷滚滚 响彻天机 火麒麟 齐正英 蒋永卿 他们这些地球人都惊呆了 这头亡灵巨兽 和他们所了解的传说中的麒麟 几乎一模一样 只不过他已经死了 但胡死不倒微 这只麒麟身上的滔天气势 仍然是让天下扶手 更遑论 他还有着至少八百丈的庞大神区 口鼻之中 更是不停的喷吐着忧虑的鬼火 不是说麒麟是仁寿瑞寿的吗 天外天 五大神兽弟子都快吓哭了 MRI好可怕呀 感知到了己方气势一落千丈 齐正英和蒋永卿对视一眼 不杀 不足以定军心 齐正英毫不犹豫的 向着那麒麟张口一喷 一道白色见光 便如同闪电 射向了麒麟师的头部 麒麟师竟是不闪不闭 也张开血盆大口 向着齐正英喷出一团 忧虑的鬼火 但白色见光眨眼之间 就已经到了麒麟师的眼前 扑的一下 便射穿了暗红色的鳞片 射入了麒麟师的头部 并从脑后喷出 燃病卵 也不知道是他的飞剑威力太小 还是麒麟师的脑袋太大 虽然那白色飞剑 也带出了一溜的黑鞋腐肉 但麒麟师仍然是活蹦乱跳的 反过来 麒麟师喷出的忧虑鬼火 到了齐正英面前 齐正英本来是可以提前闪避的 但是为了稳定军心 也为了人前险生 他并没有闪避 甚至还若无其事的背着手 等忧虑鬼火到了面前 老头大笑一挥 滚犊子 见状啊 叶灵峰 韩志恩 他们这些五仙星土著都吓得惊呼一声 不要 大惊小怪 老子可是五声 齐正英自信满满 然而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啊 这一团忧虑鬼火 竟然呼的一下 在他手臂上燃烧起来 齐正英不仅脸色一变 冷哼一声 又把大袖一挥 顿时掀起了一阵旋风 飞沙走石 可是忧虑鬼火却还在燃烧 而且齐正英已经感觉到了 痛彻骨髓的燃烧 这他妈是什么火呀 顾不得五声气着了 齐正英接连甩了两下 都没能灭火之后 慌忙一把撕掉了袖子 也是直到这时候 他才惊讶的发现 忧虑鬼火是在他的手臂上烧着的 本该是一燃烧的衣袖 却反倒连一点痕迹都没有 什么鬼 齐正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时方才听到韩志安大喊 齐武生 这是幽冥鬼火 乃是阴火 砖烧人神魂的 千万不能直接去等啊 你那么不早说 齐正英都快气哭了呀 那该如何灭之 便在此时啊 忽然一个霸气侧漏的笑声传来 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齐正英也连忙放眼望去 却见不知何时 一个黑袍黑帽的僵尸脸 出现在了麒麟师的头顶 那僵尸脸笑起来 脸上的肉都不带动的 看起来老恐怖了 叶凌峰又惊又怒的喝倒 江天上 要往我养龙道吗 练尸宗宗主蒋天生 里都没理叶凌峰 只是对同为五圣的齐盛英 宁笑道 没救了 等死吧 便在此时啊 一团绿物 悄无声息的笼罩住了 麒麟师的四只铁蹄 正是蒋永卿出手了 哼 雕虫小气 蒋天生冷笑着轻抚麒麟条 麒麟师便低头向着蹄下的 深绿色的雾气深深的一吸 煞时间呢 那能把僵尸腐蚀的只剩下 骨头架子的玉雾 就被他吸走了 同样是五圣 但新晋五圣和老牌五圣 差距太大了 这就好比大一新生和大四老生 都是大学生 大一新生都还没有机会 尝到女人的滋味呢 大四老生呢 却已经同居好几年 把姿势都开发完了 甚至达成了食人展 情圣级别的 那百人展也是有的 所以说呀 齐正英 蒋永青 他们这种新晋五圣 在五尊面前 还能凭借等级优势耀武扬威 在蒋天生 这种老牌五圣面前 可就露了气了 蒋永青慌忙要退的时候 蒋天生 已经扯住了一根 白森森的蛇骨边 他轮圆了 向着蒋永青啪的一甩 那蛇骨边便仿佛能无限延长一般 京师瞬间就追上了蒋永青 呼啦啦的便将蒋永青给捆了起来 蒋天生又把蛇骨边往回一扯 顿时蒋永青就身不由己的 向着麒麟师的头顶上方飞去 麒麟师已然张开血盆大口 想要将蒋永青一口吞下 眼见着千军一发之际 呼的一流火光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飞来 轻易的斩断了蛇骨边 死里逃生的蒋永青落下来 却见绿物笼罩了他的身体 转眼间捆着他的蛇骨边就被腐蚀断了 没能完全腐蚀干净 可见这蛇骨也不是反品 但只要一断 他就能安然脱困 惊魂未定的蒋永青 慌忙飞回到几方阵营 再定睛一看了 不知何时多了两个人 一个美男子 一个白胖子 正是贝龙和白剑飞 顿时心中松了口气 不怕了 天塌下来又屌大的撑着 蒋天生却是心里一沉 怎么又来了一个无声啊 待看到了贝龙和白剑飞 身穿通天剑派的道袍 蒋天生脸色都白了呀 不过 他本来就脸色苍白 所以看不出来 他连忙抬起一只手 都住手 随着他一声令下 顿时零声一顿 僵尸们也都老老实实的戳着 就仿佛死了 养龙道和天外天五大神门弟子 早就苦不堪言不想打了 也都连忙住手了 这时啊 场面一下安静下来 恰好齐正英痛哼的 深吟了一声 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却原来是幽冥鬼火 已经把齐正英团团包围起来 把齐正英正烧得愈先愈死呢 这还是因为齐正英身为武圣 神魂强大 如果是凡人呢 这一会儿已经魂飞魄散了 蒋天生眼中闪烁着阴险的效益 手里拿捏着一个武圣的性命 他就占据了主动权 小齐 你怎么了 贝龙关切的走进询问 齐正英虽然年级一大把 但论起辈分呢 他得给贝龙叫师叔 所以贝龙叫他小齐 结果贝龙一靠近 竟是体内喷出了一丈高的金色火焰 这是被逼出了本命神火 自动护体 原本齐正英身上的幽冥鬼火 十分肆无忌惮 贝龙的本命神火一出物 竟是让那幽冥鬼火向后一缩 仿佛惧怕贝龙的本命神火 贝龙心中一动 上前一把握住齐正英的手 一下子呀 那金色火焰 便把齐正英给包裹了 那幽冥鬼火在贝龙的本命神火之中 被烧成了屡屡黑烟 隐隐约约的仿佛 还夹杂着阵阵的鬼哭狼嚎之声 见状 蒋天生不禁倒吸一口冷气 脱口而出 九阳真火 你不是通天剑派的护法吗 为何还会有九阳真火呢 你跟火神功有什么关系呀 这些话 蒋天生及时咬紧的牙冠 没有问出来 问出来就显得太low了 虽然一个通天剑派的护法 能够熟练掌握九阳真火 真的很匪夷所思 但现在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通天剑派的两个护法 是来何意呢 贝龙的本命神火 炼化了幽冥鬼火之后 便自动缩回到了贝龙体内 齐正英脸色苍白 大口大口喘息着 今天终于是又艰难的活下来了 顾不得神魂还在隐隐作痛 齐正英向着贝龙那头便拜 多谢少剑宗救命之恩 四季人谢什么呀 贝龙双手扶起了齐正英 这时啊 只听白剑飞说话了 原来是幽名教练 失踪的宗主蒋天生啊 这么大的阵仗 是想要灭了养龙党吗 白剑飞大脸绷得紧紧的 四笑非笑的 道出了蒋天生的身份 在通天剑派驻下的这些日子啊 白剑飞恶补了五仙星 六大圣地的资料 多了不敢说 但是像蒋天生这样的大人物 还是能做到了如之仗的 白长老说笑了 蒋天生瞅瞅白剑飞 这胖子不是养龙道的 克星大长老吗 怎么让神剑道军抓走了 绕了一圈回来 就变成了通天剑派的 八剑长老了 同样是五生 如果白剑飞还是养龙道的 克星大长老 蒋天生可以不把他放在眼里 但是 通天剑派的八剑长老 蒋天生就不得不以礼相待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 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末世呢 作者 王袍 演播 嗨阳 第293集 炼师宗和养龙道有些恩怨 正要讨回 蒋天生张口就来 冷冷盯着白剑飞 不知二位出手相处养龙道 可是神剑道军他老人家的意思 白剑飞笑笑 是又如何 不是又如何 若是神剑道军他老人家的意思 本座掉头就走 蒋天生的僵尸脸强行挤出一丝笑容 但若是二位自作主张 蒋天生只能是给二位个面子 让我们跟养龙道断了恩怨 以免伤了幽冥教和通天剑派的和气 白剑飞看了贝龙笑了笑 虽然他是师兄 但贝龙才是剑仙宗 在五仙星的宗主 真打起来肯定是一场恶战 这么大的事啊 自然得贝龙拿主意 蒋天生毛子一缩 他本以为是以白剑飞为首 却没想到 原来贝龙才是真大佬 养龙道是贝龙 或者说是天外天在五仙星真正的据点 怎能容蒋天生 肆虐呢 不要说现在贝龙已经有了通天剑派做靠山 即便没有 他也要与恶势力斗争到底 所以啊 贝龙笑眯眯的看着蒋天生 不如你给我个面子 咱们一笑免恩仇 如何呀 蒋天生的僵尸脸渐渐冷了下来 他冷冷盯着贝龙 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灭了养龙道 至少能得到一两条龙石 以及更多的龙骨 对幽明教而言可谓极大的收获 只要不杀死贝龙和白剑飞 料想通天剑派 也不会为了此事和幽明教翻脸 那么问题只有一个 炼狮宗一家怕是吃不下来 还好 还有炼古宗 蒋天生意味深长的回头看了一眼 远远的山峰上 利清凌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 说那么多 最后还不得求我呀 利清凌冷笑着 取出一只古笛 轻轻的吹奏 随着悠扬婉转的笛声传出啊 顿时星龙岭上的大地 又扑扑扑的钻出了一批骷髅 前一批僵尸 再加上这批骷髅 把星龙岭搞得满目疮痫 叶凌峰韩志恩他们都惊呆了 到底什么时候 我们的脚下藏了这么多死鬼的 一个个白袍白帽的炼古宗弟子出现 同样都是吹响了古笛 居使骷髅加入包围圈 虽然炼古宗和炼师宗 同属幽冥教 但即便站到了一起 也是黑白两道竟未分明 大帝再次距离颤动起来 声势丝毫不在麒麟师之下 地面忽然裂开了一道巨大的天籤 竟是一条千丈长的龙骨 破土而出 乘风扶摇直上云霄 白骨临巡的身体 却有着滔天的气焰 宛如白玉般晶莹的白骨 在阴霾密布的天空上 看起来就仿佛是挂起了一道白红 张牙舞爪时 哪怕只是轻轻的一挠 虚空上便裂开了几道深深的沟壑 长长的骨头尾巴随意的一甩 便卷起了一阵阴风 骷髅的龙头光秃秃的上下额 猛然张开 就仿佛是血喷大口 打了个哈欠 呼的就喷出了一道 雪白冰封般的龙溪 龙溪喷在地上 顿时地面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结出了一层薄冰 并飞速向着四面八方蔓延 尽管他只是随便喷了口气 已然是形成了冰封实力 龙骨在半空中盘旋接了丽清凌 然后飞回来和麒麟师肩并肩 丽清凌那皮薄骨头的脸 皮笑肉不笑的看着白剑飞和贝龙 练古宗丽清凌 未请教 废话少说 白剑飞笑的满脸横肉 你要站我便站 丽清凌便看向了蒋天生 蒋天生重重一点头 事到如今唯有一站 铃声笛声同时响起 刚刚还仿佛死了的僵尸和骷髅 一下子就都活了过来 他们就像是潮水般的涌向了 仰龙道和五大神门弟子 发起了疯狂的攻击 仰龙道和五大神门弟子 自然也是奋起反抗 但谁都心知肚明 战争的胜负 还是取决于白剑飞 蒋永青 齐正英 蒋天生 李清凌 他们这些五胜的身上 最多呀 再加上贝龙 麒麟狮张开血盆大口 向着贝龙白剑飞 喷出了瀑布般的倾盆火雨 与此同时 白剑飞张口喷出一道青色剑光 竖的飞射向了麒麟狮头顶上的蒋天生 龙骨也张开血盆大口 向着齐正英 蒋永青 他们喷出了阴寒无比的龙溪 齐正英和蒋永青 这回可知道厉害了 不约而同的左右一闪 同时 齐正英喷出了一道剑光 直取利清零 蒋永青则是阴险的抖了抖身子 在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 他身上飞出了一只只芝麻大小的蓝色飞椅 这些蓝色飞椅显然都是身怀剧毒 神不知鬼不觉的悄悄飞向利清零 所有人都下意识的忽略了贝龙 虽然所有人都知道贝龙不是偶像派 但终究还是习惯了以境界平定人 这里五圣都有五个 谁还会在乎一个五尊呢 眼见白剑飞的青痴 迎面袭来 蒋天生之道通天剑派的厉害 把身一摇 便化作一团黑烟消失在了麒麟师的身上 青痴扑了个空 呼啸着盘旋而回 白剑飞此时也纵身跃上了半空 本想继续追击蒋天生 然而让他意想不到的是 那青盆火与落空砸到地面上 竟是炸碎成了万点鬼火四处飘散 幽冥鬼火就像是会追踪活人似的 各自飘散到了仰龙道和五大神门弟子身上 只需要一点幽冥鬼火 便转眼间燃烧起熊熊的绿色火焰 把一个大火人活活的包裹 烧得大火人鬼哭狼嚎满地打滚 若是修为弱的嚎都来不及嚎就跪了 白剑飞不仅是又惊又怒啊 催动青痴 象征了麒麟师的大脑袋射去 青痴吃的一下 穿透麒麟师大脑袋 但和之前齐正英的飞剑造成的杀伤力 并没有什么不同 同样是带出了一溜黑血腐肉 但麒麟师还是活蹦乱跳的 麒麟师却已然呼啸着 扑到了白剑飞的面前 张开血盆大口 向着白剑飞一口吞去 弄死你 白剑飞找不到蒋天生在何处 一咬牙一瞪眼 竟是投身于青痴 浑身爆发出小宇宙般的青色剑芒 和青痴合而为一 化作了一口仿佛能开天劈敌的青色巨剑 嗡的一下再次展向了麒麟师的大脑袋 麒麟师的大脑袋 被青色巨剑穿透的瞬间 炸出漫天的黑色血雾肉末 腐烂的恶臭弥漫在空气中 让人几乎窒息 半空中青色巨剑缩小之后 分化成了白剑飞和青痴 白剑飞刚刚透了口气 忽然就发现麒麟师的大尾巴 一下扇入大地 紧跟着一只小山般的铁蹄 向着白剑飞狠狠的剁了下来 愚蠢 你以为麒麟师的药还在头部吗 隐藏在麒麟师中的蒋天生冷笑着 他从麒麟师外露的创伤 进入了心脏位置 这里既安全 又方便控制麒麟师 往往可以阴死敌人 任谁都想不到 他会藏在麒麟师的心脏位置 等一下 这是 蒋天生难以置信的瞪大了眼珠子 为什么青痴会在这里呢 麒麟师的大尾巴扇飞了白剑飞 青痴却是趁机直透心脏 在这里找到了蒋天生 愚蠢 要害除了头部就是心脏 既然不在头部 那自然就是在心脏了 白剑飞冷笑 随着他被麒麟师的铁蹄踏入土里 青痴也绽放出了璀璨的剑芒 青痴再次从麒麟师的体内透体而出 而这次却是带出了一溜鲜红的鲜须 与此同时 李青灵控制的古龙 向齐正英的剑光喷出了一团冰封龙溪 竟是刹那间 就把飞剑给冻成了一间房子大小的大兵驼子 轰隆一下坠落在大地上 齐正英顿时心里拔凉拔凉的 慌忙驱使飞剑从大兵驼子里出来 飞剑震动的好似震动棒 但是一时之间被困在大兵驼子里 至于蒋永卿派出了蓝色飞椅 才刚刚靠近李青灵 就被李青灵身上绽放出的白色盛光 给冻成冰茬子 噼里啪啦的坠落 仿佛一场冰雹 李青灵正自得意呢 呼的眼前一画 一个高大英俊玉树临风的蓝袍少年凭空出现在眼前 让他的小心杆扑通扑通的狂跳 他活了几百年 也见过不少青年才俊了 但没有哪个如眼前蓝袍少年这帮任他 春心荡漾神魂颠倒 不但生得面如冠玉 目入朗星 而且年纪轻轻 就是通天剑派的七剑护法 小郎君 李青灵寒情默默的看着贝龙 你我又无深仇大恨 何必自寻死路呢 终于有人注意到我这逆天的颜值了 贝龙都感动得快要哭了呀 虽然颜值逆天 但从来就没遇到过这么怜向喜悦的对手 出道一年了 终于遇上一个看脸的了 太他妈不容易了 贝龙感动了一张嘴 顿时 从贝龙口中射出了一缕火花 直奔李青灵面门去 仗着有盛光护体 李青灵不慌不忙的继续调戏贝龙 哎呀 小郎君 若你肯做我群下之臣 我便可饶你不 话还没说完 那火焰剑光化作一条迷你版的赤焰邪龙 张牙舞爪的冲入了白色盛光 他那双红玉小角仿佛无间不破 一层层白色光膜根本挡不住他 眨眼间 迷你版的赤焰邪龙 便穿透了圣光 愤怒的咆哮着抓向李青灵 碰的一下 瞬间呢 李青灵那皮包骨头的 活骷髅般的小脸 就被迷你版的赤焰邪龙抓爆了 赤霄掠走了李青灵的修为 飞回到了贝龙口中 李青灵的无头尸体晃了晃 栽下龙头 说也奇怪啊 刚刚还耀武扬威仿佛有吞天实地之能的巨大龙骨 竟是瞬间就实话了 静止了片刻之后 巨大龙骨那骨架轰然倒塌 保持着姿势摆在龙星岭前 李青灵死了 仿佛这龙骨也失去了灵魂 重新变回了一堆白骨 归于沉寂 几乎是同一时刻 麒麟师也轰然倒下 两个庞然大物砸在大地上石破天惊 地动山摇 整个世界都仿佛在距离的晃动 有那修为弱的 胆子小的 受伤重的 竟是都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瑟瑟发抖 半嗓都爬不起来 炼师宗 炼古宗 养龙道 和天外天五大神门的弟子全都静待了 这不可能啊 炼师宗宗主蒋天生 炼古宗宗主立青灵 两位滋身武圣 这么快就战死了 是谁 谁杀了他们呢 这一刻所有人的目光 都集中到了贝隆的身上 因为在龙骨轰然倒塌的时候 齐正英方才狼狈的 从粉碎的大冰驼子里收回飞剑 蒋永青也是一边吐血 一边收回了冰茬子里爆出的蓝色飞翼尸体 白剑飞呢 则是不知所踪 唯有贝隆 贝隆玉树临风的 孤身站在龙骨的头顶上方 双眼威和宛如世外高人 他身上爆发出的滔天气势 虽然还不是武圣 但是已经无限接近于武圣 这是由于贝隆吸收了 力清灵的修为 武圣按照阴阳 分为钢气和煞气 力清灵身为炼谷宗宗主 自然是鼠阴的煞气 所以贝隆需要先以火龙 赵元化解再吸收 如此一来就损耗了不少 不过仍然有极大的收获 所以说一定是贝隆 杀了力清灵和蒋天生吧 除了几个知情者以外 其他人都是这么想的 于是养龙道和天外天 五大神门弟子 都是不约而同的爆发出 一声欢呼 一方喊着 北长老为无霸气 另一方喊着 少见宗天下无敌 一时间呢 这让贝隆听得羞耻的口号 山呼海啸 群山呼应 贝隆想说 蒋天生不是我 却忽然收到了 白剑飞的传音入密 师弟替我解释一下呀 白剑飞人呢 贝隆微微一正 寻声找去才发现 白剑飞的声音竟然是从那麒麟师下传出的 顿时领悟了白剑飞的意思 白剑飞现在一定很狼狈 他确实是很狼狈 硬扛了麒麟师一提子 当时就受了内伤 骨头不知断了多少根 而且呢 被踩到了地底下 灰头土脸实在是有识高人气质 所以 在贝隆接受万众崇拜的时候 白剑飞在地下偷偷摸摸的挖地道流走了 蒋天生被我师兄重伤逃逸 我师兄追他去了 稍后便回 贝隆替白剑飞解释着 已经挖出去一截的白剑飞 又默默的倒退着爬了回来 从麒麟师下 找到了蒋天师的尸体 一边拖着尸体 一边继续向前挖地道 炼尸宗炼古宗弟子们一个个面如吐色 计划里根本就没有蒋天生和立青龄死了 怎么办呢 现在立青龄死了 蒋天生逃了 他们都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只能是操控着僵尸和骷髅 全都挤到了一起 瑟瑟发抖地仰望着高高在上的贝隆 在他们的心里 现在这个战场就是贝隆一个人所主宰 北朝老 威武霸气 叶凌峰激动地飞到贝隆旁边的小山上 喊了一声口号之后 一只瑟瑟发抖的炼尸宗 炼古宗弟子们问 如何处置他们呢 不杀还留着过年呢 贝隆笑眯眯的反问 便在此时忽然天际传来一声长叹 与此同时 一股强大无比的一只宛如泰山压顶般的压了下来 竟是让贝隆旗正英 蒋永青他们瞬间都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但这压力稍纵即逝 贝隆他们都是心中一力 知道是有圣王大佬驾到了 果不其然 一道白光闪过 在那麒麟式的头顶上方出现了一个黑白相见的中年男人 他身穿的道袍 左半边是纯黑色 右半边是雪白 一头飘逸长发 轻舞飞扬 一把齐妖美然也轻舞飞扬 苍白的脸上 一双深深凹陷的眸子 灼灼发光 养龙道这边都是情不自禁的倒吸一口冷气 炼师宗 炼古宗那边却爆发出一声欢呼 弟子恭迎教主 教主前秋万代 一同幽冥 这下 贝隆也就知道他的身份了 原来这黑白相见的中年男人 就是幽冥教主 颜九霄 叶凌峰给贝隆使了个眼色 刚以躬身 想给颜九霄行礼 却听贝隆笑问 闲教主 出动炼师宗 炼古宗 攻打养龙道 莫非当我通天剑派不存在吗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 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末世呢 作者 王袍 演播 嗨阳 第二百九十四集 叶凌峰惊呆了 硬生生把弓身的动作改成了插腰 对于贝隆的话 叶凌峰其实听得明明白白的 如果他不反对的话 从此以后 养龙道就是通天剑派的附庸 说实在的 要是有第二个选择 谁会愿意给人当附庸呢 可是 养龙道真的没有选择了 现在 他们连个能扛大梁的五圣都没有 成了软柿子任人揉捏 前有火神钩 后有幽冥教 这么下去 养龙道迟早得灭亡 而他们依靠的贝隆和白剑飞 也是通天剑派之人 与其这么三天两头被人欺负 还不如干脆找个大靠山猥琐发育 叶凌峰悄悄观察了下养龙道的弟子们 见养龙道弟子们听贝隆这么说 竟然都挺欣慰的 叶凌峰也只能是选择默认 养龙道就依附于通天剑派吧 贝隆也是没辙啊 严九霄一出现 他就知道没得的 这是五仙星第二人到了 他和白剑飞杀了炼师宗宗主蒋天生 和炼古宗宗主丽清灵 跟幽明教可以说是结下了不解之仇 但这也怪不到他们 战场上本来就是你死我活 现在幽明教主严九霄亲自到场 他只能是拉大旗做虎皮 希望唬住严九霄了 严九霄目光阴冷的盯着贝隆 他能感知到贝隆身上有 丽清灵的残存气息 本以为圣券在握 却没想到赔上了两大宗主 严九霄的内心几乎是崩溃的 其实啊 严九霄从一开始就在 只不过远远观望着 他本不打算露面的 看到贝隆和白剑飞出现时 严九霄当时就隐隐觉得不土 但对于蒋天生的选择 严九霄觉得还算不错 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蒋天生和丽清灵死得这么快 快得都让他来不及阻止 而如果他再不出现 炼师宗 炼古宗弟子们 就得在这里灭团 严九霄无可奈何之下 只能现身了 如果可以 他真想弄死贝隆 弄死白剑飞 弄死这里所有人 然而不可以 他干不过叶飞红 有名教 也干不过通天剑派 死了蒋天生 丽清灵 那就更干不过了 既然干不过 就得找个台阶下 能让他严九霄保存颜面 还带走弟子的台阶 恰好啊 第一个来挑事的 无常长老 范无忧 看不清形势的 拜祷在地 哀声道 教主 蒋宗主和丽宗主 都被他们杀了 您老人家可要为我们做主啊 混账东西 严九霄冷横一声 向着范无忧的方向 隔空一抓 就像有一只无形大手 抓住了范无忧 随着严九霄的手 猛的钻成了拳头 那只无形大手 也猛猛的钻成了拳头 顿时啊 范无忧 砰的一下 就被钻成了粉碎 所有人都情不自禁的 倒吸一口冷气 那范无忧再不济 也是个武尊啊 立刻跋山的武尊 竟然被严九霄隔空 一把钻成粉碎 就问你怕不怕 顿时所有人 金若寒蝉 严九霄冷冷的说 没经本座隐许 擅自攻伐别派 你们究竟还有没有 把本座放在眼里 说吧 严九霄 陡然释放出圣王之威 押向了幽明教弟子们 幽明教弟子们 顿时身不由己的 就跪倒在地 这时有人服事心灵的 把锅甩了出去 教主大人 饶命啊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只知封了蒋宗主的命令行事啊 是啊是啊 我们立宗主 让我们来 我们就来了 是啊 教主大人 不关我们的事啊 甩锅谁不灰啊 反正蒋天生和立清灵 都已经死了 这口黑锅 他们不背谁背啊 严九霄 对他们表现很满意 转头冷冷 盯了眼力清灵的无头尸体 见利妄议的畜生 为了弄几条龙骨 背着本座 私自调动人马 攻打同道 该死 背龙无语 就在这时 忽然一道剑光 换了一身崭新道袍的白剑飞 提着蒋天生的尸体回来了 一把将蒋天生的尸体 丢在麒麟尸旁 白剑飞冷笑一声 哼 不错 当真该死 严九霄目光诡异的 看着白剑飞 虽然换了一身崭新道袍 头发也梳得一丝不乱 精神抖操 容光焕发 但那灰头土脸的感觉 却好像是才从地洞里爬出来 看来 在本座闭关期间 幽明教的人心都散了 严九霄感叹着摇头 本座是来清理门户的 既然这两个孽畜 已然付出 此事就到此为止吧 本座决定 幽明教自今日起封山 百年之内 绝不再踏足江湖 幽明教已经援起大伤 严九霄果断决定 为所发育 封山的话一说出来 也算是封住了别人的嘴 虽然是显得窝囊了点 但留的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严九霄相信 经过百年的养精蓄锐 他们还是五仙六大圣地之一 封山就够了吗 难道不该给我们赔礼道歉吗 叶凌峰有心想跟严九霄讨个公道 但贝龙和白剑飞都没说什么 他就只好忍了 然而随着严九霄的呼哨一声 呼的呀 他感觉天色暗了下来 好像一下子从白天就到了晚上 叶凌峰抬头一看 不禁倒吸一口冷气 只见不知什么时候 天上飞来一只庞大的怪兽 首尾将近三千丈的庞大怪兽 仿佛一座漂浮的大山 那是一只浑身覆盖的漆黑甲壳的大乌龟 伸出来的乌龟脑袋就像是一座大山 血盆大口中 獠牙淋漓 一双星红的小眼睛 却好似日月当空 喷射出两道血色光柱 宛如探照灯般的在大地上扫来扫去 更惊人的是 他的尾巴竟然是一条大蛇 啊不 准确的说是一条蛇骨 这骨蛇大小 甚至还在力清灵的骨龙之上 口喷黑雾 把天光都给遮住了 浑身弥漫着无比恐怖的煞气 仿佛末日降临 玄武 巨龟是尸 大蛇是骨 同时结合了尸骨的玄武 便是眼九霄的宝宝 叶灵风顿时就通情打理起来 罢了罢了 冤家一解不一解 冤云相报何时了啊 贝龙和他的小伙伴们有多惊呆了 地球上何曾见过如此煞气冲天的怪兽啊 马丁董事长说 圣王能徒手拆星级星剑 贝龙还不太相信呢 要知道啊 星级星剑可是合在五万人的超大型星剑 那是一个人能拆的吗 可是现在看到了严九霄的尸骨玄武 就算是行星级星剑来了 那也多半干不过呀 那尸骨玄武的乌龟脑袋张开血盆大口 叼住了麒麟狮 蛇骨则是缠住了龙骨 麒麟狮和龙骨这两个庞然大物 竟然就被尸骨玄武自己一尖挑了 严九霄大秀一挥 顿时一股阴风便卷了无数的炼尸宗弟子 上了玄武尸骨的巨大龟壳 见状其他炼尸宗弟子和炼骨宗弟子 都联盟自己飞上龟壳 炼尸宗和炼骨宗弟子 再加上僵尸和骷髅至少有几万 那玄武尸骨也都背了 冷冷的瞥了贝龙白剑飞他们一眼 炼九霄刷的一道黑光上了乌龟脑袋 眼见无比庞大的玄武尸骨消失在天边 贝龙不禁暗暗感叹 炼九霄真是一世枭雄 既能驱又能伸又壮士断腕 让炼九霄猥琐发育一段时间 必然会东山再起 但贝龙拦不住他 或者说呀 如今整个五仙星 也就只有神剑道君叶鸿飞 一人能拦得住他 可是贝龙没资格要求 叶鸿飞为了养龙道 和炼九霄拼个你死我活 所以只能是眼睁睁的 看着炼九霄离去 至于以后啊 再说吧 白剑飞率领剑仙宗弟子们 去了通天剑派认祖贵宗 何想而知啊 这些剑仙宗弟子们 在通天剑派修为会突飞猛进 贝龙和其他四大神门呢 则暂时留在了养龙道 在五仙星上 即便没有人扶持 四大神门弟子修炼 那也是一日千里 幽名叫封山的消息传出去之后 就再也没有那个门派 敢打养龙道的主意了 养龙道过上了太平日子 为了巴结贝龙 叶凌峰授义长老韩志恩 把他那条还未成年的小龙 敖州送给了贝龙 还手把手的教授贝龙养龙爵 贝龙对养龙颇有兴趣 再加上敖州这条小火龙很乖巧 便每日以养龙爵调教他 一个月过去 就成功的把敖州 给调教成了一条龙形的哈士奇 这日啊 贝龙正坐在悬崖边上 指示着敖州一会儿盘成个S型 一会儿盘成个B型 玩的不亦乐乎呢 忽然就有棚子远方来了 一艘猎户星空军的捍卫者兴舰 疯狂的飞向了兴龙岭 而在他的后方 紧紧追着几艘双子星空军的 捍卫者兴舰 一边追 还一边不停的 用结石帮大炮轰 猎户星空军的捍卫者兴舰上 马丁董事长焦躁不安的 向热锅上的蚂蚁转来转去 这时啊 总统大人的小秘书 陶利斯尖叫了通知他 总统大人 我们发现目标了 在又一次被毁灭之光降临后 由于总统死亡 政府崩溃 马丁董事长当选临时大总统 原总统大人的小秘书 现在顺理成章的就成了他的小秘书 真的吗 马丁董事长连忙看向显示屏 果然看到了一座被江水围绕的险峻山崖 一个高大英俊 玉树临风的蓝袍少年 独自坐在了山崖边上 懒洋洋的嘴里叼着一根狗尾巴草 欣赏着一条百米长的火龙上下翻飞 不知为什么 马丁董事长总觉得 这条火龙上下翻飞的姿势 有点像华夏广场舞 太好了 我们有救了 马丁董事长激动的热泪盈眶 他们被那几艘双子星空军的捍卫者兴舰 一路从猎户星追到了五仙星 本来他们的目标是地球的 但实在是坚持不到了 好在马丁董事长想起上次跟彭祥联系 彭祥告诉他 贝龙现在五仙星混得风生水起 养龙道就是贝龙罩着 彭祥已经准备向五仙星发展了 于是马丁董事长就把导航设定为五仙星星龙岭 果然让他找到贝龙了 火音器给我打开 马丁董事长命令着小秘书陶利斯 陶利斯联盟给他调成好 马丁董事长对着话筒喊 老弟弟弟弟弟 贝龙老弟弟弟弟 是我呀呀呀 我是马丁丁丁丁 贝龙早就发现这些星舰了 正糊一间呢 却没想到传来马丁董事长的声音 这时只听马丁董事长的声音再次山呼海啸般的传来 救命呀呀呀呀 传话 几艘双子星空军捍卫者兴建的旗舰控制势力 一个国字大脸 绿豆眼的双头男人冷笑头 那一个武仙怎么救得了他 就算是加上那条小火龙 也绝不可能打得过捍卫者兴建 他以为那是八级生命呢 他的小脑袋配合的哈哈大笑 嘿嘿好了 他快没有能源了 咱们就在这里围建他 话一未落 却见那蓝袍少年一张口 吃的喷出了一道火焰见光 直奔他而来 双头男人不禁脸色大变 只听当的一声巨响 这艘能够容纳三千人的捍卫者兴建 剧烈晃动一下 跟着响起了 滴滴滴滴滴的警报声 双头男人紧紧的扶着栏杆 又惊又怒的吼头 我们的兴建怎么样了 滴滴滴 少将阁下 我们遇到了五仙飞舰的攻击 通讯系统被彻底摧毁 空力系统 自动防御系统出现故障 其他系统一切正常运转 一个冰冷的电子音回答他 这是捍卫者兴建的 720安全卫士系统 小问题而已 双头男人强子镇定冷笑着 冲到操作台前 目光在攻击区域搜索着 想要的按钮 他决定给五仙点颜色看看 一口飞剑算什么 有本事你给我来一百口 来呀 弄不死我 我就弄死你 然而就在他手指将要按下的时候 背龙一张嘴 刷刷刷竟是喷出了无数道剑光 那无数道剑光 皆是燃烧着熊熊的金色火焰 仿佛一场火雨铺天盖地而来啊 这不科学 双头男人断食心里有一万头草泥马呼吸而过 不是听说剑线只能控制一把飞剑吗 这怎么可能 这个剑线就能控制一百把飞剑呢 这不科学 与此同时啊 马丁董事长和他神童部的发出了惊呼 然后目瞪口袋看着一百把飞剑 在半空中纵横交错来往穿梭 交织成了一张火光闪闪 剑气森森的天楼地网 吃吃吃的 把那几艘双子星空军的捍卫者兴箭 像几条大鱼一样就网住了 跟着呀 那几条大鱼就炸成了几团火球 爽 背龙张嘴一息 九十九口飞剑就飞回到了他的口中 满足的打了个宝格 本来叶飞红说他也许七七四十九日 也许九九八十一年什么的 就有点危言耸听 当然了 以当时背龙的修为确实很难练成 但好在他吸收了力清灵的武圣修为 修为暴涨之后 他终于在第七七四十九日 练成了诸仙剑阵 而现在是他诸仙剑阵第一次大显神威 第一次大显神威就轰杀了几艘捍卫者兴箭 代价就是 背龙感觉身体又被掏空了 脸色苍白的 背龙有气无力的摊坐在悬崖边上 看着猎户星的捍卫者兴箭落下 兴箭舱门打开 跌跌撞撞的跑出来一个 留着披肩发的大胡子老人 正是马丁董事长 马丁董事长的身后 仅仅跟着一个身高大约一米五 重大约二百五的胖妹 胖妹身上裹着一件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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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的睡衣 像个球一样一蹦一跳的 竟然跑的也不慢 老老弟啊 马丁董事长感动的快哭了 要不是背龙自己真的凶多吉少了 老哥 你怎么来了 背龙虚弱的看着他狼狈的扑到自己面前 马丁董事长劈头散发像个疯子 满脸大壶茬子 两只眼睛布满血丝 脸上皱纹密布 仿佛是蜘蛛网 一身的衣橱气息都变成了邋遢颓飞 哎呀 老弟啊 一言难尽啊 马丁董事长到了背龙面前 终于能真正的放松下来 凉腿一软 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掏出香烟 跟背龙一人点上一只 愁眉布展哭丧的脸 我大猎户 亡了 猎人联邦 亡了 猎人联邦亡了 为什么呀 背龙简直不敢相信 猎人联邦不是银河系高等文明之一吗 原本在银河大联盟里可是大佬级别的 怎么忽然就亡了呢 毁灭之光 都怪毁灭之光啊 按照以前实验室总结出来的规律 毁灭之光每一次降临中间最少隔一百年 可是谁也没想到 上一次毁灭之光距离这一次才短短一年 就再次降临了 联邦政府根本没来得及做好准备 毁灭之光无情的把猎户星变成了末世 本来通过我们集团的生物操困住了许多丧事 我们本可以从末世恢复过来 可是双子星天成星趁机联手共打猎户星 我们在毁灭之光中损失惨重 哪里还是他们的对手 几乎被他们赶尽杀绝了 我们逃出来的总共有几十艘星箭 但逃到这里就只剩我们一艘了 幸好我及时想到了你再无限星 否则呀 只怕咱们哥俩就再也见不到了 啊 贝龙无语 其实从私交上来说 他挺想安慰马丁董事长的 王国的真的惨 可是一想到 重生之前地球的末世是猎户星祸水东引 贝龙就起大谱奔呢 大鹅怎么叫 不过这一次呢 猎户星死了这么多人 人道主义 贝龙呢 也就不打算放鞭炮庆祝了 拍拍马丁董事长的手背 贝龙说 节哀顺变吧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 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漠视呢 作者王袍 演播 海洋 马丁董事长人老成精 顿时就想起来前任总统的实验室 对地球做了什么 心里一慌 马丁董事长觉得自己的决定 可能还是太仓促了 但也别无选择 猎户星在银河里这么多年 也没少干坏事 仗着科技先进实力强大 和双子星 天成星他们 横行霸道 势强凌弱 现在也算是因果循环 报应不爽了 他是想投奔地球的 毕竟啊 猎人曾经在地球建立过亚特兰蒂斯 说起来啊 算是老乡 可是想到猎户星之前的祸水东引 马丁董事长就觉得 去地球可能不太明知 但除了地球他还能去哪里呢 猎人联邦的盟友 就是双子星 天成星这群壁驰 愁愁再三 马丁董事长终于还是 小心翼翼的问贝隆 老弟 如果我们去地球 贝隆眉头微皱 老哥你大概已经知道了吧 猎人几次三番派人 到我们地球搞事情 不是被歼灭 就是被升旗 地球人对猎人的印象很差呀 这 马丁董事长当然知道了 前任总统的秘书 现在是他的秘书 他还有什么不知道的 只好苦着脸道 老弟 那都是前任总统下的命令 现在 前任总统都已经死了 我对地球人可是很友好的 这你是知道的呀 我知道 可是 总要给地球人一个 接受你们的理由吧 贝隆摊开双手 无可奈何的看着他 打个比方啊 就好比一个人 三天两头来你家挖墙角 现在那个人死了 他儿子落魄了 来投奔你 你会平白无故地接受他吗 在贝隆的疯狂暗示下 马丁董事长恍然大悟 平白无故 不会接受 那如果带着礼物 就会接受了吧 可是我们现在逃命呢 还有什么礼物能送呢 沉默了片刻呀 马丁董事长终于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老弟 虽然走得匆忙 但我还带上了 我们猎户星的大部分先进科技理论技术资料 我想 把这当做礼物送给地球人 或许 我们猎人 和地球人的友谊 天长地久 总统大人 陶丽丝一听就急了 马丁董事长回头冷冷盯了他一眼 死不自杀 我们这么做 以祈求地球人原谅 并接受我们这个朋友 这是必须的 马丁董事长加重语气 教育陶丽丝 要不然 咱们没地方去 就只能当难民或者海盗了 这个礼物很不错 但话说回来 被龙皱眉看着他 咱们不是一家人吗 一家人 马丁董事长呆了呆 恍然明白过来 被龙指的是许多年前的亚特兰蒂斯 其实啊 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没错 但很显然 被龙的意思并不是和他认亲戚 地球人这是要吞并我们猎人联邦啊 马丁董事长心里在低血 说起来 还真是很不甘心 原本是猎人联邦想吞并地球的 没想到形势完全反转了 不过和被双子星天乘星吞并相比 被地球吞并显然会好接受的多了 毕竟有亚特兰蒂斯的历史在 马丁董事长又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令 没错 一万年前是一家 被龙终于笑了 搂住马丁董事长的肩膀 老哥 地球欢迎你回家 被龙在养龙道交代了一下之后啊 就跟着猎狐星的捍卫者星舰 一起回地球了 一来啊 马丁董事长他们逃靠地球 需要被龙来做沟通的桥梁 二来 神剑道君叶红飞去地球亲自请吕良玉 被龙很担心 他可能还没见到李良玉 就给天道法则归了 三来 被龙觉得自己再不回地球 可能再也回不去了 被龙如今已经是立刻跋山的五尊 本来距离一山填海的五圣还是挺遥远的 可是没想到 吸干了利清灵 让他一下子距离五圣好像已经很近了 而且 他现在已经修成了诸仙剑针 九十九口飞剑一起吸 可想而知多恐怖啊 说不定下回一把就把他给吸成了五圣了 他还怎么常回家看看呢 至于藤真真和朱岩 全都在他们师尊的吸心栽培下修炼 被龙也就没打算打扰他们 毕竟现在正是他们事业的上升级 尤其是朱岩 如果被龙想要和他长相厮守 就必须给他时间 让他跨过凡人到五仙这道门槛 马上到地球了 马丁董事长瞅瞅大屏幕 又瞅瞅导航 再瞅瞅大屏幕 再瞅瞅导航 眼瞅着到地球了 马丁董事长的心理踏实多了 反过来 又觉得自己有点太轻易就答应被龙了 在地球面前 马丁董事长还是挺有高级文明的优越感的 为了让被龙明白 他们对地球科技发展的重要性 他故作无意的提醒被龙 老弟 咱们这星舰上有不少科学家和技术人员 抓紧时间多造一些星舰出来 等银河大联盟来审核时 就有优势了 被龙笑眯眯的看他一眼 要多少十多呀 冒险者星舰起码得有个百八十艘的 成峰者星舰有个三五十艘 捍卫者星舰有个十艘八十艘着 再加上一艘柳星级的星舰也就差不多了 马丁董事长 啊不 现在该说是马丁总统 他底气十足的为被龙计算 柳星级星舰我帮了一艘 但是其他的星舰必须有 成舰值上规模 通过银河大联盟的审核应该是没问题的 关键问题在于平到什么级 低级文明 中级文明和高级文明的银河地位是不一样的 打个比方吧 呃 我们猎人联邦 自从平定为高级文明 从来都是我们欺负别人 没人敢欺负我们 靠的就是我们有一支无敌舰队 十艘柳星级的星舰 五十艘捍卫者星舰 二百艘冲锋者星舰 以及整整一千艘冒险者星舰组成的无敌舰队 说到这里啊 720安全卫视系统忽然响起了急速的警报声 滴滴滴 前方发现超大型星舰战斗 参战最高级别星舰为柳星级星舰 什么 这么近的距离 该不会是谁在攻打地球吧 马丁总统脸色不禁大便 他有种很不祥的预感 毕竟他是有前科的 刚刚当上总统 猎人联邦就亡国了 难道这次他刚到地球 地球联邦要亡国了吗 此时 720安全卫视系统 已经自动把战斗画面在大屏幕播放 马丁总统颤抖的手扶着控制台 忐忑不安的定睛一看大屏幕 顿时瞪圆了眼珠子呀 这是谁和谁在打呀 这是多少星舰呢 哦 这到底是哪国的星舰呢 720安全卫视系统兢兢业业 尽职尽责的回答了马丁总统的问题 这是银河十大拥兵团之一的 灵机拥兵团和地球联邦军方 第二舰队在战斗 总共有11艘流星级兴舰 55艘捍卫者兴舰 220艘冲锋者兴舰 以及1100艘冒险者兴舰 投入战斗 滴滴滴 其中10艘流星级兴舰 50艘捍卫者兴舰 200艘冲锋者兴舰 以及1000艘冒险者兴舰 属于地球联邦军第二舰队 其余兴舰则属于灵机拥兵团 什么 马丁董事长眼珠子都快瞪出血来了 地球有这么多星舰 从星舰上的红旗标志可以判定 他们隶属于地球联邦空军第二舰队 马丁总统沉默了 这么多的星舰居然还只是第二舰队 既然有第二舰队 那一定有第一舰队 那么问题来了 地球联邦到底有多少支舰队 想想自己刚才还跟被龙吹牛逼呢 马丁总统老脸火辣辣的疼啊 又忍不住问道 老弟 地球联邦从哪买的星舰呢 走私生意现在做得这么大吗 不是 贝龙笑眯眯的看着了 我们地球有生产星舰的江南星舰厂 地球都能生产星舰了 马丁总统惊呆了 可是想想 似乎这才是正确的解释 否则哪个走私军虎的 敢倒腾这么多的星舰呢 当初自己给地球买一艘流星级星舰 都是动用了极大的人脉资源 不过话说回来 就算是能生产星舰 地球又哪来的这么多技术 成熟的星舰机师呢 马丁总统问了贝龙 贝龙笑了 我们地球培训星舰机师的地方有很多 尤其是蓝翔啊 青鸟啊 新西方 三大名校 广告打得满天飞 要问学星舰驾驶技术哪家强 这么厉害吗 马丁总统脸色苍白 他好像听到了什么东西碎了的声音 滴滴滴 前方战斗已结束 地球空军发来信号 要求登舰检查 720安全卫士系统的警报声 及时提醒了马丁总统 马丁总统连忙说 接受检查 很快 舱门打开 从太空通道中 走进了一支穿着笔挺军装的地球空军 他们刚要和马丁总统说话 却一眼先看到了 站在马丁总统身边的贝龙 贝龙离开五先星的时候 已经换回了地球军装 再加上他的相貌身材 在军方几乎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原本趾高气昂过来检查了地球空军战士们 在短暂的愣神之后 立即步约儿童的恭恭敬敬的 向贝龙敬礼 将军 贝龙含笑点头 不用检查了 自己认 是 地球空军战士们再次立正经理 然后毫不犹豫的转身原路返回了 马丁总统惊讶的看着贝龙 他本以为还要费些口舌 毕竟贝龙是陆军的将军 空军未必会给面子 却没想到 贝龙一句话就把人打发走了 原本马丁总统以为贝龙这个将军是有名无实 现在才发现 原来他是小看了贝龙啊 地球联邦空军第二舰队分出了几艘星舰 一路为猎户星的捍卫者星舰保驾护航 同时也把贝龙归来的消息提前通知了地球 等猎户星的捍卫者星舰降落在燕京空中码头时 贝龙就享受到了最高规格的 欢迎仪式 好多带红领级的少先队员挥舞着花环 等在红毯旁 贝龙荡先走出舱口之后 还有一个少先队员跑过来 给贝龙献花环带在了脖子上 趁贝龙低头接受花环的时候啊 这个大约七八岁的小丫头 竟然敢在他的脸上巴急亲了一口 下意识的摸了摸自己的脸颊 贝龙的丹凤眼儿便笑成了月牙 真是个可爱的小女孩啊 其实这个欢迎仪式是冲着贝龙的 马丁总统也沾了光 脖子上也带了花环 已经是华夏联邦国防大臣的政治国 笑呵呵的迎上来 握住贝龙的双手 小贝 又俘虏了一艘啊 马丁总统当时脸就绿了 他一直在好奇 明明他只送了地球一艘流星极星舰 其他种类星舰 地球是哪里找到的样板 合着全都是贝龙从猎虎形俘虏的 不是 将军 是我一个老朋友来投奔咱们地球了 老朋友 政治国狐疑的看一下了马丁总统 又看看小秘书陶利斯 贝龙便回首 把马丁总统拉过来 波特马丁 原本是猎虏星完美人生集团董事长 咱们第一艘流星极星舰 就是他支援的 由于猎虏星又遭遇了毁灭之光 政府崩溃之后 他出任临时总统 重新建立起了联邦政府 不过双子星天成星 趁机攻打猎人联邦 现在猎人联邦已经灭亡了 只有马丁总统他们这一艘星舰逃了出来 由于猎人本来就曾经是地球居民 所以马丁总统 愿意带着猎人的先进科技 融入到地球的大家庭里 原来是猎人联邦的总统 政治国顿时对马丁总统刮目相看 就算是流亡政客的总统 那也是总统啊 当然了 当马丁总统他们融入到地球这个大家庭之后 就不需要这么客气了 但现在政治国紧紧握住马丁总统双手 我代表地球人民 欢迎你们回家 谢谢 马丁总统到了这一步心里就彻底踏实了 反正也没有退路了不是吗 好在目前看来还不错 自己的后半辈子呀 应该是衣食无忧了 接下来 地球联邦国防大臣政治国 沙俄军区总司令贝龙代表地球联邦和猎人联邦的马丁总统进行了亲密会谈 一致同意猎人联邦成为地球联邦的第二二二二二个民族 并且 马丁总统光荣的成为了地球联邦外交副部长 从会议室出来啊 政治国刻意和贝龙放缓脚步 聊两句 小贝呀 又要身官了 是吗 贝龙笑笑 其实事到如今 升不升官对他而言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他如今是武尊 神仙一般的人物 如果不是一颗爱国金 他还穿什么军装 何况呀 他现在已经是四星上将了 手下两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地盘 要知道 地球土地总面积才1.4亿多平方公里 升官还怎么升啊 又往哪里升啊 这是联邦对你的感恩 政治国停下了脚步很认真的说 联邦第一个五星上将 第一个 也是唯一的一个 以前没有 以后也不会再有 谢谢你 谢谢您为地球 为华夏 为人民所做的一切 谢谢 贝龙将军 说吧 政治国竟是向着贝龙庄重的敬了一个标准的军力 很抱歉 由于某种不可描述的原因 只能由我代表联邦来向您致敬 希望您能理解 贝龙也很庄重的还了一个标准的军力 第一个 也是唯一的一个五星上将 确实很荣耀 但其实啊 还不如街机的小女孩给他戴上花环时的磨磨搭呢 那代表着他已经走进了人民的心里 对了 我还有东西在猎狐星的捍卫者星舰里 贝龙一拍脑袋猛然想起来 将军 猎狐星的捍卫者星舰停在哪了 我去取一趟 好 还在空中码头呢 让人松来不就好了 堂堂五星上将 还亲自跑腿啊 说着 政治国冲自己的警卫团团长招了招手 徐团长 你去推议贝将军取样东西 算了将军 他取不来 这东西啊 只有我自己才能取 那警卫团长顿时感觉自己被羞辱了 如果不是贝龙羞辱的 他肯定当场就还嘴了 即便如此呀 他也是心里很不舒服 哎 凭什么你能取来 我就取不来 哦 是什么东西啊 还必须你自己才能取来 他和贝龙关系默逆 问一句也算不上是 娇浅延伸 贝龙眨眨眼睛 一起去啊 看他故弄玄虚的样子 政治国孝了 好啊 我倒要看看 是什么东西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 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漠视呢 作者 王袍 演播 嗨扬 第二百九十六集 二十分钟之后 一队军车浩浩荡荡开到了空中码头 警卫团区团长憋着一口气 他就想看看到底什么东西 贝龙能取 他取不来 猎人士兵暂时还留在他们的捍卫者兴建里 外围则是由地球军人负责警戒 贝龙和政治国下车走到了捍卫者兴建前 猎人士兵们认得贝龙连忙都向他敬礼 点点头啊 贝龙一指捍卫者兴建肚子上的货舱舱门 开舱门 我取东西 是 猎人士兵遵命而去 片刻之后啊 捍卫者兴建肚子上的舱门缓缓打开 舱门自然是很大的 但政治国区团长他们并没有觉得贝龙的东西有多大 他们想的方向就歪了 只想到了贝龙要取的东西一定很贵重 可是啊 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 随着货舱舱门打开 竟是呼的钻出一条大蛇 嘿妈呀 政治国区团长他们都是惊得情不自禁倒退两步 再定睛一看 这大蛇头上长着两只脚 身下还长着四只脚 这才猛然醒悟过来 这他妈根本不是什么大蛇呀 这他妈是龙啊 身长百米开外的真龙啊 在货舱里闷久了的熬粥钻了出来 长笑一声 冲上半空欢快的飞舞两圈 之后又俯冲下来到了贝龙的面前 把大脑袋凑近贝龙 像是二哈一样蹭住人 贝龙在他脑门上撸了两把 他又欢快的冲上半空 幻觉 这一定是幻觉 政治国和曲团长风中凌乱 怪不得只有贝龙自己能取呢 这怎么是龙啊 将军 我还有事 先走了 贝龙笑眯眯的和政治国握了握手 然后打了个响指 刷的一下 白米长的火龙一个俯冲 贴着地面 风风火火的撞向贝龙 贝龙轻轻一跃 便跳到了龙头上 背靠着红玉般的龙脚 找了个舒服的姿势靠着坐着 意态悠闲的向政治国挥了挥手 然后火龙便冲向了天空 在空中拉出一道火红 政治国曲团长 以及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 看着贝龙骑龙而去 政治国倒还好 毕竟见过大场面的 士兵们呢 也都还能维持纪律 普通老百姓看到了 好多人都跪在地上 双手合十 向着火龙消失的方向 磕头祈祷 半晌 政治国方才回过神来 不禁感叹道 没想到 贝将军如今已是仙人了 政治国想想上面交代的任务 其实给贝龙升官 无非就是想把贝龙和联邦 捆绑在一起 可是 凡人的官就算是再大 能吸引得了长生不老的仙人吗 道别了政治国 贝龙就马不停蹄的 骑龙赶去天外天 见仙宗 寻找吕良玉了 或者说 寻找叶飞鸿 而此时此刻 二龙山上 吕良玉正在叶飞鸿 这个小胖子面前 常跪不起 叶飞鸿很郁闷 他本以为自己大老远的 跑来请吕良玉 吕良玉一定感动的 那头变败 并跟他回五线星 结果呢 他猜中了开头 却没有猜中结尾 吕良玉虽然那头变败了 却不肯跟他回五线星 而是祈求叶飞鸿 拯救地球 问题是啊 叶飞鸿能到地球来 是用了密法 把境界压制到了五尊 而且还是有时间限制的 他现在和吕良玉一样 都是五尊实力 拿什么拯救地球啊 叹了口气 叶飞鸿飘然而去 又飘然而回 手里多了一颗鸡蛋 叶飞鸿把鸡蛋展示给吕良玉看 据我所知 一颗星球就像是一颗鸡蛋 鸡蛋的蛋黄 就是一颗鸡蛋的灵气所在 而我们都生活在蛋壳上 原本灵气就像是蛋黄一样 被蛋清蛋壳锁在里面的 但是如果有一个小洞 穿透了蛋壳 说到这里啊 叶飞鸿手指捏着 针一般粗细的小剑 擦了一下刺穿了蛋壳 然后随着叶飞鸿 有意旋转接弹 一丝丝蛋黄 就顺着蛋清 从蛋壳的小洞流了出来 这个小洞叫做灵眼 叶飞鸿继续说 只要鸡蛋里还有蛋黄和蛋清 就能一直从小洞里面流淌出来 如果小洞里什么都流不出来了 那就说明鸡蛋已经流空了 只剩下一个蛋壳 鸡蛋里的生命也就该结束了 星球本该也是如此 吕良玉一愣 您的意思是说 地球已经死了 当初的通天教主等人 就是以为地球已经死了 才离开地球的 可是如果地球已经死了 地球上就该再也没有灵气 所有生命都随着死亡 然而并没有 叶飞鸿小脑袋摇晃得很厉害 我猜想或许还有第二种可能 第二种可能 吕良玉眼中一亮 您的意思是 灵眼被堵住了 不错 叶飞鸿说着呀 随手从竹席上扯了 细细的一根竹面 堵在了鸡蛋的小洞上 竹面还稀了那么一点 虽然堵住了小洞 但还是会有一丝丝的 蛋黄蛋清溢出 那如果我们把堵住 灵眼的东西清理掉 吕良玉一伸手 把竹面扯了出去 顿时啊 这蛋清蛋黄又都涌了出来 他眼中光芒闪烁 是不是就好了 话虽如此 但是 叶飞鸿面有难死的 看着吕良玉 你知道灵眼在哪吗 吕良玉沉默了 贝龙就在这个时候赶到的 吕良玉便把和叶飞鸿的对话 转述给了他 贝龙的心里顿时燃烧起了希望 他一直在担心 他突破五胜之后怎么办 到时候 他就没法再留在地球了 可他的老爸老妈却不愿意离开 现在好了 如果能疏通灵眼 岂不是地球就能恢复到曾经的神话时代 他就能和老爸老妈团聚了 而地球也将拥有 类同五仙星在银河中的地位 多好啊 但是 还是那个问题 灵眼在哪 贝龙问叶飞鸿 道君 您知道灵眼有什么特征吗 据我所知 灵眼最大的特征 就是天生地设的洞天府地 贝龙和吕良玉心血的对视一眼 有这个特征 寻找灵眼的范围就小了很多了 但是 道家有十大洞天 三十六小洞天 七十二府地 一个个找过去 那工作量也不小 他又问 道君 那您知道 什么东西能堵住灵眼吗 这就多了 但多为逆天而行之邪魔 叶飞鸿掰着又短又粗的手指头 如主家珍 僵尸 骷髅 怪物 他们或是自己藏在了灵眼里修炼 或是被修炼 囚禁在灵眼里淬炼 几百年 几千年之后 一出世 就有通天彻地之能 若是他自己藏在灵眼里修炼 出世之后 必将掀起一场血雨腥风 若是被修士囚禁在灵眼里淬炼 出世之后 这修士便是天下无敌 在叶飞鸿的友情提示下 贝龙眼中一亮 我好像知道灵眼在哪了 吕良玉不禁又惊又喜 在哪啊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贝龙脑海中出现了一个 剑眉星目包子脸的小道姑 灵眼当在茅山 茅山是道家上青派的发源地 被称为上青宗坛 既是第一福地 又是第八洞天 风鸾叠杖 云雾缭绕 奇言怪石林立 溶动身幽迂回 全灵圣池 兴罗齐步 曲剑西流纵横交织 绿树碧山 青竹繁茂 胜似仙境 玉环小道姑 搭了着小脑袋 垂头丧气的 跟在一个美道姑的身后 好像霜大的茄子 再敢私自溜出增门 羞怪为师 罚你面壁二十年 那美貌道姑 冷冷回头瞥了她一眼 美貌道姑 生得花容月貌 风乳肥吞 但最引人注目的却是 她那双又粗又长 又浓 还连到了一起的 像一个毛笔 写的一字的眉毛 嗯 我再也不敢了 师父 玉环小道姑 连忙求饶 心里对贝龙怨气重天 都怪贝龙把我抛弃了 为了找他 才被师父抓回来 但话说回来 他为什么抛弃自己呢 难道我不可爱吗 玉环小道姑 撇了撇小嘴 忽然又想起了一个问题 一本斗逼的问着 师父 为什么不是罚我面逼 一年 十年 或者五十年 而是二十年呢 大概至多二十年 历代掌教真人 接力培育的诗皇 就可以横空出世了吧 美貌道姑 想到诗皇 眼中闪过一丝炽热 祖师一言 这诗皇出世之日 便是上清大清之时 届时啊 茅山上清派的道统 将成为道门唯一正宗 天上地下 唯我独尊 可是 美貌道姑眼中 闪过了一丝迷茫 天上地下 唯我独尊 有意思吗 为什么 我对天上地下 唯我独尊 一点都没有期待呢 与其说 我在期待诗皇出世 倒不如说我期待着 诗皇出世之后 就可以不必死守 茅山了 期待着可以到红尘中 去走一走 看看外面的世界 是怎样的精彩 听玉环说呀 外面可好玩的 可恶 我这个做师傅的都还没有出去 反倒他这个做徒弟的 先去玩了个痛快 美貌道姑越响越生气 冷哼一声 既然你嫌二十年太少 那就五十年 啊 玉环小道姑都快哭了 师傅还是二十年吧 五十年我就老了 就在此时 忽然有一个比玉环小道姑 还小的小小道姑跑了过来 双手捧着一块玉佩 师傅 有两个陌生男人 拿着这块玉环师姐的玉佩来找他 嗯 美貌道姑俏脸一沉 冷冷盯着玉环小道姑 你还敢在外面勾搭男人 不 不是师傅 我没有把玉佩给男人呢 玉环小道姑急了 慌忙的高举双手一声清白 既然如此 美貌道姑眼中闪过了一丝狠力之色 师傅去把那两个男人杀了 不要师傅 玉环小道姑更着急了 他猛然想了起来 虽然他是把玉佩送给了达夫妮 但当时贝隆也在场 很可能是贝隆跟达夫妮 要了玉佩来找他 要是他师傅杀了贝隆 他上哪儿再找一个命中注定的贵人呢 嗯 你不是说没把玉佩给男人吗 是啊师傅 弟子是把玉佩送给了一个姐妹 让他有时间到茅山来找我玩 想来是这个姐妹把玉佩交给了他的男人 他男人也是认识我的 师傅息怒 玉环小道姑努力解释着 然后一头磕在地上 嗯 既然如此 玉京去把那两个男人 带到万寿宫来见我 是师傅 小小道姑玉京干脆的答应一声 哒哒哒的颠着小脚跑了 一口气跑到了贝隆和吕良玉面前 玉京小道姑板着脸说道 跟我来 叶飞鸿压制静节的密法是有时效的 时间到了 他就只能离开地球 反正吕良玉是死活都不肯离开 叶飞鸿把灵眼的事情告诉他 也算是人之一金了 剩下的事情自然就只有吕良玉和贝隆去做 叶飞鸿得回去坐镇通天剑拍 贝隆和吕良玉对视一眼 玉京小道姑走的时候 还是活泼可爱的小女孩 这一回来就变得一点都不可爱了 很显然有人对他们的到来并不欢迎 但是欢迎不欢迎无所谓 贝隆和吕良玉都是五尊的实力 地球上哪里去不得呀 之所以堂堂正正的来 就是因为 这颗星球上已经没有人知道他们玩阴谋诡计了 吕良玉一生也从不屑玩阴谋诡计 茅山的宫冠道院最昌盛时 达到二百五十七处 太平天国时遭兵险 至清末 尚存三宫五宫 其中的三宫就是 重洗万寿宫 九孝万福宫和 圆福万宁宫 后来日寇扫荡茅山 焚毁了九宫的道院 建国之后 某时期 茅山道院又遭摧毁 后来国家拨款修复了九孝万福宫和 圆福万宁宫 世人只当再无 重洗万寿宫 但实际上 重洗万寿宫一直都在 只不过和天外天同样的原因 有阵法保护 始终不曾暴露在世人眼中 如果不是贝隆手上 有玉环小道姑送给达夫尼的玉佩 想要找到上青派也不太容易 玉京小道姑虽然只有七八岁 但小短腿倒腾的紧 在崇山峻岭 倒也是剑步如飞 果然不愧是道门千古大派啊 贝隆瞅瞅吕良玉 这小道姑至少也是武侠了 可惜了 吕良玉微微摇头 明明是修炼武道的好苗子 却被拐去修仙了 不过呀 既然玉京小道姑能成武侠 显然上青派的修仙 其实也和武道一举同工的 师兄弟一路走走看看 传音交流 很快就到了位于 崇山峻岭之间的万寿宫 玉京小道姑立场坚定 斗志强 见美貌道姑不待见这两个男人 他就也对这两个男人不假颜色 直到万首宫门口 他才停了下来 转回身 绷着小脸 对二人道 进宫之后 须谨言慎行 我师父超凶的 听他这么一说呀 贝隆就明白了 合着不欢迎他们来的 就是他们的师父呀 想必这就是那个 神龙剑手不见尾的 一眉仙子了 贝隆问 你师父怎么称呼啊 看贝隆长得好看 玉京小道姑扭捏了下 还是说道 问师父 法行梦罗 原来是梦罗仙子 就在此时 从万首宫中忽然传了一声冷哼 玉京小道姑吓了一跳 慌忙道 我师父生气了 你们赶快跟我进去吧 道路里面 别乱说话 我师父超凶的 知道了 贝隆嘴角隐蔽抽出两下 和吕良玉 跟着玉京小道姑进去了 见识了五先星的六大圣地之后 在贝隆眼里 这宏伟壮观的万首宫 也乏善可陈 里面的小道姑 也各个骨骼荆棘 不知一体 贝隆和吕良玉 一直走到万首宫的深处 在美轮美奂的大殿里 见到了梦罗仙子 和玉环小道姑 梦罗仙子高高在上的 坐在掌门宝座上 玉环小道姑 则是哭丧着脸 跪在地上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 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漠视呢 作者 王袍 演播 嗨阳 第297集 听到有人进来 玉环小道姑 偷偷回头瞅瞅是贝隆 连忙又对梦罗仙子道 师父 他就是我那个姐妹的男人 贝隆 梦罗仙子冷笑着 瞅瞅贝隆 又瞅瞅吕良玉 问他 你那个姐妹在哪里 对啊 玉环小道姑 连忙眼巴巴的问贝隆 小哥 达夫妮姐姐在哪里啊 人马兴 贝隆 这才想起来 自己还把达夫妮 扔在人马兴 实在是不厚道 玉环小道姑 连忙回答梦罗仙子 师父 那个姐妹在人马兴 哼 人马兴 梦罗仙子 用看傻逼的表情 看玉环小道姑 这话你都信 一介凡人 怎么可能去星星上去啊 这真不能怪梦罗仙子 主要是他一直死守万寿宫 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 玉环小道姑 虽然跑出去了一趟 但被抓回的太早了 还没跟贝隆去过外星了 所以玉环小道姑琢磨琢磨 发现自己被忽悠了 回头对贝隆怒目而是 你又骗我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了 说到这个呀 玉环小道姑气就不打一出来 没骗过我 你这怎么甩了我的 这就尴尬了 贝隆想起来了 当时他瞪着 玉环小道姑的身后喊 你们这些黑暗精灵 还有脸追来 骗得玉环小道姑回头 他趁机拉着答复 你就跑了 我最讨厌骗女人的臭男人 剑壮 孟罗仙子勃然大怒 把手中雪白的浮沉 向着贝隆一甩 嗖嗖嗖的 那浮沉上无数的马尾 竟然全都飞射向了贝隆 一根根细细的马尾 仿佛变成了钢针 快如闪电的穿透了虚空 贝隆此时穿的是 剑仙宗的道袍 不慌不忙的大袖一甩 顿时啊 他的大袖 就像吸铁石一样 瞬间把那无数根马尾 全都吸走了 跟着贝隆随手一抖 便把无数根马尾 甩落在地上 十分轻松血液 就只是甩了下袖子 武当神功 流云飞旧 孟罗仙子不禁脸色微变 就只这一手 他就试出来了 贝隆的实力 竟然不在他之下 我这个实体哪都好啊 就是剑仙性的不着调吧 吕良玉见贝隆扯了半天 都没能扯入正题呢 扯着扯着还干起来了 只能是无可奈何的 向孟罗仙子拱拱手 见仙宗九剑剑宗 吕良玉 携师弟贝隆 见过孟罗仙子 天外天的剑仙宗 孟罗仙子皱着 一字眉打量吕良玉 上清派和剑仙宗 向来井水不犯河水 吕剑宗 你们师兄弟二人来此 究竟是何用意 孟罗仙子很生气 但贝隆是五尊 贝隆的师兄 那肯定也得是五尊呢 这就需要以德夫人了 我们来就是想问一句 贝隆笑眯眯的盯着孟罗仙子 这时候啊 玉环小道姑 一下子就明白过来 羞涩的说 你不用问了 我时候不会跟你走的 啊 玉环小道姑一头磕在地上 师父 我愿意面闭五十年 求您放他们走吧 你到底是哪来的这么强的自信呢 贝隆也是醉了 虽然玉环小道姑愿意为了他面闭五十年 还是挺感人的 但贝隆还是摸着自己的良心说 孟罗仙子 我们来就只想问一句 你们上青派练了几千年的僵尸 能不能不练了 嗯 竟然不是为了我 玉环小道姑磕头在地上 心都碎了 更是抬不起头了 什么 孟罗仙子脸色大变 猛然回头向着玉环小道姑怒目而视 你这个叛徒 扶在地上的玉环小道姑 被他怒目而视 吓得浑身一哆嗦 我 我又怎么了 我 不对啊 孟罗仙子想起来了 这事玉环小道姑也不知道啊 那么问题来了 被龙是怎么知道的 孟罗仙子冷冷的盯着被龙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怎么知道的 您就甭管了 被龙笑眯眯盯着他 你能不能不练了 孟罗仙子的一字眉 拧成了大铁疙子 我们上青派凭本事练的僵尸 凭什么你说不练就不练了 因为你们堵着灵眼了 你们上青派这只僵尸 从宋朝末年到现在 练了一千年了 整个地球的灵气 也就因为你们 衰落了一千年 以前我们不知道也就罢了 现在我们知道了 你的僵尸能不能别练了 啊 地球的灵气衰落 孟罗仙子当然是知道了 但他压根没往这方面想啊 毕竟地球的灵气衰落了这么多年 可是现在被龙这么一说 他想起来了 这只僵尸可不正是练了快一千年吗 而且还是锁在地窟里的养尸井练的 难道养尸井就是什么灵眼 地球的灵气衰落 真的是因为这只僵尸吗 孟罗仙子并不是个丧心病狂的女子 所以他沉引两秒道 给我二十年 二十年之后 我保证不再练了 不行 贝龙毫不犹豫的一口拒绝了 二十年 二十年我师兄坟头草的 他妈比我高了 贝龙当然知道孟罗仙子 为什么说要给他二十年 他重生之前 所了解到的一枚仙子 就是在末世之后 第二十年横空出世 神龙见首不见尾 随身带了一句千年老师 有通天彻地之能 但贝龙不可能给他二十年 让他把千年老师练成 贝龙等得了 可吕良玉大线将至 谁知道还能活得到多久啊 孟罗仙子冷冷盯着贝龙 这只僵尸 我们上清派已经练了将近一千年 集合了五代掌门的心血 耗费了无数人力财力物力 怎能半途而废 死了都要练 死了都要练 没什么好说的了 贝龙看了吕良玉眼 师兄 我不客气了 说吧呀 贝龙身形一闪 竟是凭空消失 下一瞬 已然到了孟罗仙子的面前 一直点去 武当神功 一旋指 眼见那根燃烧着金色火焰的食指 向着自己眉心点来 孟罗仙子冷笑一声 无鬼何在 呼的贝龙的眼前 就出现了五个若有若无的鬼影子 手舞足蹈的凭空跳了出来 一拥而上 把他围在中间 搂腰的搂腰 抱大腿的抱大腿 就把他困住了 当初玉环小道姑 请无鬼时 先念了一大通的咒语 又捏手印 又跺脚的 很是繁琐 这孟罗仙子 却一句话 就请了无鬼 可想而知 他的修为远不是 玉环小道姑能比的 当然了 这个世界没有鬼 无鬼依旧是 孟罗仙子 无比强大的精神力量 制造出来的幻境 但却已经突破了 幻境的极限 无鬼已经凝聚成形 七手八脚的 把贝龙给纠缠住 贝龙的一旋指便停住了 他就仿佛被 无形的枷锁束缚住 动弹不得 孟罗仙子 嘴角效益更浓 然而让他意想不到的是 贝龙体内 竟然猛的爆发出了 一丈高的金色火焰 无鬼一粘到着金色火焰 顿时就被烧得浑身上下 不断的冒出黑烟 在一阵鬼哭狼嚎中 无鬼瞬间就被炼化成了飞灰 无鬼被炼化的同时 孟罗仙子身不由己的 喷出一口老血 师父不要 玉环小道姑见 孟罗仙子放出无鬼 吓得尖叫一声 在他的心里 孟罗仙子简直就是 神一般的存在 孟罗仙子教训他的时候 他连躲避的可能都没有 他好怕孟罗仙子一出手 就用无鬼吸干贝龙精血 所以他下意识的喊了出来 没想到 才喊了一半 无鬼就被贝龙的九阳真火 给轻而易举的炼化了 反倒是孟罗仙子吐了鞋 这就尴尬了 满嘴嗜血的孟罗仙子 对他怒目而尸 玉环小道姑 眨眨眼睛 不要 不 不要手下留情 我他妈像是 手下留情的样子吗 啊 孟罗仙子抹了一把鞋 还好玉环小道姑 这小肘子不是往外拐的 让他心里安慰了一些 至于无鬼被灭 受到的反噬 习武之人嘛 避免不了磕磕碰碰 这都不是事 真正的战斗 现在才开始呢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孟罗仙子银牙紧咬 双手大袖一挥 顿时袖口中 刷刷刷的 好像发牌一般 连续不断的 飞射出了一张张的 黄色浮露 他大袖里 就像是无底洞一般 浮露无穷无尽 雪花式的 扑满了天地 又仿佛 锋刃寒光四射 刷刷刷的割裂虚空 劈头盖脸 斩向贝龙 贝龙淡然自若的 双手一开一合 顿时啊 虚空中出现了一个 火光闪耀的巨大漩涡 将那无数的浮露 全都卷入巨大漩涡之中 随着贝龙轻轻的 把手一拨 就仿佛拨动了日月旋转 那无数浮露 在巨大漩涡中 旋转几圈之后 便临阵倒戈 发出阵阵穿透虚空的 尖锐风啸之声 比来时更快的 飞射向了孟罗仙子 孟罗仙子脸色微变 慌忙又把双手大袖一挥 刷刷刷的 那浮露就好像 老马石头一般 回到他的大袖之中 此时 孟罗仙子眼前一花 贝龙竟然凭空 出现在他的眼前 孟罗仙子手腕一翻 那无数浮露 便自动形成了 一口浮露宝剑 浮露上的浮纹金光闪烁 被他握住 一箭刺向贝龙胸口 这本是降妖除魔的本领 降魔剑 若是刺中人 便能把此人的神魂定住 贝龙笑眯眯的 伸出剪刀手 啊不 是摘星纸 其实说剪刀手也没错了 食指和中指 就像是一把直立张开的剪刀 向着那降魔剑随手一剪 剑仙总有两大绝技 一是飞剑绝技 天外飞仙 另一个就是摘星纸 白剑飞的天外飞仙 比吕良玉差了一丢丢 但摘星纸 又比吕良玉强了一丢丢 所以摘星纸 可谓白剑飞的看家本领 贝龙的摘星纸 正是白剑飞真传 他这信手一剪 只听咔嚓一声 符禄形成的降魔剑 竟是应声而断 降魔剑顿时就崩溃了 散落的符禄 顿时燃烧起了火焰 转眼间烧成了灰烬 而孟罗仙子小脸苍白 难以置信的瞪大了眼睛 是你这个负心汉 负心汉 吕良玉 玉环小道姑 玉京小道姑 他们都警呆了 我好像知道了 什么了不得的事啊 尤其是玉环小道姑 一下想起了许多的事情 难怪师傅老师说 男人都是死鸭子嘴硬 男人都是大猪蹄子 我最讨厌骗女人的臭男人等等 玉环小道姑年纪还小 所以虽然觉得哪里怪怪的 但他一直没想明白到底哪怪 直到逃出茅山遇到贝龙 玉环小道姑才想明白 师傅从来没有离开过茅山 也没和男人在一起过 他是怎么知道 男人都是死鸭子嘴硬 又怎么知道 男人都是大猪蹄子 那到底是哪个 臭男人骗了哪个女人呢 直到这一刻 玉环小道姑才恍然大悟 原来师傅也是一个 有故事的女人呢 贝龙整个人都不好了 我不是 对 你不是 不是你 孟罗仙子失魂落魄的 含着眼泪无力的摇摇头 你没有他那么可爱 也没有他那么可恨 贝龙下意识的看向吕良玉 吕良玉脸色一沉 看我干什么 我是这种人吗 原来 他来自天外天见仙宗 难怪 孟罗仙子陷入痛苦的回忆 贝龙问道 仙子 你知道他的名字吗 或者描述一下他的形象 发生过什么 有资格修炼 且炼成了摘星纸的 整个剑仙宗两只手 也数得过来 其实贝龙心里已经有所猜测 就等孟罗仙子描述 便能确定傅心汉是谁了 孟罗仙子眼中含泪 咬牙气质的说 他说他叫吕良玉 吕左的吕 贤良的良 美玉的玉 还不是说你 贝龙难以置信的回头看向吕良玉 吕良玉已是风中凌乱 我从未见过你 吕良玉忍无可忍的说 你怎么这样 凭空误人清白 废话 我也没见过你啊 孟罗仙子莫名其妙地 瞥了吕良玉一眼 又道 他长得面如冠玉 唇红齿白 虽然眼睛小了点 但是很有神 脸圆圆的 很是可爱 他的样子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这个使乱中气的吕良玉 我每天都要咒他千百遍 你们既然是他的同门 可知道这吕良玉 现在人在哪里 面如冠玉 唇红齿白 小眼睛大圆脸 还会摘星纸 还会栽赃吕良玉 悲龙和吕良玉对视一眼 不约儿童脱口而出 白剑飞 他中了青迷妖花之毒 误打误撞地闯入了茅山 我一时好心救了他 却没想到被他 孟罗仙子眼中闪烁着 晶莹的泪花 白剑飞是谁 这个死胖子 不是说幸好他一身正气 即便是美色当头 春毒迷情 也没有让那些 问情谷的骚乎力得逞吗 好吧 确实是没让问情谷的 骚乎力得逞 却祸害了茅山上青派的 孟罗仙子 还无耻地留下了 吕良玉的名字 吕师兄还好吧 贝龙小心翼翼地 瞅瞅吕良玉 吕良玉浑身杀气澎湃 竟是逼得他都情不自禁地 后退后退再后退 吕良玉冷冷地说 我是吕良玉 复心汉叫白剑飞 你是吕良玉 孟罗仙子难以置信地 瞅瞅贝龙 贝龙点点头 他就吕良玉 孟罗仙子无语了 但是这么多年 我爱的念的恨的怨的 牵挂的诅咒的 那怎么都是吕良玉呀 孟罗仙子的内心 几乎是崩溃的 又有点庆幸 还好诅咒的 不是那个死胖子 贝龙也是安庆幸 还好自己从一开始 就打得生禽活捉 孟罗仙子的主意 毕竟 僵尸养在哪儿 玉环小道姑未必知道 就算是知道 他杀了孟罗仙子 玉环小道姑 也肯定不会告诉他的 反倒翻脸成仇 所以他一直没有动用赤销 更别说诸仙见真了 否则孟罗仙子 现在已经入土为安了 孟罗仙子的一字眉 拧成了麻花 那么 白剑飞这个傅心汉在哪 看着浑身杀气的吕良玉 悲龙觉得 白剑飞可能是逃不过这劫了 仙子 你找他 我找他 就是想问问这个畜生 孟罗仙子含着眼泪 飘然飞下了高高在上的宝座 飞到玉环小道姑的身旁 搂着一脸懵逼的 玉环小道姑哭道 他要不要我们娘脸了 飞龙和吕良玉情不自禁 倒吸一口冷气啊 娘俩 连孩子都有了 不是 孩子都这么大了吗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 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漠视呢 作者 王袍 演播 嗨阳 第二百九十八集 贝龙难以置信的 瞅瞅玉环小道姑 那张圆圆的包子脸 两片薄薄的嘴唇 果然和白剑飞十分的相似呀 那双大大的杏眼 和两匹邪飞入病的剑眉 应该是遗传的孟罗仙子 难怪这小丫头 有时中二有时逗逼 有时又中二有逗逼的 原来是继承白剑飞的良好基因 不用说了 这他妈就是亲生的呀 吕良玉也越瞅玉环小道姑 越觉得像白剑飞 凭胸而论 除了性眼和剑眉 玉环小道姑和白剑飞 那几乎就是一个 母子刻出来的 这死胖子好福气呀 只要是能找到 这个父亲汉 僵尸的事都好说 他要是敢不要我们娘脸 孟罗仙子搂着玉环小道姑 咬牙切齿恨恨的说 老娘非杀了他不可 吕良玉点点头 我也正要找他 刚好与你同去 孟罗仙子看吕良玉 脸色不善的样子 忍不住问了一句 你找他干什么 吕良玉冷冷道 干他 唐英挺着五六个月的大肚子 坐在柜台后 丁湘兰已经老老实实的端盘子去了 贝家大少奶奶来了 哪有她做的呀 不过呀 丁湘兰却成功的把唐英带拐了 唐英一边小手轻轻的 抚摸着自己高高隆起的肚皮 一边看着壁挂电视上的 经典武侠科幻电视剧 《醉唐门》 讲的是 明末蜀中唐门第一高手 唐绝与对手在雪山顶上决斗 遭遇雪崩 埋身于千年冰雪之下 一千年之后 唐绝终于醒了过来 却是在实验室里 等着被切片研究 故事发生在唐门 让唐英看得很有代入感 不知不觉呀 就被代入到了故事情节中 原本唐英不是这么腐败的 主要是怀孕了 她什么都不想干 就算想干 公公婆婆也不让她干 男人呢又不在身边 她不看电视打发时间 还能干什么呀 忽然她感觉火锅店里 一下惊了下来 还有人在 嘶嘶嘶嘶的吸冷气 什么鬼呀 唐英下意识的偏头看去 当看清了出现在门口的 花样美男时 唐英激动的一下子就从柜台跳了出来 这可所有人都惊呆了 这孕妇灰了呀 现代这个时代 老百姓什么没见过 丧尸 毒师 便衣兽 外星人 机甲 可是一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孕妇 竟然能挺着个大肚子 一下飞出去十几米扑入男人的怀里 这视觉效果还是很震撼的 而那个看起来同样平平无奇的男人呢 竟然也轻轻松松接住了这个大肤贫贫的孕妇 公主抱的姿势 抱着孕妇转身就走 所有人都下意识的追了出去 却发现踪迹全无 卧槽 许久啊 人们才回过神了 然后就是垂胸顿足 晚夕 忘了路向了 正所谓无图无真相 今天这事看来呀 只能流传于茶余饭后的牛逼之中了 贝龙抱着唐英飞呀飞呀 一路飞回到家里 直接从阳台进去上了床 先是一番深入浅出的唇枪舌战 由于孩子还有三个月就要出世了 为了避免流产或者早产 贝龙只能是克制着自己的男儿本色 搂着唐英躺在床上甜言蜜语 唐英身为大龄孕妇 本来就情绪不稳定 特别需要男人的安抚 贝龙一直都不在身边 这会儿终于是好好的 陪唐英了一个下午 由于知道贝龙抱走了唐英 贝友福张春丽两口子 特意今天早早就打烊了 一大家子其乐融融的 吃起了团圆饭 贝龙拿出了特地给老爸买的单酒 爸妈 这酒是从外星带回来的 能强身健体 还能延年一收 来尝尝 贝龙把单酒给贝友福张春丽倒上 也给小野大雄和丁香兰来了一杯 小野大雄和丁香兰 吃到贵重 就跟喝茶似的一点一点品 贝友福豪放一口就干了 赞不绝口 这酒不错 就是 度数低了点 度数低也不能多喝 贝龙认真叮嘱 你们可得听我的啊 一月一回 一回二两 不能多喝 也不能少喝 我保证您二老扶如东海 寿比南山 兰姐 你负责替我监督爸妈 要是喝错了出了什么事 我唯你试问 知道了 丁香兰心里苦啊 酒没自己的分 还要负责监督老爸老妈 这皇帝还不差恶兵呢 看他那小模样 贝龙就知道他在想什么 便道 你也可以陪爸妈喝一杯嘛 丁香兰顿时激动的 都快跳起来了 他不在乎修为 但这酒可是能永保青春的 见丁香兰这么激动 张春丽疼闺女 便说 哎呀 兰兰喜欢喝 就给兰兰喝呗 那可不行 丁香兰连忙说 这可是小龙对老爸老妈的 一片孝心 这酒啊 你们必须喝 我呀 就在你们喝的时候 蹭点就行了 大家都笑了 贝龙暗慰丁香兰点赞 这就是丁香兰在贝家的作用 说起哄到老爸老妈开心 朱颜 唐英 答复你捆在一块 都赶不上一个丁香兰 白剑飞那小日子 现在过的那叫一个逍遥 打着通天剑派的招牌 他坐镇养龙道 简直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 所有人都捧着他 敬着他 奉承着他 唯一遗憾的是 吕良玉不在 如果吕良玉在 他还能如此逍遥 那才是真逍遥 也不知道吕冰山 现在怎么样 白剑飞揉着自己 肥厚的下巴心想 哎呀 没有本座陪伴的日子 他一定空虚寂寞冷吧 可惜呀 本座现在又是五胜了 见到本座 他一定很自卑吧 就在白剑飞 美滋滋的时候 呼的一道剑光 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 而响丁当之是批面而来 不是 老吕 老吕你误会了 白剑飞本能的诡较多少 我不是 我没有 你 等一下 我在怕什么呀 我已经是恢复五生了呀 吕良玉现在只是五尊呢 白剑飞刚刚冷静下来 就听到吃的一声 虚空中飘飞出半片一角 还有一缕缕发 宛如羽毛般的 飘飘忽忽的坠落 白剑飞当时就蒙蔽了 老吕 你不是不来吗 不是 我在这里每天 查不死 犯不想的 就盼着你来 结果你一来 你就砍我 白剑飞委屈的嚷嚷 我 我 我到底做错什么了 吕良玉冷笑一声 这时 从他的身后杀出了浓眉大眼的梦罗仙子 指着白剑飞交吃 银贼 拿命来 我的个鬼鬼啊 白剑飞一见 孟罗仙子 顿时脸色大便 毫不犹豫 化作一道剑光 就飞走了 吕良玉冷横一声 也化作一道璀璨剑光 追了上去 白胖子 耳目毕业 银贼 负习习汉死鬼 你给我站住 孟罗仙子怒气冲冲跑在第三位 玉环小道鼓跑在第四位 一边跑 一边凄惨的喊 爹 娘 听到外面不时传来白剑飞的鬼叫声 以及纵横剑气的痴痴声 俘禄满天的刷刷声 贝龙尴尬而又不识礼貌的 微笑着给叶凌峰他们解释 这个 清官难断家务师呀 咱们不用管他们 来 咱们说咱们的 真不用管吗 叶凌峰他们都是 不由自主打了个罕见 总感觉会出人命呢 讲真的 贝龙也有点不放心 毕竟以前是男子单的 现在呢 男女混合双的 一个小时过去了 衣衫蓝履灰头图链的白剑飞 一只手搂着梦罗仙子 一只手搂着玉环小道姑 一家三口相拥嚎啕大哭 真是闻者伤心 听者落泪呀 好了好了别哭了 师兄 你们一家团聚 好事啊 贝龙都看不下去了 师弟呀 你是不知道吗 当初 你嫂子跟我说 滚 那一度直下 我就滚了 结果呢 他们茅山外边有阵法 我这出来就找不到哪是哪的 我在这茅山外边绕了整整一年呢 实在是等不到人出来 这剑县宗又等着我主持大局 这无奈呀 我才只有离开 但每年呢 我都会抽时间去茅山找你嫂子 可是 每次都是满怀希望而去 满怀失望而归呀 白剑飞揉着眼睛说得老伤心了 老婆带着孩子找来了 我遇见小狼圈的日子 从此一去不复返了呀 见仙宗等你主持大局 贝龙和吕良玉对视一眼 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见贝龙和吕良玉神色有异 白剑飞赶紧冲他们使劲挤挤眼睛 人间不差呀 是我错怪你了官人 梦罗仙子紧紧露着白剑飞 我再也不离开你了 好 好 太好了 白剑飞面如死灰 为所欲为的人生结束了 爹 玉环小道姑扑在白剑飞的怀里 哭成泪人 白剑飞也哭着抱住了他 揉了揉玉环小道姑的包子脸 白胖子安慰多了 好歹不是喜当爹 等一家团聚的心情平静下来 梦罗仙子便主动向着贝龙跪了下来 如果不是叔叔 我们家三口还不知何时才能相聚 请受努加一拜 嫂子 使不得呀 贝龙连忙双手去扶 梦罗仙子本来也就做个样子 贝龙一扶 他推拉两下也就起来了 回头对玉环小道姑说 还不败谢叔叔 对谢叔叔 玉环小道姑哭着给贝龙磕了个头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更伤心了 叔叔 关于那僵尸之事 梦罗仙子知道贝龙在乎这个 便主动提了起来 确实是我们五代掌门 偶心力血练了千年的 就差了二十年 嫂子 僵尸之事本来不能善良 但既然已经是一家人了 就算了吧 贝龙叹了口气 勉为其难的说 之前他一定要毁了那千年老师 一是担心吕良玉 不肯离开地球 寿远等不了二十年那么久 二是担心梦罗仙子 仗着千年老师横行天下 将来会成为剑仙宗的强敌 但现在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吕良玉已经来了五先星 梦罗仙子呢 也成了剑仙宗的媳妇 像他这种传统女人 是一定从一而终的 也没必要飞毁了千年老师 毕竟只需要再等二十年 而人家上青派 练了上千年也不容易 多谢叔叔成全 梦罗仙子松了口气 高兴的给贝龙又服了一服 然后小心翼翼的偷偷看看 在宫外悬崖边上截然一身 迎风独立的吕良玉 刚才追杀白剑飞时 恢复五胜的吕良玉 展现出了惊人的战斗力 本来呀 梦罗仙子是做事和吕良玉 一起追杀白剑飞的 后来呢 反倒是成了两口子 合斗吕良玉 这让梦罗仙子 对吕良玉十分的畏惧 不知为什么 我们一家团聚 拜拜好像不太高兴 贝兄 我在此已经恭候多时了 火神宫山门前 焚海长老笑呵呵的 向着贝龙狗手 顿时让刚刚来到这里的贝龙 成为了全场焦点 什么人竟然能让火神宫的长老 在山门前恭候多时呢 所有人都下意识的看去 便看到一个身穿通天剑派 七剑护法蓝色道袍的 翩翩少年从天而降 通天剑派的七剑护法 确实了不起 但也不至于让火神宫的长老 在山门前等吧 在所有人都恭敬中 暗藏疑惑的围观下 贝龙上前和焚海长老 携手走入了宝顶山 这几天呢 贝龙收到了焚海长老的请帖 邀请他来参加火神宫新公主 风火红的登基大典 即百炼大会 风火红是火神宫 硕果仅存的两位圣王之一 在经过了一系列的明争暗斗之后 登上了公主宝座 有风火连天 风火连城兄弟 和四位灵子 被太上长老坐镇的时候 根本显不出风火红 所以风火红既是要照告天下 自己的上位 也是要趁此机会 秀一下肌肉 毕竟在上一次百炼大会中 火神宫元气大伤 纸面上的力量 已经沦落到了 五仙六大圣地倒数之一 风火红急需证明 你大意还是你大意 新公主是炼丹宗的宗主 风火红 分海长老给贝隆介绍 这次百炼大会 他要当场表演大力丸和套丹秘法 在座的每个人都有赠送 大力丸套丹秘法 贝隆很好奇 在此之前 他都没听说过套丹秘法 大力丸倒是听说过 古代街头巷尾 经常可见卖大力丸的 大老爷们满脸横肉 光着膀子露出嘎的肉 胸口一巴掌宽的护心毛 扎着马步跺个脚 拉开驾驶转悠几圈 然后就开始唾沫横飞 推销他的大力丸 号称能强筋见骨 增强气力 实际上就忽悠人的 且不说大力丸是拿什么东西搓的 就连他们那一巴掌宽的护心毛 听说都是用猪毛粘的 怎么 五仙星火神宫的新公主 要表演搓大力丸 会不会有点太接地气了 大力丸的功效 就是强健筋骨 增强气力 长期服用 便能龙惊虎猛 力大无穷 焚海大长老给贝隆做科普 套单秘法 是我们火神宫的不传之秘 一般野鹿子炼丹 一炉只能出一粒 但如果学了我们火神宫套单秘法 一炉最少出三五粒 多的能出十几二十粒 是我的话 出三五十粒是有的 不知为什么 总感觉这大力丸听着莫名熟悉呢 贝隆夸他 厉害厉害 焚海长老也颇为自豪 他身为炼气宗的长老 炼丹能一炉出三五十粒 确实值得被表扬了 哈哈 贝隆过奖了 许久不见 咱们兄弟俩一起喝两杯 贝隆便跟他去了洞府 一番畅饮之后 贝隆又趁着这次机会 到处看人开炉 时间一晃而过 转眼呢 就到了烽火红登基大典 即百炼大会的好日子 依旧是在宝顶山顶 那宛如古罗马竞技场的天然广场 来得早的各派五仙 已经三五成群占据了有力地形 贝隆这次有经验了 直接要往顶层走 却被焚海长老一把拉住 贝兄 这次登基大典 还是坐在前面好 说着呀 焚海长老拉着贝隆坐到了前三排去 这样距离那太极鱼般的符号 最近 与上次不同的是 因为烽火红是要当场炼丹 太极鱼并没有摆放炉顶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 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漠视呢 作者 王袍 演播 嗨阳 第二百九十九集 哎 听说了吗 幽冥教攻打养龙道 本以为是个软柿子呢 没想到是个铁疙瘩 养龙道不知什么时候 依附了通天剑派 通天剑派去了几个长老 把蒋天生 力清灵都打死了 逼得幽冥教主 风扇百年 惹不起惹不起 炼师宗宗主蒋天生和炼谷宗宗主立清凉 他们可都是五圣啊 别忘了 养龙道的叶云天 那可也是一尊五圣啊 以往几十年 几百年 都未必能陨落一尊五圣 现在还不到半年 陨落的圣王和五圣加起来都上两位数了 谁说不是呢 养龙道 霍神宫 幽冥教 最近咱们五仙星是不是犯太衰了呀 霍神宫上次一下陨落五大圣王 这次要是再出什么岔子可就 呦 现在啊 也就通天剑派 最坚挺了 听说最近从外星回归了一批庞喜弟子 平白多了许多五尊五圣 五仙六大圣地 现在通天剑派是真正的老大呀 在贝龙和焚海长老的身后 几个五仙窃窃私语着 他们以为混在这么多人里面 不会引起谁的注意 贝龙和焚海长老却全都听清楚了 当然了 贝龙和焚海长老也不会说什么 只是焚海长老脸色很不好看 故意岔开话题问贝龙 贝兄啊 通天剑派派了谁 去把蒋天生和厉清灵给打死了 我呀 是我和我师兄白剑飞 贝龙继续说道 我师兄斩了蒋天生 我斩了厉清灵 佩服 佩服呀 焚海长老真的是惊到了 厉清灵可是五圣 贝龙一个五尊竟然能越即斩杀五圣 如果不是吹牛的话 这个朋友值得一辈子珍惜 就去了你们两个吗 焚海长老又问 贝龙点头 嗯 就我们俩 厉害了我的哥呀 焚海长老看贝龙的眼神都变了 就只去了贝龙和白剑飞两个 不但斩了蒋天生和厉清灵 还逼得幽名教主 严九霄 封山百年 只是做朋友怎么够啊 焚海长老果断决定 大会之后 就和贝龙焚黄指 斩几头 不求同年同月 头日生 但求同年同月 同日死 就在这时候 人群忽然骚乱起来 好多人都站起来 向着天空上 躬身行礼 贝龙和焚海长老 也仰头望去 却见半空中 飘来一朵金云 金云上坐着的 正是万古道孙圣贤 和他的得意弟子 滕珍珍 滕珍珍远远远的 就扒在云边 往下张望 看到贝龙 他兴奋的向贝龙挥手 贝爷 我在这呢 贝龙嘴角隐蔽抽出了 怎么把这场忘了 珍珍都来了 炎炎还会远吗 珍珍 你知道该怎么做吗 孙圣贤眉头未周 自己这个土地哪都好 长得漂亮 天资又高 修炼也勤勉 唯一的缺点呢 就是看到贝龙就花痴 嗯 晓得了师父 滕珍珍用力一点头 纵身一跃 跳下金云 找贝龙去了 你他妈知道什么了你啊 孙圣贤风中凌乱 本座的脸都让你丢尽了呀 不过这小子人不错 从地球给我带了这么多酒 孙圣贤对了嘴儿 喝了口茅台 连幽冥教的力清凌 都让他杀了 两百岁以下的年轻人里 就属他了呀 贝爷 想不想我吗 滕珍珍笑嘻嘻地坐到贝龙的身边 搂着贝龙胳膊 贝龙还没来得及回答呢 就听半空中传来了一个 让他牵肠挂肚的声音 老公公公 来了 贝龙连忙不留痕迹地把胳膊 从滕珍珍肉乎乎的大龙虾 钳子里拔了出来 向着半空中出现了两个绝美女子 挥了挥手 老婆婆婆婆 脚踏青莲的花青莲 用过来人的目光 看向了身后的朱颜 想去就去吧 嗯 师父最好了 朱颜红着小脸 竟然像是在地球上一样 先大力拥抱了花青莲一下 这才飞到贝龙另一边坐了下来 熟练地搂住了贝龙的胳膊 老公 想不想我 当然了 你可是我老婆呀 贝龙果断给出了标准答案 朱颜便满意地笑了 腾珍珍撇撇小嘴 然后笑嘻嘻地从贝龙身旁探出小脑袋 颜颜姐 朱颜笑嘻嘻地 珍珍妹儿 看到贝龙左拥右抱 享尽奇人之福 吃瓜群众们个个都是满心的羡慕嫉妒恨 是他 是他 怪不得那天火神功的长老跑到山门前相迎 原来他和圣贤道勋的传承弟子腾珍珍 青莲圣母的传承弟子朱颜是这样的关系 怪不得呢 为什么不是我 废话 人家是通天剑派七剑护法 你是什么呀 吃瓜群众们指指点点窃窃私语 空气中都弥漫着酸溜溜的气息 呼的呀 人群又骚乱起来 贝龙抬头一看 只见天边竟是飞来一张双人床般的巨大符禄 符禄下的金色符纹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符禄上坐着一个堪比百年老篇千鸡变二里 一不多慢大将军的超级大胖子 简直就像是堆了一座肉衫在那里 即便如此呀 他还一手一个鲁鸡腿 一手一个酱肘子 大块朵鱼 而那巨大符禄上还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美酒佳肴 灵浮岛岛主 甲玲珑到了 焚海长老连忙提醒秀恩爱三人组 注意礼仪 灵浮岛岛主 甲玲珑 这还是贝龙第一次接触到灵浮岛 五仙六大圣地 原本的排序从高到低一次是火神功 通天剑派 幽名叫灵浮岛 鸳鸯宗 万古道 现在的排序则是火神功到了最后 通天剑派排在首位 灵浮岛顺位而上了第三 算是实力不弱 可是灵浮岛岛主 这也太 也太随意了呀 烽火连城 炎九霄 花青莲 孙圣贤 哪个不是圣王之风 就算小胖子叶飞红 也是霸气侧漏 唯独着甲玲珑 让贝龙好像到了喜剧人的舞台 随大溜的向甲玲珑拱手 贝龙又带着朱颜和腾珍珍坐下了 结果呢 屁股才刚刚沾到石灯 呼的空中飞了一道剑光 这道剑光无比犀利 仿佛能一剑开天 无论是花青莲还是孙圣贤 亦会是甲玲珑 都是黯然失色了 剑光中出现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小胖子 正是贝龙刚刚想到的神剑道君叶飞红 顿时 所有人都起身向着叶飞红恭恭敬敬的行礼 贝龙自认也得带着朱颜和腾珍珍起来呢 如果是不认识的世外高人 比如说贾玲珑 贝龙拱拱手意思一下就行了 又或者花青莲 孙圣贤这样的熟人 贝龙打个招呼便是礼貌 但叶飞红是他自己宗门的掌门人 贝龙必须规规矩矩的行礼 他向天一躬 口中高呼 通天剑派七剑护法贝龙 败剑道君 小龙你也来了 叶飞红含笑点头 到了五先兴就恢复了五圣境界的吕良玉 已经认祖归宗 和白剑飞一样 担当八剑长老 再加上齐正英 筑青山 刘一峰他们这一大批 到五先兴之后晋升五圣的剑仙宗长老护法 通天剑派实力大增 叶飞红的心情也很好 而贝龙是他最看重的人 虽然贝龙现在还只是五尊 却有着无人可比的巨大潜力 以叶飞红的身份 对贝龙点点头也就是了 和贝龙说话便证明了贝龙的地位 孙圣贤笑呵呵的说 叶兄啊 你这个护法了不得呀 把花姐和我的秦传弟子都勾走了 哦 叶飞红一瞅在贝龙身边的朱颜和唐珍珍 得意洋洋的掐腰 哼 他是我的传承弟子 我靠 什么 孙圣贤 花青莲都愣了 贝龙也是彻底静待了 我是你的传承弟子 什么时候决定的呀 就这么 开玩笑一样的说出来了 会不会有点太随意了呀 但贝龙知道以叶飞红的身份 金口玉牙一言九鼎 就算是开玩笑 当众说出来那也是真的了 叶飞红传了贝龙诸仙见证 贝龙叫叶飞红一声师父也不为过 但传承弟子和普通弟子不同 那是将来要继承衣钵的 换句话说呀 贝龙已经预定了通天教主的位子 当然了 并不是每个传承弟子都能继位 由于圣王有了八百年的寿缘 特别能活的 活到一千岁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所以啊 如果传承弟子确立的早 往往可能要当五百年太子 甚至是熬不过师父先走一步 但贝龙才刚刚二十岁 肯定能熬到把叶飞红送走啊 不 一点都不随意 在你小子丧心病狂的 把我家剑种搬空那一刻 我就知道 你这个传承弟子我收定了 这是止损的最好办法 不 应该说我还赚到了 叶红飞露出了 和他的小胖脸为和的 老奸巨华的笑容 我还倒转了通天剑派 八百年圣诗 老婆 一个是未来的鸳鸯宗宗主 一个是未来的万古道掌教 自己呢 还是未来的通天剑派掌教 吃瓜群众们 个个都是一脸忧伤啊 这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呀 如果说呀 之前还有羡慕嫉妒恨 那现在所有人都是服气了 因为从叶飞红 说出贝龙是他的传承弟子那一刻 贝龙就已经和他们 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即便焚海长老也是如此 他已经打消了和贝龙斩鸡头 烧黄纸的念头 他一个火神功的普通长老 跟通天剑派的未来掌门败靶子 是对通天剑派的侮辱 不管贝龙接受不接受 他都会被所有人嘲笑 没有自知之明 所以焚海长老悄悄的往旁边挪了挪 羡慕的看着未来的三派掌门人 亲亲我我 这就是五先星的半壁江山呢 从这一刻起 贝龙又多了个新外号 在五先星 他的敌人都叫做贝半壁 本来这是风火红的登基大典 即百炼大会 所有人讨论的呢 却都是贝半壁 便在此时天空中飞来一座巨大炉顶 这座炉顶大的就仿佛是座 黄童驻旧的小山 而在山顶上坐着一个一台悠闲的男人 这男人披散着大波浪的头发 浓眉大眼锥子连 牛高马大水蛇腰 正是火神功新公主风火红 幽名教主严九霄 风山百年 今天是不会来了 五先六大圣 除了炸死自己的风火连城和炎九霄 已经全部到齐了 风火红作为东道主 便掐着时机出现了 叶兄 贾姐 花姐 孙兄 风火红笑呵呵的挨个拱手 多谢捧场 恭贺老弟 喜登大宝啊 叶飞红 贾玲珑 花青莲 孙圣贤都微笑还礼 其实啊 五先六大圣地之间也并非一团和气 但今天风火红上任的面子 那还是要给他 感谢诸位同道 到场观礼 风火红又转圈跟所有人拱手 所有人自然都是起身向风火红行礼 风火红笑呵呵的大秀一挥 他那小山般的炉顶便轻飘飘落了地 重鱼万斤的炉顶在他的掌控下 竟然是轻弱红毛 风火红 无以为宝 愿以这一炉丹 与诸位同道共享 说吧 风火红深吸一口气 向着小山般的炉顶用力一吹 口中吹出了一团赤色的火焰 赤色火焰竟是化作了一只金碧辉煌的火风火 浑身每一片羽毛都是燃烧着赤色的火焰 顿时啊 所有人都仿佛置身于熔炉之中 好在那火风火红飞到了小山般的炉顶旁时 大概是进入阵法之中 灼热感瞬间就消失了 风火红又深吸了一口气 再次用力一吹 这回吹出来的赤色火焰化作了一条火龙 那火龙浑身燃烧着火焰鳞片 火焰金晶一以生辉 一双龙脚宛如红玉生成 四只龙爪仿佛黄金铸旧 张牙舞爪的也冲到了炉顶旁与火风会合 这一龙一风就像是一对冤家 围绕着炉顶盘旋 纠缠 熄熄 追逐 与此同时 那小山般的炉顶也渐渐的红了起来 焚海长老连忙给贝龙科普 为了不显得贝龙无知啊 他还得装出脱口惊呼的样子 龙凤城墙炼丹术 龙凤城墙炼丹术 是我们火神宫最强的炼丹术之一啊 龙凤公武啊 百年难得一见 没想到 公主已经掌握的炉火纯青 不愧是公主啊 哎呀 佩服佩服呀 听他介绍啊 贝龙也看出了妙处 龙飞凤武 龙攀凤夫 龙凤和鸣 好吧 编不下去了 其实贝龙就是感觉 这场面好炫啊 特效绝对做不出这么强烈的真实感 而且他也感受到了龙凤城墙中蕴含的和谐 太和谐了 仿佛暗合天地法则人间大盗 如阳光森林泉水吐走 鸟飞蟲鸣 那种自然的和谐 贝龙认真地看着这百年难得一见的龙凤城墙 朱颜和藤真真一左一右 露着他的胳膊 小脑袋靠在他的肩膀上 也是自然的和谐 但和谐了大约一盏茶的时间 那只火凤凰便长鸣一声 崩溃成了点点火星 风火红早有准备 又是一口喷出的条火龙 张牙舞爪的和原本那条火龙追逐起来 焚海长老连忙又惊呼一声 哎 二龙洗竹脸蛋树 同样百年难得一见的手法呀 风火红有意卖怒 跟着便一口接一口的喷出火龙 当然时间久了 先喷出来的火龙便会崩溃掉 但最多的时候啊 风火红可以保持九条火龙同时在相 九龙夺敌炼蛋树 这是三百年难得一见的手法呀 焚海长老再次惊呼 见被龙对此极有兴趣 他又多惊呼了两句 能保持九条火龙同在 这表明了公主的控火能力 已经登峰造极 而九条火龙火力之猛 无以伦比 看来这一炉大理丸 马上就要成单了 不知公主能套出多少单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转发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漠视呢 作者王袍 演播 嗨阳 第三百集 所有人都很好奇 也很期待 风火红这又是龙凤城乡 又是二龙戏猪 又是九龙夺敌的 整的这么大张旗鼓 花里虎声 到底能套出多少单来 哄的一下 风火红呼的双手一拍 顿时那座小山般的 炉顶顶盖 便冲天而起 从炉顶之中 便飞出来一粒 火光闪闪的丹药 似是要破空飞去 但却被阵法困住了 只好像被困在 玻璃窗后的苍蝇一样 乱飞乱撞 紧接着 一粒接一粒丹药飞出来 漫天火光往来飞舞 煞是好看 而风火红没空理会他们 反正有阵法 也不怕他们跑了 风火红就只管 全神贯注的 维护他的九龙在相 能够套出多少丹药 关键就在于 他的九龙 能同时再见多久 一二三 十 十一 焚海长老有意数着飞出的丹药 当数到八十粒的时候 他是真的激动了 在火神功的炼丹史上 一次性套丹九十九粒便是极限 不只是数量 质量 也有保证 那才算数的 风火红以九龙夺敌来套单 质量肯定有保证 而现在啊 也越来越趋近于纪录了 叶飞红 花青莲他们彼此对视一眼 看来风火红是想要破纪录 一炮而红啊 火神功如今正是衰落之时 若风火红破纪录 一炮而红 火神功的人心也就稳定住了 其他门派也会给火神功应有的尊重 毕竟对于火神功而言 炼丹炼气才是立足的根本 丹药刚开始飞出来的很快 可是过了八十就越来越慢了 到九十的时候 几乎一炷香才出一粒 但这个时候没有人嫌慢 毕竟现在是见证奇迹的一刻 然而在飞出第九十七颗的时候 忽然咔了一声脆响 声音几乎微不可闻 小山般的炉顶上 却出现了一道头发丝细的细细的裂痕 风火红额头上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挂满了痘大的汗珠 眼珠子里都布满了血色 双手不停的截出各种法印 这是在控制着九龙夺敌之火炼丹 同时控制九条火龙 已经穷尽他的精力 他必须维持九龙夺敌 一直到炼丹结束 否则哪怕少一条火龙 又或是一条火龙乱飞 这炉顶就避炸无疑 之所以兵行险招 实在是风火红的执念太强了 所有人都认为他不如风火连城 更不如风火连天 生活在前任的阴影下 让风火红压力山大 不是公主的时候 自然无所谓 但他现在既然是公主 就一定要扛起这杆大旗来 但事实证明 他确实不如风火连天和风火连城 至少风火连天和风火连城 是练万寿丹炸炉 万寿丹乃是传说中的神丹 能炼本身就是实力的证明 他确实练大力丸药炸炉 这可是他特意选的 最不容易炸炉的担忧 大力丸品级不低 但也不高 他打的算盘是一量取胜 突破记录证明自己 可是现在呢 风火红感觉情况有些失控了 好在啊 已经是第97颗了 如果是第80颗 炉顶出现裂纹 可能他也就忍痛收手了 但是第97颗嘛 他只需要再练三颗 就能打破火神功 炼丹史的记录 从此名垂千古 轻史留名 人死鸟朝天 不死万万年 拼了 风火红终于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他继续全力输出九龙夺敌 让九条火龙围绕着炉顶上下翻飞 一炷香之后 嗖的一下 飞出第98颗丹药 然而与此同时啊 咔咔咔 那一道细微裂痕竟是迅速扩散出了一道道仿佛大树根系般的粗大裂锋 风火红不禁脸色一变 他知道他的青山宝顶要撑不住了 虽然他的青山宝顶看起来很大很霸气 但其实啊 和风火连城的玄天宝顶根本就无法相提并论 可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怎么能放弃呢 叶飞红孙圣贤他们彼此交换了一个眼神 虽然不懂炼丹 但也看出来风火红很勉强 可这是人家风火红的登基大典 即百炼大会 他们作为客人 尤其还是有竞争关系的对手 他们除了眼睁睁看的还能如何呀 被龙瞅瞅坟海长老 坟海长老连忙说 没事的 我们公主心里有数 我不信 你们上一个公主也心里有数 现在坟头上都长草了 被龙随脚隐蔽抽出两下 但并不担心 毕竟还有阵法保护 上次风火连城 万寿丹炸炉 那么大的声势都被阵法转移了 这次还能比上次厉害呀 这次呀 一炷香的时间都过了 第99颗大力丸 才搜的一下飞出来 与此同时 轰的一下 那座小山般的巨大炉顶 终于全面崩溃了 炉顶表面在裂成了珠网之后 陡然透出耀眼的火光 无比强大的灵压 在这一颗宛如排山倒海般的 向外轰去 本来吃瓜群众们 就只是吃惊 并没有害怕 不管怎么样 还有阵法保护着呢 可是 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是 阵法竟然也出问题了 地面上的一黑一白 两朵流云 彼此追逐 周旋 形成的园 陡然亮起了 黑白二色的光辉 然而这黑白二色光辉 在接触到了青山宝顶中 炸出的耀眼火光时 便随之崩溃了 怎么会 焚海长老顿时脸色大变 阴阳二气阵 不是修好了吗 背龙顿时想起来 上次烽火连城炸炉的时候 这个阴阳二气阵 就已经废了 所以按照 焚海长老说法呀 现在这个阴阳二气阵 是新修复的 很可能还没修好 这颗所有人 都是情不自禁的 倒吸了一口冷气 阵法崩溃了 他们岂不是躺着中枪啊 叶飞红 孙圣贤他们下意识的都想出手 但考虑到东道主的面子 稍微犹豫了一下 这时啊 烽火红已经大吼一声 不要慌 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中 吼声中啊 烽火红一只大手张开贴在了炸碎的青山宝顶之上 跟着呼的一下 他的大手上便绽放出了耀眼的火光 火光瞬间笼罩住了炸碎的青山宝顶 惊世骇俗的那火光竟是把青山宝顶所有的碎片都给粘住了 青山宝顶的所有碎片都被火光拉回来 重新拼合成了一尊完整的青山宝顶 顿时青山宝顶的炸碎和阴阳二气镇的崩溃 带给所有人的压力便一扫而空了 掌中熔炉大法 焚海长老尽职尽责的发出惊呼 这回啊 他不仅仅是要给被龙科普了 更是要给惊魂未定的所有人科普 这是五百年难得一见的上古炼丹术 公主果然不愧是公主 真让我等大开眼界呀 能不能告诉我在哪领钱呢 我也想赚点外快呀 被龙瞥了焚海长老一眼 不过呀 这掌中熔炉大法还真是很神奇 看来风火红肯定能破纪录了 不过话说回来 阵法崩溃之后 大力丸的药香散发出来 为什么那么熟悉呢 被龙吸了吸鼻子 本想等那满天乱飞了大力丸飞过来时 抓住一颗研究研究 却没想到啊 呼得好像受到了召唤似的 没有了阴阳二气约束之后的 满天的大力丸 竟然刷刷刷不约而同的 飞向了青山宝顶 就好像白鸟嘲讽一般 围绕着青山宝顶飞了起来 而青山宝顶之中 也隐隐传来了龙吟虎啸 一只手控制九龙夺敌 另一只手还要施展掌中熔炉大法的 风火红 大脸憋得通红 额头上轻轻爆起 却在见到这股异象之后 又惊又喜道 白丹之王 白丹之王 焚海长老兢兢业业的为被龙惊呼 按说呀 一位丹师炼同一种丹 如果连续炼至一百颗 理论上会出一颗丹王 这丹王乃是百丹之王 质量在其九十九颗之上 甚至还有特殊的功效 当然 这只是理论上而已 并不是一定会出一颗丹王的 哎呀 没想到公主 套丹一百颗 竟然就出了一颗了 公主就是公主啊 这丹王一出 便是功成圆满了 其实 不用焚海长老科普 所有人这一颗也都屏住呼吸 密切关注着第一百颗丹 虽然这次吃瓜有风险 但他们是在见证历史 谁都舍不得走 何况风火红不是说了吗 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中 那还有什么怕的呀 贝龙自己 也有一定的炼药经验 也跟着焚海长老 学了一些炼丹的技巧 而现在没有了 阴阳二气阵屏蔽 丹药炼成之后的药香 源源不断的散发出来 给贝龙带来的熟悉感 越来越强 直到那颗江城的王丹 也散发出浓郁药香时 贝龙终于是猛然醒悟过来 为什么这大力丸的药香 会这么熟悉了 这不是利拔山西汤吗 只不过贝龙得到的是 汤药的药方 焚海长老这是炼成了药丸 差别仅此而已啊 如果是刚接触五仙星的时候 贝龙肯定不会有这种联想 但现在他也知道了 五仙星和地球之间的渊源 这华北一到第一的药王谷 千年镇派之宝 力拔山西汤药方 被药王谷吹得 只应天上有不该在人间 原来真的是来自天上 否则又怎么会 成就了西楚霸王 这力拔山西气概式的一代战神呢 贝龙吸了吸鼻子 通过嗅觉去分析大力丸的成分 射香 东虫下草 鹿绒合手屋 这是他最熟悉的药方 别的他还未必分析得出来 力拔山西汤 却瞒不过他 上一次末世的时候 贝龙用本命神火去炼了力拔山西汤 效果杠杠的 虽然贝龙最终也没能把山给拔起来 但他试过一手提起了变异北极熊 抛向天空 就是之前贝龙在西伯利亚冰原遇到的那种 直立起来十多米高的变异北极熊 而且啊 力拔山西汤的药效还是可以提加的 换句话说 喝的越多力气越大 当然了 并不是喝了就直接长力气 贝龙需要以火龙真经 去慢慢的炼化药力 以贝龙的经验了 这颗大力丸的效果肯定胜过一碗力拔山西汤 如果这一百颗丹药都让他吃了 再完全炼化药力 说不定他真的能把山拔起来 虎啸龙银阵阵 已经阵得吃瓜群众们耳朵嗡嗡的 天上风云变换让人目不暇尽 风火红锥子脸好像是熟透了的猪肝 一口刚牙咬的嘎吱嘎吱响 脸上肌肉却抽出出猙獰的笑容 终于要出王丹了 王丹也是第一百颗丹 他就要创造历史了 火神功上谁敢不服他呀 然而就在王丹江城的瞬间 呼的又声意外 原本就已经很勉强的风火红 一只手控制九龙夺敌 另一只手还要施展掌中熔炉大法 可谓是拿生命在炼丹 终于在关键时候掉链子了 九龙夺敌之中 有一条龙怦然炸碎 顿时啊 青山宝鼎之中传来的龙吟虎啸 就弱了下来 有一种垂木老人游进灯窟之感 糟了 风火红一颗心沉到了谷底 难道在最后一刻就要功亏一篑了吗 可是和之前不同 之前他有余力还能及时停下 现在他已经全力以赴了 骑虎南下进退两难 这个时候他收手 青山宝鼎再炸开来 他就无法阻止了 他将成为一年内火神功被炸死的第三个公主 而且还是被大力丸炸死了 死了都得臭名远扬 可如果不收手 他已经无法再喷出一条火龙了 他又不是无底洞 怎么办呢 这一刻呀 风火红的心里充满了绝望 却恰好听到坐在前三排的焚海长老 安慰吃瓜群中 大家不要担心 一切都还在我们公主的掌握中 嘖 风火红的心里拔凉拔凉的 现在能帮得上他的 只有火神功的另一位圣王了 那圣王的本命神火和风火红相匹配 换成别人来 肯定是不行的 但由于那位圣王在和他竞争中留下了不可描述的心理阴影 今天脱兵 赖在洞府里没来 风火红想着那圣王没来也好 省得碍眼 哪想到形势会发展到 哎呀 无名修夷啊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呼的 一条金色的火龙张牙舞爪的加入了九龙夺敌的行列 风火红眼泪都下来了 谁他妈这么手劲啊 啊 没这个本事就别烂这个瓷器活啊 除了那个圣王以外 别人的火焰贸然加进来 只会让青山宝顶瞬间爆炸呀 风火红的内心是崩溃的 然而下一秒啊 龙吟虎啸之声大振 更让他震惊的是 嗡的一声 第一百颗大力丸 终于是从顶中飞了出来 随着丹王一出 其余九十九颗大力丸 立即一拥而上 把这王丹簇拥在了中间 我成功了 风火红喜极而起 一只手仍旧施展掌中熔炉大法 护住了青山宝顶 另一只手便腾出空来 向着半空中飞舞的大力丸们 大袖一挥 顿时 那一百颗大力丸 便仿佛老马石头般的 嗖嗖嗖的 全都收入了他的大袖之中 与此同时 他的八条赤色火龙 连带那条金色火龙 一起崩碎成了漫天的火星飘飞 也算是毁尸灭迹了吧 风火红隐蔽的目光 扫过刚才金色火龙来的方向 那里坐着焚海长老 贝龙 朱颜 滕珍珍 虽然看起来应该是焚海长老 但风火红知道 刚才出手助他一龙之力的人 就是通天剑派的少年护法 这就很尴尬了 堂堂火神宫公主炼丹 居然还要通天剑派的人 助一臂之力 这事情传出去 他风火红还能做人吗 好 好 好吧 这个时候忽然有人拍起手来 尴尬中的风火红抬头一看 却见原来是神剑道君叶飞红 叶飞红笑呵呵的拍着小胖手 龙凤成祥 二龙细珠 九龙夺敌 套丹密伐 掌中熔炉 百丹之王 精彩 真是精彩 真是精彩 孙圣贤也一边拍手一边接口笑头 让我们都大开眼界 漂亮 花青莲微微一笑 一把小手轻拍两下 他们三个都表态了 那贾玲珑也依依不舍的 暂时放下了鲁鸡腿和酱肘子 拍着两只油花花的小胖手 夸奖道 嗯 这单练的真香 啊不 不是真香 练的真棒 四位大佬的话 就算是把基调给定下了 谁还敢跟他们四个唱反调吗 更何况 还有风火红呢 吃瓜群众们连忙 都跟着拍手叫好 练的真棒 风火红终于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谦虚的摆了摆手 哎呀 哎 不行 不行啊 哎呀 这个 今天没发挥好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 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漠视呢 作者 王袍 演播 嗨阳 第三百零一集 说心里话呀 有那么一瞬间 风火红真的对贝龙动了杀戏 虽然贝龙在关键时刻 助了他一龙之力 但叶飞红很快就给他敲响了警钟 孙圣贤和花青莲 则是给叶飞红送上助攻 至于贾玲龙 那个持户就算了 有叶飞红 孙圣贤和花青莲三人保贝龙 而且还帮他把事给遮掩过去 风火红也就收起了杀心 叶飞红 孙圣连和花青莲 他连一个都打不过 更别说三个联合了 风火红知道该怎么选择 活着不好吗 至于真相啊 叶飞红 孙圣贤 花青莲 甲玲龙 风火红 五位圣王联合认证的 那就是真相了 说你是假的 真的也是假的 说你是真的 那假的也就是真的 其实当时的情况 电光火石 真正看清楚金色火龙 从哪里来的 也没有多少 但此时此刻呀 不管是看清楚的 还是没看清楚的 吃瓜群众们 全都起立鼓掌 恭贺风火公主 喜灯大宝 恭贺风火公主 百丹成就 风火红笑呵呵的 把大袖一挥 顿时袖中 整整一百颗大立丸 便飞向吃瓜群众 其中九十九颗 都是随即发放的 唯有那颗王丹 直奔贝龙而去 贝龙一把接住了王丹 和风火红四目相对 风火红笑了笑 便转过头去了 回头谢我 贝龙嘴角一勾 他当时出手 为了当然不是风火红 如果炸炉了 一来他和朱颜 藤真真都坐在前排 首当其冲 没有阵法保护 很容易被伤到 二来 再来一次毁灭之光 鬼知道会不会降临到地球上 所以他出手了 他并不在乎这个虚名 但他相信 风火红一定会给他补偿的 老公 刚才 朱颜狐疑的看着贝龙 由于起步太晚 虽有名师指点 时间也短 他是在场修为最弱的 即便在贝龙身边 都没能看清楚 刚才真是精彩 贝龙笑眯眯的转头 在他离塞上亲了一口 朱颜心里一美 就把什么都忘了 一脸幸福甜蜜的 把小脑袋 靠在贝龙的胸口上 另一边 藤真真撇撇撇小笋 他可不敢跟朱颜明着声 只能是趁着朱颜不注意的时候 偷偷挽着贝龙的胳膊 贝龙早就习惯了 和他这种程度的身体接触 都没有察觉 藤真真什么时候 整个身子都贴了过来 倒是羡煞旁人 风火红练出了一百颗丹 破了练丹史的记录 这场登基大典 即百练大会 就算圆满成功了 接下来的程序和地球滑下 很接近 简单概括 就是四个字 吃好喝好 酒宴之上 贝龙正和朱颜腾真真 单坐一席大快朵頤 忽然呢 一个眉清目秀的童子过来 向着贝龙躬身行礼 细声细气道 敢问 可是贝龙护法 童子的出现 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火神功上上下下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他是我们公主座下 吹枭弟子 公主座下三千弟子 偏偏就只宠他一个人 你们公主座下 有三千童子 不 只有三个 一个千山 一个千秋 一个千鸟 合成三千 他就是千鸟 原来如此 这千鸟童子 是来请贝虎法进去的 哎呀 这真是无上殊荣啊 可不嘛 殿内就只有 五位掌门人在座 一般的圣王 都没资格进去呢 吃瓜群众们 指指点点 窃窃私语 一个个 艳羡不已的 看着贝龙 跟着童子 就去了内殿 内殿呢 确实就只有 叶飞红 花青莲 孙圣贤 贾玲珑 和风火红 五人在座 撇去 风山百年的 研究 萧不谈 这五人 可以说是 五仙星的 至高主宰 刚开席时 招呼了一趟客人 吃好喝好 风火红 就回到主店内 陪叶飞红他们了 贝龙进去的时候 风火红 他们刚好 都端起了酒杯 不知在 为了何时干杯 仙鸟童子 把贝龙带到了 便拘了一宫 退出去 风火红 起身 热情招呼贝龙 诗诗啊 来来来 快坐快坐 不敢 不敢 贝龙笑眯眯拒绝了 要是就风火红 一人 他肯定敢 但现在呢 他新认的师傅 叶飞红也在坐上 他要是坐下了 那岂不是乱了备份呢 客气什么呀 风火红也没勉强 亲手给贝龙 倒了一杯酒 双手奉上 来 我敬你一杯 贝龙瞅瞅叶飞红 叶飞红微微点头 他便双手接过 多谢风火公主 干了这杯酒 风火红笑呵呵的 对叶飞红倒 叶兄啊 你这个传承弟子 我喜欢 喜欢也没用 晚了 叶飞红懒洋洋的说 百年之后 我的位子就是他的 风火红心中一灵 脸上却是惋惜的赞叹 叶兄真是好夫妻啊 罢了罢了 死子与我有缘 可惜无分 我便传你一门掌中熔炉大法 做礼物吧 叶飞红把小脸一崩 小龙 还不谢过你风火师说 贝龙心里明镜似的 这掌中熔炉大法 就是风火红给自己的补偿了 不过从掌中熔炉大法的表现来看 应该是无愧于 焚海长老所说五百年难得一见的炼丹书 正所谓 授人以鱼 不如授人以鱼 这个补偿 贝龙觉得挺有诚意的 于是 贝龙便向着叶飞红攻身一一 多谢风火师说 可惜喽 风火红心里是真的惋惜 就冲着那条金色火龙 他都想收贝龙做传承弟子 可惜 贝龙是叶飞红的传承弟子 至于动过杀心 早就被叶飞红的暗示 扼杀在了摇篮里 风火红可不敢招惹叶飞红 何况 孙圣贤和花青莲 也都表现出了 要宝贝龙的坚决态度 哎呀 送掌中熔炉大法 这太没诚意了 哎 你倒是送几个单方啊 孙圣贤这时在旁边挤兑的 没有单方 人家炼成掌中熔炉大法 有什么用啊 呵呵 花青莲说 他虽然没说什么 但这一声冷笑啊 已经足以表达了 漂亮 贝龙心里默默为孙圣贤疯狂打靠 花青莲小姐姐也超赞的呀 风火红被孙圣贤和花青莲这么一挤兑 只好说道 哎呀 我火神功丹方向来不能外传 但若是叶雄不反对 让贝师职担当我们火神功的客青长老 我就给贝师职开这个先例 允许贝师职到品丹斋 畅想阅读三日 风火红想的很好 掌中熔炉大法虽然是炼丹书 但太高端大气上档子了 不接第七 焚海长老说是五百年难得一见的上古炼丹书 是夸张点 但火神功却是没几人炼成的 在风火红眼里 贝龙属于零基础起步 即便是有天资 有本命神火 也不可能炼成掌中熔炉大法 而品丹斋只有丹方 没有炼丹书 炼丹书都是师徒传承的 贝龙就算记住再多的丹方 不会炼丹书 那也是没有卵用 风火红唯一担心的是 贝龙会不会把丹方外泄 但贝龙乃是叶飞红的传承弟子 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庙 真外泄了 风火红也能找叶飞红说理去 贝龙这三天在品丹斋里 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拼了老命的 尽量记忆更多丹方 为此呀 甚至三天前丧心病狂的 送走了一一不舍的朱炎和藤真真 这品丹斋是火神宫的宝藏 即便是火神宫中人 也只有长老以上级别 才有资格随时进入品丹斋戒约 讲道理啊 克青长老是没资格进来的 风火红确实是为了补偿贝龙开的这个先例 但这种好事 肯定不会再有第二次 虽然只是丹方 但实际上其中或多或少的 也会提及一些炼丹书 更有火神宫的许多先贤 在丹方上留下了自己丹道的见解 或者分享炼丹时的经验 每个丹方上支言片语的凑到一起 那也很可观了 贝龙这三天里真的是受益匪浅 记下了很多丹方 但贝龙走出品丹斋之后却守着大理丸死客 一来他有丰富的炼制力拔山西汤的经验 二来他手上有大理丸样品还是王丹 正所谓白鸟在临不如一鸟在手 贝龙觉得还是先拿大理丸来刷经验的好 掌中熔炉大法的实质就是掌心为炉 乃是丹道上有足够深的造诣的炼丹时日 在缺少工具的情况下直接炼丹的法门 当时被风火红活靴活用了而已 贝龙就在分配给自己的洞府里 没日没夜的以掌中熔炉大法炼大理丸 至于大理丸所需要的药材 火神功会缺药材吗 不过呀 贝龙一开始是拿自己的令牌去换 把一年的配额都换完之后就赦账 赦了整整五十年的配额 这实在不能再赦了 就跟焚海长老接 焚海长老为了巴结贝龙 把半辈子的积蓄都搭进去了 硬生生靠资源把贝龙的经验 在一个月里刷起来了 还需一些星星铁 得去库房再换些来 正在洞府里练气的焚海长老大袖一甩 把炉顶的火给压住 刚起身要出门才猛人想起来 不对呀 哎呀 我今年的配额已经用光了 这些年积累的功勋值 也都借给贝龙了呀 焚海长老顿时变成苦瓜脸 心恒的垂熊顿足 哎呀 贝龙你个败家仔啊 你说什么呢 就在此时 贝龙恰好走进他的洞府 焚海长老一愣 连忙一脸正气的说 贝兄啊 我刚才正说起你呢 说贝兄 你是个天骄子子 为什么呀 贝龙笑眯眯眯的看着他 焚海长老很认真的说 有感而发 有感而发 对了贝兄啊 你不是在闭关练大理丸吗 是不是诱惑药材呀 本来自认为很机智的转移话题的 焚海长老说到这里心一沉 我那麽是不是傻 我自己想换星星铁都没有工薰值呢 居然还主动问贝龙换不换药材 嘿嘿 老弟 你看 贝龙把手一张 顿时掌心中燃烧起了一团金色的火焰 这一团金色火焰 竟是幻化出了一尊炉顶 大约有电饭锅大小 贝龙一只手维持着掌中熔炉 另一只手 则是开始往里面添加药草 他练了整整一个月的大立丸 大立丸已经练到了近乎于无他但手属耳的水准 添加药草的顺序时机火候全都堪称完美 而最主要的还是掌中熔炉 孙子曾经说过 人无常诗日 水无常行 兵无常诗 文无定乏 火焰也是如此 要掌控他的九阳真火 维持掌中熔炉 需要对火焰的极大控制力 了如指掌 又如必之事 还要不断随着火焰的变化而变化 好在贝龙重生之前 既有火神之命 又有天赋 又有悟性 还有努力 总算是能驾驭了 如果按照五道修炼阶段来评分呢 贝龙现在已经跨过出窥门径 到了第二阶段驾轻救赎 接下来 他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修炼和积累 别无解经 即便如此 分海长老也惊呆了 他难以置信的说 贝 贝兄 你已经加轻救赎了 贝龙忙着 也没理他 分海长老便在旁边瞪大眼睛 全程为官 直到一炷香之后 贝龙掌心拖着的火焰熔炉 散发出了迷人的药香 分海长老深深一息 顿时整个人都陶醉了 便在此时 呼的贝龙的火焰熔炉 剧烈抖动起来 火焰中 还隐隐传来了 龙吟唬之声 与此同时 贝龙身上竟是 飞出了许多颗大力丸 白鸟嘲讽般的 围绕着火焰熔炉 刷刷刷的飞舞盘旋 王丹 分海长老不禁倒吸一口冷气 虽然理论上说 连续刷至一百颗 同一种丹药 就会出一颗王丹 但至少也得沉吟 丹到百年以上啊 贝龙呢 这才接触丹到多久啊 就算是把上次来火神宫的时间 都算上也不到半年呢 不到半年就能炼出王丹 分海长老忽然觉得 自己的两百年都 他妈糊到狗身上去了 分海长老洞府中 不断有龙吟虎啸之声传出 很快聚拢了不少人为官 这不是王丹江城的迹象吗 分海长老不是专攻炼七的长老吗 为什么也会炼丹 而且还能炼出王丹 贵师年年有 今年特别多呗 吃瓜群众们在洞府之外议论纷纷 等着见证炼气长老 炼出王丹的奇迹 没有得到主人允许 是不能随意闯入别人洞府的 更何况主人还是为长老 当然了 如果是好机友 就不需要在意这些了 比如说贝龙和分海长老的关系 也不知是谁忽然喊了一声 公主来了 吃瓜群众们慌忙都闭上嘴巴回头看去 果然一道金光从天而将化作了风火红 风火红大袖一挥 制止了吃瓜群众们拍马屁的计划 便在此时啊 忽然洞府里传来了嗡的一声响 没想到分海这小子竟然开窍了 风火红不禁心中一喜 分海长老炼出王丹 他以此为借口就能把焚海长老拉到丹宗来 炼丹宗多了一个长老 炼器宗就少了一个长老 一来一去 差距就是两个长老了 炼丹宗对炼器宗的优势 那也就更大了 他在火神宫的地位也就更巩固了 简直美滋滋啊 美滋滋的风火红直接闯了进去 拍手笑道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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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分海失职 恭喜你误了丹到了 这就尴尬了 分海长老一脸无辜 公主 不 不是我 不是你 不是你是谁呀 分海长老看向贝龙 风火红也看向贝龙 贝龙笑眯眯打招呼 见过公主 风火红难以置信 刚才炼成王丹的人是你 是我 你怎么炼的 就是用您教我的掌中融鹿大法炼的 贝龙说着一抬手 掌心中便燃烧起了一团金色火焰 金色火焰幻化出了一尊炉顶 你忘了吗 我 我 风火红实在无语了 这不科学呀 他整个人都不好了 这可是五百年难得一见的上古炼丹术 整个火神宫炼成的人屈指可数 为什么零基础起步的贝龙弄炼成呢 还那么只用了一个月 风火红简直要疯了 火神宫的不传之秘呀 就这么传给未来的通天教主了 不但如此 还让贝龙看去了不知多少丹方 百年之后等他登机 火神宫还怎么和通天剑牌竞争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 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漠视呢 作者 王袍 演播 嗨扬 第三百零二集 这一刻呀 风火红杀了贝龙的心都有了 但权衡利弊 风火红终于还是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他又惊又喜的又惋惜的抓住贝龙的手 师侄你真是千年难得一遇的炼丹天才呀 如果不休丹道 简直抱天天物 哎呀 可惜呀 可惜了呀 焚海长老机灵的在旁边问道 公主 您的意思是 贝龙师侄啊 风火红双眼直勾勾的盯着贝龙 你可愿意拜我为师 可是我已经有师父了 没关系呀 我去跟你师父说 你这个徒弟 我收定了 说吧 风火红拉起贝龙化作一道金光 飞出了焚海长老洞府 往一见风而去 贝龙都惊呆了 他刚才察觉到了风火红泄露的一丝杀意 却没想到转眼就变了 风火红风驰电车的带着他 一路飞到一见风 直奔碧游宫 见叶飞红 叶小 一见面 风火红便开门见山道 你的弟子贝龙 我也要分一半 小胖子叶飞红小眼睛闪过了一丝寒芒 风火老弟 你这话什么意思 一个月 他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就掌握了掌中熔炉大法 而且还练出了王丹 我敢断定 他是千年难得一遇的练丹奇才 如果不休丹道 简直暴挺天悟 我不忍看他如此天赋被埋没 所以 斗胆恳请 叶兄成全 风火红说着 向叶飞红伸身一意 请叶兄允许他随我休息单道 叶飞红眯着小眼睛 满脸横肉一瞅一瞅的笑 他随你休息单道 那我呢 如果是我先遇到他 我一定立他为传承弟子 但既然叶兄在先 那便只传授他丹道 但依旧是叶兄的传承弟子 风火红一身正气 理直气壮的大声说 我没有别的想法 只有一片爱才之心 还请叶兄明解 叶飞红小眉毛皱了起来 风火老弟 你真愿意把丹道传授 给未来的通天教主 风火红一咬牙一瞪眼 心甘情愿 叶飞红沉默两秒 起身向着风火红 伸伸异议 风火老弟之兴金 叶某不如也 直起身来 叶飞红对旁边 惊呆的贝龙喝道 小龙 还不赶快拜师 贝龙这才如梦方醒般的 向风火红拜倒 弟子贝龙 愿拜风火公主为师 好好 好拖儿啊 风火红暗松了口气 笑呵呵的双手扶起了贝龙 既然不能杀他 那便以德服人 以爱感人 以情动人 这世间任何事都撇不去爱情二字 我若以真心待他 料他日后必不赴我 叶飞红得了这个传承弟子 通天剑派当有八百年盛师 火神功 当一响八百年平安 恭喜风火老弟 得了个千年难得一遇的弟子 叶飞红笑嘻嘻的拱手 四胖子 得了便宜还卖块 风火红也呵呵的拱手 哈哈 叶兄 同习 同习 两人相识一笑 因为贝龙这个共同的弟子 作为纽带 彼此的关系 竟也拉近了许多 直到此时啊 风火红才发现 自己还有意外所得 以叶飞红对贝龙的重视 有了自己和贝龙的师徒关系 风火宫和通天剑派 已经有了通好的基础 如今火神功示威 若是能和通天剑派打好关系 也就不必担心外在的威胁了 算来算去 风火红忽然发现 本来只想止损的自己 反而还赚到了 一个月之内 通天剑派掌门 叶飞红的传承弟子贝龙 又被火神功公主 风火红说为真传弟子的消息 就传遍了整个五行星 所有人都在讨论着贝龙这个人 这件事 以及这件事背后隐藏着 到底多么肮脏的皮歪交易 然后啊 有人无比震惊地发现 贝龙不但是通天剑派 叶飞红的弟子 和火神功公主风火红的真传 还是鸳鸯宗宗主 花青莲的传承女婿 和万古道长教 孙圣贤的传承女婿 同时呢 他还是养龙道 客卿大长老 据说养龙道 其实是他在垂帘听政 甚至他还逼得 幽名教教主 严九霄 封山百年 现在贝龙已经不能叫背半臂了 五仙六大圣地 他一个人就能影响五个 狂拽炫酷吊炸天 而在贝龙上了五仙星头条的时候 他本人呢 已经踏上了前往地球的归途 两件事 一是马上快到唐英预产期了 就算风火红再想教贝龙担到 他也必须赶回去 陪伴在唐英的身边 一起准备迎接孩子的出生 二呢 银河大联盟的评审团 也已经出发了 贝龙必须赶回去 为地球做点什么 等地球加入银河大联盟的事 板上钉钉了 贝龙也就可以安心的为自己而活了 报告 一名双子星的士兵进入控制室 我们还有三个小时 即将到达地球 控制室里 几位分属于不同星球的高级官员 正在开会 其中一个双子星将军摆摆手 示意他出去 然后蛊惑人心说 接纳地球 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其他几位高级官员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见没人表态 双子星将军诱导 如果拒绝接纳地球 加入银河大联盟 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掠夺他们 恕我直言 我们代表的都是高级文明 高等文明本来就应该掌握更多的资源 在此之前我们的合作一直都很愉快 这次我想也不会例外的对吗 一个天成型的高官传言道 话虽如此 但地球已经和几颗星球建交了 只不过都是一些地等文明罢了 双子星将军冷笑 话语圈掌握在我们手里 他们又能掀起什么风浪呢 大不了我们随便栽地求一个罪名 比如说污染液和生态环境 掠夺低等文明资源什么的 还不是我们说了算吗 天成型高官笑着拍了拍手 好吧好吧 梅尔斯 我得承认后你说的很有道理 其他星球高官纷纷点头 这种事啊 以前他们常干 只不过由于现在未被发现的星球 越来越少了 业务没那么熟练了而已 但重操旧业又有何难呢 仙女星高官提醒道 我听说地球的科技文明已经很高了 说不定是块硬骨的 双子星将军 天成型高官他们都笑了 地球的科技文明再高 还能高过我们吗 你要这么说 我不跟你讲 仙女星高官摆了白手 哦 我只是有情提醒一下 好的 如果大家都没有异议 双子星将军 梅尔斯一大一小两个脑袋环过四周 那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从控制室出来 梅尔斯将军给天成型高官打了个眼色 走向了西烟室 天成型高官便跟了进去 西烟室里就他俩人 梅尔斯将军给他发了一支香烟 天成型高官点燃之后 笑问 哦 猎户型那边怎么样了 说出来 你可能不信 让猎人总统给跑了 梅尔斯将军一脸便秘的说 哦 不会吧 你们双子星空军竟然还让猎人总统跑了 这不是我们双子星空军的问题 而是地球人救了他们 梅尔斯将军不满的瞥了天成型高官一眼 奥斯卡 就算你们天成型空军来 也是一样的 地球空军这么厉害吗 天成型高官 奥斯卡惊讶的问 他很不相信 哦 我不知道 那几艘星舰在失联前传回来的残存信号 哦 就是地球人 银河有多大你是知道的 我们能收到这点残存的信号 哦 已经很难得了 战场在地球 当然对双子星空军极其不利 全军覆没啊 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但是 地球敢接收猎人总统 那就是和我们双子星 你们天成型为敌 不错 斩草不除根 春风吹有声 奥斯卡深以为然 猎人总统不死 正就是个后患 何况他不是一个人 除了许多猎人精英 还有大量的科技资料 地球 必须灭 梅尔斯将军斩钉截铁 我让他们变成下一个人马星 我说到这个 人马星现在又挑起来了 奥斯卡皱着眉头说 人马族出了个新马王 要重新统一人马星呢 听说这件事 就是地球人在支持他 游戏规则还没高等 也敢学人家做庄了嘛 梅尔斯将军不以为然的 撇了撇嘴 人马熏 那群肌肉男 逞不了气候 我们只需要灭了地球就好 没错 先灭了地球再说 萧恩 这次接待银河大联盟 评审团的任务 上级派我来配合你 政治国和联邦外交大臣 萧恩握了握手 马丁提前已经打了报告 不能出面 由于双子星 天乘星和猎户星的 深仇大恨 上级批准了马丁的申请 而国防大臣 和外交大臣出面 也代表了联邦队 银河大联盟评审团 到来的高度重视 外交大臣萧恩脸上笑呵呵的 心里却是非常腻歪 他非常不喜欢 别人干涉自己的工作 尤其不喜欢一介五夫 对自己的工作指手画脚 没错 在萧恩的眼里 政治国就是个指挥 打仗的一介五夫 懂什么外交啊 但他没有资格拒绝 只能是和政治国一起提前 到燕京空中码头 等待银河大联盟 评审团的到来 原本评审团发送的信号 是通知在中午12点左右到达 萧恩都准备好了宴会 等评审团到了就直接开办 却没想到啊 评审团并没有准时到达 萧恩和政治国 只好在空中码头等待 这一等三个小时过去了 下午三点 萧恩等得两眼发绿 站得久了 身子都在慌 他们说什么时候来啊 政治国皱着眉头问副官 副官知道政治国现在很暴躁 小心翼翼的说 他们说兴建还在微笑 但是会尽快赶来 笑话 政治国冷横一声 这么远的银河都飞过来了 就差这哆嗦吗 老郑 淡定 萧恩推了推金丝边眼睛 我们得多给星际 有人些耐心 政治国压低生意呢 耐心 我看这帮狗日的 就是在给咱们下马威 粗鲁啊 萧恩不满的微微摇头 老郑 我们得展现出地球人的气度 政治国气得别过脸去 懒得理他 气到老子就超度他 这他娘的才叫气度 然而 又是两个小时过去了 政治国已经不知道 发了几回脾气 这回啊 终于忍不住了 走 政治国把将军披风一甩 怒气重重的说 狗日子 根本没把咱们放在眼里 老郑 一切以大局为重 萧恩加重语气警告他 这关系到地球和银河接轨 政治国怒目袁征刚想说什么 呼听副官在旁边 如是重负的报告 来了 评审团来了 萧恩顿时露出喜思 双手拢着大背头往后一摸 走出一步 又急刹车 回身双手握住政治国的手 郑重其事叮嘱 老郑 千万要控制住情绪 一切以大局为重 有什么 等到咱们加入银河大联盟之后再说 政治国大口深呼吸 然后点头 行啊 萧恩这才放心的笑呵呵赢了上去 此时啊 评审团的兴建已经降落下来 红地毯铺好了 两边也站满了捧着鲜花夹道欢迎的孩子们 礼炮 军乐团 仪仗队 也都准备好了 所有人都用最饱满的情绪 等待迎接评审团 走吧 梅尔斯和奥斯卡他们彼此交换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 走出了舱门 当走在第一个的梅尔斯踏出舱门的时候 军乐团立即演奏起了动感的节奏 梅尔斯有点懵啊 但是还好 有的星球外交礼 也是带背景音乐的 但是 等他们这几个评审团都走出来的时候 呼听轰轰轰的爆炸声响起 哇擦 梅尔斯奥斯卡他们吓得脖子一缩 条件反射的就都趴在地上了 地球人的外交礼仪 太他娘的吓人了 梅尔斯奥斯卡他们双手抱头 吓得眼泪都出来了 迟到了你也不能拿大炮轰啊 萧恩一见呢 慌忙小跑过去 想扶梅尔斯起来 却扶不起来 您这是怎么了 梅尔斯趴在地上歇斯底里的吼 攻击你们评审团 就是向银河大联盟宣战 不是 我们这是礼仪 外交礼仪啊 多年前英国战舰上只能放二十一门炮 行驶在公海上 如果遇到友好国家的船只为了表示敬意和解除武装 全部放炮 如果到一个国家加水加油 也要先把炮全部放空 逐渐的就演变成国家元首访问的名炮船头 然而整个银河只有地球有这个船头 所以啊 评审团们是真的被吓到了 尤其是他们心里有鬼 更以为是被地球人知道了他们的阴谋 虽然萧恩解释了 但梅尔斯他们却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并不相信萧恩的解释 反而认为是地球人在报复他们迟到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转发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漠视呢 作者王袍 演播 嗨阳 第303集 妈的 敢给我们下马威 梅尔斯爬起来灰头土脸的拍着衣服 目光阴郁的回头瞅了瞅奥斯卡 奥斯卡他们的脸色也都不好看 萧恩在旁边脸上堆满了笑 不停的解释 梅尔斯 奥斯卡他们 反而因此更看不上萧恩了 这家伙不足畏惧 下马威一定是那个糟老头子搞的鬼 梅尔斯 奥斯卡他们 颇有些忌惮的瞅了瞅一脸严肃的政治国 这个糟老头子 坏得很 由于状况突发 孩子们都忘记了自己该干什么了 萧恩连忙招手示意 孩子们这才醒悟过来 按照排练好的 欢呼着冲上去献花 惊魂未定的 梅尔斯 奥斯卡他们的心里各应极了 总觉得这是地球人在故意嘲讽他们 他们刚刚被李炮吓得抱着脑袋趴在地上 一群孩子就欢呼着冲过来献花 这不是嘲讽是什么呀 情况有点不太妙吧 萧恩小心翼翼的瞅瞅政治国 见政治国黑着脸 顿时感觉给瞎子抛没眼了 咬了咬牙 觉得政治国是指望不上了 人呢 还得靠自己 他连忙满脸堆笑的说 诸位贵宾辛苦了 差不多到了晚饭时间 我们已经设好了晚宴 请诸位贵宾一步到宴会厅 供进晚餐 梅尔斯奥斯卡他们交换了个眼神 刚想找个什么理由拒绝 好把脸打回去 呼听天上又传来的星剑破空之声 还不是一艘两艘网 而是成群结队 他们下意识的仰头望去 只见半空中一艘接着一艘的大型货运星剑 排成了长龙 在货运星剑的两侧 则是一艘艘中型冲锋的星剑 周围还往来穿梭着一艘艘小型冒险者星剑 前后各有一艘大型捍卫者星剑保下护航 这些星剑还喷着一条龙飞在天的标志 眼黄商团 奥斯卡忽然想起来 小声跟梅尔斯说道 最近崛起的黑市大商团 他们独家经营的龙魂真远精华业 这在黑道销售还更不应求 听说他们从不和哪个国家做生意 没想到生意做到地球来了 龙魂精华业非常有效 我们军方都想大批购买 可惜一直没和他们搭上关系 没想到这次当面碰上了 梅尔斯也小声说 看到从那星剑走出来的一群黑西服 最前面的是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 背脊挺拔目光炯炯 大不留心的向着他们的方向走来 梅尔斯知道他就是彭祥 还以为是冲着自己这群人来的 连忙笑呵呵的伸出手 却没想到啊 彭祥目不斜视的从他身旁走了过去 主动向郑治国 敬了个标准的军力 虽然彭祥已经从上多年 但退伍之后 他就是郑治国手下的一名老兵 敬礼之后 郑治国和他双手握在一起 满意的看着他 彭祥你辛苦了 应该的嘛 彭祥神采意义气风发 他如愿以偿的把生意做到了银河里 钱是比他在地球上赚的多多了 但是他不会忘记自己的根在哪里 他依靠了龙魂真元精华叶 当敲门砖 否则要进入已经饱和的黑市也不容易 当然了 不可能是原版的龙魂真元精华叶 而是削弱了药效的版本 肖恩见梅尔斯 奥斯卡他们一脸惊疑 连忙解释 这是地球优秀青年企业家 彭祥 什么 梅尔斯奥斯卡他们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龙华真元精华叶 连他们各国的实验室都研究不明白 本以为彭祥是来自于哪个高级文明 却没想到来自地球 地球不是低级文明吗 为什么会有 哎呀 梅尔斯奥斯卡他们交换了一个邪恶的眼神 不过是地球的 那就好办了 匹夫无罪 怀避其罪 如果彭祥是哪个高级文明的红顶商人 梅尔斯奥斯卡他们肯定不敢动彭祥 只能正常交易 但既然彭祥是地球人 那就不怕用些盘外招了 但话说回来 把地球当成低级文明会不会有点太武端了 从地球表现出的实力来看 已经很接近高级文明了 比如说满天飞的星舰 满地跑的机甲 以及现在让全银河都为之震动的龙华真元精华业 所以地球必须灭 梅尔斯和奥斯卡对视一眼 不能让地球继续发展下去了 就在这时候 他们忽然听到半空中 传来了隐隐的龙吟之声 让人为之心机 与此同时 巨大的阴影笼罩住了他们 梅尔斯奥斯卡政治国彭祥 他们都是下意识的仰头望去 却见天上竟然有一条五百畅长的巨龙在翱翔 龙 龙啊 即便是梅尔斯奥斯卡他们这些见过龙的 此时都是情不自禁的倒吸一口冷气 更何况没有见过龙的萧恩他们 都是身不由己的两腿打颤 立足不稳 好大的龙啊 政治国之前也见过被龙带回来的澳洲 但澳洲只不过是百米长的小龙 哪有这条五百畅长的巨龙 带给人那么强烈的视觉震撼呢 不过多看两眼 政治国发现这条巨龙虽然够大 但却缺少了灵动 就好像是雕塑 可是雕塑又怎么会飞呢 正狐一间呢 就见那条五百畅长的巨龙 竟然缓缓的降落下来 即便如此仍然卷起了旋风 让人不由自主的后退 没错 是龙 政治国再三仔细看 发现确实是龙 和澳洲一样的龙 那美玉般的龙角 黑铁般的龙鳞 白银般的龙爪 全都可以作假 但龙威却是作不得假的 甚至政治国这位戎马一生的老将 都不敢直视 只能是左一眼右一眼的苗 苗着苗着呀 却见到城门般巨大的血盆大口里面 走出了一个个仙人 从龙嘴里出来的 不是死人 就是仙人 龙船 梅尔斯回过神来惊呼道 是五仙星独有的 能遨游银河的龙船 没错 就是龙船 奥斯卡也惊呼道 据说 是由龙的尸体制作成的船 什么 龙的尸体 政治国不禁倒吸一口冷气 怪不得这巨龙如此的逼真 可就算是龙 那也已经死了 怎么还能带着这些五仙星人 横渡银河来到地球呢 政治国再仔细观察才猛然发现了 黑铁般的龙鳞上 竟然密密麻麻的雕刻着符文 符文古老神秘玄妙 只不过因为龙鳞如同黑铁 才冷眼看时忽略掉了 驾龙舟 渡银河 这些五仙星人真的如同仙人一般了 政治国不仅脸色大变 而且看起来就连 梅尔斯 奥斯卡他们都对五仙星人净若神明 这些五仙星人到底是来干什么呢 萧恩身为外交大臣 自然也是善于察言观色的 从梅尔斯和奥斯卡他们的态度 也发现了这五仙星人了不得 甚至可能是整个银河的食物链的顶端 不由自主的 萧恩的背就脱了一些 脸上的笑容也更灿烂了 虽然他个子不矮 却硬是从仰视的视角 去看从龙舟的血盆大口里走出来的 五仙星人 走在第一个的身穿通天剑派 七剑护法道袍 面如冠玉 玉树临风 风流提挡 尤其一双弯弯的月亮笑颜 让人如沐春风 不知为何 萧恩越看越觉得眼熟 梅尔斯和奥斯卡他们这些 银河大联盟的评审团 态度比萧恩还要恭敬呢 曾经他们也想征服五仙星 后来被教做人之后 深深懂得了从心的道理 五仙惹不起 能乘坐龙船的更是惹不起 五仙六大圣地的大佬最惹不起了 来者都战了 梅尔斯和奥斯卡他们都是 联盟热情洋溢的迎上去 五仙大人 忽然从他们的身后传来 政治国无比震惊的声音 笑 贝将军 政治国这么一说 萧恩终于也想起来了 难以置信的 贝将军 怎么是你 什么情况 奥斯卡和梅尔斯他们 一脸懵逼的瞅瞅 政治国和萧恩 你们 我认识 彭祥笑道 这位是我们地球联邦的五星上将 沙俄军区总司令 北龙将军 梅尔斯和奥斯卡他们都是情不自禁的倒吸一口冷气 这不科学 地球人的将军怎么可能是五星 我们一定是看到了一个假的五星 可是 这龙船做不得假呀 梅尔斯和奥斯卡他们 瞠目结舌之际 却见贝龙的身后走出了一位通天剑派的八剑长老 一位火神功的大长老 一位鸳鸯宗的金花长老 和一位万古道的天古长老 再后面呢 就是低了一个档次的养龙道长老 通天剑派七剑长老 火神功长老 鸳鸯宗 玉鹿长老 万古道的地古长老等等 什么情况 梅尔斯和奥斯卡他们都请到了 五仙六大圣地来了四个 还有曾经名列五仙六大圣地的养龙道中人 五仙星到底想干什么呀 将军 北龙政色向政治国敬了个礼 虽然穿着道袍有点不伦不类 但这个军礼却是敬的标准 政治国还礼之后 两人这才大笑着拥抱 将军 我回来得及时吧 北龙在政治国耳边说着 政治国笑着拍拍他的背 有你在 我就踏实了 放开了政治国 北龙又和彭祥大力拥抱了一下 笑道 老哥 干的漂亮 彭祥黑黑一笑 老弟啊 那些外星人敢跟咱们装逼 等会就看你的了 我了 北龙说着 到了孝恩的时候 北龙本想和他握手呢 肖恩自己就抱上来了 哎呀 非将军 果然不愧是华夏之龙啊 肖恩热情的说 北龙便也抱抱他 我讲了 梅尔斯和奥斯卡 他们的脸色都很不好看 北龙到处和地球人拥抱 而其他五仙根本都不拿正眼看他们 偏偏他们还一点脾气都没有 虽然他们都是高等文明 五仙星却是唯一一个 能吊打所有高等文明的低等文明 和政治国彭祥他们打了招呼 北龙才回头看下了梅尔斯和奥斯卡 你们什么人呢 眼见五仙们以背龙为首 梅尔斯和奥斯卡他们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最后还是用眼神 选出了梅尔斯做代言人 小心翼翼的达到 啊 五仙大人 我们是银河大联盟的评审团 来平定地球加入银河大联盟的资格 犹豫了下 梅尔斯还是鼓起勇气问道 不知道五仙大人来地球是为了 管着吗你啊 背龙瞪了他一眼 我们回自己的家 还得跟你打报告啊 梅尔斯被怼的两张脸都血红血红的 硬是不敢还嘴 但背龙的回答让他半信半疑 难道说这么多五仙全都是地球人吗 我读书少你可别骗我呀 这时 穿着通天剑派八剑长老道袍的吕良玉走了过来 冰冷的目光扫了梅尔斯 奥斯卡他们一眼 师弟啊 何必跟他们废话 打杀了便是 老公 穿着鸳鸯宗玉鹿长老道袍的猪眼 挽着背龙胳膊 他们是不是来搞事情的 我愿意啊 穿着万古道地骨长老道袍的 滕珍珍也凑到背龙另一边 凶巴巴的瞪着梅尔斯奥斯卡他们 哪个敢搞事情 老子弄死他贵儿 地球人 他们真的都是地球人 梅尔斯奥斯卡他们脸色苍白 实时翻译的尔赛 已经给出了提示 吕良玉 朱颜 滕珍珍 说的全都是地球方言 所以啊 地球人真的也有五线 那么问题来了 地球有科技 有经济 有实力 我们还怎么灭地球啊 其他几个高等文明高官都贼眉 熟眼的瞅瞅梅尔斯和奥斯卡 哥们儿咱不玩了 梅尔斯和奥斯卡对视野 都从双方眼中看到了畏惧 所以啊 统一了意见 误会 误会 梅尔斯作为发言人 联盟呈黄呈恐的说 我们是来欢迎地球的 对 欢迎 奥斯卡怕他没有说清楚 赶紧补充 欢迎地球 加入银河大联盟 梅尔斯觉得奥斯卡也没说清楚 又给他补充 哦 是以高等文明的资格加入的 萧恩在旁边都惊呆了 不是 你们还没审核呢 就欢迎我们加入了 还是高等文明的资格 不是 刚才跟我的时候 你们也没这么好说话呀 政治国早已习惯了贝隆的节奏 这就是个每天都生活在奇迹中的骚年呢 所以他第一个反应过来 鼓着掌 笑呵呵的说道 感谢大家的欢迎 梅尔斯 奥斯卡他们都笑的可热情了 咋知道你们有五仙 还省个毛啊 但话说回来 为什么地球又有科技又有五仙 这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啊 而就在这时 欢迎剑宗 一道道剑光冲天而起 空中码头上转眼间便多出了许多的剑仙宗弟子 光明圣教 则被苍生 教主驾到 战无不胜 披着胸口秀着明教圣火的白斗篷的明教弟子们 也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飞了上来 他们的出场 虽然没有剑仙宗那么宣 但胜在人多是中 此时啊 一条身长五百丈的黑胶 爬上了空中码头 大如墨盘的漆黑鳞片 黑铁般胶筑的爪子 黑水晶般 晶莹剔透的独角 都证明了 他距离画龙 只有一步之遥 黑胶头顶上方 赫然还有一个 倩影 听听欲立 长急脚踝的漆黑秀发 千娇百媚的绝美容颜 龙纹黑袍包裹着的 娇小玲珑身子 却拥有着滔天的气焰 就连五百丈长的巨大黑胶 在他这个小人面前 都沦为了陪衬 当人们看到他的时候 顿时就觉得 这胶也没什么了 他才是这世间最耀眼的一个 剑仙宗弟子们 是来迎接吕良玉的 明教教徒是来迎接贝龙的 这都是贝龙事先通知的 为的就是造师 但唐锦到来 就真的是贝龙意料之外的了 贝龙纵身一跃 轻飘飘飞到了黑胶头顶 向唐锦直挽背礼 姑姑 您怎么来了 从唐锦一出现 唐真真是无所谓 朱颜却紧张起来 又一个妖艳见惑 但是 见贝龙向唐锦直挽背礼 朱颜就放心了 贝龙从来不随便向女人行礼 这女人应该真的是某位长辈 事实上贝龙因为唐鹰 得叫唐锦姑姑 唐锦是传言入密给贝龙的 但仍然是结巴到想哭我 想看看五仙什么样吗 贝龙想起一件事就说 姑姑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五仙六大圣地有一个火神功 他们擅长炼着丹药 我有幸进入了他们藏丹坊的地方 偶然看到了一个丹坊 或许能治好您的隐疾 唐锦眼中一亮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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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龙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我回头练好了 给您送过去 好 唐锦说一个字的时候终于不结巴了 他看着贝龙的目光有些复杂 贝龙说是偶尔看到的 唐锦才不会相信 真要是有机会看到丹坊 一般人都会看增加寿命 或者帮助修炼的吧 谁会看治疗结巴的 骗鬼呢 骗子 唐锦美眸白了贝龙一眼 传音入蜜道 再 再 再去五仙 行 一定带着您 贝龙连忙说 这句话太长了 等唐锦说完呢 只怕黄花菜都凉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 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漠视呢 作者 王袍 演播 嗨阳 第304集 唐锦这才满意的小脚一点黑胶的脑袋 黑胶立即心领神会的转身要走 便在此时啊 背龙又换住了他 姑姑 请留步 一位养龙道的朋友有话说 养龙道 唐锦微微一正 回头艳羡的瞅了一眼龙船 他何尝不想黑胶画龙啊 养龙道长老韩志恩已经飞过来 激动的对唐锦道 敢问您可是养龙道传人呢 唐锦没带耳塞翻译 韩志恩的五仙口音也重 背龙呢 就临时客传了翻译官 唐锦不想暴露自己是结巴 就传言入密告诉背龙 背龙转他 他说不是 怎么可能不是呢 他明明养了这么大的一头黑胶 是了是了 他一定不知道 他是养龙道遗留在地球的传人 韩志恩真诚的说 哦 能否请您到养龙道走一走 您的黑胶距离画龙只差一步 养龙道可以帮您走出这一步 他的话呀 算是说到唐锦心坎上去了 唐锦早就盼着他的黑胶能画龙 可是 这黑胶越长越大 都已经五百丈了 还是不画龙 既然韩志恩说养龙道有办法 唐锦自然要走一遭了 于是唐锦微微汗手 韩志恩顿时心花怒芳 向着唐锦深深一一 他有种很强烈的预感 唐锦和养龙道有缘呢 等韩志恩抬起头的时候 黑胶已经轰隆隆的离去了 眺望着黑胶那无比庞大的背影啊 韩志恩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养龙道的第二春就要来了 梅尔斯 奥斯卡他们瑟瑟发抖 原来地球上真的有五仙 而且害他们这么多 可是从来也没见过像地球这样科技五仙并存的 本身科技和五仙就是个悖论 真是个神奇的地球啊 哎妈呀都半小时了 这咋还没生出来呢 产房外面 贝友福跟拉末似的来回转着圈 偶尔停下来向产房张望一言 然后继续拉末 老贝你能不能停一停啊 嫌你现在能走的是吧 张春丽气得都毒舌了 哎呀我这不是着急吗 这可是咱贝氏家族的长孙 总共就俩人 你还贝氏家族 张春丽撇撇嘴 哪来那么大脸呢 我是不行啊 可我有儿子呀 我儿子行啊 贝友福鄙视他 我儿子至少能娶俩 啊不 三个媳妇 三个媳妇就算每个只生俩 咱家孙子就有六个了 这是不是贝氏家族啊 产房里啊 唐鹰相悍淋漓 娇喘连连的使劲 贝龙和唐锦子 一左一右的在他身边 分别握着他的手 既是为他加油 也是给他安慰 眼瞅着唐鹰痛苦的样子 贝龙都快急哭了 为什么五弟生孩子 就不能用真气逼出来呢 鹰鹰 唐锦紧紧的握着唐鹰的小手 唐鹰的粉红指甲 都刺住他的皮肤里 唐锦下的小脸煞白呀 生孩子太可怕了 我这辈子都不要生孩子 贝龙很想帮唐鹰做点什么 可是他发现呢 生孩子这种事 什么天盾剑法 什么诸仙剑阵 什么掌中熔炉 都用不上 等下 火眼金睛啊 想到了 贝龙立即瞪大眼睛 眼中燃起了小火苗 瞪着唐鹰的肚子 小火苗还看不透 直到贝龙眼中喷出了 三寸长的金色火蛇 才终于看清了 别这么拽 贝龙当时就火了 我儿子胳膊卡住了 往这边推 这边推 老大夫小户什么都吓傻了 接生这么多年了 没见过哪个男人急得 眼睛冒火呀 哎呦我来 贝龙是真急了 见老大夫和小户子们 还傻愣着 直接伸手到了唐鹰肚子上 鸣叫神功 逆转阴阳局 老大夫小户子们慌忙想要阻止 却见贝龙的手 在唐鹰肚子上轻轻的一拨 就仿佛拨动了日月旋转 再轻轻一推 跟着婴儿的整个上半身 就都出来了 我靠 还有这种操作 老大夫小户子们都惊呆了 刚才贝将军的手上 好像还有星光旋转 这不科学呀 好在 他们还没有忘记自己的本质工作 连忙熟练的把婴儿掏了出来 片刻之后 婴儿嘹亮的哭声就响彻了产房 震得人耳朵嗡嗡的 老大夫小户子们捂着耳朵面面相去 从来没见过刚出生的婴儿哭这么大声的 中气十足啊 哎呦我天 厉害了我的儿啊 贝龙笑眯眯的抱起了自己的儿子 这就是基因好啊 虽然不是在五先星 贝龙和唐英的爱情结晶刚刚生下来 就有了舞者的实力 贝龙都能感觉到婴儿体内充沛的活力 现在孩子还小 等学会走路了 一个打十个 没问题 到时候早点启蒙 争取幼儿园就达到百人敌的水平 盈盈 你看 贝龙把孩子皱皱巴巴的小脸凑近唐英 看 咱儿子多帅呀 帅 唐英虚弱的说 刚出生的婴儿那都丑死了 也就亲爹亲妈就得摔 莫名的 唐锦在旁边羡慕起来 小心翼翼的摸摸婴儿的小手 取 名字了吗 早取好了 贝龙笑的合不龙腿 我们的儿子是在人马行有的 所以就叫贝肖 不错 唐锦点头 不知为何呀 总有种怪怪的感觉 以后他会不会儿女变银河呀 在五仙星有一个叫贝斌 金牛星有一个叫贝奔 巨蟹星有一个叫贝无常 把贝肖交给了唐锦抱着 贝龙搂着脸色苍白的唐英摸摸搭 娘子辛苦了 唐英苍白的小脸上便浮起了淡淡的红蕴 虽然确实很辛苦 但值得 将军哪 这个出生证明 老大夫小心翼翼的把贝龙拉到一旁 可不能乱填呢 将来上户口还用得着呢 这夫人的身份证号是不是打错了呀 贝龙嘴角隐蔽瞅瞅两下 他才刚刚回来 这事也不知道谁经手办的 其实对于唐英而言 寿元二百五十年 一百多岁的他呢 也就相当于普通人的三十多岁 而且等唐英坐完月子 贝龙就会带他去五仙星 以唐英的资质啊 突破五尊妥妥的 寿元就是三百五十年 还可以算是女孩呢 但是 在普通人的世界里 一百多岁的女人生孩子 确实有点科幻了吧 没事 这个交给我了 贝龙把事情揽了下来 以他在地球的地位 补办个出生证明什么的 还不跟玩似的呀 他这么说呀 老大夫也不敢再说什么了 接着给孩子量体温侧身高 贝龙都全程跟着 唐英就只能交给唐锦 和爸妈了 一套程序走下来 贝龙忙得不亦乐乎 但心里美滋滋的 我他妈又儿子了 由于是顺产了 唐英三天就出院了 这三天 贝嫂火锅店 全靠丁湘兰和小野大雄称的 贝龙在家陪着老婆孩子 贝友福和张春丽去了火锅店 很快又打电话回来 小龙啊 有个外国人找你 不对 现在都地球联邦了 贝友福小舍说 他在咱店里等了你三天了 说等不到你他就不走 你快来看看吧 娘子 我去看看 很快回来 贝龙听贝友福这么说 就知道事情必有蹊跷 以贝龙如今在地球的身份 有几个人敢赖在他的火锅店 说等不到他就不走了 贝龙跟唐鹰说完 又跟唐锦说 姑姑 麻烦你了 唐锦美眸瞪他一眼 我 我是 是个外人吗 那 那你不是内人呢 贝龙甘笑两声 亲了唐鹰和儿子一口 便起身出去了 难 安 安人 唐锦撇了撇小嘴 然后就兴致勃勃的和唐鹰一起 玩背销了 贝潇小梅上展开了 水灵灵的大眼睛特别可爱 比刚出生的时候好看太多了 可怜呢 贝潇根本无力反抗 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老妈和姑奶奶一起玩自己 贝龙离开家直接到了贝嫂的火锅店 远远的就看到火锅店门口 站着一个金毛狮王 一头大波浪卷的金色长发 配着两米左右的强壮身躯 让食客们都只能绕开了他 坐在塑料凳子上排队 指指点点 窃窃私语 哎 这是什么人呢 谁知道呢 跟店家干似的 这堵着门口三天了 他想干啥呀 会不会是来等黑玫瑰或者雪莲花的 哎 说起来现在店里就剩一朵白牡丹了呀 嘘 小声点 牛分来了 食客们顿时安静下来 然后一个个贼眉书眼的瞄着远远走了的贝龙 贝龙一米巴巴的身高 走在大街上同样很闲人 所以啊 金毛狮王也看到他了 金毛狮王是第一次亲眼看到贝龙 贝龙看到金毛狮王却觉得十分眼熟 是你 西欧第一强者 雷神拖地 贝龙眼中闪过了一丝寒芒 有兴奋 也有激动 他的重生就是因为和雷神拖地的决战 本以为重生之后一切都已经改变了 或许不会再有机会和雷神拖地见面 却没想到雷神拖地竟然还找上门来 难道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吗 或许这是贝龙在地球上唯一害怕的对手 不是害怕雷神拖地有多能耽 而是害怕在和雷神拖地战斗中发生什么意外 比如重生到上一次末世 上一次末世他一无所有 这次他有老爸老妈老婆还不止一个 甚至还有个儿子 要什么有什么傻子才想重生呢 可重生不重生不是他说了算 甚至贝龙怀疑雷神拖地说了也不算 而雷神拖地看到他已经大步走了过来 您就是贝将军 曾经桀骜不驯的雷神拖地 这一刻却显得有点青涩 是我 贝龙唯唯一争 为什么感觉他不认识自己 难道重生了只有自己吗 我叫拖地 我非常崇拜你 不知我能否有这个荣幸冲当您的随从 昔日的西欧第一抢着雷神拖地 恭恭敬敬的 他的眼中闪烁着狂热的光芒 贝龙眨眨眼睛 如果你可以通过我的考验 我可以允许你跟随我 雷神拖地不仅是又喜又惊啊 扑通一下给贵龙单膝跪地 多谢主人恩典 我靠 说真的 看到雷神拖地的时候 贝龙还真的怀着跟他再打一场的念头 可是万万没想到 事情会有这样戏剧性的发展 但想想 虽然在意料之外 却是情理之中 如今整个地球已经统一了 再也没有东方西方的对立 而贝龙也已经成了整个地球的英雄 雷神拖地还有什么理由 在和贝龙决斗呢 我 愿意为主人做任何事情 雷神拖地扬起激动的大脸 主人 请考验我吧 任何事 贝龙笑眯眯的看着他 店里有个厨子 你先去跟他学刀工吧 哦 是 雷神拖地用力一点头 他堂堂神话者 跟厨子学刀工 这又有何难呢 看到雷神拖地 熊啾啾气昂去了后厨 贝龙相信 小野大雄会教他做人的 至于贝龙啊 解决了雷神拖地的事 当然是回家继续陪老婆孩子了 地球已经作为高级文明 加入了银河大联盟 他终于可以歇一歇 为自己而活了 嗯 先生他十个八个孩再说吧 好了 到这里全书已经播完了 但后面还有彩蛋 请继续收听 轰隆隆 一条六百丈长的庞大黑龙 在养龙道道场前的滔滔江水中 尽情的撒花 悬崖上 唐锦迷蒙的狐媚大眼 蒙着一层淡淡的水雾 他终于突破五胜了 困扰他多年的两个问题 竟然一次性全都解决了 真是让唐锦喜出望外 叶凌峰回头瞅瞅韩志恩 韩志恩用力一点头 叶凌峰也心领神会的 用力一点头 贝龙 是我哥 跟亲的一样 所以我也叫你一声姑姑 叶凌峰厚着脸皮道 姑姑 实话实说 我这个掌门当着他不称职啊 原本我们养龙道 也是五线六大胜利之一 可是在我的手里 都快沦落成三流门派了 您是千年难得一遇的养龙天才 乃是我生平谨见 所以我斗胆恳请您 来担任我们养龙道的心掌门 我相信养龙道 一定能在您的带领之下 再现辉煌的 扑通一下 说到这里啊 叶凌峰重重的跪在唐锦面前 无比恳气的说 请您一定不要推辞 说这话的时候 叶凌峰的心里在低血 虽然养龙道不是他们叶家的 但却是从他爹叶云天手里传给他的 有可能的话 叶凌峰真不想让给别人 但是呢 不让不行啊 再这样下去 就算是有被龙撑腰 那养龙道也避免不了衰落 作为一个有志青年 叶凌峰其实很希望养龙道 能够回到五线六大圣地的行列 但是他知道他做不到 把掌门之位让给被龙也不行 被龙虽然有这么大的潜力 可被龙不是养龙的天才 从被龙让熬州一会儿S一会儿B 叶凌峰就看出来了 在被龙的带领下 养龙道就算回到五线六大圣地的行列 养龙道也成了大杂烩 不是真正养龙道了 更何况 被龙已经是通天剑派的传承弟子 将来要当通天教主的 能看上养龙道吗 唐锦就不一样了 五圣十里加上六百丈的黑龙 已然超越了昔日的安天下 最主要的是啊 唐锦是个绝世美人 把养龙道掌门交给他 叶凌峰心甘情愿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转发评论 大家好啊 今天要推荐一本 嗨扬自己的新书 叫死在火星上 是一本非常硬核的科幻小说 男女双播 大家都喜欢听这个女播吗 对吧 这个女播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 但最重要的呢 是这本书真的真的非常好听 接下来啊 可以先来听一下篇花 杭月 你老家炸了 杭月先生 大事不好了 我和地面实际联系了 内长他们也联系不上 所有的联络都生断了 地球真的没了 公元2052年8月11日 北京时间15点22分13秒 协调世界时 7点22分13秒 一道直径为60万公里的高速粒子流 与黄道面乘3度12分22秒的夹角 以光速穿过太阳系 在0.0009秒内 太阳系的第三颗泪地行星 人间准发 空间站里在报警 卖东小姐 这里是昆仑站 听到请回答 卖东小姐 这里是昆仑站 听到请回答 卖东小姐 卖东小姐 唐月 等我安全落地之后 咱们就结婚吧 好啊 唐月 我后悔了 我不想嫁给你了 等我离开空间站 下去火星 你嫁给我好了 好啊 我现在 望着脚下的火星大地 觉得它距离我很近很近 我就在空间站上啊 所以空间站 还有多长时间 我最清楚 我也好想活下去啊 我真的好想活下去啊 我想下去和你们见面 我想和唐月结婚 我想有自己的孩子 猫先生 帮我照顾好唐月 太阳又要落山了 我又要进入无信号去了 你说我能看见 下一次日出吗 可以的 卖东小姐 一定可以的 说好了十一天 说好了一百公里呢 唐月 即使只剩下你孤身一人 我也希望你能辨认出正确的方向 然后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老妈 我 我好难受 帮帮我 我没法呼吸了 帮我 唐月 你记得 麦彤小姐跟你说过的话吗 假如你只剩下三天生命 黑夜和死亡必然在第三天那个夜晚降临 你应该愤怒 咆哮地 高举着火炬面对他 听着唐月 无论发生什么 都不要 都不要给我死在这见鬼的火星上啊 是非传吗 是 唐月 再坚持一下 有力 上去 老妈 我乱你上来 我们一起走 一起走 老妈 老妈 我终将死亡 在群星闪耀的夜晚 请将我埋葬 请将我的灵魂放逐 如果你要问 这是哪 遥望一亿五千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 我会告诉你 这是我的家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科幻小说 《死在火星上》 作者 天瑞说福 演播 海洋 月灵 好了 对本书感兴趣的好朋友 可以在喜马拉雅 直接搜索《死在火星上》 或者直接进入 海洋的主页 在专辑列表中 找到《死在火星上》 新书求订阅 求评论 求点赞 感谢各位的支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漠视》呢 作者 王袍 演播 海洋 第三百零五集 而在任马星自由服务区的最大一家夜店里 一个妩媚女人翘着二郎腿坐在吧台边上 圆润风鱼的雪白大腿 从旗袍的侧面开刹完全露了出来 旗袍侧面开刹很高 向上连臀线都看得清楚 小腿一晃一晃的 白得耀眼 勾得那些金牛人 半人马们个个垂涎三尺 连舞台上围着钢管转的美女都顾不上看了 玛丽的名字短短几天时间就红了 在任马星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玛丽是老板娘 老板自然是王强 王强则是趴在舞台边上 色眯眯的看着半人马娘 犬娘 蛇娘的异语风情 玛丽把烟灰按在烟灰缸里 拿着一瓶家事书 走到了王强身后 俯下身来 压着他的肩头 在王强耳边说 把口水擦擦 咱们该去谈判了 王强下意识的一抹嘴 站起来就仿佛变了一个人 走 干死那帮拉皮条的 玛丽无可奈何的摇了摇头 他们在贝隆的支持下 到这个自由服务区 开了一家最大的酒吧 整个任马星除了这家酒吧以外 再没有第二家酒吧能够提供半人马娘 当然了 这些半人马娘都是自愿重操就业的 但相信贝隆就只跟玛丽工作 没想到啊 别家酒吧赶来挖角 于是玛丽和王强要去谈判 对王强 玛丽很失望 当初贝隆离开泰国时 王强夸下海口 结果呢 贝隆都统一地球了 王强还是没能搞定青脉黑道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呀 但失望又能怎么样呢 终究是自己选的男人 玛丽悠悠叹了口气 只能是自己努力辅助王强 凭着他们从地球带来的班底 垄断这个自由服务区的生意 好歹不能让表弟看扁了呀 领级佣兵团 不能就这么晚了 双子帝国空军副司令 梅尔斯 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一掌拍在了桌子上 对着面前的几个得力干将 命令到 你们从各军挑选一批能打的给我 一周之内 我要重新组建 领级佣兵团 是 几个得力干将都连忙答应 梅尔斯是领级佣兵团的大团长 领级佣兵团就是他手里的一把刀 现在这把刀被折断了 很多时候很多事 他都不方便做 所以 梅尔斯迫不及待的 想要重建领级佣兵团 你们可以出去了 梅尔斯的目光 落到办公桌摆着的一张相片上 相片上是很别致的双子星女人 她的大脑袋是个 艳若桃李 冷若冰霜的冷面佳人 她的小脑袋 却是个天生魅谷 水性洋花的风情少夫 正是梅尔斯的小情人 卡罗林 她是灵机佣兵团的二团长 已经死在唐锦的手里 但这笔账 梅尔斯算在了背笼头上 眼中闪过一丝 忧伤和怨恨 梅尔斯暗发失 灵机佣兵团重建之后 第一件事 就是去掠夺地球 并且把山城的背扫火锅店 当成第一打击目标 谁 梅尔斯顿时勃然大怒 猛的抬起头来一看 是谁 临走了还他们放个屁 却是空气中爆出了一大团紫色的烟雾 转眼间紫色烟雾就弥漫了整个办公室 梅尔斯只觉得眼球酸色不移 泪水止不住的往下流 几个得力干将还没有来得及走出办公室 全都被枪的咳嗽 只是被紫色烟雾遮蔽了视线的梅尔斯 看不到他们在哪 只能是大发雷霆的拍着桌子 到底干什么鬼 将军 我们也不知道啊 忽然一下就爆了 有两人回答他 这让梅尔斯很不爽 因为明明这里除了他就只有四个人 空气进化系统 怎么了 梅尔斯吼道 谁能吃鸡 把门打开 然而这次呀 连一个回答他的人都没有了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梅尔斯第一反应是生气的 但第二反应却是头皮发麻 这时他的眼前凭空出现了一个身穿紫色忍者服的娇小女忍者 他轻轻摘掉了头套 顿时啊 那头三刀平击发式的黑直长发 便宛如瀑布披散了下来 我叫波多野姓黎 奉主人之命 屈你的狗命 波多野姓黎兜手打出两枚苦 刷刷两下 盯入了梅尔斯的咽喉 梅尔斯难以置信的瞪大了两对眼睛 他想要按下警报器 可是脖子上的伤口麻麻的 连整个身体都是麻麻的 他完全动弹不得 只能是眼睁睁的向后仰面瘫倒 波多野姓黎并没有拔下苦 这也是贝隆的命令 让地球忍者成为银河的梦魇 如果我成为银河第一杀手 主人一定会很高兴的 波多野姓黎重新戴好头套 藏起了他清晰的小脸 消失在了那渐渐变淡的紫色烟雾之中 腾珍珍一脸谄媚笑容的 凑进了打坐中的孙圣贤 师父 孙圣贤把眼皮子掀起了一条缝 干嘛 师父 人家想去找被师兄要去玩耍 腾珍珍厚着脸皮 孙圣贤眼皮子就合上了 不行 万古真经你没练到架情就熟之前 哪儿都不许去 哎哟师父 你来个无情呀 腾珍珍耍赖皮 等我把万古真经练到家庆就熟 还要好久 来个时候 被师兄早就跟猪师姐生娃了 我怎么收了这么个没出息的徒弟啊 孙圣贤冷哼一声 你还想不想继承万古道了 不想 腾珍珍赌气了肚子小嘴 小手插腰 你不让我找被师兄 我啥子都不想 孙圣贤气得险些喷出一口老血 二话不说 啪的打了一个响指 顿时啊 无数芝麻大小的金色小虫 就飞到了腾珍珍的身上 呼的一下 腾珍珍就浑身扑满了金色小虫 金光闪闪的好像一尊金服 只有一双大眼睛惊恐的瞪着孙圣贤 孙圣贤冷笑 等你把万古真经练到家境就熟 这些吃人不吐骨头的金沙卵骨 自然就会从你身上飞走了 师父你这个老扎痞 腾珍珍眼泪滑滑的 但是根本不敢张嘴 他怕一张嘴啊 这小金虫就钻进来了 因为不管有多痛 我始终都是爱着你的 朱颜头上带着大大的蝴蝶结 穿着洁白的纱裙 在灯光下仿佛美丽的小仙女 她忘情的演唱着不知不觉 就用上了弥显大法 她呢 温柔甜美的歌声仿佛天籁之音 能够触及到人心灵深处最柔软的地方 骚着人不知不觉 便泪水满溢 舞台之下 五仙人 双子人 天秤人 半人 马金牛人 巨蛇人 巨蟹人 无论是来自高等文明 还是低等文明 这一刻呀 全都是朱颜的忠实粉丝 他们头上带着粉色的发光头饰 手里拿着粉色应援棒 动情的随着朱颜的歌声 轻轻晃动了身体 却不敢发出半点声音 唯恐惊扰了舞台上的小仙女 没想到有一天 我们还能站上银河的舞台 让外星人为我们神魂颠倒如痴如醉 后台 谭嫣然 潘逆珍珠 伊文他们 眼泪哗哗的手拉着手 紧紧的握在一起 由于朱颜 修炼迷心大法的需要 他决定入红尘 以明星的方式修炼 等到朱颜红遍全银河 粉丝五百亿 粉红少女走过十周年 她的迷先大法 也就差不多炉火春青了 她开创的修炼方式 让花青莲都叹为观止 一曲终聊 朱颜不知不觉 已经泪水满意 无力的捶了捶小脑袋 死贵 还不来找我 她和贝龙因为唐英 生了孩子的事生气 不声不响的就离开 跟粉红少女开银河演唱会去了 刚开始是挺解气的 可这时间越久啊 她就越想贝龙 思念真的是一种病啊 刷的一下 一道黑色闪电 飞到她的面前 赫然是一头 首尾五米多长的黑虎 这头黑虎一身黑毛 没有半点杂色 额头上天生一个 肉流式的月牙 看到这个月牙 朱颜便认出来了 这原来是贝龙送给她的晴天 游记得当时贝龙说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朱颜的芳心 好似针刺的一般 痛得厉害 离开贝龙的时候 她狠信留下了晴天 晴天被贝龙带到五仙星 就长大了 见到了女主人 晴天便喵喵喵的跑了过来 用她那脸盆大的大脑袋 蹭朱颜的柔体 由于迷先大法的缘故啊 所有人这一刻都还在梦里 如痴如醉 泪流满面 你怎么找到我的 朱颜白皙修长的指尖 在晴天额头上的月牙型肉流 轻轻的摸她 这个月牙型的小肉流啊 摸着软软的 肉肉的痰痰的 她最喜欢揉了 喵 晴天通灵回头 朱颜放眼望去 正看到一个花样美男踏风而来 你怎么在 你来干什么 朱颜心头惊喜 但小脸马上一沉 娇哼一声 直接骑到晴天背上 她轻功比贝龙差远了 但晴天却是速度快如闪电 朱颜一拍晴天大脑袋 晴天便懂事的 刷的一下就飞走了 你追我 如果你追上我 我就让你 嘿嘿嘿 朱颜回眸瞪了贝龙一眼 星剑缓缓降落中 红蝎一双绿桶扫射着面前的星际海盗们 星际海盗们都对她的轩然大波垂涎三尺 却又因为她的蝎子尾巴而静而远之 地球人肯定还不知道星际海盗的厉害 红蝎凝笑的说 咱们就给他们上一课 待会儿等给老娘卖点力 男的都杀了 女的都抢走 现在好多大佬都想尝尝地球女人的滋味 但是暂时还没人敢触动地球的眉头 咱们这次要是打劫成功 红蝎海盗团也就能一炮打响了 咕咕咕提示音传来 提示他们这艘星舰已经安全着陆 红蝎一起风发小手一挥 给我杀 舱门打开 这些星际海盗们就嗷的冲了出去 冲向这片神秘的大地 这里是一片繁华的商业街 当他们这些奇形怪状凶神恶煞出现的时候 顿时吓得地球人们鬼哭狼嚎都跑了 唯独一个身材娇小玲珑的黑美人 若无其事地站在那里 他皮肤仿佛黑珍珠一般散发着迷人的光泽 银白色的长发挽到了耳后 露出了一只长长的尖尖的耳朵 一双水晶般透明的白铜正在奇怪地看着他们 他的怀里还抱着裹在墙堡里的婴儿 地球女人果然迷人 星际海盗们都是忍不住微微一应表示尊敬 这个好给我拿下 红蝎扭着屁股风情万种地走出来 向他一指 星际海盗们便都吟笑着一哄而上 然而让他们都意想不到的是 这个黑美人竟然从白铜之中射出了两道白光 瞬间整个世界都仿佛变成了刺眼的白 我的眼睛 吃瓜群众们都是身不由己地闭上眼睛 眼睛被白光给啄得火辣辣的疼 还好啊 眼泪涌出来之后好多了 等他们终于能睁开眼睛的时候再去看 却发现 刚刚那些奇形怪状凶神扼杀的外星人 全都已经人间蒸发了 就连那艘喷漆着骷髅头的星剑 也被轰掉了半边 露出了藏污纳垢的穿舱 妈呀 达夫尼腾的眼泪都出来了 刚刚怕自己的目光伤到孩子的眼睛 他就先把孩子捂到了自己胸口 却没想到啊 这小子竟然熟练的一口咬在了 哼 和你爸爸一样一样的 达夫尼撇撇小嘴 萧萧 我不喜欢你了 轻轻拍打着被萧的小屁股 达夫尼嘟囊着 不玩了 回家家 找妈妈 吃瓜群众们有的刚想拿出手机来拍摄 却见了 这个黑美人 竖的便凭空消失了 好了 说好的末世呢 这本书到这里就全部完结了 这是海洋非常喜欢的一部小说啊 有热血 有欢乐 有温情 能录制这样一部作品 我觉得是我的幸运 感谢小伙伴们 对这本书的支持 也感谢大家对海洋的支持 接下来呢 我会努力去做更多更好的作品 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 打个小广告 双波玄幻小说 九转天魔诀 已经上架了 男生呢 还是我 就是旁白呀 主角呀 配角呀 吃瓜群众啊 就不许多说了 这次呢 和以前所有的书不一样 这次是有女生的 有女播啊 这个女播可是了不得呀 确定不去试试吗 好了 再次感谢大家的喜欢 咱们下本书 再见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 评论